这是一个看脸的事件 长得丑的男人连繁衍后代的权利都没有 而男主神浪原本是一个长相顺弃的医生 却在一次医学实验中流酸粉术 变成了一个女人看了不想吐的男人 为此 二十年来为了娶上老婆 她能力工作 想要用才华和财富赢得女人的亲爱 但即使她成为了明阳海内外的顶级医生 依然没有女人愿意嫁给她 然而 厄运还没有放过她 在一次作为阵地医生救助伤者时 他们遇到了导弹袭击 当导弹袭来时 别人都慌乱地逃跑 她却觉得这苦难的人生终于要解脱 临死前 她许下一个愿望 如果能重生 请上天给我一张帅气的面孔 我要娶天下最漂亮的女人 没想到 上天这么眷顾她 一觉醒来 神浪重生到了本来 她趕紧起床去照镜子 果然 上天能反足了她的愿望 心里是一个 不然 头疼欲裂 身体原主的记忆 源源不断地出现 原来 原主也叫神浪 手无缚机智 念了十年书 还不认识一千个字 被老师赶出了学校 是个彻头彻我费 她还是个挺狗 只因徐家千金得了怪病 血冲洗 她便义无法度地入赘狗的徐家 她结婚后 徐千金恢复了健康 便开始嫌弃人 她连徐家千金的毛都没问题 就连徐家的丫鬟 也可随意不问 半个月前 原主突然得了重病 奄奄一息 在原主将死之时 神浪财则已能收到她的身上 神浪心想 还不错 虽然是个坠婿 总算是有老婆 而且还是富贵人家 是喝不愁了 这时 门外传来声音 听说是管家往姑爷的腹里 放毒药 去看看 她厌弃了没 这个废物活该 她怎么配的事 我们先前击 两个丫鬟推开门 突然看到一个精神小 双双系的愣住 沈过来 沈姑爷复活了 能够活进口 而惊喜还没容 沈浪面前突然出现 一台笔记笔电脑 竟然是她前世的那台电脑 不仅如此 她的眼睛 竟然能直接看到 柜子的东西 这难道是透视影 她看了眼花瓶 竟然还能出现 花瓶的材料 粘分 重量的一些信息 眼睛还自带智能 实物功能 有了这些功能 这一世 还挂 这时 徐家小姐推门进来 最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双白白子36的 连身上的毛 都被沈浪看得一清 徐千千吩咐 跟着的大夫 给沈浪讲 一步动经 明明前几天微弱的闷信 现在却强劲了 身体已经没有了 徐千千听后 脸色一现 变得了 但还是强装着说 她好了 妾身真为相当高兴 看到这变脸素 沈浪心想 你不去当领主席了 还真当我还是二傻 难道我身上的毒事探索 这徐千千 看精灵还很不妄 但远主的记忆中 徐千千还是个 单纯的傻的 徐千千暗示说 你父母来我们家多次了 想带你回去 甚至跪下来求我 不过 远主可是个二傻 怎么可能听得懂 这是要给她的 沈浪也果然选择 假装听不懂 就在这时 她能够一脚 一个脚 腿里还好 跟她谈说话 这么维吻 听得懂 只能实物提示 大汉叫张静 太守张雨军之组 24 徐千千也不装了 上来就让张静 亲了一下 张静搂着徐千千 指着沈浪做的 徐千千现在是我的未婚妻 收拾好东西 赶快滚回你乡下的狗窝去 获槽 这么无耻 因为离婚 就搞在了一起 之前徐小姐病重时 弄完就扔过河拆桥 徐千千还想导致 顺着沈浪 沈浪 你是好人 但我们不合适 沈浪看这件事 肯定是留不住 罢了 凭借顺气的样子 开挂的光明 一个小姐的徐家 也不是她吃了一样的女人 三六弟 对于外面的曾经人为说 肯定不知意 沈浪一口答应 离开徐家 看到沈浪这么好欺负 他们也没了性能 张静留下了一句 半小时滚出徐家 就拉着徐千千的手离开 我们的心意 咱说静无能 看得自己很快 就这张帅脸什么 没你拿不下 我沈浪才看不上 你们徐家们 只有真正的贵族千金 才是我的目标 就带她沉浸在 自己的美貌知识 门外传来张静 和徐千千的声音 罗爵府的金木狼 马上要成婚了 我们得尽快 看他们之前结婚 要不然疯狂 都被抢了 传说 玄武城公主金木狼 美若天仙 武功高强 家里也是方圆牌里 最有权势的豪文贵 沈浪顿时 就有了个目标 这边徐家更过分 连半小时都走近 直接将沈浪扔了出去 还无限他 偷了家里的钱 飞离压 尽管这样 徐家还不打算放过他 就在沈浪离开徐府时 几个黑衣人跟上他 男人曾是 名阳世界的顶级医生 却因为样貌丑陋 三十多年娶不上 更疼的是 在一次医学援助中 还遇他倒定袭击 身碎衣 然而 命运并没有放弃他 他死后重生到了一个 母在女人的身上 重生后的沈浪 拥有情世的笔钱 电脑 光机一样的偷是瘾 眼睛还自带智能食物功能 但却留不住现在的脑 只因身体的援助 是个人人唾弃费 为了给徐家小姐冲洗 才入这套徐府 成为一个没有尊严的坠续 现在徐家小姐的病好了 却勾搭了当地探手之子尊敬 还当着沈浪的面 轻轻握握 为了逼沈浪离婚 徐家甚至还给沈浪安了个 偷盗残留 非李亚环的罪名 就这样 沈浪被像狗一样 扔出了徐府 沈浪发誓 终有一天他要报此仇 失去的尊严拿回来 可即使这样 徐家还没得及放过 沈浪刚出徐府 一伙黑衣人已经跟上了他 徐千千还担心 做这么过分 会不会影响他的名声 徐老爷却说 只要张静公子高兴 做什么都行 可是我们能拍上 最强的一局 天黑后 沈浪走在维心上 在徐屋上 落过一片树林时 却被几个人 扔出了去鸣 他们将沈浪临住 在一个个挖好的坑里 沈浪心想 这也太惨了 上一世被打了 这一世刚重生 就要被活完 领头的大汉 请沈浪自己到坑里去 还好心说 埋完帮沈浪点蜡烛上下 沈浪仔细看向领头的 智能实物提示 田衡 非一帮帮主 35岁 杀人数279人 就连大汉体内的一根银针 也看得一惊二重 大汉被沈浪看得发毛 问沈浪在看什么 你体内有一根银针 不取出来有性命之忧 田衡大惊 这银针连我老婆都不知道 这小子怎么知道 看来他不像传说中的那样 是个傻子 如果我能帮你取出来 能不能饶我一条性命 可田衡并不相信他 常在道上会 说不定明天就横市接头了 沈浪临死刑 田衡还透露 你的弟弟 为了给你父亲看病 在我这里 借了五个金币 如今利滚利 已经欠了一百个金币 将你活埋后 还要将你全家一起办 沈浪没想到 他们竟然做得这么久 就连家人也有空 田衡决定给沈浪一个图 先杀后来 毕竟他们无冤无仇 无冤无仇 那一定是有人买凶杀人了 那只要给他们更多钱才行 在柜子手的刀将要落下之时 沈浪大 十倍 一千金币 十天之内 我给你一千金币 田衡心动了 任直给沈浪三天 决定收到金币后 自己杀上 沈浪本是个 样貌其丑的底尖医生 却在被导弹袭击后 他带着笔记笔电脑 重生到一个古代美男子身上 但重生第一天 就被老婆戴了绿帽子 然后被赶出了家来 即使这样还不够 岳父竟还勾结黑帮 想要将他全家的银剑杀具 就在刀离他脖子 只剩零点一公分之时 他喊出天经 送我朋友 黄匪先从四日内 有一千金币 因为雇主 只给你三天时间 删掉沈浪 只能到钱都不准 照样杀掉沈浪 这个钱不准没不准 可以沈浪防护 逼沈浪先下的血处 为了防止沈浪逃跑 防护头子命令小弟 以前十三 隔天十四年 仅仅跟住沈浪去 沈浪回家路上 思考着怎样能三天 赚够一千金币 但这可能不倒一个 随身携带笔记笔 你随便能做一下 一个既能赚到钱 又能保护家人 还能报复徐家的记者 已经出现了老头 沈浪的家孤灵灵灵 在那里面山腰上 因为他们家是外母父 无法融入当地村 只能单独居 沈浪走到家门口 就听到了父亲的银银声 父亲即使被徐家打伤了 还得算明天再去徐家 也被沈浪 母亲还在担心 沈浪在徐家吃苦受欺负 弟弟即使鬼断了 还要和父亲一起去徐家 沈浪在门外 听着主动父亲 虽然家里穷人 但家人居然不凝结 从来也没有放弃 沈浪进门就扑通了些 父母跪下 爹 娘 儿子不孝 儿子回来了 以后再也不让你们担心了 父亲弟弟看到沈浪回来了 都很惊喜 母亲也高兴地内流 母亲以为沈浪入坠徐家 只是想女孩 所以让父亲弟弟伤好后 就冲钱给沈浪去洗 沈浪感叹 有这么好的家人 以前的沈浪真不治的东西 沈浪用他的自带 X光机的透视眼睛 看了他父亲的生事 发现父亲被子弄的三根肋 已经吞到了一起 自然身体还有炎症 肺部也有瘀血 将肺部中的瘀血引流出来 再用些抗菌消炎的草药 应该就可以群浴 他又看了些弟弟的底层 发现腿骨头 骨头已经错过 再不治疗 一定是成瘸子 弟弟一信心明明说 他瘸了 就去城里碰死赚钱 往有钱人的马车下来 沈浪没想到 这家里连弟弟都这么赚 第二天一走 天刚刚刚亮 沈浪不去赚钱 竞备着肺楼 以十三十四个夜幕光线 盛山草药 他要回家后 他用废鼠主的一些名簿 刀针造了一个 简易的手术室 依靠前世金镇的医术 为父亲穿刺 放出了废肚的淤血 给弟弟接上转 一家人没想到 沈浪出去几个月 竟然学会了医术 这以后可以开个衣馆正前 本来想给儿子 娶村口留寡妇的母亲 现在都想娶君子的女儿吧 解决好家人的问题 现在沈浪可以安心正前了 门外的十三十四也提醒他 只剩两天七千 拿不出钱 他的全家都要跟着招乱 样貌丑陋的顶级医生 意外被打断轰死 重生到古代女女子身上 成为一个人人嫌弃的坠婿 但重生第一天就被妻子 给了顶绿帽子出家门 岳父更是勾结绑匪想要 全家活 临死前 他答应三天内 给绑匪一千金币 再侥幸多活三点 可他家里一瓶如洗 奶奶的一千金币 要知道 普通人家一年 也就能赚五个金币 但沈浪并不慌 他已经想到了一个 遗弃森交统 一间回到家 利用前世的遭抄医术 治好了父亲和弟弟的伤 第二天一早 监视沈浪的十三十四 就吹出沈浪 一句重新 沈母看到后 还以为沈浪又惹了什么事 田十三实际有点职业道德 微信的解释说 只是找沈浪帮你 沈浪借口说 城里学堂的那一个 很厉害的先生 要和朋友一起去听信 知道沈浪中午的问 沈母还贴心地 给沈浪手里 三人一击 去城里的路上 田十三遇到了两个熟人 他们是田老爹的朋友 只因欠了田老爹三个金币 一直避而不及 田十三直接将他们 领到前面深入 几分钟后 只剩他一个人走出来 分数田十四去处理下尸体 沈浪没醒到 他们杀人正随意 只因三个金币 叫了两条人 田十三看出了沈浪的害怕 沈浪 我知道你在拖延时间 两天中一千金币 显示痴人说梦 要不我现在给你的痛快 免得浪费我两天时间 一千金币 对于普通人 是痴人说梦 但对于我 三个时辰不够了 来到玄武城 他们直接找到了锦绣 这是与沈浪前岳父的 故装竞争的最大的事 锦绣格林家 是玄武城有名的大夫人家 随随便便 就能拿出上万金币 进入锦绣格 沈浪就告诉了小二 死刑梦定 告诉你们家 我要和他做一批大声 每年能让他 多重用的金币 可小二狗眼看人爹 以为他是来搞笑的 身后的田十三 亮出他那三十米的打扰 小二瞄边态度 就屁颠屁颠地去回报 一整查后 林家家主林墨接到沈浪 沈浪开门见山说 我有一个配方 每年可以让你 多重用金 将脸千金立命 林墨听完一脸不信 立马起身 叫做梦 田十三有点值钱 要是真的 你是真的赚钱 老就一刀本 浪费老子三天使 沈浪不慌不忙 他出一片金黄色丝绸 放在桌上 林墨眼前一亮 立马拿起丝绸 还能做出这么亮丽的金黄色 要知道 徐家就是靠着金黄色的丝绸 专供国军 不发他 如果将这样完美的金黄色丝绸 送到国军的制作 林家必定成为 玄武城守护 而徐家将会成为历史 但林墨还不相信 只是沈浪而言出来 他给沈浪腾出整个后院 让沈浪现场制作 如果制作成功 就将两千金币 双手奉上 田十三不经 佩服沈浪的手段 既能把钱赚了 还趁机报复了徐家 昨日给父亲熬制中药时 沈浪就已经顺手 复好金黄色 很快 两个时辰后 沈浪从后院走出 将刚染很金黄色 丝绸顶在墨 林墨迫切地 抚摸着丝绸 爽快地将两千金币 赚好 林墨也将配方双手奉上 双方很快地向交易 正当沈浪要离开时 电门口出现了 刺耳的口叫声 徐家妇女竟然来到了这里 看着架势 来之不上 她本是除了金钱名利 一无所有的绝世大长 却在被导弹封城扎后 重生到颜值报复的豪门 坠续身上 但重生第一天 就给徐家给了底部帽子 出了家门 为了报复徐家 沈浪从自带的 一几本电脑上 搜了一个燃料配方 卖给了徐家的竞争对手 可就在交易即将达成之时 徐家妇女就来到现场 原来是林老板 她得罪徐家的心理是张静 而通知了徐家妇女 只因张静父子 掌握着林老板的一切 想要直接将他抓进来 徐千千是眼泪滴滴的 假装关心沈浪 实则是想要逼沈浪认罪 可他们都小瞧沈浪了 他们只是根据沈浪的人品能力 推自沈浪偷了嘴 实则拿不出任何证据 沈浪没手意义 几位大人 是不是我能制作出 比刚才的金黄色更好的饶料 就可以证明配方不是我偷的 三位大人对眼睹小眼 一事无法 徐千千去开口 你刚偷配方还不专业 所以只要稍稍认真 就可以做出比刚才更好 好 那我们不比金黄色 我们比紫色如何 我一个人单调你们 徐家所有人 三个实证为先 沈浪知道 这个世界做出黄色并不来 紫色才是这个世界 无法攻克的 传统的紫色用的是 红蓝染料混合而成 这种染色效果非常糟糕 不仅染色不均匀 还容易倒是 徐家家主席都没想到答应 因为他不相信什么沈浪 能攻克这个意义 那也请几位大人 做个见证 待几位大人答应后 沈浪才又重新进入 将石瑞第一年岁后 与玫瑰尿液一起熬煮 便能得到最生动 最亮丽的人 要问沈浪是怎么知道的 可以想象一下你上班时 遇到问题 并不上搜索的 其实沈浪早已准备好石瑞 第一 染料也轻松就做好了 但他更想做出一个 超过这个时代认知的东西 狠狠地打外面 所有人的脸 三个时辰后 徐家率先做好了紫色丝绸 染料工匠自豪地介绍他们的心动 看来他们的技术 已经进步了很多 不再用红蓝混合的染料 而是用一种从紫草中 提取出来的枝叶 丝绸的色泽已经均匀 就连竞争对手 林家老板 也一脸佩服地抚摸着丝绸 凭静说这颜色 是质的飞跃 趁沈浪还没出来 徐千千让工匠 将金黄色染料的事情 给几位工匠详细说起 想进一步做石沈浪的对折 工匠地上自己自己组上 传起来的上次实验的记录 里面详细地记录了 金黄色染料的实验过程 玄武城主顾王莲 认真查看后 点头确认 就是沈浪偷了配方 徐千千微微一笑 果然外行人看不懂 这里面的配方 不过是各种师部的配方 徐家妇女见监技得逞 不等沈浪出来 就催促几位官员 引紧继续抓人 就在两个官兵 竟然冲进后院之时 光荡一声 沈浪自信地回忆出来 如果让你穿越到古代 只能带一件东西 您想看什么 我们的男主沈浪 带了台笔记的电脑 坐着大大 还贴心地盘上网 沈浪随便在网上搜一个配方 就能勿扰了千千 就在金币即将到手时 钱岳父徐光远去挨投广 并诬陷沈浪偷了他在那地方 沈浪位自郑青海 提出和徐家的示 谁能制作出更好的子子的补补 就在大家以为沈浪必输无语 官兵想要将他送进太保之室 沈浪带着他做好的仇布走出来 紫色仇布一展示 就亮相了纵容的狗影 这亮丽的色泽 比徐家的墙上来 沈浪觉得这还不足以证明他的实力 就在众人还在愣神之际 他又从怀中 掏出一块颜色丝绸 这耀眼的光芒 夺目的颜色 一时让众人不敢相信 红尘黄绿青蓝 流畅均匀地分布在一块丝绸上 这可是超越这个时代的产品 沈浪竟然掌握了这种技术 王主顾惊叹连连 他问徐光远 这巧夺天工的技术 是从你们都偷了吗 徐光远面对着巨大的差距 只能借口是误识 然后灰头土脸直接离开 沈浪见仇人移走 转身向主部王连询问 伯爵府的惊想讲道 沈浪之所以敢跟徐家反视 是因为他知道 王连与徐家新女逊 张静了头 他从原主的记忆中搜索出 三年前 沈浪在自家后身上闻手时 伯爵府的官兵 将狗熊捆到他手 就在沈浪即将被狗熊拍死之间 金木兰从天而降 一枪戳死了同学 而沈浪则被吓晕了过去 善良的金木兰 将沈浪备回家中医治 那时候 刚中族的王连 在伯爵府中做客 他对金木兰非常爱 为了得到金木兰的好 他亲自教沈浪 读了病毒语书 就在那时 沈浪经常听到 王连背后 咒骂的音箭 但在教书那半个月 王连却从未见过金木兰 他的愿望落空 临走时 他提醒沈浪出去 不要提醒 以至于 他现在对沈浪 也没有什么好印象 区区乡与村夫 也被提伯爵 紫千金零 说把王连转身离去 见到这太多 沈浪心中 而更紧张 这样他当情敌 就毫无所谓 虽然今天迎问徐家 出了一口恶心 但因为徐家的角合 并没有被他经历 沈浪刚走出锦绣阁 发现徐千千的马车 就停在前面 这徐千千 可真是自恋到家 居然认为 沈浪是为了 他才学的人 不过以前的沈浪 沈浪 确实会做出这种事 徐千千这个绿茶 还想勾引沈浪 去徐府做他免费的劳动力 这样他就可以独占 沈浪的陪帮 可沈浪已经不是 以前的傻子了 没有时候扫地出门 有用的时候 回去当牛座了 沈浪转身就动 徐千千却喊道 不要忘了 倩田恒的一千金 这让沈浪神色紧张 他怎么这么快 只能一千金币的事情 没想到黑衣帮 和徐家联系这么紧 徐千千则直接威胁 天黑钱 把紫色和彩红色的 燃料配方交给徐家 忽然你 而田十三 也在一旁煽风凉火 离天黑 还有五个市场 天黑后 去你家要钱 说完 也扛着刀走 沈浪这才明白 钱财对他来说 现在毫无益 徐家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 邪货给交出名 一家人 还要给他们当牛座 甚至付出生命 唯有权势和力量 能保护金子 现在就得一劳永一地 解决这个问题 天黑之前 金木兰这个媳妇 男人每天碰此九十九次 却不是为了要钱 而是为了给自己 趁着媳妇回家 这次 他看中的是 玄武国绝口的 邪姐姐金木兰 于是他用尽全身力气 向邪姐姐的 拔腿声撞去 因为他知道 金木兰是一个善男的人 绝不会允许 无辜平民 死在他的面前 果然 金木兰病人 将受伤的沈浪 带回了伯爵府一致 伯爵府庄园 总立在那 玄武城外的深风上 曾经封地最大时 超过一万平方公里 如今却因为朝廷实行新政 薛景贵族谷地 伯爵府也风雨飘摇 而且玄武伯爵 唯一的儿子 是个无能之女 伯爵府 百年基业 恐怕要毁在他的手中 金木兰虽然英武 但始终是要见人的女子 为此 玄武伯爵 整日愁眉不眨 金木兰见此 当即表示 他愿意终身不嫁 留在家中 捕佐弟弟 保护金家百年基业 可玄武伯爵 也不愿意耽误女儿 一辈子幸福 这时 下人报告 小姐捡来的那个人求见 说是有关于小姐婚姻的 紧急要是补报 伯爵听到 事关女儿婚事 立刻来了兴趣 沈浪进来 就说祝氏家族 马上就要来求亲 祝鸿学想要 迎娶金木兰小姐 祝氏家族 老本国顶级贵族 不但是国君的庆祢 而且本省总督和 平安顾将军 也出自住家 但这消息伯爵 自己都不知道 沈浪又如何得知 听说沈浪人品不佳 是被徐府喊出的坠绪 不知消息真假 但伯爵还是马上派的 各路人马前去打探消息 虽然消息还未确认 因着他告密的份上 伯爵子孙先重伤神了 但沈浪只请在伯爵府打工 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接紧金玉安 才有机会进行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伯爵看着这个 除了外貌 一无是处的废物 想到了自己的废物儿子 就让他以后陪儿子读书 说不定可以废废的证 半个时辰后 探子来看 平南大将军 祝林现在正敢往玄武城往 这让众人都紧过 沈浪没醒到 祝加来的进化 都不给他留时间 和金木林培养感情 难道今天就要失去女神了 玄武伯爵一脸愁容 祝大将军秘密前来 就是想打得措手不及 让伯爵府 没有任何拒绝的机会 如果联姻 祝加以后 肯定会吞并伯爵府 如果拒绝 等于公开吞 恐怕还会得罪国君 金木兰看到父亲 焦头烂额的样子 拿出匕首 就想自毁容领 伯爵一把夺过匕首 我是要守护家族 五年基业 但更要保护好自己的女儿 况且即使毁了容 祝加依旧会求婚 除非 办法还没说出口 金木兰也想到了 除非今天就能成婚 能让祝加真理 伯爵让女儿再考虑一下 那祝红雪 也是虔诚似己 是个绝家良绪 不想因为家族利益 而牺牲掉女儿的幸福 金木兰扑通一声跪下 坚定表明自己的心命 只有为家族奉献 才是她最多的幸福 伯爵立即在纸上 写下五个候选人的名字 吩咐手下 以最快的速度 将五人叫到府中 就在这时 神浪开口 请求在上面 多加一个人的名字 六个结婚后选人认识 女人却选择了 其中一个傻人 她是疯了吗 只因傻子给出的条件 让她无法拒绝 为了不让家族 本年基业 落入他人之手 金木兰今天必须要招一个 坠续结婚 而她考核六位候选人的问题 只有一个 入赘伯爵辅后 未来能给她带来什么 第一位候选人 是金木兰的表哥王莲 是伯爵辅众人认为 最有希望成为 未来孤业的人选 她知道 金木兰最注重家族基义 所以回答 结婚后 不去考取公民 让伯爵辅本年基业 发言光大 后面几个人 也都是类子 而神浪的回答 却与众不同 她的回答只有两个字 字无人 只要不去偷汉子 做什么都行 这是因为神浪清楚地知道 伯爵辅必定会忌惮一个 有野心的鼓励 金木兰将选择结果禀报父母 他们都以为金木兰疯了 为何要选择一个 人品不佳的傻 他们都很流行 可如果对伯爵辅 他全起了野心 我和弟弟将自身能保 跟神浪结婚 经过的年纪业 定量无忧 伯爵夫妇也很严谨 只是这样 却牺牲了女人的一倍族心 行到这里就气不滴出来 他们决定 气都塞在那无能活的身上 不一会儿 伯爵辅就传来一阵阵哀嚎声 伯爵命管家金钟 通知沈浪结婚 沈浪请求管家 紧闭去接受的家人 否则 家人今晚会有性命之忧 有人既然谋害伯爵辅 伯爵辅的家人 那还得了 金钟立刻带人前去营救 另一边的黑帮里 太阳刚落山 田恒就命令田十三 前去杀害沈浪的家 此时 玄武成的黑带两道 都因为沈浪的行动性 但他们都不知道 沈浪将成为伯爵辅的女婿 不一会儿 田十三直接纵马闯入沈浪家中 沈浪一家也不是软弱之人 都拿起武器严阵离开 田十三正要动手 突然感觉背后阵阵发凉 转过头就看到一个威猛大恨 站在她身后 从这一身盔甲 就可以看得出 这是伯爵辅体气 金钟之说了一句话 玄武伯爵 请沈浪一家参加婚礼 电兵人抬着沈浪一家离开 田十三眼见实力悬殊 不敢阻拦 只能咬摇切实 目送沈浪一家远去 此时 全城有头有脸的人 都收到了请 晚上前往伯爵户 参加婚礼 按照当地入赘习俗 新郎要从新娘家 抬到庙里 后再抬了 婚礼开始 从新郎进去叫后 徐家 林家等人都惊呆了 新郎虽然戴着面具 但从身形也能看得出 这就是沈浪 没想到 沈浪一天时间 很快一天天 二半高堂 夫妻对婚礼流程完毕 夫妻即将送入洞房之时 玄武城城主 却拦住 昨天还是被扫地出门的垃圾 今天就迎娶白布美 成为人人羡慕的伯爵和乌鱼 这可急坏了众作暗恋她的 沈浪夫妻 马上要入洞房之时 这玄武城主不仅风行 竟然贪托沈浪的美貌 想要摘下她的面具 一口方楼 沈浪正在犹豫之际 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他们也凭名义将军驻灵 就连玄武伯爵夫妇 也要对她恭敬行礼 她用命令的语气 让沈浪揭开面具 围观的群众演员 也一起起扣 他们都想要知道 入坠伯爵府的 到底是哪个赖蛤蜂 沈浪和金木兰 心照不炫地对视了你 然后慢慢摘下了面具 现场很多人都认识沈浪 他们没想到 赖蛤蜂竟是这个傻子 曾经想杀沈浪一下的甜蜂面色 像吃了一万颗丁 前妻徐千千也一脸 挖不出识的感情 徐千千的县男友张静 更是没想到 她会输给她最诚 此时的沈浪面对 有种carry全场的感觉 不然张静放生了 原来她是怀疑 这场婚礼事情 你还喵的 难道让你看着别人 入洞房里还行 张静系属沈浪非历史 读书十年不识签字 偷窃财物出学堂 调戏妇女逐出监名 这样的废物伯爵府 怎能碰得啥 就连昔日同窗也随声处合 废物 傻子 脑残 沈浪认出 那是从欺负过她的严雄 今天她在给她点名字写 为了证明自己 她让严雄随便写三个字 看自己是否认识 很快 严雄写了三个字 众人胜前查 这几个字看自己 却一个都不认识 屏幕前的你 如果能打出来 晚上送你一个老婆 但这怎么能能 到脑中自带电脑的神 她随便一搜 只要跟着搜索结果 读出来就行 第三个字 她甚至给出了四种解释 这让严雄不可置信 因为第三个字 就连她自己 也只知道两种解释 这时沈浪 看向人群中严雄的老师 也是前任玄武城主张伯岩 张老师 您说 我回答的是否正确 张伯岩顿着自己无能的地 不得不说 都对了 来而不枉非灵眼 沈浪也等算写几个字 羞辱一下严雄 这时的严雄 还挺有自信 让她看到 沈浪写的 一堆眼花缭乱的生僻子 脸都绿了 沈浪给她净低难度 你只要认识里面四个字 就会很厉害 严雄顿时乐开了花 因为她正好看到了 四个认识的字 脱口出 读了出来 我是沈浪 沈浪满意地点点头 周围人一下都笑疯了 除了张伯岩 她感觉老脸都被这个学生丢进 赶快让严雄滚回家去 但她还想找回点面 于是也提出写的字 让沈浪认认 不等沈浪答应 大笔一归 在纸上又写成了一句 众人都围了什么 却没一个人认识 这个字相信在看的老铁 一定都很熟悉 但你知道她的鼓音吗 上一秒 还在吵起别人梅文汪 下一秒 就被梅文汪的沈浪满 左右开工 赏了自己十个月 今晚是伯爵府 大小姐结婚的人 但众人却质疑 伯爵府 怎么会看上一个傻子 就连昔日同窗 也跟他骂沈浪 废物 脑残 为了让沈浪出宠 证明沈浪 是大肆不识解的废物 张伯爵随手画了一幅号 这幅号 虽然屏幕藏的老铁 很熟悉 但在场的人 不仅不认识 甚至不知道 这还是不认识 同学严雄 还以为终于要难倒沈浪 并和他打赌输了的人 自删十段多 而沈浪深知这个字 就连张伯爵 自己也不认识 他只是从某个古老碑文上 随手记下 所以 沈浪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沈浪说 这个字与人字笔音 意思可次字相同 张伯爵没想到 沈浪真能说出 他虽不知真假 但你不敢不看 否则如果是真的 他这一世英明 可就会 只能点头表示弹头 这可就苦坏了连雄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不过好赖战 只能他 然后灰头土脸的 逃出了伯爵府 事情告一段落 玄武伯绝怕再有人挑事 赶紧借口 要拜见父母 让沈浪和金木兰先离开 此时的沈浪父母 自觉身子悲瘤 怕出现在大堂上 被沈浪丢脸 一直在后面一间小屋子中待着 沈浪看着他的父母 狙击地坐在旁边 就连旁边给他们准备的新衣服 给他穿坏了 不可换上 心里真不是滋味 幸亏金木兰给足了面子 在沈浪父母面前 他毫无定想起的嫁务 跟着沈浪跪下来 给公仑敬酒 婚礼结束 把父母送过后 接下来 就是沈浪最期待的路由 看着金木兰 拖着曼妙的身材 管顾走 他感觉全身上下都硬 当沈浪还沉醉在美梦之时 金木兰接下来的话 却给他浇了一瓶冷水 你我虽有夫妻之名 但不会有夫妻之事 沈浪只能表示理解 作为一个手无腹机之力的菜鸡 他也不肯硬上 金木兰想的却很久等 新婚之夜 怎么能让丈夫独守通房 只见一个娇滴滴的三六 赶来缓缓走开 这是金木兰的贴身侍女 小兵 今晚好好侍奉姑爷 你们早日生的大胖小姐 有这么大度的老婆 沈浪也不客气了 来 小兵 我等不及了 赶紧给夫君脱衣服 看到沈浪这么猴急的样子 金木兰表情稍微有些失落 随后重重的关门离开 哪知金木兰走后 小兵却变得身体发抖 眼泪汪汪 看着面前的三六 沈浪已经崩溃了 竟然连侍女都看不上她 难道金吻连毛都碰不到 老铁们 如果是你 能忍得了吗 男人第二次当上门女婿 老婆直接给她塞了一个三六 男人看她老婆一脸真诚的脸 直接扑向鸭子 妻子顿时呆了 她没想到 沈浪当着她的面 这么远起 妻子摔门走后 丫鬟面对沈浪 这个大灰狼 却四次发抖 想到一会儿要发生的事情 更是泪流不止 沈浪看出丫鬟的不情愿 心知强扭地刮骨田 便吩咐 去隔壁旁顺 丫鬟听后 毫不犹豫跑得出去 她没想到 重生后顶着一张开怪的脸 还是要独守空房 只能自我安慰着陆顺 次日一早 金木兰已经订好了新婚礼物 让沈浪给父母带过去 并询问沈浪今后的目标 此时的沈浪 一心只想复仇 拿到林家 弄死徐家 让徐千千跪地起人 引田恒自己挖坑活门 但金木兰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徐家和太守张家联姻 田恒也是玄武城千户 由玄武城主管理 他们的背后 都有祝氏家族 想想昨天婚礼上 祝大将军的嚣张妻艳 这些人伯爵府都动不了 教训向田恒总的一把 不等金木兰打击他 沈浪就一起声告辞 沈浪给岳父岳母 今晚总查 玄武伯爵夫妇 夸奖沈浪孝顺伟重 和传闻中完全不一样 但是浪转身出门 就暴露了五年命名 费马杀起了黑一帮 跟着眼前的高头等了 他觉得 骑着马去装逼 一定更带劲 可在尝试了几次 被摔得屁滚一样落后 只能给自己找个台阶 今天太阳真的 还是坐马车去吧 片刻后 沈浪带着骑兵来到黑一帮 看着奔驰的马车 两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喽啰 想要放进射精 幸亏被赶来的小头目人想 他认出是伯爵府骑兵 不懂主人 并命人去通知了田恒 就这样 沈浪的马车 直接冲到了田恒面前 田恒没想到 沈浪这个小人 这么记不可能 昨晚刚入坠 金头就急吼吼来他里 心里骂了千多点 表面还要笑脸相迎 田帮主前两天 不是要抓我吗 我现在送货上门了 以前都是误会 沈公子请入那瓶茶 一盏茶后 沈浪开门见山 就是为那一千金币 这个玩来 做人要讲诚信 欠钱不还是王八蛋 田恒哈哈一笑 掏出沈浪写的借据 丢入一旁的火盆中 并识趣地说道 什么一千金币 压根没听说过 哪知沈浪倒打一耙 田帮主 是你欠我的一千金币 你怎么忘了 我用借据烧了 这别人要以为我 我问你借你 这话一出 田恒直接惊呆了 猜到沈浪无耻 没想到这么无耻 虽然在心里 问候了沈浪全差一百遍 但还要笑着表示 欠的钱一定还 随即吩咐手劲 马上取一千金币过来 很快 一箱金币就赶上捉灭 但沈浪还要得寸进尺 大家都是熟人 利息就放 田恒当然听得出话 这个意思 这辈子第一次听说 鸽人还要收利息 虽然愤怒 还是乖乖的 又能出了一百金币 即使这样 沈浪还不走 有没有悠悠的喝几茶 沈公子还有什么分 原来沈浪在找田十三 因为昨天田十三带人 闯入沈家 差点杀他全家 今天沈浪要打个喝 此时的田恒 已经气得无法控制住的情 但还是不敢和沈浪撕破了 只能借口田十三处差了 一个月后才回 等他回来 一定替沈公子 沈浪知道田恒没说实话 但也不好 直接在别人的地方搜查 只能带侍卫先行离开 确认沈浪离开后 田恒才能跳 他先把沈浪 喝过的茶杯摔醉 又命人将沈浪碰过的桌子里 全烧打 稍微消了一点气 这时 隔壁的田十三走了出来 他说 沈浪这么嚣张爬扶 回去定会被伯爵府惩戒 或许用懂得多久 就挂了 但田恒也不敢掉以轻心 让田十三这些热情 就不要抛头露面 刚交代完 就看到房门一几之一 没想到沈浪这货又生死了 妻子不愿和政府洞房 找了丫鬟替他 催促赶快生孩子 丫鬟却哭着不愿意 男人昨天 还是被赶出门的坠续 今天就成为伯爵府的孤影 但还是逃不掉 独手疯狂的命 而曾经的对手 不仅免除他的阵力 还顺手送上一箱金币 但沈浪的供服 还想打断他手下的双头 面对如此无礼的要求 田恒一拳锤烂桌子 直接和沈浪撕破了脸 突然担了这么一气 其实他昨晚 已经用了五家独场收益 并去了太少充街的保护 本来不想和沈浪对立 没想到沈浪如此不知敬 两边的伯爵府侍卫 见此立刻抽出刀 不做啥 田恒也不装了 你沈浪只是个坠续 我田恒乃玄武城千户 就算有罪 也是城珠府管辖的事 伯爵府无权担你 况且玄武伯爵爱名如此 你这样嚣张跋扈 伯爵肯定饶不了你 田恒说的没毛病 当前国家实行心证 不准封决甘政 否则会隐瞒杀身之过 但沈浪不管他的话 最后问他一句 你愿不愿断田十三的双头 他当然不肯 那样他将在整个玄武城 威兵扫地 要动手 你自己动手 或者让伯爵府 侍卫动手 沈浪手无负机之力 自己动手怎么可能 他扫了眼旁边的侍卫 让他们扭过头去 不敢接触他的目光 看来他们只会保护沈浪 绝不会听从沈浪的命 见此情形 田恒嘲笑沈浪 本来和和气气 何必闹成这样 人的脸面都是自己用丢的 沈浪见天色已晚 打算先回去看望父母 但走之前留下话 明天我会让你当着我的面 打断田十三的双头 田恒哈哈大笑 真是大言不惭 明天我抵着你 沈浪马不停蹄地赶往父母家 父母和弟弟早已瞧手也来 沈浪让侍卫 将一箱箱礼物和药材端回家 并扭出三个金币 让父亲带一栋好房子 不然而媳妇回来都没地方住 父亲却担心 拿伯爵府的钱 会让人说吃里他外 沈浪当然不能说是额来的钱 只能说是麦配方挣来的钱 让父亲放心使用 并和弟弟说等他伤好了 就带他出去闯荡 弟弟大喜 表示等出人投递后 就去村口留寡妇过门 没想到弟弟的志向 还是如此远达 太阳落山时 沈浪打算返回伯爵府 母亲却告诉他 大傻出事了 让他去看一看 大傻是原主沈浪唯一的朋友 之前村里的小孩 欺负沈浪时 那傻总是用身体 护住沈浪 他生下来就有十二斤 虽然每天吃不饱 到十八岁时 也长到了两年 虽说长得壮 却人畜无海 从不欺负别人 大傻命不好 他生母能产过世后 父亲娶了后妈 从那以后 他就跟姐来的一样 睡觉只能睡院子里 吃饭只能吃馊了他 要不是干活一人 第三人 估计早被后母出家门 听闻定闪出事 沈浪赶紧带人 抵去看沈浪 可进门却没可能会想 只看到了他的后母的地 后母告诉沈浪 拿出一份金币 摔在桌上 我给大傻一笔钱 你们之后 让大傻吃饱村了 后母见钱引开 拿起一枚金币 保证以后 每天都让大傻有罗吃 这时 大傻的弟弟说漏了嘴 大傻 只怕早就烂死在山沟里了 这话一出 沈浪脸上的变 飞快冲出去找大傻 一个时辰后 他们在一个山沟里 找到了大傻 此时的他 捕兽如柴 变体鳞伤 浑身血迹 惯性还有一口气 他缓缓睁开眼 见到是沈浪 一脸惊喜 原来是大傻的弟弟淘气 在山上招惹了老虎 大傻围救弟弟 被老虎开断了几个肋骨 因为伤势太重 无钱一致 父亲给他放到了这里 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 沈浪气得咬牙切齿 这大傻的弟弟 从小就欺负他 要么往他饭里扔土 要么往他被窝里撒尿 偷钱 偷看女厕所闯的货 都栽赏到大傻的头上 即便这样 大傻还一直拼命护护 现在为了救这个 混蛋弟弟受伤了 就被他们一家残忍的威气 沈浪发誓 一定不会放过这群龙 沈浪问大傻在这里几天了 大傻的努力 一只手挡 一只手都挡不过来了 也就是说 至少六天了 此时的大傻呼吸越来越弱 沈浪说 大傻 我受欺负你 你要帮我 听到沈浪的话 大傻条件粉色一样 眼睛猛的针刷 他一下推开旁边的侍卫 拼开双臂 顾着沈浪 看着大傻的摇晃的身体 沈浪招呼侍卫 你们可以跟上马车 沈浪 你不能死 我一定让你爹看到你多厉害 让他后背抛弃你 对 我要让爹爹知道我多有用 他老了我可以了 他爹都正对他了 善良的大傻 竟还想着以后让他丁 同样是儿子 怎么差别这么大 男人在虎口心救了弟 却也因此受了重伤 可父母不仅不给医治 还将他扔在山沟里 自生自灭 但命不该绝 七天七夜后 他被沈浪救下 但他心里没有丝毫很 还想着伤好了给父母阳望 但这可让沈浪忍不了 他决定给这对残忍的父母 一个教训 昏迷中的大傻 虽然奄奄一息 但听到沈浪受到欺负时 眼睛猛地睁开 身体直接抱起 撞开旁边侍卫 双臂护着沈浪 却因用力过门 很快失去力气 变得摇摇晃晃 沈浪招呼侍卫 赢快把大傻扶上马车 一份甜意的沈浪 没有直接回国决府 而是先来到了大傻家 当他进门后 看到一桌子的大云的肉 更加目不可论 其实大傻家条件还不错 父亲是有名的猎户 他是民兵手里 他们只是不愿意 等钱花在大傻身上罢 听到沈浪的质问 混账后妈一边砍着肉 一边大言不惭地说 山里人都这样做 又不止他们一讲 心里没有一丝愧疚 那被大傻救的弟弟 更是冷漠地说 这样的傻子死就死了 有什么可惜的 对于这种无药可救的弟弟 沈浪二话不说 一把掀翻桌子 接着一个段子绝孙腿 提醒大傻的弟弟 顿时大傻的弟弟 碰着眼睛翻脸 口吐白沫 拎地 嗷嗷地解 但这和大傻受的罪相比 肯定不足以 然而眼前的波父不自量力 指着沈浪破口骂 沈浪并不想等女人 但也不能惯着她 沈浪一把将她推倒 凳子上满门的粉水 浇了她一声 波父还没清醒 她以为沈浪还是许家坠序 想要去告什么 但听到伯爵府 孤野几个字后 就不敢骂 最后 沈浪留下了一句 随时来伯爵府告状 然后就带着侍卫 扬长而去 沈浪马不停蹄地 在这边上 回伯爵府 然而在伯爵府门口 却又吃了丁 重生后两次结婚 媳妇的毛都碰不到 不仅丫鬟不让她上床 连侍卫也不让她进门 沈浪为救受伤的兄弟 将她回伯爵府遥伤 法治在伯爵府门口 却被阻拦 阻拦她的侍卫首领 叫金城 金城也曾是六位 伯爵府候选人之一 但最后 却被沈浪接了呼 她不仅不让沈浪进门 还命人 将马车上的大神扔进去 沈浪至少也是半个主子 她竟然完全无视 沈浪这个伯爵府孤野 沈浪命令跟着她的两个侍卫 将大神抬进去 两人也一动不动 此时的沈浪感觉到 她在伯爵府 其实只是孤身一人 看来只能靠自己 沈浪自己坐上 马车驾驶位 准备带着大神 去玄武城中治疗 金城正在得意之时 伯爵和金木兰 快步走了出来 金城首先上前告状 表明自己的尽忠指使 可伯爵只想听沈浪说 沈浪跳下马车 车上躺的 是我唯一好友 目前生命垂危 必须快医治 如果不能进伯爵府 我就带她进玄武城治疗 听了沈浪的话 伯爵立刻令人去洗澡 金木兰则是亲自坐上 买车驾驶位 并且含情默默地望着沈浪 对不起夫君 让你受委屈了 此时的沈浪无比躲动 因为他知道 在伯爵府 他不是一个人 他还有妻子金木兰 金城竟还想上去阻拦金木兰 但金木兰没等他说完话 就一鞭子抽在他的身上 直接将他身上的皮脚撕裂 在他身上流下了一段血 金城没想到 一向爱兵如此的金木兰 竟然为了一个坠续 当重点是他 金木兰冷冷说道 我打你有两个原因 一是你见死不救 违背伯爵府道义 二是对主不敬 沈浪是我的夫君 以后端正你的态度 这话一出 金城立马低头认错 一炷香后 伯爵府大夫 安在事件查了大婶的身体 他一眼就看出 这是老虎所伤 接下来 只需引流放血 接上断骨即可 这伯爵府大夫 果然医术高明 仅凭经验 就能看出问题阻担 在现有条件性的 就算穿越过来的沈浪 也很难做得比他好 安在夫本来看 这大婶的身体素质真强 换成别人早死 金木兰也松了一口气 一个大婶一个二婶 他还以为这是沈浪的大哥 还没等沈浪狡辩 这时玄武伯爵进来 把沈浪叫进书房 刚进书房 伯爵就给了他一个幸福 沈浪 你可知罪 他是被吓人看不起的上门女婿 却是妻子的心肝口 尽管新婚之夜 妻子不愿意回到洞房 但一点委屈都不会让他受 即使是平日里非常器重的手下 如果再闷了他 妻子处合起来 一点都不会收了 今天为了救治受伤的大婶 沈浪和门卫首领起了冲突 幸亏伯爵和金木兰 及时赶来给沈浪撑腰 安顿好大婶后 伯爵将沈浪叫进书房 当进门伯爵就大声质问沈浪 你可知错 原来伯爵已经知道了 沈浪讹诈黑一帮金币的事情 城主柳无言和太守之子张静 亲自来伯爵的状态 沈浪将之前徐灵两家和田恒 调生他全家的事情 一五一式地告诉伯爵 伯爵今后 他会捉担 岂有此理 这些人太过了 并承诺 今后一定要替沈浪讨回公团 但因为朝廷新政 勋爵不得干支 这件事还得应循机 而沈浪今天扬言 明天要让田恒亲自打断田 十三双土的事情 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伯爵要求沈浪最近一段时间 先不要出门 但沈浪依然坚持要去 他已经想好了队子 明天如果不去丢脸的是整个伯爵府 伯爵见说服不了沈浪 从书站上 传出后后一本金石家训 并要求沈浪背诵完 才能自由出入伯爵府 沈浪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这家训之后 足足有十万字 是每位金石家族子弟 共可回忆 伯爵提醒沈浪 他背诵这本书花了整整一个月 金木兰也用了二十三点 而那位伯爵世子 一直到现在都没背完 等伯爵走后 沈浪就露出了本来面目 这么厚的书可难不倒沈浪 他可是脑中自带电脑的男人 此时他的眼睛就像扫描一样 一个小时后 整品家训就扫描完成了 为了不要太过等眼伯爵 沈浪决定先好好睡一觉 明天一早 他去找伯爵遇到城堡 与此同时 在伯爵夫妇房内 夫人觉得刚入坠府中 就惩罚沈浪 是不是伯爵 伯爵却认为这不算城堡 只要沈浪被玩家训 随时可以出门 这也能告诉沈浪 没把他当外面 而且他自信 沈浪没两个月出不了 听到这话 夫人却来了兴臣 他要和伯爵打个底 如果沈浪能一个月内 背诵玩家训练 以后打扑克时 他就要进去主动权 伯爵觉着怎么都不亏 便心仍大意 夫妻二人活动代表之后 伯爵夫人无法用力 为了将来掌握幸福的主动权 他便起身 去给宝贝女婿 做了碗核桃莲子羹 无不暖 拿着给沈浪钻过去后 他早已经睡着了 这把比他更努力的 伯爵夫人气得够强 只怕和丈夫的赌约 他要舒坦 女人为了占据晚上 和丈夫做游戏的主动权 竟然拿自己刚上门的女婿 为了掌握自己的幸福 他甚至半夜起床 亲自给女婿逐了碗核桃莲子羹 可当他送过去时 女婿早已睡着了 这让如此努力的女人 无比生气 原来 玄武伯爵为了不让沈浪出去惹事 命令沈浪完整备送金氏家训后 才能自由出入伯爵府 第二天一早 听说沈浪这么不用工的伯爵 也是怒气不争 沈浪解释说家训他已经备送了 所以他早早 休息 伯爵夫妇一脸不可置信 整本家训可是十万字啊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备完 当即对口出狂言的沈浪 就要动用家了 沈浪让伯爵尽管出题 一题答不出来 随便加不次 随后 伯爵连出五题 沈浪都能对他如流 甚至还能深入几湖 这让伯爵无比兴奋 难道伯爵府 又出了一位普遍一遇的人来 更兴奋的是伯爵夫人 因为以后晚上的知识 都要听到他 伯爵问沈浪 是怎么做到的 肯定不能告诉他 自己是穿越过来的 脑子里还自带电脑 只能说 四天前生了场大病 病好后 脑子就突然很明光 而且能过目不忘 没想到伯爵却很理解 因为一百八十年前 金氏的一位祖先 就是在垂死之际开窍 从一个废物变成五道天台 随后建功立业 家关敬绝 正是那时 金氏家族的封地 达到了顶峰时的五千平方公里 沈浪心想 那位祖先 不会也是成年来的 沈浪如此聪明 伯爵还想和沈浪 先去家族的书院 好好进修一下 但沈浪还想着 出去打那天十三双双事情 既然有言在先 伯爵也不好阻拦 但他提醒沈浪 朝廷新政削弱贵族势力 最近已经有三家贵族 被夺了封地 甚至丢了姓名 这个时候 不要被朝廷揪住把柄 沈浪保证 在合法的情况下 不会留下任何办 伯爵这才放他出去 到了玄武城 沈浪直接杀到田恒的补厂 他可是自带透视眼的男人 这次一定让田恒赔的底部 都补上 他昨天还是 差点被黑帮复卖的废物赘婿 今天就带着户卫大胜离去 不仅刚场得了黑帮一千金币 还想亲手 本田帮主手下的双腿 堂堂黑帮主这凭日 他一早拍这桌子 你一个坠婿 不要得寸进食 我不仅是黑帮主 也是朝廷千货 手下犯了错 也轮不到你来教训 手无腹机之力的沈浪 无可奈何 但他心中已经有对错 临走时放出很快 明天我会让你 亲手等田十三的双腿 第二天 沈浪一早就来到田恒的补厂 要知道 穿越来的沈浪 可是自动的后世的男人 带着这样的外挂进补厂迎前 不就相当于抢劫 沈浪的算 今天让田恒输到破产 沈浪刚一进入鲁场 鲁场负责人田十九 就两米超光 昨天刚讹诈过黑帮的沈浪 今天又来到黑帮里面 这不是走死吗 田十九虽然心里看得严厉 但还是热情跟赢沈浪龙 即使沈浪老是没对前世 他也主动就是 要借钱给沈浪管 利息一成 不过地 就怕沈浪不借 自行无法定主意 借给沈浪一万金币输光 到时候拿着欠条到伯爵虎要账 那时沈浪就败了 因为人人都知道 伯爵虎是明令禁止 不允许虎内人认 要是让伯爵知道 一定短断沈浪的狗 沈浪表示 先借一千金币随便玩完 很快 沈浪就签了借诈 田十九已经迫不及待 要赢沈浪的钱了 沈公子想怎么玩 当然是既简单 有快速的端子 美女格观能来封印上 筛中空中挥舞 折补八十一线后 放着桌面 压他压下买定离手 沈浪看了像身中 直接一把梭哈全压的 沈浪这不留后路的玩法 老得吃瓜群众比自己的心 是周围人的叫喊声中 筛中打开 十三点 果然是他 这一把就让沈浪赢了一千 但天十三一点都不担心 俗话说 要想让他灭亡 必须先让他疯狂 他还怕沈浪万一第一把 就输光被吸引 要先让沈浪尝到前头 他会继续折下去 第二把继续 沈浪还是一把梭哈全压的 又轻松赢下一千 当第三把赢下四千时 田十九脸色已经变了 这可是赌方判明的利用 要是继续再让沈浪明 田光总被扒了 田十九讲笑着站起身 沈公子 我亲自来给您聊如何 内行人都知道 田十九是摇沈的高手 即使骰子摇完后 后的桌子上 他也能变成点数 在他摇完后的桌子上后 沈浪也不像这一把 沈浪就表示 我不怎么玩了 我都想是没技术 还没有了 我要玩开酒 田十九刚开始想的一条 以为沈浪明的钱 就跑路了 心想 只要你继续玩 我就有办法治你 说着就让手信取来开酒 开酒的规则也很简单 其实各拿两张牌比一起 至尊本最好 棋子是双天 双帝王 前世经常混迹赌场的沈浪知道 赌场一般都会对台面 做些细微的计划 所以他要求田十九 买几座新的开酒 他检查通过了 才能继续玩 田十九当然不愿意放弃 当即命令手信 立刻去不同的店铺 以十座排入过来 田十九自信 作为玄武城第一赌出本师 就算不作弊 也能必胜 片刻后 排酒没来 沈浪检查都没问题 随便选了一副 然后还装都不懂的样子 怎么玩 是随便选两张牌吗 还是田兄先选牌吧 随后 田十九选了两张牌 而沈浪发动后视眼 查看到田十九选的是 所有牌中第六点的双十点 看来这田十九运气不错 田十九看完后 先信住了一百金币 沈浪心想 不能怕我侮辱人 那我就选两张牌名 第五大的组 并且雪花后牌都没看 直接就下注了一千金 吃瓜群众一阵惊呼 这也太刺激了 牌都没看 就用一千金 这也意味着 田十九至少也要跟一千金 田十九没想到 沈浪这么不幸 但他知道自己的牌也很 当即推出一千金币要开牌 开牌后 田十九都惊了 沈浪的牌正好比较多 田十九不信心 沈浪的运气一直正好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田十九不服要求继续 此后的沈浪每一局 都只剩下一千金币 而且牌都不开 然而每局开牌后 都迎天十九 数据现在 沈浪已经用了一万多金币 周围跟住的主徒 也都赚了一万多嘛 他们兴奋的高喊沈浪 此时的众人 眼人已经把沈浪 弄成心灵的 而田十九就输了一千金币 这下完了 输了这么多 一副黑八落的皮膜 最后田十九双 颤抖站起身来 失魂落魄的性命 而此时在徐府中 田衡还在和徐老爷讨论着 如何收拾沈浪之前 还不知道 自己即将破产的消息 本是废物坠续的男人 却对赌场如开挂一样 银马了 只因他是自带寄定机 和X光机的男人 就在沈浪很好 非一帮赌场之时 非一帮帮主田衡 还在和沈浪前岳父 优先的客奖 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即将破产 甚至还畅想着 等沈浪输光一万金币之时 就打上伯爵府要钱 到那时 沈浪的斗嘴 非对伯爵断 就在两人沉醉在想象中之时 田衡没敲门 就闯了进来 田衡立声呵斥他 毛毛道他 真没意识 田衡也很逝去 进门就扑通一声跪了进去 他们还没意识到 田衡真正为何而过 徐老爷甚至还夸见田衡进去 田衡喊话道 起来别跪了 告诉我 沈浪输了多少 少于一万两 发了你 田衡听到这话 更是汗如雨下 他甚至已经过得开口 要知道 他不仅没赢 更是已经输了赌场一年收入 田衡催促田十九 赶快汇报沈浪 到底输了多少 田十九低着头 小声回答 一万六千几笔 听到回答后 房间内立刻请起田衡 和徐老爷的双往下 而与他们的重心相对应的是 田十九面前的地步 已经擦了 不屑 田衡立刻招呼着田十九 一起去不绝服用情 这下沈浪也遭殃了 田十九意识到 此时再不说实话就完了 他拖出去了 义父 不是沈浪输了一万六 是我们输了一万六 田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再次确认无误后 他抓起田十九的衣垃就要做 你选武成丁祖师 我们就输给一个废物 难道是沈浪出老千 得到否定的回答后 他一反将田十九扔了出去 并看向徐老爷 沈浪这家伙 不是个废物坠训 怎么被你们抵出去后 变得样样精通 可徐老爷也是一人猛逼 也觉得错过了一个意 这时 沈浪的绿茶前妻走进来 提醒田衡 在这里发火 不如把他回去看看 顺便还提醒田衡不要怕 那首府 好上 片刻后 田衡抵到赌场 此时就连赌场外 都已经击敏了 一人猛 田帮主 接着众人都跟着高喊 对钱 对钱 沈浪也注意到了田衡 田帮主别来无恙 既然来了 就麻烦你背下 我刚赢的一万九千金币 田衡无比气 这刚过了一会儿 一万六就变一万九 这还不够 沈浪提醒田帮人 这几百个跟我一起养住的人 也赢了七千 都一起对了 几百个赌徒都一起复合 此时的田衡进退了 如果对了 这可是 真的全部积蓄 以后怎么两首相几本小弟 如果不对 这群赌徒 一定会饶了他 男人当即要死算儿子双 只因他得罪了不该的事 沈浪曾是 差点被活埋的坠去 一招翻身后 就延延要打入仇人双 奈何黑一帮身后 太少长腰 于是他仗着自己开挂的透视 很早黑一帮的赌方 就在黑一帮帮主田衡改造时 沈浪已经开始一众赌徒 赢了两万多金币 这么多钱 只黑一帮一能收入 如果对完钱 黑一帮一定获得 如果不对 这群赌徒定会补修 以后 黑一帮的赌方 在徐宇成 就开不下去了 但沈浪的钱 没想到疼我 于是田衡讲清新的 邀请沈浪进入 可就在沈浪跟随田衡 来到二楼亚江湖 田衡立刻变了派 沈浪你挺服务 为了让我断首线双腿 连伯爵斧 名声都不要 沈浪一脸正气的庄十三 伯爵斧的名声当然 但我的名声可以不要 况且 我的名声就不好 田衡一脸应急地表示 不要以为一万九金币 就能让我断田十三的双腿 我如果这样做 手气谁还不服我 而沈浪的话更欺人 田帮子冤枉我 我没想用一万九金币 换田十三的双腿 我的意思是 这一万九金币 和田十三的双腿我都要 此话一出 田衡直接气得牙羊脸 当即握紧群后 这次动脱 要不是有伯爵骨 为保护沈浪 他估计老板沈浪 既然这样 田衡也和沈浪四破了 实话告诉你 田十三就是我派去尸体全家 要想让我断断首线双腿 威风仿地 不可能 而且 你那一万九金币 我也一毛不费 你那我哥 说着 田衡直接打开二楼窗户 朝向那儿 我可以帮赌场 开得起就输得起 人 所有客人的钱 顿时楼下赌注 田帮主万岁 田帮主牛叉 田衡这招 直接把和沈浪一起闹饰个比较安 这群赌徒可不会订得补 沈浪的钱是否对 而且 按照田衡的说法 这些钱只是让这些赌徒 认识保管而已 按照这群赌徒的尿性 付出分裂 九千金币就能从他们手里再赢 现在轮断沈浪为义 这群赌徒不会在沈浪闹饰 伯爵服也不会帮他们一起 这赢得一万九金币填衡 平时不会对方 正在填衡洋洋得意之时 沈浪却起身拍手叫喊 田帮主这顿操作 真是妙神 那我就只好继续先去 而且要赢到你破产 说着也朝楼下 兄弟们先别抵 我带你们继续引起 楼下刚对过前的赌徒 顿时更加兴奋 赌神牛叉 田帮主 说完沈浪不顾填衡铁青的脸色 又回到了赌桌上 这次沈浪美局只向着一个金币 但围观的赌徒 每次的跟注却有上千金币 因为赌徒们都清楚 跟着沈浪向左 迎前性且前一 随着手下将输钱金额 回报表平衡 五千 五千 七千 一万 手下田十四 最先受不了 义父 我下去将沈浪赶出去 可他还是小看沈浪了 当他开口 要赶走沈浪时 周围博爵辅的武士 和一众赌徒 立刻赶在沈浪前 沈浪还挑衅 还动我呀 我身子弱 敢碰我 我就敢打 一众赌徒也一份填膺 保护我方赌神 沈浪输不起 而田衡见此情况 只好走下来宣布 今日赌方暂停营业 筹码可明日 自来兑换 众人立刻不干 赌方这是想赖账吗 沈浪站起来震度高呼 既然这家赌方歇议 那我们去庭邦 等其他四家赌方晚饭 看着众人跟沈浪一起离去 田衡恨的牙痒眼 真后悔当初没人适当过 随后吩咐手下 去通知其他四家 赌方关门歇议 但这一关 却惹得自己人不高兴 非一帮赌方关门的消息 立刻传到了 太守之体征进 要知道 田衡刚刚把赌场 赐成的收入限给太守 用以换取太守费用 可现在到手的肥肉 眼看就要负物 费物坠续 只用一招 就逼赌场关门提议 这还不够 他竟还要求对方 打断两个儿子双土 否则随时将赌方赢到过场 面对如此无理的要求 赌方老板田衡 没有做任何 但却被自己人不高兴 仅仅过一个小时后 他就被太守之子 张静降过去 赌场关闭的事情 已经人尽皆知 而田衡刚刚把赌场 赐成的收入限给太守 用以换取太守费用 现在无疑是 动了太守的蛋糕 而张静可不管 要断几个人的双土 只要求赌场 赌产利 赌钱 所以命令田衡 尽快满足使那么妖子 听到这话 田衡挺到莫名的心酸 把断手向双土 无疑会让他名声服务 恐怕从此再没有 手下的幸福 可张静又许诺田衡 等半岛伯爵比之后 会给他选我成父成祖之位 田衡这才不情 不愿你遵循命 变证后 田衡请沈浪到赌场间 并表示愿意 当众打断田十三的双土 换取沈浪 从此不要再进入他的赌场 但此时 已占据上风的沈浪 不讲武 要求也要打断田十四的双手双土 原因只是他刚才 用手指和自己 就在田衡连脸怒火 正在犹豫之时 沈浪又想加码 还想要将去过沈浪家的 所有手下 双土全部 此时 田衡眼中的怒火 已经到极限 他只想冲过去扛起沈浪 将沈浪拦腰准 可面对一旁的四个伯爵虎侍卫 这样的场面 只能是脑中的想象 而他只能咬牙答应 经田十三和田十四的双土 很快 田十三田十四 被五花大榜压到五方门口 一时间 五方门口就聚名了诗花群众 田衡当众宣布 田十三和田十四 虽是我的意义 我他们挟似抱负什么 得罪了伯爵虎 今日我就要看一面亲 算他们的双土 赤成一剑 说罢就接过一根碗口 和个木棍 重重一棍 打在田十三的小腿 咔嚓一声 田十三的小腿直接折断 整个人也直直跪了下去 他虽然那么多 却没有叫他一声 倒是个汗 想必他心中 已经对田衡这个意义 充滅失望 而一旁的田十四 早已被信的刺激发了 还奢望着 义父能够出现的游情 毕竟他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黑一帮 为了义父 要回应他的 只有一父手中的棍棒 挤棍下去 整个大街上 都回定着田十四的开心 田十四的双左双脚 全都被扫断 只剩下一口气 也没有一息 黑一帮的帮众 眼镜中心 并给田十三 田十四落得如此形成 无疑心中的忠心 早已过来 此后 田衡立定的心中的威望 而这也正是 沈浪想的效果 在田衡做完这一劲后 沈浪还嚣张地捕上一刀 田帮主怎么样 昨天我说的话 说到做到吧 最后 还是你亲手的 分手的双头 此时的田衡 你不再做 心中只想等伯爵 辅完蛋后 看我怎么收拾你 田帮主 不早了 我们的事情 还差一点就可以收了 什么 还没结束 沈浪你不要欺人男神 沈浪拿出赌方的筹目 我赢的一万九金币 赶紧给我对了 我娘子还在等我回家吃饭吗 可今天赌方已经 对出了两万金币 哪里还有多余的钱 难道这家伙 还想奠解我的赌方 田衡 此时已经忍无可忍 当即就从灰棍打上神弄的头 但是偶像去拦住他 并不以为他一斤 田衡看过后 顿时没了解 随后无奈 听见赌方有个高尖 他本是人间人人的顶级医生 却在一次核爆后 自在X光机 重生到他 重生后的他 从原来的废物坠续 变成了人人追捕的无敌补神 不仅将整个玄武城的赌场 营造关门 还逼得赌场老板 打断手下的双头 求他不要自己 每个赌场都是老百姓 稀里子散的罪恶之源 而今天 沈浪就打算将赌场财富掏空 还老百姓一个公道 他拿出刚营性的一万九筹码 要求老百立刻兑现 可今天赌方已经 对出了两万金币 哪里还有多余的钱 沈浪也深知智一点 应急提出自己的解释方案 先对两千金币 剩下的写的借据 听到这话 田衡立刻就这样 因为赌方真的只剩下两千金币 给了他赌场 就真的有关门 就在他准备破罐子破摔赖杖时 手下传给他一张纸条 我去 这还是简体字 难道写纸条的人 也是穿越者 田衡看到纸条后 立马态度180度的改变 当即命人 取来两千金币 并写好的借据 但其实他在心里盘住 这借据就是一张废物 只是不可能的对线 而沈浪也根据田衡 看向赌方二楼的眼神 插着 上面一定有大人物存在 就在田衡环奋想象的 沈浪把赢来的钱 对伯爵 对伯爵 等双腹的场景之后 沈浪却跳上高台 大声指着田衡 田衡 你的赌方 害得多少人稀利子 我沈浪视金钱如粪头 来赌方可不是为了赢钱 而是为那些被你害的家庭 考不通吧 这番煽情的话 让台下的老补性激动万分 都对夸沈浪人意又正 沈浪继续表演 我岳父大人一直教导 我要爱您如此 今月在赌方赢的钱 我沈浪一封不拿 取之于名 含之于名 说着 沈浪就抓齐 金币 请人群中死去 一瞬间 大街上出现一副 全民捡钱的壮观景象 这艘操作 直接让田衡心疼不已 竟然拿我的钱去收莫人心 而且 我还得断了两个一子双 真是侮辱我的人格 又侮辱我的智商 想到这里 田衡更是一口老血分出 发誓要与沈浪事不得共 二楼的张静 和玄武城主 也没想到沈浪这么多 直接让他破解了 伯爵府的规定 顺便还收莫人心 但转念张静嘴紧 就露出一次阴影 城主 你说 现在楼下减钱的人这么多 是不是特别容易 他生踩他试过来 如果发生了 应该也和我们没关系吧 玄武城主 跟着会心一线 当然没关系 伯爵府的女婿发钱 只会和伯爵府有一起 过一会儿 就在沈浪还在继续索情时 十几个张静和玄武城主 安排的人手 混入到了老补姓中 他们慢慢的信沈浪几句 认证张静的指示 一会引起骚浪后 不仅要抬自己的老补姓 还要顺着将沈浪的想机 随着金币将撒完之时 沈浪又注意到了 抬信几个鬼鬼祟祟的 凭借着过目不忘的能力 沈浪记得 其中几个 曾是在自己的婚礼上 跟随玄武城主和张静一起来的人 当即推断出 顶方二楼的人 就是张静和玄武城主 也猜出了他们的意义 随后 就在沈浪宣布 手上的琴笔 让大家安静不要动静 人群中立刻有人煽动 一起去抢劫 见此情形 沈浪机智地 拿出刚才的借句 向大家承诺 这一万七千金币一样会 全部发给全城老补姓 并表示 会将借句交给城主 由城主替他招牌 听到这话的田恒 顿时又一口老血伸出 这下要过着的日盐 眼见台校张静的人 即将挤到沈浪面前 沈浪转身又跑进了两方里 楼上的玄武城主 看到这一幕 立刻就想要从破门溜 但为时已晚 跑上二楼的沈浪 直接在他等了 曾经人人嫌弃的废物坠绪 如今却成了 人人敬仰的大英雄 不仅替群众教训黑帮分子 还将从赌场迎来的钱 全部送出于楼本心 可就在他专心扫钱之时 威胁却一步步正在靠近 而沈浪也注意到了 台下正在向他靠近的警员 在经地死光之时 沈浪突然跑进了身后的楼房 随后他和玄武城主 一起出现在的赌方二楼的窗边 并将手中一万七的戒举 交给玄武城主 宣布自己不会要一分钱 由玄武城主提下 将向他赌方批证 田腾定不够不够 听到这话 玄武城主 急着骚扛作经理一步 说不出来 别人不知道 他在赌方中也占有五 这不是向自己讨债吗 而赌场老板田 横更是又一口老血听出 本来是废止一张的戒指 现在真成了实打实的欠款 他的赌方离破产不远 而如果不接戒指 老百姓一定觉得 城主就是赌方和黑帮的保护者 所以玄武城主不得不接下戒指 他一脸裴笑着保证 一定不辜负重货 最后 沈浪在老补姓审业万岁 柳城主万岁的欢呼声中 悄悄从赌方火门溜了出去 只留下陪了夫人又折兵的柳城主和张静 应付百姓的爱 而在伯爵府中 听说沈浪去赌方的伯爵夫妇 早已交了国安 不仅是怪罪沈浪 维护伯爵府的规矩 更多是担心 沈浪掉入黑帮和玄武城主的陷阱 突然手下来到 沈顾业踏过全盛 不仅是亏 还让田横拂断了田十三田十四的双土 并将迎来的琴 全部送给老补姓 沈浪的行为 让伯爵夫妇惊喜交接 他不仅维护了伯爵府的名誉 还顺顺润容额严新 但即使这样 伯爵还是打算 晚上给沈浪的教训 能及向沈浪的消灯气焰 伯爵夫人也表示 好好配 入夜时分 沈浪捏手捏手地溜进伯爵府 不想刚关上门 就迎来岳父的目光 悠 鼓声随大 沈浪没醒到 堂堂伯爵竟能够蹲自己 当即低息佛城陷 可伯爵怎能轻易饶他 几本年来 也没有伯爵府子弟 进赌场 但还没等伯爵教训完 刚才还表示 配合自己的伯爵夫人 却给沈浪说几个气 伯爵目瞪口呆 说好的配合呢 就在伯爵夫人 让沈浪离去之时 伯爵拉住了沈浪 从今天起 你被禁服了 沈浪还天真的以为 这次也会有几件条件 岳父却表示没有条件 让他满意即可解禁 沈浪顿时觉得 被困在伯爵府中 他这一生 才能无比用的指定 可他不知道的是 伯爵这么做 只是担心沈浪出去 会被暴露 沈浪走后 伯爵还感觉是独立 骗读之后 世子金木聪房中 传来了一阵之开心 上午刚被解析一声 这次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而沈浪也到了情侣餐厅 迎面就看到 妻子穿着一身紧皱的伤脑 沈浪询问妻子 为何在家里还如此穿着 妻子回答 怕沈浪在城中出事 怕好随时再冰过去抢 沈浪听到妻子的这番话 不已 当即要求帮妻子卸下来 在帮妻子卸完紧皱 露出妻子的完美声弹后 沈浪忍不住厌泪也不过 这前过后撬他 不自觉摸了上去 可却迎来妻子潮水上的妻子 明明是伯爵俯伏四孙 那接下来的二婚女臭妻子 婚后不仅不嫌弃 还每天要等着丈夫回来才知道 沈浪一进门 看到全副武装 等了自己的妻子 反动得热烈银泡 当即要求帮妻子卸下盔甲 没想到 穿着盔甲的金木兰 英姿四孙 卸掉盔甲后的身材 更是火烂一场 沈浪一时看呆了 身体近不自主贴了上去 鉴于今天神浪的优异的表现 金木兰只是微微移撑 并没有拒绝神浪的暧昧举动 但这温馨的场面 没有坚持一分钟 金木兰很快把张子对劲 神浪的爪子 竟从金木兰的腰间 慢慢往前移动 金木兰立刻挣脱神浪的怀抱 抓住她的手 扶拒你的手不老实哦 神浪一本正经的发誓 杨子 不怨我 只怪你的肌肤太崩滑 双手自己就滑了下去 再有信息 你堕落我的手 毕竟是自己的帐篷 金木兰只能说幸福唯利 可下一秒 金木兰刚闯过身去 面对那诱惑的翘臀 神浪的闲珠手 又不自觉地摸来 他一针 金木兰把神浪的双手 放在桌上 夫君 大丈夫说话算数 指着双手坐了 神浪顿时急了 杨子 俗话说 您信赔罪老翁出滚 也别信人的祖 刚说的话不算 金木兰那一堆很难走 只能先招呼神浪之 很快 两人吃完饭 金木兰不陪丈夫睡觉 却又穿上盔甲离开 让神浪独手通往 幸亏神浪 还有侍女血冰 不知神浪今晚能否 而在伯爵府的另一个房间内 由于神浪的优秀 世子金木兰 今天被无缘无故地 来了两次 混合双塔 金木兰狠叹 以前爹娘 把我还有理由 现在连理由都不找了 徐老师 你说 我是亲生的吗 一旁的尖嘴佛塞之人 叫许文招 是金木兰的算术老师 也是伯爵府的会计 一见 伯爵谈的你 都是因为神浪 伯爵夫妇觉得 是因为你不出息 才害得木兰小九 将给了神浪那个废物 所以见到神浪 就想拿你出气 一边的书童也山风凉火 听说神浪曾经调戏侍女 今天早上 我还看到冰儿 在偷偷出气 问她什么都不敢说 这伯爵世子果然没脑 被手下人稍微一击 就脑目不已 立刻就要召检设 找神浪分头 而在神浪的房间内 冰儿收到消息 提醒告知神 金木聪这个混世魔王 要来收拾他 神浪却一点无所谓 冰儿推着神浪去躲一下 自己可去比告国军夫人 神浪却反手抓住边的小手 放心吧 我自有话的意义 见神浪不听劝告 冰儿只能气呼呼地 去伯爵夫人帮忙 内柴富二代 明年要打断解副的狗人 可神浪只用一招 就让闭嘴 原来就在刚刚 对伯爵夫库 报答一顿的金木聪 只因为许文章一句话 就打上门来要收拾神浪 收到消息的神浪 却毫不畏惧 就在金木聪 闯入神浪的房间时 神浪正淡定的 在墙壁上写字 刚刚还一脸愤怒的金木聪 立刻对墙上的名字 让兴趣 神浪脸色阴森的介绍 这上面都是他仇人的名字 他要时时刻刻 记住仇人的名字 来鞭策自己 随时就会过程 一边说着 一边化掉了 田十三田十四 金木聪更好奇了 怎么刚写上就化掉了 因为这两个人 我已经报仇了 他们被我打断了双双双 他们和你是有什么 深仇大恨吗 是杀父之仇 还是夺妻之恨 当然仇身四排了 田十三威胁我 田十四竟敢用手指我 虽然神浪说得很平衡 但金木聪此刻 跟神浪就像神浪 就这点小事 就打定人家的双双 这心胸的多小爱 还要把仇人的名字记抢 成为的仇人可真财 想到这里 金木聪不觉出了一身语汉 如果我打了神浪 被他写的抢照 他岂不是要 将我碎尸问过 不然 沈浪变了负面 赤子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刚才我好像听到 有人说要打我 金木聪赶紧摆摆手 没有的是 伯爵府内谁敢打呼吻 我只是吃得太饱 出来溜溜鸟 说完不等沈浪反应过来 就跟着手下一溜鸟跑 可刚出沈浪房门 就听到一声哑 战争 原来是伯爵夫人 金木聪立刻顿跑了双眼 因为他知道 每次见到伯爵夫妇 都免不了一顿不得 果不其然 伯爵夫人上来 揪住金木聪的耳朵 要把他带走教训一番 给沈浪出口气 幸亏沈浪胜前走 岳母大人 柿子刚才迟着找我聊聊天 并没有起什么冲 伯爵夫人并不相信 那儿呢 不用为这逆子求情 我今天一定打的 让他知道 以后怎么进入 沈浪却直接挡着了金木聪身前 岳母大人别气不一声 不如让我和柿子谈谈吧 夫人只好作伴 临走前还提醒沈浪 帮她好好管她才有命 但是金木聪完全已经成为了沈浪的能力 姐夫大恩不言谢 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尽管开口 沈浪只问她 是谁送你 刚刚还打包票的金木聪 却连连回首 我不能说 被骗的事 我不会走 沈浪终于知道 这小胖子 为什么老挨打 不过人虽然蠢点 但人品还行 也平常意气 但沈浪也意识到了 在这府中 却也是处处的能力 在金木聪走后 沈浪关起屏民 从口袋中 也出现黑幕 然后沈浪将麦子上的真君 一点点刮下来 收集起来 有老铁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评论区里告诉她 前世民洋海外的顶级医生 却因为丑陋的面貌 娶不上老婆 于是上天点她一次重来的机会 她重生到一个古董的名人的身上 不仅娶了伯爵府千金做老婆 老婆还大方地 送给她一个漂亮的通房丫鬟 即使这样的条件下 已经结婚几天的她 连老婆和丫鬟的毛动 但她却早已看穿了 老婆和丫鬟身上有几个毛 这天早上 沈浪问丫鬟小兵知道 为什么丫鬟比较珍贵 丫鬟一脸天真腿 因为大部分老虎是黄色的 颜色比较稀 沈浪却说不对 是因为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说完还跳到了门后 小兵一脸猛逼 没听种原因 表示晚上要向小姐请教点 沈浪没想到小兵这么单纯 但想到 如果老婆懂了 会不会揍我 老婆肯定怀疑 沈浪偷看她洗澡 伯爵给她安排了任务 让她请去学堂和侍子一起读书 伯爵府的学堂 是指面向金灯内部的学堂 金木聪无疑是这群顽固的老 沈浪正想去探探虚实 找出挑拨离间的小人 片刻后 沈浪来到学堂 几个顽固一脸严肃的动手 好像要吃了太阳 为首的三人更是拦住沈浪 想要和他切磋 幸亏这是金木聪的 他警告几人 这是我姐夫 都放尊重了 小心我翻脸不认人 世子的淫威果然好使 几人立刻就散去 不管他叼那什么 今天的第一节课是一经 教书的林老夫子 对这本书非常备质 一番内容讲解后 注意到新人的事 沈浪俊俏的外貌 让他想起来 这不就是那个读书 十年还没启蒙的废柴吗 这么高深的学问 他能听得懂 随后就向沈浪起身 回答起个问题 天行见 君子已自强不息 何解 天道运行周而复始 永无止息 谁也不能阻挡 君子应孝把天道 自立自强 奋斗固承 沈浪对方如流 这抗龙有鬼 赢不可久矣 何解 龙飞的太高 必定会后悟 因为物极必顾 人做事不可过于追求圆满 要留下一许遗憾 林老夫子一时不敢相信 这是曾经那个低门 竟解读的完全正确 随后 林老夫子又问了几个问题 沈浪无故对答如流 有些答案更是超出了他的认知 真是人才 林老夫子立刻让人比报国局 一定要好好培养沈浪 不要埋没人才 可沈浪这一身才能 到了另外一个老师那里 却变得一文不值 原来第二节课是算术 代课老师正是曾在世子金木聪面前 挑拨离间的许文昭 现代博士 穿越到古代上课 是什么体验 答案是会昏昏入室 因为课程太简单了 今天是沈浪进入 博爵府学堂学习的第一天 第一节语文课上 就遇到了老夫子刁难 人人都以为 沈浪是一个十年都没能起门的东南 可就在沈浪对答如流 回答完老夫子的问题后 老夫子顿时敬为天人 认为沈浪是平年一遇的天才 但这还不是沈浪今天的高光时刻 就在第二节算术课上 由于算术老师讲的小学题目太简单 沈浪听了昏昏欲睡 但这却惹恼了算术老师 他立刻冲过来 要求沈浪伸出手掌 来里面的十件事 沈浪看看周围 都在睡觉 为什么只针对 难怪刚一上课老师 看自己的眼神就不错 沈浪这怎么能忍 睡觉是因为先生教的功识 太简单了 我都已经会了 还敢顶嘴 这又给了老师 加重成熟的油脑 再加三十戒指 另贵三十 这种情况下 沈浪只能硬钢 没有理由的惩罚 树难从命 难得遇到比柿子更硬的刺头 一时所有学生都兴奋起来 等着看老师出头 果然 算术老师暴怒 一本折断戒指 冥顽不灵 你等着 我去找伯爵大人 说完就气呼呼地离开了角色 看着老师离去的背影 世子金木聪幸灾乐祸 沈浪 你忍得认识 这些你凭 父亲来了 至少搭你三十遍 你得在床上躺半个 沈浪询问金木聪 这老师什么情况 怎么对我这么不容易 他和我的三个情敌 有什么关系 原来他叫许文昭 主管伯爵府台务二十余年 也是沈浪的情敌之一王连的舅舅 正是因为沈浪的突然出现 挡了他和伯爵府关系 更进一步的机会 所以才把沈浪当成眼中定斗中刺 并且昨天金木聪突然走到沈浪房间 也是因为这许文昭的怂命 片刻后 许文昭带着伯爵大人来到学堂 远远就听到许文昭的告状声 伯爵大人 这书没辅浇了 我从未见过如此目无尊长 没有教养之人 请伯爵大人重访沈浪 要不然学堂的风气 甚至伯爵府的风气 都被他认为 按照金木聪对他爹的了解 师生产生冲突 一般都要先给学生 揍一顿的说 可今年伯爵 却已改往日对他的态度 先询问沈浪怎么回事 不说出个三七二十一 饶不了他 沈浪实话实说 只是因为许老师教的东西太短 我早都会了 假装听也只是浪费时间 许文昭哈哈变笑 真是在连不残 你一个十年都没有启蒙的废柴 竟然说我几个内容 既然你都坏了 那我出十道题 你如果得出三个 就免于出发 划不出 编吃一顿 他自信 玄武城内精通算术的人 他都认识 沈浪肯定没学过 这次一定打烂沈浪屁股 沈浪却自信地 问出一个嚣张的问题 如果我十题都答对 许文昭心里鄙视沈浪白日做梦 不知深情 嘴上却大方地表示 别说十题 你只要答对五题 就证明我没自分交流 我可以公开向你道歉 一言为定 请岳父跟我 和各位同学作证 出题吧 伯爵大人一脸茫然 本来是来说何的 没想到事情越闹越大 林老夫子却看热闹不嫌失的 真有意的 我也来做这个 许文昭开始筹备题目 他当然想让沈浪一道题目 也拿不出来 决定迎出毕生所学 出十道最难的题目 半个时辰后 题目出完 许文昭能给沈了 给你两个时辰 慢慢做 沈浪拿过题目扫了一遍 一脸轻松 就这样 我一个堂堂医学博士 让我做这种题 也就是稍微难点的小学题目 第一题 第一个人拿一粒米 第二个人拿两粒米 依次增增下去 一共一百粒米 问这一百人 总共拿几粒米 这不是闭眼就能拿吗 手机前的老铁 你算出来了吗 在评论区 奖励狗头一个 你知道古代的数学题 有多能骂 就这道题 还用上方程式 是应该用二元一次方程吗 手机前的老铁 都想学毕业了吗 你们还会解吗 第三题看起来是首诗 但其实也是造数局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知道的学霸 还在评论区科不行 但这可能不倒前世 是医学博士的神了 况且 他脑中还自带笔记本片 前九题简单到 他手工的笔根 停不下来 直到最后一题 有点意思 竟然是道士借机能题 问二十棵树 每排中四个 一共可以中多少排 这种题目 一般人也就只能画出十四排 但这对拥有 现代人思绪和技术的神浪 也只是大加深 讲台上的许文招 见神浪很快掠过了前九题 一时洋洋得意 难道是神浪前九题都不够 胡乱蒙了一个答案 既希望于最后一题 殊不知最后一题是最能的 连他自己也只能画出十六排 而一旁的伯爵大人 也对神浪的算术能力心生怀疑 当吉兵小司去请夫人过来 这样待会儿编持神浪的时候 夫人还可以帮着求求情 那样 他才好放神浪一样 伯爵还在等待自己的机制时 神浪却突然站起身来 要提琴交据 众人皆是一脸震惊 他一刻钟 这神浪竟然这么急着作死 许文招收起试卷 一脸坚信 你不挨鞭子吧 但随着他开始检查神浪的汗 脸色就慢慢的暗了下去 当看到神浪第一题打队时 他的汗已经出来了 看到前九题全部正确后 他已经觉得是见过了 因为这些题目 整个玄武城也没几个能夹出的 神浪却只用了不到一刻钟 当看到第十题的完美答案后 他更是觉得不可思议 以他的毕生所学他 才能画出十六排 神浪只一小块 竟已经画出了二十三排 这完全是天赋的你的压 这样的天才 他一步一步也不上 在一系列的心理折磨后 此时的许文昭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突然仰天地笑 一把撕碎神浪的把握 接着又扔在地上 用脚将纸片脱长碎性 最后指着神浪的鼻子破口大骂 做得乱七八糟 全是错的 你想怎么挨打他 他以为这样做 就没人知道神浪了 看着许文昭的表演 神浪一脸淡定 殊不知 神浪早已经防止他这个无论 神浪又拿出一份答案 刚才时间很充裕 不小心多谢 然后恭敬地将答案 请林老夫子沉了艳 个人躲在了中间 只能眼睁睁 林老夫子 其实林夫子也略有顺序 这也预示着 许文昭的真面目 即将会揭露 这次 他真是既输了才能 又输了人体 而林夫子随着乐卷的进行 表情也是越来越震惊 这前九题已经很厉害 第十题更是妙不可言 要不是亲眼看着神浪做题 根本不相信神浪能做出来 乐完卷后 林夫子公身比报伯爵 恭喜主人 获得一个四十数天赛 而伯爵只关心神浪 答对了枪 全部答对 而且沈浪的算术造诣 已经远远超过 玄武人的任何 林夫子随后 更是向沈浪贵 但探自己的自愧不容 还迫切地想知道 沈浪失出阁门 这举动和许文昭相比 真是人品 强出口袋呀 沈浪却毫不谦虚 一脸得意的表示 我群世自选 天才就是这样 优秀的毫无道 众人听了沈浪的话 顿时知道 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揍他 而另一边的许文昭 却想趁着没人住一时 悄悄溜走 却被沈浪抬个正照 许老师 出去遛女孩 她是别人口中的废物赘婿 却因为她对几道小学数学题后 被视为绝世天才 曾经夸读沈浪一道题都做不出的 算术老师更是没脸见人 就在她准备偷偷溜走之时 沈浪眼疾手快叫住了她 许老师不是答应 只要我做对五道题 就公开向我赔礼道歉吗 许文昭此时却想爱证 让老师给学生道歉 成何体统 博爵大人也深知 老师英言传身教的道理 让她以身做的 这时 博爵搬来的救兵博爵夫人 也来到了学堂 她也让许文昭 为自己说过的话 沈浪深知 博爵夫人就是许文昭的亲戚 在博爵府相当于她的考山 既然连夫人都发话了 现在博爵府 已经没有人站在许文昭里面 这许文昭已经不得不接受 当众被打脸的事实 她咬着牙 低向头向沈浪道歉 对不起沈浪 刚才是我错怪你了 此时所有平时害怕她的学生 都在幸灾恶祸 你看她低头道歉的样子 是不是向调丧家之许 听到这话的许文昭 恼怒不已 她在心里暗暗发誓 宏子和沈浪势不了力 定要保护今日之仇 看到沈浪高高在上的样子 她更是在这里 一刻也满得下去 经此一战 沈浪已经成了 其他学生的偶像 就在她挑的忘乎所以时 博爵一脸严肃地 来到她的面前 伸出手来 沈浪一脸不情愿地伸出手 难道赢了 也要被处罚吗 只听啪一声 一掌下去 沈浪的手已经变得通脱 要知道 伯爵大人可是恋梦之人 给你一点诚思 免得你太过得意 夜晚 在玄武城外一处小院 许文昭身穿黑色斗篷 敲敲了喜悦后门 不一会儿 院门打开一道缝隙 看出一个一脸嫌弃的小丝 许文昭则捧着一个箱子 一脸产相 这是小人这段年 来给张静公寿信息 听到这话 小丝警惕的黄国姓四周 谨慎接近箱子 并询问其他东西 许文昭又从府里中 拿出一个卷轴 这是伯爵府的一些情况 但府里的财政 还能支撑多久 暂时还没摸清 这话引来了小丝的不满 必须尽快摸清 要不然你儿子考过无举的事 就不好办了 做完就哐当一声关上院门 原来许文昭早已经暗中 和太守之地勾结在一起 许文昭回到家 却见到黑衣帮帮主 田衡早已跑在了那 田衡直接造出了此次的来意 许先生想除掉 沈浪这个祸害呢 许文昭顿时来了兴趣 我们除掉 现在伯爵对这个女婿非常满意 一般人可不敢随便动他 谁知田衡早已想好了对策 他打算管理论政 由他在外送播 世子一笨 沈浪狼子野心 等伯爵夫妇 五年后 伯爵府定会赶行金 而许文昭则在伯爵夫 那次不谣言 并要趁机在伯爵夫人耳边 多吹沈浪 这样伯爵夫妇对沈浪起了戒心 我们就可以只机会除掉他 面对着送上门的好机会 两个坏人一拍即合 一起发誓要让沈浪生不如死 而在另一边 沈浪也没闲着 他也找到了一个 报复许文昭的好机会 你知道人在什么时候 最想打人吗 就是晚上 你在和老婆深入交流的时候 有人却不停敲打你头 正在关键时刻的伯爵 此时更是想杀沈浪的心 都有 善解人意的伯爵夫人 却劝伯爵听女婿把话说完 原来因为白天 沈浪和伯爵夫财务组管滑鼓 把财务组管许文 召集出了伯爵夫 但伯爵夫的经营出路 却需要正常进行 所以沈浪想暂管几天财务 伯爵大人脸都气炸 就这点破事 明天不能再说嘛 伯爵夫人则看出了 事情不简单 掐了下丈夫 将沈浪请进房间洗手 沈浪详细说明 他想要管理财务的原因 而且许文昭在玄武城 和其他地方也有多处房产 这都远超出了他的奉务水 然而伯爵却以为 沈浪只是公报私仇 并不支持他的想法 况且许文昭已经服务伯爵府 二十年年 懂得水质轻则无鱼的走 见伯爵无动于衷 沈浪直见能出两本账册水的桌上 若许文昭摊墨的金额 远超您的承受能力 这两本只是近两年的宴会 酒水苦头证明 伯爵已经发现了严重的摊墨性 伯爵拿起账册 询问沈浪从哪里来的 原来账册是沈浪让世子金木聪 从账房取人 现在的世子 已经完全成为了沈浪的供选 伯爵还在犹豫 这许文昭是夫人的亲戚 在伯爵赴二十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功劳 实在想不去补兴 最终在妻子的劝说下 才想不去补兴 但对沈浪提出了三个要求 第一 必须和林夫子一起查 第二 查到的结果 必须先送到这里来 不能私自处置 第三 这条件是引浪作一口印象 知道岳父为人宽厚 心里暗暗决定 自己要替岳父 做这个恶人亲民的户 看着离去的沈浪 伯爵叹了口气 这沈浪也太过有此理报 这时 一双玉手俯上了他的肩膀 女儿已经够宽厚 女婿这样 他们才不会吃亏 看着宽慰他的妻子 伯爵想起 还有作业没有完成 立刻猴急地拉着妻子 向床踏走去 与此同时 在伯爵府的帐房内 沈浪和林夫子 看着堆积成身的账 只能满脸惊讶 一时不知从何长期 而林夫子 更是告诉沈浪一个坏消息 这是伯爵府二十年的账策 一般都查完 需要几十个人几个月时间 而你只有一晚上时间 因为刚才给他们开门的伙计 都是许文昭的心腹 明早伯爵府一开门 他们立刻就会将查账的消息 告诉许文昭 林夫子见沈浪 并没有打罪堂鼓的意诵 便道出自己三年前 也曾派出卧底到账房 但不久 卧底便突然暴毙 这地方水深得 以此坚定和沈浪 一起查账的决心 随后 沈浪吩咐林夫子 根据他的了解 将一些关键性的账标挑出来 自己便负责核寸整理账标 这些工作量 对于一般人说 需要几个月 但对于脑中 自带智能电脑的沈浪来说 一晚上足够 随着太阳渐渐升起 查账也接近尾声 而许文昭贪磨的总额 也让沈浪瞠目结实 另一边许文昭的家中 心腹伙计 一步早就通知了 许文昭沈浪查账消息 听到消息的许文昭慌的一批 立刻屁股尿流地 赶往伯爵府 一路上 更是无数祝福 问候了沈浪总统18人 来到伯爵府后 许文昭并没有去进房 而是直接跪在了伯爵等人面前 利用伯爵的心软 买了一出苦肉计 泪流浓烈地诉说着自己的委屈 情到深处 甚至想撞向柱子 以死一致 幸亏一旁的侍卫 博爵见满地打滚的许文昭 一时心软 也不想闹出人命 随即命侍卫将沈浪叫来 停止 听到这话 以为奸计得逞的许文昭 立刻露出了笑容 殊不知 他的好日子已经跑了 博爵府连夜查证 竟查出惊天命 收到消息的财务主管 连滚通爬 跪倒在博爵面前 比较中心 甚至想一死明治 博爵心念老夫 不务二十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当即命令沈浪 停止查证 回来赴云 可许文昭去得寸进士 说起了沈浪的坏话 国爵大人 最近玄武城中 出现一些传言 说沈浪碰出吃虎 故意装出愚笨的样子 混到冻小子文前 怕是对国爵府 有什么野心 国爵大人 却无比信任沈浪 沈浪虽然长得顺 嘴甜 爱闯祸 爱记仇 缺点就不少 但唯独没什么野心 倒是你许文昭居心不良 这时 侍卫将沈浪误 许文昭一见到沈浪 就迫不及待地泼脏水 沈姑爷 你如此针对我 迫不及待地想当我走 难道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企图 面对许文昭的指责 沈浪是轻蔑一心 许文昭 我想到你会贪 没想到你肯定这么狂 许文昭虽然性慌张 但想到沈浪只查了一晚上 不可能查出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立刻出口 反驳沈浪污蔑好 直到沈浪说出一个数字 三万 许文昭立马没了气势 沈浪怒骂许文昭 区区一个账房 二十年来竟贪污了三万金币 真是四万金币 三万金币 可是伯爵府一年的军行 要知道 这个时代普通家庭劳碌一年 也仅仅能执行两个金币 伯爵大人听到这个数字 更是勃然残怒 数据准确 他预想到许文昭的贪污 也没想到这么多 虽然沈浪算出了他的贪污数据 但在沈浪拿出证据之前 许文昭还是死不承认 并继续跪在伯爵面前 但接着 沈浪不给他储气的机会 又放出了夺命森连论 伯爵府士兵没有增加 为什么军系开支越来越增 每年折损的武器 赶紧 开架 都去哪 为什么伯爵府的掩铁减产 反而麻袋和竹筐用了不增 此时的许文昭 已经对一个个致命的问题问了 而沈浪直接替他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 是因为 以用麻袋和竹筐 装走了伯爵府的掩铁 虽然沈浪都说对了 但许文昭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 这一切都是你听空推走 你有什么证据 沈浪直接数出一本账策 这是我连夜整理的账目 这就是你要的证据 伯爵迫不及待地拿起账目查看 在沈浪的指点下 各种收入支出都看得一目亮 而伯爵的脸色也是越看越震惊 其中一条 春节庆典时 故意多采购一千瓶子 事后再把他废掉 许文昭就会和商家勾结 同终于运 伯爵此时对许文昭 早已失去了最后运气 好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竟然贪破了这么多钱 你还有什么小编子 面对如此清晰的账目 许文昭无法 竟将脏水拨到了伯爵身上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伯爵府财政亏空 竟然要将责任怪在我们头上 说着还向门外喊去 想让府里的人都知道 沈浪也要铲除意境 要对伯爵府老人动手 沈浪则拉过一张影子 坐在许文昭面前 静静地看见他的表演 许文昭 你还要卷硬 你想像铁证吗 你的秘密金库的位置 也已经被我发现了 许文昭根本不相信沈浪所说 因为位置只有他心理之宝 沈浪 你当自己是神仙吗 沈浪则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条 我倒不介意 那次是神仙 对伯爵人 我们一起去瞧瞧他 伯爵大人当即命令侍卫金中 在一排侍卫 随时听候沈浪的钱 男人一夜之间 就揪出城中最大贪官 不仅掌握了贪腐的详细证明 却推断出了 脏物的藏身之地 就在许文昭 还在怀疑沈浪胡说八道之时 沈浪难出一张纸条 请求伯爵的人派人 前往验证 半个时辰后 沈浪一行人 来到一处偏僻山 山谷内隐藏着一处 废情的哨所 当看到哨所的那一刻 许文昭嘴都乱了 因为这正是他所贪 财物的藏匿之地 这次 他真的人赃并获 再劫难跑 正当一行人 将要进入哨所之时 忽然远出一根 冷剑射向神浪 幸亏侍卫首领心中 如骨架 他及时跳到神浪面前 男性冷剑 随后命令手下 先进入哨所 肃清敌人 片刻后 侍卫肃清场内敌人 并抓到了偷袭之人 原来是许文昭之子许 这许田和他父亲 一样的硬 在严刑考虑之下 什么都不用说 但这却能够到 自带透视眼神 他上下左右扫了一圈 只能用钥匙 随后 沈浪用后视眼 查看了许文昭的全身 果然 一眼就发现 许文昭竟把钥匙当着三 藏在了头部 一根人根本不见 随即命侍卫抓紧许文昭 沈浪上前一把 扯散许文昭的头发 抽出钥匙 这样的地方不能找到 此时的许文昭已经疯了 他已经开始怀疑 沈浪人的身体 然后沈浪还暗门 带人进入地窖 进入后 所有人都惊呆 映入眼帘的是 一箱箱金币和各种字画 看着堆积如山的财物 金钟更是无比分 原来 许文昭原本就是个 全困了等的书生 因为老伯爵的收留 他有了今天的功名和地物 现在 他却如此望恩负义 挖脖绝可强奖 这时沈浪找到一本上部 正面清晰地记录了 他的贪负记录和送脑记录 这下更是坐实了 许文昭的最终 顺便还能有出其他负败 知道死到临头的许文昭 此时心里只有一个 沈浪是如何的 原来 沈浪从账目中发现 九年前 许文昭偷了两万斤铁 和二十斤屋铁 还借口拆除兆手 征用了一百多人物 最后却只拆除了这一个地方 更不要脸的是 修建个人藏宝库的前进 也是偷拿伯爵符 最后 沈浪命令 先将许文昭和众多赃物 一起带到伯爵符 由伯爵大人亲自处 侍卫询问 这许田如何处置 沈浪回答得很干脆 直接砍了扔海里位移 许田一听立刻急了 你看 我可是城主服属地 新政规定 地方贵族无权处置官吏 你想谋不论 沈浪一时没了主意 这让许田更加嚣张 竟然大笑起来 怕了 如果杀了我 你们全都对了 这瞬间惹恼了沈浪 他直接从侍卫腰间 抽出一把剑 一剑下去 直接抹断了许田的脖子 沈浪的手法单粹立稳 这让酒精沙场的金工都 无比佩服 感觉沈浪这个孤野 很快回到伯爵府 侍卫禀报 搜到金币十五箱 名人书画五十二 玉器珠宝五箱 伯爵听着手下的汇报 心中既有对女婿挽回所时的感激 更是充满对许文昭的赠点 许文昭 证据卷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看着面前异乡中的当务 此时的许文昭 已经无可遇见 只能祈求伯爵 应对老伯爵和夫人的面子 老太阳 但不管他怎么求饶 换来的只是伯爵的一剂黑梯 许文昭见伯爵无动于衷 转而祈求沈浪的银亮 而沈浪只有一句话 岳父大人 许文昭递杀 但旁边的灵父子却提醒众人 许文昭和伯爵府 只是雇佣关系 不是伯爵府 应对兴政 只能将他送到成竹府处置 许文昭听到有一线生机 立刻又消争钱 因为他以前给成竹洞人送了不少钱 只要到了成竹府 他必定有办法逃脱制裁 但他高兴看着 殊不知 沈浪早已留下 无比嚣张 因为朝廷规定 本地贵族无权出罚犯罪人员 只能将他押送到成竹府处置 他从他贪腐的账目中可知 他早已向成竹府的贪求 贿入了无数金钱 只要到了成竹府 他定能喜悍逃脱制裁 伯爵大人看了账份后 无比 没想到他是如此的失礼他了 许文昭去哈哈打笑 这都是被你逼的 伯爵大人记性真不好 三年前 我只是想让儿子在军中做个补补 您却拒绝了 我只好求助成竹他 伯爵想起那件事 是你儿子自己不争气 连个武士都过不难 凭什么能做 许文昭却不自量力 你我效忠二十年的面子 不行吗 你这不是无情无义是什么 我只好为儿子 也为自己另寻出路 荒唐 难道你的出路 就只能出卖伯爵府吗 许文昭却无耻地宣称 惩罚使者不拘想起 听到这话的伯爵 立刻就想把剑杀了他 但被灵夫子困了下 如果伯爵杀人 肯定会给人命 沈浪也认同 这贼子肯定要杀 但不是自己杀 听到这话的许文昭 更加嚣张 你们都不敢杀我吧 快把我送到城主府 让城主大人帮你们杀我 被许文昭的嚣张言语 激怒的伯爵 当即推开灵夫子 就要不顾一切 杀点许文昭 可沈浪却拦在了伯爵前面 岳父大人息怒 我只说我们不能杀 又没说别人不能杀 就在许文昭 还在嘲笑伯爵大人的时 沈浪一句话 就让他消除了 许家家法 你怕不怕 这时 侍卫金钟推门进来 后面还跟着几个人 他们是许氏家族的 独掌和族人 而许文昭建族主 到来也很 他还不知道 自己的另外一个命 也已经被发现 原来 就在沈浪带着赃物 从许文昭的私人金库 返回前 沈浪就已经预料到了 现在的状况 所以命金钟 去将许氏家族的族主 伯爵府 路上金钟 已经将许氏情况 告知族主 组长进门 就向伯爵道歉 许氏家族理仗 伯爵府多年 进出了这么一个 吃里爬外的东西 并被震撿去 文中重重 全部组长发发 把人将许文昭 定为词堂 伯和谈 此时的许文昭 已经有机会 我就算在伯爵府贪污 也没触分机会 家族词堂没有权的事 沈浪走上前 好心才能解破 你的罪名不是贪污 于是勾引沈娘的通通罪 此时的许文昭 无不震惊 这点破释劲 也被沈浪查了 其实他身上的每件破释 早已被沈浪调查 随后多人将许文昭 不过死心 临走前 还想用 银行勾结的命运 和沈浪交易 沈浪惊醒 这银行坏我的心思 全程都致死 才用你的提醒 几个时辰后 就传来许文昭 在寺堂前 当众被活活弹死的消息 听说翔都被打破 闻此消息 国爵大喜 当即就要请你沈浪 随便说 只要不是要我老婆都买 沈浪心想 我只想要自己老婆 明晚上找几个人 已经不能给我绑 和我动房就行 但嘴上只能谦虚地表示 什么都不需要 这都是自己应该做的 要不然让岳父知道 自己还没动房 岂不是被岳父嘲笑自己 自行 既然现在国爵府台物没人管 要不然你来办 万万不可 昨天我想管台物 只是单纯的情报 不许文昭 岳父大人若真心情绪 那就解除我的禁足令 国爵知道 沈浪又想出去整罪 当然不可能 让他出去乱买 这样吧 赏你父亲三百五良田 也算成全 有信心 说完不等沈浪拒绝 就碰不离开 沈浪无语 我只想要自由啊 既然不能出去整国 只能在府里整国 看我如何拿下金融 曾被扫地出门的 废物坠续 一夜之间 娶了伯爵 新婚之夜 孟小姐为了满头正 还贴心地送来一个贴身丫 可结婚几天 沈浪连通小姐和丫头 毛动不痛 但却早已看清了 他们身上不情了 就在岛上吃粘时 沈浪被丫鬟小兵 讲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故事 应该丫头一脸一鸣 晚上在邓小姐于室内 小兵一直没想到 和光阴的关系 于是将这个故事 讲给了邓小姐金木兰 正在洗澡的金木兰 先是一愣 突然想到了什么 然后本名的武功效应 瞬间面不碍事 他就明白 沈浪是怎么知道 难道他偷看我洗澡 这件事必须搞清楚 想到这里 金木兰从浴池中站起身 不也快回来了 小兵 金木兰却告诫他 请兵你记住 男人一定要过来 三天不离 是你能接往 小兵一脸拥忧 小姐要打鼓也吗 金木兰却邪魅一笑 我金家家归 从不允许打鼓 片刻后 就在沈浪回来时 金木兰早已笑音的 走过在门外 妻子这热情统长的举动 一时让沈浪提高了解释 金木兰热情地邀请沈浪 一起玩一个动作游戏 沈浪顺着妻子凹凸有症的身材 一阵点疼 什么游戏 要不吃完晚饭再玩 我扶自己扛不住 而妻子的话 更让她充满期望 是一个需要身体 强烈碰撞的游戏 在沈浪最后 弹成了一点理性 还在挣扎时 金木兰接下来 一个令人吞血的姿势 直接让她无所拒绝 既然娘子这么热情 回复再拒绝 就有点不尊重 三分钟后 过室内就传来了 沈浪四七屁股的身影 第一次 你亲眼 叫做 原来 金木兰正在帮沈浪 重点身体 沈浪正被一个 下不来的一字马 折磨着痛苦一声 金木兰还热情地 向沈浪接受这套动作 要六七七 多加锻炼 可以前一身见你 动作你已经熟练了 休息一下再十遍了 听到十遍 沈浪已经疯了 娘子今天是想我 共同梦 本着大丈夫 能屈能伸的精神 她立刻 信娘子跪地求人 娘子 金木兰还是一连前向 夫君哪里错了 我只是帮你锻炼身体而已 虽然不知道哪里错了 贵田总是不错了 娘子说 哪里错了 就是哪里错了 金木兰总算收起假笑 看你态度不错了 那你告诉我 那个秘密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为什么拿来调戏小冰 沈浪一脸猛 什么秘密 难道挑逗自己的小老婆 给她调戏啊 不然 她用她那自带后世的眼睛 撇起金木兰的两点之间 她意识到了 娘子所说的秘密是什么 看着沈浪那喷血的表情 金木兰也意识到了 沈浪并不知情 自己这算不打自招了吗 可沈浪接下来的话 直接惹恼了金木兰 娘子放心 我不会因为这个歧视 金木兰脸色一变 抱紧拳头 不一会儿 活绝府中又出现 不绝于耳的叫喊声 深夜 被抖他下的沈浪早早入睡 金木兰看着沈浪像婴儿一样 全坐在一起睡姿 不经母爱爆发 吻在了沈浪脸上 待金木兰离开后 沈浪立刻睁吻双脸 就一个装睡的睡姿 就跟金木兰拿下来 就这演技被掘出奥斯卡 后 他戴上口罩 穿好手 引起黑子几十 还记得沈浪每天晚上 收集的追卖醉信 原来那是超强制换解的原人 经过其次提纯 现在已记得到的用戏 接下来 就是个死犯法 对于田浪的方言 而在玄武城内 田浪和玄武城主 也在谋调着 如何对付沈浪几博军 他们不仅请来了探手的人 还请来了赌部的特使 并计划明晚就要对沈浪动手 废物坠续重生后 每天都要报复一个人 他不仅踢飞了同村小伙伴命根 对非方二门手双腿 又将贪负的同价 活活他 如今 他已经折罪了全城权贵 究竟玄武城 飞邦邦 正在商务 如何报复他时 沈浪还在为无可救出伯爵 而无可耐 不过他也没闲着 每天半夜 他都会悄悄起床 制作一种特施的制换戏 其实他心中 早已有对付仇人的记忆 早上起床 大小在金木兰发现 他的一套蓝色衣裙不见了 和小兵来过 难道丈夫有什么特殊的符号 只能找机会先问问沈浪 早上吃饭时 金木兰和沈浪两人不说话 但都个好有小兴 金木兰看着沈浪想问衣服的事情 却一时脸红问不出口 只希望沈浪干坏适用的时候 不要弄脏了 最后 沈浪率先打破公子 娘子连续在外奔波几天 明明累坏了吧 我学过一些推拿按摩 给娘子活活筋骨可好 面对丈夫突然而来的殷勤 金木兰没有拒绝 而且无比配合地坐直了身体 撩开了后背的长发 露出血白的天鹅景 面对这美丽的脖子 沈浪一时看呆了 调整好心情后 双手放在金木兰肩膀上 微微用力 恰如其分的力道 让木兰感觉无比酸爽 嘴里不自觉地发出恶 恶得喘息声 而沈浪口中也骚话不断 娘子 你好紧 力道还可以拔 舒服吗 夫君 虽然我没有正确 但感觉你在耍流芒 不过确实很舒服 沈浪一脸真诚的温切 娘子 我只是说 你的肌肤很紧 真的让微服很心疼 木兰心生感动 但立刻反过来 夫君 你是有事求我吧 为自己娘子服务 心疼娘子 还需要理由吗 不过确实有一件小事 还没等沈浪说完 木兰就阻断她 我昨天刚回古时 父亲就找我谈过话 说不能解除你的禁毒令 否则你出门就会有危险 除了这件事 木兰还没说完 就等于后面的手停了下 一转头就已经看到 沈浪已经到人口 娘子 忽然想到 有事先告辞了 木兰无语 这夫君太现实了 人家刚有果军 刚说不给你办事 给人家按到一半的讨论 片刻后 沈浪就出现在了岳母的身后 经过刚才在娘子身上的练习 此时沈浪的手法 已经无比闲逐 岳母大人也是一脸小手 不仅如此 岳母脸上 还贴着沈浪自制的命膜 岳母大人 这面膜要的比天赋 补水补尸 每次一刻钟 你现在 看起来像木兰的姐姐 十年后就能像木兰的命 沈浪的甜言蜜语 把岳母哄得无比高兴 乖孩子 你是有事求我吧 岳母大人料事如神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出去 还请岳母大人 帮忙解除我的禁足令 岳母一口答应 好说 我这就去和你岳父讲 片刻后 侍卫就已经来通知沈浪 她的禁足令已经解除了 经过这件事 沈浪深有感悟 这个事件没有办不成的事 关键是找对 此时的伯爵府关系 已经形成了一条生态链 沈浪听木兰的 木兰听伯爵的 伯爵听夫人的 夫人听沈浪的 而在这条闭环内 世子金木通 却只有被压迫地打开 沈浪出伯爵府前 先问了侍卫几条情报 然后就单独一人离去 不过她并没有回自己家 而是来到了一处密林之中 然后从包袱中 移出一件蓝色衣裙 原来娘子的衣服 真是她的 沈浪换好衣服后 一个窈窕美丽的女装官网 就从树林里走出 而在另一边 大傻的父亲宋义 由于沈浪踢伤二儿子命中的事 早已想报复沈了 但由于伯爵府势力强大 他找到了黑帮田衡一起命 可田衡的话 要从心惊证证 杀人偿命 只要证据确诈 伯爵府也护不了沈浪 宋义一脸疑惑 只是踢伤了 怎么便杀人了 田衡一脸英孝 踢伤的罪名怎么够 一定要出人命 这样沈浪才能偿命 宋义这才意识到 他找的是魔鬼 但此时后悔也来不及 上门女婿结婚十多天 老婆不让他上床 他竟丧心病狂 勾拿老婆的衣服 变身女装 原来他已得知 曾经的死对头 已经联合起来 又在今晚去 三天前 沈浪踢伤了 枫叶村民兵头领 宋义的儿子的命根 于是宋义找到黑帮公主田衡 一起告诉沈浪 可没想到 田衡心疼沈浪 为了诬陷沈浪杀人的罪名 竟将宋义持受生男子 活活打死 而后在田衡的威逼力右下 宋义只能答应 和妻子一起诬陷沈浪 得知消息的沈浪也行动进来 熬了几个通宵试验出来的置换剂 终于有用了之地 沈浪溜出伯爵府 在小树林中放好女装后 就直奋了宋义家 此时的宋义家中 宋义已经送儿子去城中疗伤 只有宋义一人成家 他嘴里不停地咒骂着 沈浪害自己将断子绝孙 当他骂得口干舌燥 喝了一杯水 忽然感觉怪怪的 脑子如喝醉了 他不知道的是 沈浪早已在那个水中夹了东西 不知过了多久 宋义清醒过来 然而他发现 房间内到处漂浮着空布的东西 下一个 一个穿着人色群部的女巫 飘了出来 宋义现在一屁股吞在地上 你是谁 怎么在我房间 女鬼悠悠喊说 狠毒的女人 已经害我的大神 你去死了 宋义明问了这是谁 这是大神的 你明明看来复仇了 忽然 女鬼手中凭空出现一堂火苗 宋然后 直接扔向宋母 宋母用手臂组板 手臂直接被火苗烧成了一片 她拿起旁边的一碗水 拖向火苗 但不仅没拖命 反而越烧越烈 宋母只能跪下拼命求饶 姐姐别杀我 把你儿子丢掉的不是我 是宋母 女鬼上前 冰冷的手 跟宋母胳膊上轻轻一拍 就犀腻 女鬼继续说道 天可怜见 我的儿子没有死 被复兴所救 但你的儿子却死了 宋母拼命摇头 我的儿子没死 他只是受伤了 宋母一马上就回答 女鬼哈哈地的信 他当死了 而且死得很惨 宋母一马上 会回来告诉你这个消息 并且会让你诬陷 是被沈浪毒打死 然后带你去伯爵府指认沈浪 但其实活泼打死你儿子 是宋母的停滑 宋母并不相信 我儿子不会死 而且他确实是被沈浪打伤 我当然要指认沈浪 女鬼一下怒了 你想死吗 沈浪就是我儿子的福星 你进来的 宋母向了魂飞过去 姐姐我错了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女鬼说道 田衡会让你今晚陷害神了 你要先答应一下 难道了伯爵府 当着几个怪人物的日子 你要反口说是宋女妻子 并且田衡威胁你诬告神了 宋母很久了 这么定会被心狠手辣的田衡 你放心 你只认后 伯爵府会避回你 若你害神了 我会将你脱入十八层地狱 让你有事不得超上 另外 等田衡死后 你就可以回家了 到时候 我会紧张你私的经理 你可以拿着这笔情笔下 过上富足的生活 我已经在你床心 拿了三十经理 要生要死 是荣华富贵 还是十八层地狱 你自己选 女鬼说完 一阵烟生起 她的身影就消失得无影不动 不知又过了多久 宋母缓缓醒来 头疼欲裂 她以为刚才的一切都是梦境 但看向手臂 却有明显的烧伤 难道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 她立刻跑向床底 换起一个小铲 将床下挖开 果然有几十个经理 但匪夷所赐的是 金币被封在一个冰盒子里 而且冰盒上还写着几个字 想死还是想死 这大夏天的 也只有地狱 才会有冰盒 看到眼前的一切 宋母已经完全相信了 女鬼说的话 随后跪下了 虔诚地向冰盒子磕头 女鬼姐姐 我一定想你说得通 就在她不停地磕头时 冰盒子也慢慢融化了 露出了里面的金币 宋母一遍遍数着金币 正好是三十个 一个时辰后 宋义也回到家里 他尽力挤出几滴眼泪 告诉宋母 儿子重伤不治身亡了 宋母心想 女鬼姐姐果然没有骗子 这宋义静火同田衡 杀了自己 而后 宋义还让宋母去伯爵府 指认神浪行凶杀人 宋母在心中暗暗发誓 一切都如女鬼姐姐所要 我一定要为儿子报仇 男人为了报仇 竟不惜杀害自己的儿子 还要拉上自己的老婆诬陷人 没想到 最后却被最亲近的人繁衣 在宋义和田衡最晚口供后 便召集一大帮黑衣帮众 扛着宋义儿子师 前往伯爵府闹事 为什么要选在今天闹事呢 是因为 今天伯爵府将迎来两位大人物 玄武伯爵为了对他们显示尊重 甚至和金木兰一起出入二审 他们一个是相当于省场的 总督祝容的幕僚言无忌 他曾是越国探花 被迫离开官场后 交书育人 草旅遍布全国 总督祝容三次拜访 才打动他成为自己的幕僚 一般他的言行 就代表是组组的意证 另一个是当地太守张冲 也是沈浪前妻的功夫 此人文武双全 当年在东江郡 由于东江伯爵盘踞当地多年 导致朝廷新政难以实施 张冲用五年时间 就将东江伯爵逼得走投无路 最后在东江伯爵彻底失事后 被调到这里的男人太守 显而易见 把他调到这里 就是为了对付这里的土皇帝玄武伯爵 玄武伯爵将两人 请进伯爵府后 大白宴席 沈浪作为今天的想人物 只能坐在墨席吃吃喝 九过三巡 延无忌提出了 这次来伯爵府的真正目 二十年到了 总督带人派我来问问 对于金山岛之争 是否愿意由总督府和平调子 原来一百多年前 北方的近海伯爵和玄武伯爵 都认为金山岛属于自己的属地 并为此投破血流争了一百年 而且岛上有着高品质的铁矿石 谁能拥有此岛 意味着每年的收入至少年增加三成 最后由上一代国境下 以二十年为一个周期 双方进行文武比试 谁赢了就拥有金山岛二十年的使用品 可惜二十年前 玄武伯爵府输了比试 所以失去了金山岛的一定财源 如今伯爵府财政危机 失去金山岛也是一名名 玄武伯爵接着问盐无忌 总督的人想如何调解 盐无忌道 总督大人说了 大家以何为本 将金山岛一分为二 南边归玄武伯爵府 北边归进海伯爵府 此话一出 玄武伯爵立刻怒了 但他却不能补现出来 只能准备话题 但谁都看得出来 这是明显的偏袒 欺负老实人 因为金山岛的矿产都在北边 而南边只有沙坎和盐检地 盐无忌也料到这个结果 便不再开口 他只是代表总督的态度 和过场 剩下你两家伯爵府 怎么打我都没意见 而且越来越好 接下来 宴会就进入了垃圾时间 忽然门外一阵逃脱 隐约听说杀人长命 交出十二 刚才还昏昏入睡的沈浪 一想念经证 好奇终于开场 更奇怪的是 几个大人物 却都好像听不见似的 都在暗定的歌曲 根本没人吩咐手机去问 沈浪都有些急了 这没人挑头也不行 难道让我自己出面 为难自己 而这时傻却柿子金木通 终于刷了小城堡 等头看下沈浪 沈浪 外面好像有一个城堡 玄武城主趁机顺着他的话 命令手下去 外面查看小情况 片刻后 手下汇报 外面有上千民众 围攻伯爵府 玄武伯爵夫妇立刻慌了 这么多人 肯定不止 唯一难舍了 这针对的是伯爵府 男人为了报仇 竟不惜杀害自己的儿子 还要拉上自己的老头 无信别人 没想到 最后却被最亲近的人反映 玄武伯爵府内 玄武伯爵正在 参加练习 迎接总督特使言无忌 和看守张冲 突然门外 一阵淘汰声 原来是宋义召集了 一大帮黑衣帮众 扛着儿子尸体 来伯爵府闹事 来高喊 杀人缠命 交出什么 玄武伯爵一听 猴都 虽然喊的是沈浪名字 但这明显是冲着伯爵府 明明之前 他已经派管家 宋义谈过 并给宋义一笔钱 当时宋义的儿子 并没有性命之忧 他倒要看看 他们有什么应用 变客后 田恒和宋义 抬着一个少年的尸体 跑进来 刚一进来 宋义就对着沈浪 获宝大骂 贼子 还我命来 城主大人 作为本地主官 指得出来控制 不许喧哗 有何冤情 细细说来 宋义抱着儿子尸体 寒内突速 沈浪入坠伯爵府之前 是枫叶村买性 曾与我儿有小摩擦 却不想他入坠伯爵府后 小人得志 竟迫不及待地回村 要我扬威 殴打我儿子 并一脚 踢伤了我儿子命根 等我将他送去救治时 已经来不及了 他是被沈浪给 活活死死 说着了 才拔开儿子的衣服 上面的伤 真是出名惊心 只是因为一些口声之争 沈浪就将我儿子活活打死 请各位的人为我做主 金木兰见状问道 你儿子何时死 送一回呢 被沈浪毆了后 让天意已死 金木兰思路很清晰 那你为何拖等今天 来伯爵府讨要功 是因为我太好怕 当晚有一个自称伯爵府 心腹的人找到我 给了我一袋金币 并威胁我不要多嘴 否则杀我全家 伯爵一听这话 脸色铁青 没想到自己一时的好心 却被他们诬陷成了罢 这时 玄武城主接着问宋浪 你口口声声说 沈浪夸死了你 可有证据 有人证 当时沈浪闯进我家 很多村民都看到了 片刻后 几个枫叶村村民 同时进来作证 亲眼见到沈浪进入宋浪间中 随后听到了斗声和祖叫声 城主大人接着问沈浪 有什么要变解 沈浪表示自己进宋浪家中 只是宋钱的 宋浪的大儿子大傻 是他的好朋友 他把钱给宋氏 是让给大傻做点好吃的 让大傻他每天都能吃 宋浪立声言论 明明是你一起 踢死我儿子的 我媳妇亲眼所见 城主大人看着 伤心欲绝的宋氏询问 宋氏 你确定亲眼看到 宋氏顿时双眼充满仇恨 咬人的气势 我确实看到 听到此话后的宋浪 拼命磕头 请几位大人主持公平 田衡也在一旁附和 根据我国法律 杀人偿命 王子犯法比庶民民罪 何况宋浪只是个坠序 请各位大人 为我的属下主持公道 与此同时 伯爵府外的黑衣帮众 也在不停地高喊 杀人偿命 玄武城主 紧装很为您的样子 看向伯爵 伯爵大人 根据律法 杀人者确实要偿命 不如让孤雁先随我回去 事情调查清楚 伯爵心想 要是让你们把宋浪带回去 岂不是你们想怎么编谈 就怎么编谈 就在伯爵犹豫之时 宋氏突然跳起 指着田衡大将 我儿子是被田衡看的 我亲眼见到我丈夫 宋义毒打我儿子 并将他一早踢飞 本来我儿子伤不重 宋到玄武城就能治疗 可在田衡人胎死后 我儿子就突然暴毙而死 而且 随后他还让我诬告什么 定是田衡杀了我儿子 请作为他们做主 宋氏这话一出 这大反转 把所有人都震上 宋义被惊得贪坐在地上 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漆 玄武城主和田衡脸都绿了 他们的目光 像刀子一样硬着送命 怎么回事 你怎么广叫的婆娘 她怎么开口 而和沈浪多次较量的田衡 马上反应过来 她看向沈浪 但沈浪却是一副 人处无害的威胁 她意识到 这一定是沈浪的阴谋 强烈的求生欲 暗示她 这时候要情况离开 但沈浪的眼神告诉她 你今天怎么样 玄武城主还想做一些诱读 宋氏 你是不是伤心过度说胡话了 宋依也哄过来 搂着妻子 想要让他开口 杨子你 是不是糊涂了 你不是亲眼见到 沈浪的贼子替飞儿子的吗 怎么逃跑了 宋氏却一脸仇恨的冰着送命 我明明看到 就是你替上儿子 沈浪迟过来送钱了 他只是想要带上吃饱而已 宋依气得浑身发脏 知道 妻子已经不站在他那边了 你说实话 是不是沈浪威胁你了 还是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玄武城主也指着宋氏威胁 做伪证是会有严重后果 你好好说 宋依有什么理由替他自己儿子 而且还替他儿子的命根 宋氏颤抖道 这里面的原因 名副难以启齿 填衡却极了 我看你就是在撒谎 哪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 你收了审量多少好处 是不是被他胁迫了 宋氏一咬牙说 因为儿子年纪大了 对女人有所好奇 那天他偷看我洗澡 所以宋依才生气大量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宋依的脑袋更是心臭的一样 这还是自己的妻子 你们却无可辩驳 在这种已经一败涂地的情况下 填衡还想拿了总督和太守压人 宋氏你不要做出 亲者碰手准他的事 如果有人携过你 大声说出人 总督大人的使者 和太守大人都会为你做主 这话一出 阎无忌和张冲都在心中怒骂他傻叉 大庭广众之下 我们这种人物 岂是帮你来压人的 而宋氏竟有更大的观 直接就扑倒在了 阎无忌和张冲面前 请两位大人也名副作主 女人当众指认 丈夫是杀人份 丈夫不仅踢伤儿子的命根 他果同非方 狠心扑死自己的儿子 最后还诬陷伯爵虎也 是杀人凶手 在场所有人对女人的话都无可置疑 太守大人 当即信任男性宋义和田恒 田恒立刻急了 直接跪下便宜 大人 这一定是沈浪的阴谋 他这人一线阴毒至极 沈浪两手一摊 瞪大了双眼 像一个无辜的小小兔兔 他今天可一句话没有说 随后 手下人将田恒和宋义五花带来 沈浪明问 他们下令抓人 这是要及时指导 牢牢抓住主洞去 否则 如果伯爵问责他们诬陷伯爵虎 他们就划翻大了 随后玄武城主还下令 将宋氏一并配回成主府 这话一出 宋氏立刻下坏了 完了 这要被带回去死定了 这事不需要沈浪出手 善解人意的伯爵夫人 就走上前去 不顾宋氏身上的意味 直接拉住他的手 踢他去 换泪水 这可疑的女人 哪里经得起你的蜘蛛 他说 死者为止 把这少年尸体抬下去 好生安心 你也算我伯爵府子民 这几日就待在伯爵府中 好好休息吧 免得再受惊吓 说着还看向太守 您说是吧 太守大人 这么做虽然不合法 但是合理 毕竟宋氏和伯爵府 现在都是受害人 太守也不好驳回 只能点头答应 接着 太守就招呼言 无忌回玄武城休息 并吩咐玄武城主 好好查清楚案件 太守向伯爵告别时 忽然朝沈浪看了一眼 伯爵大人 你这女婿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明眼人都知道 今天这场表演 沈浪虽然一句话都没说 但他却是目破真正的 伯爵大人 亲自将杨无忌 和张冲送出伯爵府 田恒对两个城主府侍卫 等着跟着后面 此时的田恒目光 死死盯着沈浪 仿佛随时要给沈浪运 沈浪抱着胳膊上去 田帮主 干嘛这么冰冰 还挺像人弄 田恒咬着羊道 沈浪 你不要回这么看 沈浪两手一通 真的 你还没死我们的孽元 还没结束我怎么能死 我也不是这么目光平静 田恒忍不住哈哈大笑 杀我 谁会杀我 城主府还是太守府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田恒这话倒没说错 玄武城主是他的靠山 抓他不过是做做样子 到了玄武城 肯定立刻做了 田恒还嚣张地向沈浪保证 你信不信 三天之内 我就能从牢里走出来 你信没有意 这话沈浪相信 和城主穿一条裤子 他可以轻而易举脱罪 或承人体罪 随后田恒更是威胁沈浪 等我出来后 我会将赌方交给其他人 这样我就没有破证 以后我会一心一意地做一件事 那就是弄死我 听到这话 沈浪回敬他一雕种威胁 只给他留下五个字 田恒 你马上 听到这话的田恒 像看傻子一样 哈哈的 真是白日做梦 这时 旁边的玄武城主忍不住走了过来 沈姑爷 案子还没有结束 不要说的那么绝对 说不定明天就传惯你们城主府了 沈浪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 玄武城主这话 也是暗暗的威胁 他们刚走出伯爵府门头 外面的飞衣帮众 还不明所以地喊着 交出沈浪 杀人常理 这个时候 玄武城主戏都不拥了 直接就给田恒松 在太守上乱车前 玄武城主还在询问 这个案件的 难道就此放弃这次陷害 伯爵府的机会 他还寄希望于 宋氏能抬口 那种原计划 太守则直接撇向田恒 田恒 今晚谁让你出现呢 田恒立刻就跪下 今天的事 本来就和他没关系 众所周知 他和沈浪一处 但他真的忍不住 这种置沈浪于死地的报仇时刻 亲眼见到 一定是最爽的 但没想到 惹了一身骚 田恒还想指望太守 能将宋氏从伯爵府要回来 然后逼迫宋氏来 严无忌对这两个闯祸的言语 实在听不下去 直接登上了马车 太守张冲 转身教训了人 人家走一步看三步 你们却只拘泥于眼前 你以为沈浪只想您这一局吗 但是想要你死 这话说出 田恒和玄武成 还是不明 就凭宋氏反咬一口 也不一定能弄死田恒 张冲提醒 去杀田十三 但愿你们还没得及 田恒这才明明 田十三知道 我的所有脏势 这要再被他反咬一口 我必死无人 他当即命令所有心腹 那却是他田十三命 男人追随义父十八年 最后却被义父打断双腿 扫地出门 距离田十三被打断双腿 已经三天了 这三天三夜里 他都没合过眼 此时他的世界已经崩溃 那个曾经陪他整地 教他习武的义父 如今为了赌场利益 竟毫不犹豫打断他的双腿 虽然事后 义父不顾神浪的警告 还是找了城中最好的功夫 为他治疗 并送给他一百金币补偿 让他心里稍微感受到了一点温暖 但他还是无法原谅义父 即使田衡临走时向他保证 一定会给他报仇 将神浪碎尸问短 其实他心里并不恨神浪 神浪的目标是田衡 对他只是杀鸡警猴威胁田衡 他的这条命 不过是他们争斗的棋子 尽管很伤心 田十三心里也按下决定 绝不会被喷义父 如果神浪拿金钱来收免他 他一定一口唾沫脆过去 神浪 你看错人了 做你的春秋的梦 但这一切只是他的想象 这三天 沈浪并没有一种 而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突然外面一阵动静 沈浪没了 他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去买 虽然他们穿着夜行衣 蒙着脸 他也一眼认出 为首的两位 是他的义兄田塔和提琴 原来就在刚刚国爵府中 田衡诬陷沈浪不成 却还被弄了一口 在田衡被押往城主府时 太守张冲提醒他 沈浪不仅要将他关入大牢 还要置他于死 并吩咐田衡赶快去处理田十三 田衡这才意识到 田十三是他的软肋 田十三知道他的所有当事 而且刚被他打断了 如果被沈浪侧服 难以为他 他必死无疑 顿时 田衡 城主府 太守府 派出三拨高手 在夜色的掩护下 朝田十三家飞奔而去 这边沈浪早已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在得知田衡要杀田十三灭口后 他立刻找到了七子金龙 娘子武功如何 木兰淡淡说还行 如果面对黑一帮 城主府 太守府三对人马 能赶过吗 木兰点头到没问题 虽然有点怀疑 但沈浪还是请金木兰 扔紧去田十三甲 就能信任 金木兰毫不犹豫 立刻又召来金钟 金会 金城三名武士 一起前往救 在金木兰将要上马时 沈浪拦住他 娘子 我不会骑马 可以坐你的马一起去吗 金木兰二话不说 直接拽起沈浪 就扔进了马位上 就这样 金木兰带着三个高手 和一个废柴 飞幅冲出伯爵斧 马速之快 沈浪全程紧紧抱住马脖子 唯恐自己掉下 半路上 金钟忍不住问道 无言 我们明明之前 就可以去救星田十三 为何现在才匆忙不去 沈浪瞥了金钟一眼 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再长几个 就你智商最低 金城给他警示 如果敌人不杀田十三 田十三和田恒 就不会反目成仇 我们营救就没有意 就无法将田恒置于死地 与此同时的田十三家 田十三认出了面前全身飞衣 守能长刀的伤手 就是自己的大哥和七哥 他还只有我们相信 五哥 七哥 是一副朋友杀我的吗 田大和田七一生不复 哀莫的那余心思 田十三已经知道了 只能无力解释 大哥 七哥 动手吧 但请放过我的父母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田的一直是冷冰冰回来 抱歉 枕草要除根了 刚才身无可恋的田十三 立刻暴怒 凭什么 祸不及佳人啊 但回答他的 只有田的一脚飞踹 和一口吞出的鲜血 片刻后 两个老人被抓了过来 他们跪在地上瑟瑟发索 一直磕头求揉 田十三临死 还想知道一个味道 田大好心 让他死得明白 因为你知道的太多 但我从未想过背叛异作 田大的话更扎心 我们不能冒风险 你活着 就是对一副最低的威胁 听到这话的田十三 面如死灰 忽然他哈哈大笑 接着猛地弹起 抓起身上的床单扔出 带住了几个黑衣人 呼吸抓住他父母的两人 但无能还是因为双腿弹起 直接呼到他的地上 所有人没想到 田十三双腿断了 还有如此爆发力 但下一秒 田大的剑 直接扎上了田十三的一条土 声声将田十三定在地上 无法动 还嘲笑道 田十三有意义吗 虽然知道不可能 但田十三还是想播出幸福一事 他也真气地感受到了 当时沈浪要救父母的心情 如果他活着 也不会轻饶田大和田七 这时 田十三父母挡在了他的面前 哭着球放过田十三营 田七走上前 长剑放在田十三母亲的脖子上 就要一剑划开老人的脖子 不然 一阵风吹过 当郎一声 田七手中的长剑断为两劫 男人终心工作二十年 却被老板打断 双腿扫地出门 可这还不够 因为偷看老板娘洗澡 老板还要赶尽杀绝灭他全家 就在杀手的剑 落在田十三母亲的肩膀之时 一阵香风吹过 瞬间 几名杀手的手腕齐齐被斩断 手中的长剑也全滚了 同时 房间内多了一些绝美的身影 他就是玄武伯爵之女金木兰 杀手的眼神像进了鬼一样 这恐怖的战斗力 完全是尽为奋机 曾经听说过金木兰武功高 可没想到这么高 片刻后 沈浪探头进来 战斗早已结束 他张着断口吃惊的 那种闭地的断手 和娘子金木兰 娘子 什么情况 我啥都没看到 能再来一次吗 听到这话 几个杀手紧张地 护住了自己另外一只手 沈浪一脸没见过 是你那样子 娘子这么厉害 一个人就能搞定 怎么还带三个侍卫我 金木兰没有说话 来了沈浪 而三个侍卫 则默默地战成三角星 将沈浪围了起来 沈浪顿时明白 原来是保护我这个美男子的 在这满地鲜血的房间里 沈浪却拉起了金木兰的双手 玩起了打琴骂炮 娘子 你这么厉害 万一哪天我惹你生气 你会打我吗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木兰有点冷 沈浪接着说 如果你忍不住要打我的时候 记得提醒我一句 我好逃跑 其他人都侧过脸去 不忍直视 在这个时候秀恩爱 沈浪你不怕遭雷批吗 沈浪这才想起正事 他站在侍卫后面 指着几个杀手 回去给田衡弄破 让他洗好了脖子等死 告诉城主柳无言 和太守之子张静 杀田衡的时候 记得邀请我官吏 我还没进过沈浪 听到沈浪的话 杀手们冷碳直流 他们明白吗 田十三知道田衡的所有脏事 这次田衡是必死无疑 城主和太守为了自保 也会杀了他 接着 我带着你们没意见吧 几名杀手不敢言你 你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我们手都断了 没实力 有意见也只能保留 最后沈浪发话 你们赶紧回去吧 别血流干了 死在路上 记得带上地上的断手 几个杀手二发不说 捡起断手这块 出门就看到外面 整整齐齐的几十名 伯爵斧骑兵 地上躺满了同伴的尸体 于是飞奔着向玄武城逃去 房间内 沈浪伸出一只手 想将田十三腿上的剑法出 一昧的 插那么深 随后沈浪双手 还将剑法出 之后 沈浪看着田十三 没有说任何 田十三倒也聪明 稍微犹豫 就跪倒在沈浪里 主人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的走狗了 而后想起田恒的种种 悲从中来 泪水黄涌而出 田十三 哭那么伸心 他还是不太情愿了 田十三立刻收起了眼泪 又给沈浪嗑了一口 很好 你以后就像沈浪了 你都将你的父母 进来伯军虎 以防你不听话 金木兰听了 沈浪小肚鸡肠的话 很无语 真不想说认识他 玄武城主主内 柳无言脸色铁青的听证 手下的慰望 这次派去的杀手 全都被杀了 田十三也被沈浪救了 田恒的罪行 如果被田十三分开 杀十次都不够 柳无言无比心痛 谁都知道 田恒投靠张静之前 他玄武城主 是田恒最胖的靠生 杀了田恒 他不仅颜面尽失 也将失去一大部分收入 随后柳无言问手下 张静呢 他可是现在的 田恒最胖的老师 手下禀告 张静得知 刺杀事故的消息 立刻快马家边 去禀告探手 正如柳无言手上所说 一个时辰后 张静用最快的速度 追上了父亲的马车 探手父亲 只回答了他五个字 张静听候心灰意义 这次真是被沈浪 他怕的力 男人曾是黑白 两道通吃的动作 如今却重疼清理 手下要主报他 上级要推他 出去 就在庭存得知 田十三已经被沈浪所救时 他命如死灰 这田十三 曾是他最心腹的手下 知道他的所有赃势 如今杀田十三不成 必定会对沈浪一口 关键是他还替很多的人物 干过许多赃势 他们必定会为了自保放弃他 他这次真是必死无疑了 他示意手下离开 随后自己也走出黑地 他仰天长想 难道真的 走到尽头了吗 真不该当初为了一本精 必要了沈浪一命 可能深处 他一拳子在墙上 两行也被划落 好嘞啊 难道真的 要用最后的保命办法 弟弟 对不起 随后 田恒来到一处隐秘的院落 进入书房后 背开书架 书架后就出现了一条 深入地心的地方 田恒走到密道的尽头 出现一声音 隔着门里约通 里面有人 无断的数字 二十八万七千三百五十 二十八万七千三百五十 田恒还要是走进门 立刻传来惊喜的声音 哥 我还没数到三十万 你就来看我 而声音来自于一个 和田恒长得一模一样的模特儿 原来是田恒的双胞胎地 田恒将手中的石盒 放在桌子上 他看后 全是他一台 那大汉立刻拿起食物 胡吃海赛 好像几天没吃东西一样 但嘴里还不忘说 哥 你给我张 而大汉也注意到了 田恒脸上僵硬的表情 和手中的血迹 他询问 哥 是不是我们在沛县的案子 事发了 天龙标局的李老大杀过来 傻地点 你放心 都二十年了 他找不过来了 你放心躲在这 原来李老大从小收养了他们 并教他们武功 教他们走标 但在一次走标途中 田恒近前已开 杀了同仁师兄 解除标赢 从此有人踏上了逃亡之路 大汉还在后悔着当年之势 哥你不够睡了 许三妹还杀了他 我比我都打算去他 田恒赶紧说话题 弟弟你最近的功 怎么样 练给我看 随后 大汉听话地打了一套拳 反正是鼓鼓生风 一拳就在墙地 一个大窟窿 田恒惊醒 我这弟弟真是练武器的 就是有点傻 然后 他让弟弟脱下上衣 看与自己最近体型 是否相似 弟弟照做脱下衣服 两人的身体 真是一模一样 甚至身上的伤疤 也一模一样 弟弟 你从小就喜欢模仿哥哥 现在还模仿得像吗 大汉随即收起表情 模仿田恒的很不表情 你这是要和我田恒做对吗 真是自寻死落 说完话后 立刻又变回了憨憨的表情 你别说 弟弟是有点模仿田恒 简直比田恒成田恒 田恒开开弟弟的肩膀 像你 太像我 我再教你三句话 你一定要记住 弟弟开心的点点头 对哥哥的话无容置疑 第二天 在沈浪的前妻徐千千家里 派手之子张静和玄武城主 海的争论 是否要杀了田恒及时之 派手早已给张静相对 反正杀了田恒 不要再一次的得失 我们的目标是国军 可张静和玄武城主 并不想失去田恒这根摇钱鼠 更重要的是 杀了田恒让他们 在沈浪面前栽了面 这时 听到田恒和他们说了什么 次日 田恒就被全服镣铐压去了罚场 在宫堂上 田恒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贵 最后柳城主宣布 田恒罪大恶极 判出崭刑 听到判决的田恒哈哈定气 我田恒就算是死 也要死得轰轰烈烈 绝不成为包子之骨 有关 你们用得着我的时候 把我当作做圣兵 用不着了 就让我成为街巷球 明明是你们斗不过神了 却要我去死 说完 就当着众人的面 朝柱子上撞去 顿时 整个脑袋头破血流 一路呜呼 所有人都一脸惊恶 没想到 曾经在玄武城呼风唤雨 非白两道通知的田恒 就这样死去了 他们想不到 这还没结束 于此此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 已经出现了 徐千钦的渴望 男人造谣 转发量超过无比 被判斧真心 可就在判决当天 却当众撞住 所有人都不敢信息 曾经在玄武城呼风唤雨 非白两道通知 谁也不服的黑衣帮毒 就此一落 消息传到沈浪耳中 他也有些错误 甚至有些怀疑 此时 他正在监督田十三 默写田恒的罪状 这一桩桩的 全是命案 每一条都能判处田恒死心 沈浪向田十三挥挥手 也许他 田恒已经死了 田十三也很意外 难道是玄武城主柳无言 和张静杀了他 沈浪摇摇头 询问田十三 是否知道田恒有什么替身 田十三表示 从没有见过 田恒的死 并没有让沈浪高兴 但道理说 相比于伯爵 太守 总督这种人物来说 田恒只是一个小名物 真没必要找替身 但沈浪心里 却一直坠逐不安 金木兰提醒沈浪 田恒死了 墙壁上的仇恨名单 也话很差 沈浪问金木兰 娘子 你相信直觉吗 而且 颜值越高的人 直觉越准 金木兰听到这么自恋的话 很无语 根本不想接沈浪 沈浪继续科普 一般颜值越高的人 越容易 收到更多人关注 所以感觉会更不灵敏 比如 我走在街上 别人对我指指掩点 我就能感觉到 别人都在怕我死 所以 直觉告诉我 田恒没有死 但大语广众心 所有人都看到了呀 沈浪继续分析 因为田十三 已经落入我们手中 田恒所有罪行 我们都已掌握 里面有些罪行 甚至关系到很多他人 一旦公开 他们无法承受 如果我是柳无言 我不会公开审判 公开处死 我会在老李秘密处死 更好 况且 公开处死犯人 需要组组 一来一回 至少需要看 田恒可以在老李秘密 公开自身 好像是眼给我看 金木兰点点头说 有道理 随后金木兰震起来 我们去玄武城艳艳师 一艳便知 片刻后 他们来到玄武城竹 但还是晚了一步 田恒的尸体 已经被烧成了一具胶态 完全无法辨认出名 但这可难不倒什么 他之前扫描田恒 记得他体内 肺部有一根针 用了是烧不掉 于是 沈浪发动开挂的后视眼 果然面前的尸体内 确实有了一根针 没想到 他们伪装这么细 但却也被沈浪发现了破绽 可能连田恒自己都不知道 他体内的针 由于长期的压迫 已经变弯了 而这具尸体上的针区是指 沈浪笑了笑 有意思 娘子 今晚又有好戏 我们得回去准备 虽然好戏还没开始 但我已经看到了结局 我真是太优秀了 对于这样自恋的仗谱 金木兰真是没眼看 转身就要离开 沈浪赶紧追上去 今晚的好戏 还得靠娘子的武力 才能成功 而在玄武城的一处密室内 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就是真正的天 徐千千拿着一个绿色的面具 递给他 面具上面 鼓舞的硫酸 田恒借过面具 眼神中充足 仇恨和杀气 他的双胞拍弟弟 替他死 从此 他只能非暗生生存 而他活着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报仇 徐千千提醒他 注意不要让强酸伤眼睛 田恒毫不犹豫地 将名具扣在了脸上 瞬间 皮肤烧烂的声音滋滋作响 房间内也弥漫着皮肤烧焦的味道 但田恒没有发出任何叫声声 只是脸部略微抽搐 完事后 田恒站起身 就要向外面去 柳无言问道 田恒 你现在要去哪里 田恒咬一的气势 沈浪害我失去地步 我报仇的心一刻也等不了 我也要让他尝尝 失去亲人的滋味 放心去吧 替罪羊已经听得很好了 送一屋告沈浪的流放 流放途中逃跑 报告出沈浪 完美的替罪 于是田恒 为了满腔仇恨 朝沈浪父母亲打去 男人因造谣被病死刑 凭广众之心 撞住而死 下一秒 确实又出现了家 原来是双胞胎弟弟 从此 一整个生活的非要命 于是田恒 带上了可以削口红帽的面具 迫不及待的 要为弟弟报仇 他也要让仇人 常常失去亲人的痛苦 晚上他带着满腔的仇恨 提着大刀 来到了沈浪的父母家封燕村 摸到沈浪父母家的毛子无情 侧耳倾听 屋内有三个人的呼吸声 其中一人呼吸不畅 定是沈浪的父亲 田恒将刀伸进去 在门栓上轻轻一滑 门栓轻声断开 他巧声走进屋内 借着月光 隐约看到 第一张床上头发花白的老妇人 定是沈浪的母亲 田恒没有半分犹豫 一刀朝老人脖子上砍去 瞬间鲜血四溅 人头红鱼 接着又一刀朝旁边的老头身上砍去 嘴里还念叨着 你不是肺部有毛病吗 直接给你劈伤了个痛 你就不用咳嗽那么辛苦 老头顺势没了声响 最后 田恒来到另一张床前 床上的男子 腿上还把他木棍 定时使得让他脱皮地 这腿还是之前对他的手下断了 十三 十四 先替你们打一棍子解解气 随后田恒抄起旁边一根棍子 就朝床上的男人双腿打去 顿时传来一阵骨头碎的声音 但床上的人 只是一阵抽搐 并没有发出惨叫声 田恒回声说道 一家人就要整理齐情 我先送你们四个上路 然后再杀死他 你们就能凝聚 随后抽出这个刀 对着床上人的心脏 一刀刺路 从始至终 床上的人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就一命呜呼了 连伤三人 田恒心中的仇恨 已送去 神浪 这一切都是不你所刺 你顶着 我很怕就去生 忽然 周围忽然一亮 一个玉树临风的身影 出现这个门 这人化成灰田恒多认识 从心中狂喜 神浪 你这小畜生 居然送上门了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我送你今天结果了你 神浪轻蔑一笑 田恒别装了 田恒不由一愣 他自信并没有露出任何过程 一定是神浪的 神浪接着说 你还真是个畜生 为了自己活 竟然让自己的完生兄弟替你死 还记得你放了他体内的婴针吗 或许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体内的那根是弯子 而那具烧焦的尸体 却是质弯 这么小的细节 神浪比我还清楚 田恒内心比我差 但还是不敢出声 他还在怀疑神浪的质 神浪一挥手 一个满脸 你烧了你 你扔了进来 正是真正的错 田恒知道隐藏不了 那要如何 神浪你还是来晚了 你的家人都已经给我失掉 这可是你最爱的家人 你现在应该痛不一生吧 可神浪脸上的表情 没有任何变化 随后 还将一根火把扔给田恒 田恒 你眼神真不好啊 你看看 杀的是谁 田恒捡起火把 朝三具尸体照去 顿时 他眼神中充满恐惧 整个人都定住了 因为那三具尸体 正是他的妻子 他的心腹管家 过了好一会儿 田恒才发出妻子的叫声 不 不 不 沈浪还在一旁幸灾乐祸 你老婆逼良为娼 无论 你儿子七行罢事 恶贯满盈 田帮主真是那一面鸡 替天行道了 听到这话的田恒 他拧过来 立刻踢刀向沈浪上去 沈浪直接侧身闪到门外 接着门口出现一个柔弱的年轻女子 怀里还抱着一个熟悉的小男孩 看到女人田恒一向 就停住了 手里的刀 也不绝掉在地上 男人亲手砍死自己的妻子儿子 但他却一点都不厚 直到面前出现一个抱着孩子的女子 手中的刀 不绝滑落到地上 他叫田恒 曾是玄武城只手遮天 黑白中尺的黑衣帮助 为了给弟弟弟抱头 田恒的妻儿 就这样 田恒亲手 杀死了自己的妻儿 愤怒之下 正当他挥刀赶向沈浪之时 一个怀抱孩子的女子 挡到了沈浪面前 这女子正是田恒金屋藏娇的女 而怀中的小孩子 是他最疼爱的私生子 沈浪手握他的软肋 田恒知道自己已无法抗靠 他淡定撕掉脸上的面具 露出被硫酸毁坏的面子 只想让自己死得体面一些 这时 金木兰一声灰紧走过来 田恒望向金木兰 听说金木兰小姐武功抄群 田谋响有将军 金木兰双手抱拳 请 于是 两人来到院子中 对应 田恒此时手持的刀 不但是别人的狗狗 而是为自己而证 金木兰的手持宝剑 也在证实 要带田恒进攻 只听田恒一声爆火 杀 身形如始电一般冲向木兰 眼见田恒将近 木兰双脚轻轻点起 可田恒身形错过 只听见一声兵器碰撞声 木兰将宝剑收入剑翘 而田恒的刀已经断裂 田恒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 只见一道细微的伤痕 鲜血从伤痕中黄涌而出 沈浪等人一脸震惊 木兰的武功之高 丝毫没有给田恒留一点击 此时的田恒 已经陷入了死情的回忆中 当年天龙镖局的李老 收养了他 并教他们武功 教他们走镖 但在一次走镖途中 田恒却见钱一开 杀了责门师兄 劫子镖仪 从此两兄弟就踢上了逃亡之路 若没有那次的杀妄为 他和弟弟应该可以取一个失灵 平静地过完一队 沈浪来到了田恒的面前 一个巴掌的东西回忆 田恒 快醒醒 我费了那么大惊动死 临死前你得给我说点有用的东西 这话一出 本来要死的田恒 立刻被沈浪气活了 刚要张口开骂 却一口老血跟出 你这靠老婆的小白脸 坏死了都还不放过我 沈浪继续说 我把你儿子找来 并不是要看你翻燃虎 浪子回头都很险 你得给我交代点什么 我好以后好好照顾你的儿子 田恒一听这话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虽然心里狂犯沈浪全家 但还是老实交代 乃雪山庄左侧院子的地境 是柳无言的秘密金库 我这些年贿赂他的金币 大部分都送了吗 沈浪又一半张脱去 就这些 没有别的柳无言和太守最正事 田恒不顾身上的伤 喷着血人骂你 沈浪 你这王八顿 还让不让人好好死 这些文官都和你一样奸证 沾上毛笔和海金 他们哪会有致命的牌笔在我身上 沈浪想了想 有道理 那你安心去死 沈浪 我参离一半 随后在田恒的一声大吞木的声吼 田恒跪在地上死去 沈浪看着田恒死过明目的尸体 冷冷吩咐手上道 把田恒的头颅割下来 用最好的格子装起来 给城主大人送过去 一转身 沈浪又见兮兮的招呼金木兰 娘子 事不宜迟 我们去白雪山庄 发一领态 一个时辰后 他们来到白雪山庄 轻而易举地拿进守卫 看着面前一星星的金币 神愣不堪 这些贪官不行了 当了三年多成组 一万多金币 金木兰警示道 大头应该都能去贿赂上的 柳无言剩下的 应该就这么多了 这么多 也足够他挥霍几辈 这些钱 加上从许文章那里抄来的 已经可以大大缓解伯爵府 财政危机了 娘子 伯爵府很缺钱吗 缺 非常缺 自从四十年前 失去金山岛 伯爵府每年都在飞空 而且因为上一代 玄武伯爵 欠下巨额证明 伯爵府每年都在抗争 如今这两笔钱 已经为伯爵府 请人为至极 将柳无言的金库扳空后 神浪看着空洞的金库 提笔给柳无言留了几个大字 结晶币不是神浪 说不定能弃死柳无言 而在柳无言那边 司政部喝着小酒 等会田空了好消息 这时手下汇报 田帮主送来一个盒子 并调话说 事情已经断了 柳无言迫不及待地 让首相将盒子扭过来 还后柳无言顿时已经尸死 里面赫然是一颗鲜血淋漓的头颅 虽然已经毁容 但柳无言也一眼认出 是毁容后的平衡 还没等他缓过进来 首相又来汇报 大事不好了 我们在白雪山庄的所有金币 全部都被截走了 听到此话 柳无言身体如雷击一般 久久不能动 这时 首相递上来一个纸条 这是他们截走金币后流行 柳无言接过纸条看过后 面部抽搐几下 猛地仰天长啸 问候了几句沈浪的家人 然后直接后仰脸 不及一世 男人每杀一个人 就要在墙上画掉一名字 今天已经是他活掉的第四名 正在他发愁 怎么报复其他几人时 丫鬟送来了一张情景 原来是前妻徐千千 和太守之子张静定婚宴 沈浪看到后 火冒三正 这对狗能女 在他还是徐家夫业时 就搞分在一起 明目张胆地给他戴着帽子 如今还要邀请全城群贵 终于搞定婚宴 沈浪暗暗决定 先导臭徐千千 问问徐家的什么 正在沈浪绞尽脑汁 请一个报复徐家的恶毒计划时 世子金木聪鬼鬼祟祟地来找沈浪 沈浪 我有个好东西给你看 现在的金木聪 已经完全把沈浪 当做了无话不说的好兄弟 他见细细地从怀中 掏出一本画册 原来是一本冯公画册 看到画册 沈浪立刻就有主意 首先得把金木聪这个工具人拉入 沈浪目光如炬盯着金木聪 胖子 有姑娘喜欢你吗 金木聪眼睛立刻红了 沈浪 我把你当朋友 有好东西迫不及待给你分析 你却拿刀子砸我心 我走了 就当我从不认识 肥宅准身就要离开 沈浪喊住他 小舅子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妹子喜欢你吗 金木聪停下不回答 沈浪接着说 因为你丑 听到这话 金木聪顿时感觉无数把刀子 扎起身上 内心更是伸手重伤 沈浪拍拍金木聪的肩膀 是 绝世容颜 我没法借给你 但是才华我可以借给你 只要你才华很逆 明明天下 还怕没有姑娘 对你放心安徐 金木聪立刻两眼放光 这也可以 怎么见 沈浪说出他的记录 我们合出一本好书 然后让他风靡全国 到时候 你作为作者之一 说会怎样 金木聪立刻想说出 到时候 作为明明天下的女孩子 一群迷妹追着他 要签名一场 迫不及待的就要开始 姐夫 我们怎么写 一群说 沈浪指着一旁的笔墨纸页 我来统数 你来写 从前有个做不笔生意的大商人 名字叫西门庆 自光女 别人都还在西门的官人 她还有个女儿 叫西门千千 这西门大官人 卑鄙无耻 光影无道 过害无数良家妇女 所谓龙生龙 凤生凤 那西门千千 也像他爹一样会打动 写了一段后 金木聪也大概知道了 沈浪这是在 借着写书的名义 抹黑许千千 但为了成为一个有才华的人 依旧美滋滋的 做着抄录工作 就这样 沈浪将那本名著的主角 换成了西门千千的名字 并加强了部分戏剧的描写 一下午时间 就已经抄录了厚厚一把 这金木聪手速也是真快 完全能赶上沈浪的名书 沈浪不禁忐忾 世子这手速 真是天赋一笔 金木聪悠悠道 要是你从八岁开始 每天抄书十遍 你也天赋一笔 接下来 沈浪又亲自上阵 画了几张尺度极度的插图 而且适用的是西方油画的画法 这逼真的效果 看得金木聪血量成章 姐夫 你怎么那么优秀 而且对女人的身体这么高兴 沈浪怎么能告诉她 她还是个处男 这些灵感 都是来源于各个老师的小电影 接下来的几天 两人通力合作 沈浪画插画 金木聪听写 终于在徐千千订婚宴前 二十天完成了第一 姐夫 我们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吗 那就叫《风月无边》吧 那我们取个什么名字 浪灵向下声 金木聪拍手叫好 好名字 随后又一点羞索 姐夫 这几天光顾着操了 还没认真看过 今晚能借我详细看看吗 沈浪看出了她的心思 抽出里面的插画 将蚊子部分递给她 咱们去看吧 别伤了神 金木聪眼睛盯着插画 有点失望 但总比没有强骂 于是屁颠屁颠地 拿着蚊子部分回去欣赏 几个时辰后 沈浪正在欣赏插画 金木聪忽然却带着 一脸伤床进来 姐夫 直男坠绪为了报复前妻 报干三天 为前妻写一本书 没想到书的含黄量 让岳父遇不复了 就在沈浪还在 熬夜忧患书中 试读插图时 世子金木聪 带着一脸伤床进来 姐夫 快跑啊 我爹杀过来 沈浪一脸惊恶 什么情况 原来是金木聪 看书稿正入神时 伯爵大人去检查他的作业 然后就发现他 正在阅读这本书 于是一言不合 就将他拔脱弹死 最后书稿也被伯爵收拾 金木聪羞愈死 匆匆离去 还不忘提醒解读 你也赶快逃吧 我爹肯定会担心他 接下来 沈浪思索着 怎么应对古本的岳父 自己骗他儿子 写出含黄量这么高的书 即使不被打死 估计也要脱藤体 就这样绞尽脑汁 沈浪等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岳父都没有来 实在扛不住 沈浪就睡着了 突然他感觉 一片阴阴笼罩过来 一睁眼就发现 岳父的眼睛死死盯着他 手里还拿着那份书口 沈浪疼一声 就来了精神坐了起来 岳父大人啪 也将书摔在桌子上 沈浪 这书你写的 沈浪点点头 岳父面无表情道 手伸出来 沈浪手刚伸出来 啪啪啪 就是狠狠的三性戒指 沈浪丝毫不敢很烫 等待着真正的暴风 可等了两天 接着夸 不是不错 是写得非常好 文字造诣非常高 而且对人性的揭露 社会本质的揭露 入目三分 深刻入口 可以说是近些年 一部罕见的杰出作品 沈浪心想 这还用你说 伟人都说 他是千古第一奇书 红楼梦见了他 都要靠边这 没想到传统古本的岳父 对他评价的正头 但令沈浪生气的是 知道是好书 你还打我 原来岳父刚看到 颜色如此深的书时 也是无比生气 而且还是沈浪 带着自己那不学无数的儿子写 但当他读了几张后 竟然欲罢不能 一口气将整本书读了下 随后还将书分享 给了伯爵夫人 读到细节时 身体一不小心 就被伯爵夫人掏空了几次 这才让沈浪 能了几个小事 岳父大人又将书稿翻阅了一遍 感叹道 幸亏当时没冲动思想 否则就成千古罪人了 我虽然是传统之人 但对于文学和艺术的事业 是很开阔的 所谓宴戏 只是文学的工具而已 当今许多大师 都有类似作品 沈浪没想到 这个世界的人这么开心 但岳父一转口又说 好好一步作品 你家在私货品牌 将里面徐家那些过失 有成掉 沈浪立刻 我写这本书 本来就是为了报复徐家的 为了追求文学造诣 而牺牲报仇许次人的目标 这不是舍本竹墨吗 听到这甜不知识的话 岳父都无语 这流芳本市的名声 还不如你恶作剧众了 随后他又问沈浪这事 是为了避兴 毕竟徐千千是我的前妻 这样会显得我心胸想爱 实际上呢 是为了以后的精神之争 岳父不可置信地看着沈浪 没想到沈浪已经谋划那么远 上天真是 给我送来了一个好女婿 心里不由地 又把沈浪的情形拉高了 随后 沈浪又问岳父的哪 您觉得我们这本书能好吗 岳父直言 此书会震撼整个文案 这下又给了沈浪更多信心 这次徐千千妇女 肯定会名声扫地了吧 沈浪不禁在岳父面前乐看花 不过 在岳父带着一脸飞心离开后 沈浪还是按照岳父的意思 将风月无边做了一些伤感 将对徐家的联系 做得更有多一些 比如山洞西门静的自光书 西门千千祖的西门仙仙 希望有今的读者 才能够联系到他 第二天一定 沈浪和金木聪 就前往附近最低的文化名城 联系书的刊印发行 没想到在这里 遇到了一生之敌 女婿随便写了一本有词书 竟被岳父大人预言 能震撼整个文派 可女婿只是为了报复 给自己带绿帽子的前妻 距离前妻的订婚 只剩二十天了 于是沈浪带着小舅子 前往一百多里外的蓝山城 联系刊印行的事情 这蓝山城是著名的文化名城 几乎所有的畅销书都出自云买 要想引起更动效益 去那里准处 果然 一进入城中 到处都是书店书摊 空气中充饮着卖书嫌犯的叫卖声 其中一本叫鸳鸦梦的书籍 无比畅销 甚至每间书店门口 还有这本书信册 即将上市的倒计时 沈浪听说 蓝山城中有五天的书房 他们不但那里书 还印刷发起 而且在周围城市都有连锁店 其中最大的两家叫墨香楼 和如玉 墨香楼这名字 一听就是正经书房 于是沈浪带着小舅子 来问如玉 刚进入店中 一的店船就迫不及待了 向他们推销起来 那鸳鸦梦 沈浪扫了一笔 清明一行 这一看 就是骗无知少女 凌花前的狗血纹 我沈浪的书 可是了门女老少通吃 沈浪的笑声 却立刻引来了 旁边一位英俊公主不满 询问后得知 他就是这本鸳鸦梦的作者 朱文华 也是当地蓝山子爵府第二 这蓝山子爵府 为其他贵族称为贵族之耻 因为朝廷新政刚开始时 蓝山子爵就主动献出了 封地的兵权 成了国君的红人 但这也招致了其他贵族的部门 这一份操作 仿佛不主动上交 就成了不忠之事 而这朱文华 因为是刺词 无辅继承爵位 只能另寻出路 一边讨科技 一边刷名望 于是就写出了 这本鸳鸦梦 早财族人士 他的最终目标 是迎娶玄武城第一台女张春华 成为太守张冲的女婿 活跎一个男女徐千千 沈浪这么一想 以后肯定是自己的敌人 就不用对我客气 沈浪笑着说 光听着傻声说明 就忍不住 听到这明目张领的挑衅 朱文华面露凶光 让沈浪抱上名望 还没等沈浪开口 金木通就开口道 我是玄武国绝腐式的金木通 这是我姐夫沈浪 不料听这两个词 朱文华先是眼费一遍 然后兴光 正头不知道怎么好 张春华小姐 你们两个废物就送上盘了 于是嘲笑道 原来是两个豪门之士 一个出身高贵 是蠢笨如猪 保治给了屡法外界 还招了一个不学无数的废物入阵 沈浪也不反驳他 对对对 我就是那个不学无数吃乳的前面 今天就要坎章 给这个醉猛的坎子上盟 随后沈浪招呼书方的场柜 朱文华在一旁嘲笑 我们阿猫阿伯都出书 你们怕是连自作人不想 国报的金木通听完 就要看着他在那里 但没沈浪打托 而如玉格的场柜 太久公寄了接口书 他是两个人都不可能 只想随便翻单 多少个借口 谁知看了几页 顿时脸色的打电 两眼放光 这峰回录者的剧情 这对人性和世俗的深刻呼吸 这细节描写的戏面 真是悦然的能力 真是让人开心 但常柜也考虑到 如玉格的顾客 主要是女的 喜欢缠绵腓脱的爱情故事 未必对这本书有兴趣 还是正义 正在常柜犹豫之时 朱文华起国书 一目十行地看了几页 他的表情如便命一样 极得不适 然后无脑贬低 真没想到 此书如此低俗的看 作者真是读书人之语 回后 将书人给评贵 我的书实在无法度 说不太急 如果贵好 要出这本书 那我的书做无法度 书方掌柜肯定不想放手 已经暴復成立 到时候总是最大 只好恭敬 将书房给省大 金路通一下就怒了 小爷的书这么好 只能真是有眼能处 沈浪却一脸暂定叫上金路通的安静 因为他心中 已经有了一个万全的剑 既可以踩着助文华暴復 又可以暴復一千千 男人写了本决是好书 只因对手一句话 引得所有书商不敢刊印 就在他们被所有正经书商拒绝后 沈浪和金木聪来到了一个小巷 见到了一个张头鼠目的书方老板 书方老板结果书稿 一目十行地阅读起来 不惊 真是好书啊 竟然还带插图 并且读此逼真 金木聪大写 那就是可以刊印发行了 当然可以了 这么好的书 细节描写 配合着金木的插图 真是巨大 金木聪一脸疑问 难道你不怕蓝山子绝腐 祝文华的封杀吗 书方老板黑黑一戏 我一个妹春公图的 轮得到他封杀 金木聪忍不住惊呼 我去 我们的书竟沦落到和春公图一起办 沈浪给金木聪解释 别以为那些正经书方多么高大上 论发行曲 还是这位邓老板手去一指的 他们的书连周围 二十几个城市的棺材棍都有 邓老板也毫不谦虚 如此佳作 绝对大卖 至少三千和起步 沈浪只提了一个要求 和祝文华的鸳鸯梦新的册一起上市 邓老板听了沈浪的要求 立刻没了点气 要知道 鸳鸯梦的上册 是卖了四千六宝课 是蓝山城的销量纪录 如今新的册众众多读者 瞧手已看 销量只会多不会少 而邓老板自己的划册 最多也就卖过两千六宝课 书虽然好 酒香有本性的深浪 沈浪一听 不就是新颖球吗 没问题 我保证这本书上市的时候 骚气熏天 你尽管使劲运刷 若是销量没到三千 到时候我不惊 但如果超过三千 邓老板也拾去 到时候 每本书分你两成 这本税已经相当高了 交易达成后 沈浪让老板先走 他当场即兴创作 又在书里加了一个新人物 叫祝文山 出身时落魄会读的书女 是西门大官人的男主 而且还与西门先先偷偷苟且 并配有生动的插图 金木聪替祝文华默哀了一秒钟 解释真狠 祝文华刚得罪名 名声就要完了 最后 沈浪和邓老板 确定发行时间没问题后 和金木聪一起演唱 一回到家 沈浪就换身艺术家 大姐巨部海报 这海报色彩低真 性暗不暴 尺度之等 前所未有 在这个写意绘画的年代 冲击力绝对是爆炸 就是一个字 真实 金木聪只是看了一眼 就比写之路 而这样的海报沈浪 要画十几步 几天后 所有海报完成 金木聪虽然什么都没了 不知 人却累得虚脱了 金木聪一看 做艺术家真不容易 这时候 金木兰却走了进来 夫君这几天 和弟弟偷偷地看什么呢 没等沈浪回答 他就看到桌上 啊 原来夫君有这种爱好 不打扰了 随后不等沈浪解释 就带着一脸黑心离开 看来沈浪的 夫妻实践课又要完结 而在沈浪忙着画海报时 邓老板也动用 所有人力物力加班加底 终于在上市前一天 完成了书的应双 很快 沈浪和金木聪和写的风月无边 和朱文华的鸳鸯 梦到了同时盛世的路 果然 一大早鸳鸯梦就销售火爆 排队购买的人络绎不绝 朱文华乔装打扮 挤在人群中 拼着舒服的花甲 仿佛已经升天 哥就是男神 自信放光芒 只有第一才女张春华 才配得上我 就在大街上人流量最多时 忽然人群中一人勾喊 快看 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吸引了过去 原来在各大书店前 都出现了一幅巨型海报 这前所未有的色彩冲击 一切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睛 你敢相信 2000年前的街上 竟然惊献巨浮海报 今天是阑山城 两大唱销书盛世的日子 一大早 所有人都在排队购买 朱文华的鸳鸯梦 就在朱文华 享受书迷的吹谱之时 在一阵阵的惊呼声中 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各大书店前的 巨浮海报所吸引 海报中男女主角 西门仙仙和 朱文山广向的逼真效果 真是前所未 与此同时 在各个海报的下面 都出现了一幅书摊 而且只卖风月无边一本书 随着销售人员的叫卖声 豪门巨著 风月无边 根据豪门贵族真人真是语言 不好看 不要钱 一时间 所有人都涌上了书摊 虽然风月无边 比鸳鸯梦还要贵二十块钱 但当看到 逼真的插足 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掏勤供 请客间 沈浪这本新书 已经完全压过了 朱文山新书的风口 到了晚上 书方老板老邓头 来给沈浪汇报销量 紧直闷疯了 今天一天就卖出三千 而朱文华的鸳鸯梦 还卖出五千 这一切 完全在沈浪的预论之中 金木聪询问预计 最终可以卖出多少 老邓头只说了一个词 无法过 与此同时 朱文华正在府里 和一群胡同狗友 吃着庆功宴 听着旁边几个书生的吹 他感觉离取张春华 又进了 这时 如玉方老板来汇报 今日的新书销量 按照公子的要求 限量销售 今日销售不错 开售一个时辰 就卖了260本 一天共用了530本 只是 书方老板脸色复杂 欲言又止 朱文华急了 只是什么 说 只是今天风月无边 卖了三千多本 老板刚说完 鸭曲无声 所有人都呆住了 他们以为自己 听错 朱文华最先肯定过来 嗨案而起 这不可能 那个废物 沈浪写的书能有多好 况且 整个蓝山城十字里面 也没三千人 他不知道的是 就算不十字的人 冲着书中精美的插图 也会毫不犹豫地购买 书方老板递给朱文华 一本风月无边 朱文华刚想接过来扔掉 但却被封面的图片吸引 于是开始阅读起来 刚开始读识 什么垃圾 半个时辰后 我去 还可以这样写 一个时辰后 他已经完全被书的情节 和插图吸引 一口气将全书读完后 面对几个舔狗的气候目光 他还是嘴硬 一本将书摔在地上 什么破书 庸俗不堪 用下流文字和插图吸引人 都是信三难的手 忽然一名书生 指着书生的插图 这图中的男人 是不是有些眼熟啊 朱文华顿时脸色的脸 刚才还没怎么过来 结合书中的人物情节和插话 原来书中的朱文生 竟然是隐设的自己 沈浪这是明朗的 一回我人设 脑羞成怒想 朱文华将书撕的口气 践踏人性和道德 必会动魂中气 作为读书人 我们有义务扫除乌浊 怀蓝山城读书人 一个朗朗情婚 你们本能叫的人都叫来 我们一起去成竹府讨个功夫 一时间 几个舔狗应声复合 但他们这次却要碰钉子 因为此时蓝山城竹也在阅读 这本风略无边 而且对这本书赞成有加 甚至在看完后 感觉旁边的那本鸳鸯梦 简直就是一坨屎 浪费时间 这时 首校闯家汇报 当然不好了 几百个书生 围攻成竹府 十年小学都没毕业的废物 报干三天 起出绝世家座 引来全城人争相购买 却也招致全城学生的购买 只因这本书含黄量暴力 而且还演示了重要人物 于是他们围攻官 想要逼迫官方 尽手的书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们来到官府时 成竹李芳已经阅读完了 《神浪》这个风略无边 并对这本书赞不绝对 就在手下报告 有上海人围攻成竹府时 李芳顿时 脑袋像这样一样 历来书生闹事 是最头的之事 这群人打不得也骂不过 稍微处理不好 就影响正常 成竹紧接着问出关键问题 围守的是谁 听到是大才子祝文华 李芳立刻放松下来 他已经猜到了祝文华所谓的事 心中不觉 对祝文华比试起 随后让祝文华进来 片刻后 祝文华进来 对成竹只是拱了拱手 接着拿出神浪的 但会松月无编 然后说出自己诉求 请李大人封了这本书 并将作者缉拿归案 查朝刊印书方 焚烧所有书籍 因为这本书低俗性流 玷污圣人之学 不但荼毒人心 还败回事故风际 李芳拿过书随意 翻了翻问 这本书可有否认圣人学说 祝文华沉默不语 因为书中确实没有明确不立 李芳又问 是否有公结朝政 祝文华还是无言以认 李芳轻蔑一笑 什么都没有 我凭什么封杀的 祝文华立刻急了 这书低俗性流 还隐之我本人 玷污我的名誉 这还不够吗 李芳都比气笑了 比这低俗性流的书有的是 连春宫册都能买 为什么这本书不能卖 天下的崇明的人那么多 况且这书中人物 也没和你崇明 你怎么知道是隐身 祝文华意识到 城主的态度不错 李城主 你这是要袒护什么啊 李芳正色道 祝台主 我劝你不要杜行经 不能因为别人的书 比你买得好 比你卖得好 就要封尽别人 这本风月无编 拿回去好好独度 我收获很多的 这简直是当面赤裸裸的打理 祝文华拂袖而去 既然城主当然不管 那我们自己去讨个功吧 祝文华走后 幕僚询问城主 为何不阻止祝文华 李芳黑黑一笑 能写出这本书的人 必定是个妙人 我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看看他有什么 随后吩咐一对人马 紧跟着祝文华 而沈浪这边 早已准备好了陷阱 走向祝文华等人往往 祝文华倒有机智 他给了狗腿 给王世民三十金币 自己并不出面 让王世民带领几个书生 围住了堪印 风月无编的书方 眼见外面声势好 书方老板老邓头 看出头来查查情况 王世民向他喊话 风月无编 这本书 读读读读人心灵 败坏社会风气 快把书都交出来 当众小伙 老邓头心中脆了一口 真不要脸 这本书一半都是 对你们读书人媒体 但还要对着笑语和名 各位爷 这本书今天都很闻了 书方里现在一本书都闻了 和一群书生根本书气 王世民震慕高呼 兄弟们 冲进去把这卑劣商人的书方划了 把那本荡毒草 找出来烧了 老邓头拼命醒来 那个人太多 根本默不住 不一会儿 一群人就在书方的仓库里 找到了几个包书 而且有纸包上 都写着风月无编辑的代字 足足有两千多本 一群人无比心理 因为祝文华说过 烧掉一本 就要给他们一个银币 王世民一声令醒 都抬出去烧了 片刻后 几个年轻力壮的书生 就将书堆到了书房前的大街上 大街上里三层万三层 聚精了吃瓜的群众 王世民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后 一把火丢在书堆上 顿时 熊熊大火燃烧起来 祝文华看着燃烧的火焰 心中书爽雾 你审浪书写的 提着水桶杉杉来救 王世民却一脚 将老邓头踢套 谁敢阻止烧掉毒草 就是阑山城的罪 老邓头却又不要命地扑了上去 谁说这是打毒草 这可是国军颁布的新政诏书 你们烧了可是谋反之间 说着 还从火堆中 唯一没被烧完的一包书中 发出一本书 封皮上 赫然是新政诏书 祝文华和王世民看到后 脸色一变 王世民更是想探索在地上 这是翻本的焚书坑炉 只不过是书生烧书坑自己 本来是小红书的封面 在被火烧过后 却变成了正书书 要知道 这种行为在大岳国 可是谋谱罪 当封面露出的那一刻 主犯王世民 一向就探索在地上 他不敢相信 一个卖春宫画策的书方 怎么会卖新政诏书 这种几万字的赔钱书 这种书 一般都是勘派的印刷任务 根本来人 刚看到沈浪从人群中走出来时 就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沈浪的阴谋 为什么最后一包书 这么久都没烧化 为什么风月无边的风皮 被火一烧 就成了新政诏书的风皮 都是沈浪导的鬼 沈浪一本正经地给众人图法 公然对抗越国新政 暗律要剥夺一切功名 账责三十 留法的南天岛 这在当时 已经是很重的惩罚了 剥夺功名 基本殉造了前途无望 账责三十会 将人死到不死 南天岛更是与时隔绝 去了等于是死不已 听到沈浪的话 围观的书生 都已经心得不敢动 而王世明 已经失去了理智 风一样冲进沈浪 狗日的沈浪 我可以听了 但他根本进不了沈浪的声 只听到一声 杀猪一样嚼叫 王世明的一只手腕 已经被惊中声声打断 食指连心 王世明疼得全身抽搐 泪牛满面 沈浪得了便宜还卖乖 大家都看到 我们是正当防卫 是这个人先动手了 随后沈浪蹲下来 微笑着看着王世明 从来没有一个人得罪了我沈浪 还能安然无恙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惩罚 背后缩使王世明的朱文华 眼见形势不对 转身就想要悄悄溜走 这时 沈浪朝着朱文华的一众走狗大声说道 你们有想将功折罪的吗 只要你们大声说出受谁 只是能焚烧新政诏书的 我能光领求情 所有书生的目光 立刻都看向了朱文华 这下朱文华没法躲 心里暗骂沈浪好不吃 眼见事情即将闹斗 一直在人群中 观战的蓝山城主理方 实实站出来 此地如此喧哗 发生了何事 自从看了沈浪的新书后 李方一直对沈浪青睐有加 之所以放任这群书生闹事 也是想试试沈浪 还有多少能难 可没想到 沈浪玩得这么多这么 什么仇什么怨 竟然想将别人全族拖下去 沈浪眼间 看见城主大人后 立刻赢了胜举 禀告大人 驻文华煽动众人 已至朝廷新政 焚烧国军颁布的新政诏书 意图谋 随后 沈浪还朝着王世民等走狗说道 你们还想替别人飞黑锅吗 这可是谋逆 王世民几人 显然听到谋逆几次习惯 指着驻文华立刻反击 是驻文华指示我们烧新政诏书 平时对新政颇有不满 所以才做出如此举 驻文华肺都气炸 这几个墙头草 真是无耻之急 沈浪看向李方 城主大人 现在人政无证据在 可以定案了吧 李方都无语了 知道你优秀 没想到这么优秀 一出手 就把人往死里逼 李方暴全向沈浪鞠了一躬 沈公子 我对你仰慕已久 你的这本风月无边 真是沈座了 什么时候出第二次 可否借一步说话 沈浪建成主如此客气 便随他来到一个安静处 李方向沈浪求秦道 沈公子 我知道 你想拉蓝山子绝腐向上 但国君刚表彰过蓝山子绝 交出封地和兵群 此时闹出驻文华对抗新政之势 完全是打国君的脸 必然会惹得国君弱 说 你觉得国君会降罪蓝山子绝腐吗 国君明白 我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请沈公子说了神通吗 沈浪扶起礼方 别嘴一信 这些我都知道 请大人在一旁看好戏吧 沈浪回到现场 此时的驻文华已经冷静下来 他想明白了 沈浪往他头上安抹粉的罪名 是不可能成功的 他又嚣张起来 指着沈浪的鼻子 城主不会帮你 你一个小小坠绪能耐我 沈浪瞥了他一眼 根本不醒你了 等你爹来了再说吧 来人 给我能够躺你 朱文华大笑道 还想让我爹来见你 你以为你是谁 一个小小坠绪 他话音刚落 只听一声吆喝 蓝山子绝道 看到父亲到来 朱文华笑的正道一边不敢说话 蓝山城主 上前弯腰拱手待见 而蓝山子绝 只是拱了拱手 便热情地来到沈浪身边打招 沈浪闲直 你大婚的时候太仓促 没来得及敢去住 还请见谅 随后还张开双臂 做出要拥抱的姿势 但沈浪躺在椅子上 一动不动 根本不鸟大 紫绝大人 我和你不熟啊 不用装出很熟的样子 一时间 场面极其尴尬 蓝山子绝虽然脸字已经难看 但碍于体面不好发作 朱文华去忍不住 沈浪 你算个什么东西 就算玄武伯爵来了 也不会这么和我爹说话 赶快站进 别给玄武伯爵促丢人 沈浪完全把朱文华当作兵器 对着蓝山子绝道 我直说了 我只有两个条件 第一 你儿子冒犯我 你当着所有人的面 他两个耳光 出血的内部 第二 朱文华写的鸳鸯梦 实在太垃圾 完全是坑小女孩的情 你把剩下的书权指出人 堆在这里烧了 他不是喜欢烧书吗 但他烧得痛快 听到这话的朱文华 忍不住就想动手 但被蓝山子绝拦住了 他淡定说道 平时 沈浪替他分析道 蓝山子绝府 已经没有了封地和兵权 你想让大儿子做武官 二儿子走科举座文官 而且还要和平 西将军府 以及太守府联姻 但官场中 其实最重是名声 而我恰好是一个 畅销书作家 如果我把你家的人 写到书里 你觉得你家的名声会怎么样 蓝山子绝 好像并不怕沈浪的要挟 你写的那本书我看过 你在里面 极尽丑化住文华 但讲的就是假 我相信 张冲手是不贵心性 沈浪淡淡一信 是 张冲大人是比较务实的 不太能蓄名 但我听说 平西将军的暗戏名声 到时候 我在书里 你和大公子也写进去 在家里发挥的剧情 你一家九明杨全国了 此话一出 蓝山子绝脸色立刻变了 他没想到 这个小白脸 可以无耻到如此 朱文华忍无可忍 沈浪你以为就你能写 我也能把你玄武国绝福 写进书里 极尽丑化 沈浪两手一摊 我赞我 我是个吃卵的小白脸 况且 你的书才能卖多少本啊 一天五百本 我的书至少三千文起 还有 稍兴证诏书这事 即使成竹府不 我也要去太守府 总督府 甚至国君那里告状 看谁耗得起 沈浪说完就要离开 准备回去就写诉状 但刚起身 蓝山子绝就将他叫住 男人每天都要被老爹 十个八掌 今天更是当街抽的 他门内一分讯 只因他得罪了 沈浪这个国绝府的 小小坠续 响亮的耳光 听见沈浪是身心一日 但这还不够 沈浪还要求 将朱文华写书全部削 门山子绝一声令响 令人将所有 当中性的鸳鸯面 全部找出来 一个时尚后 五千多本书 全部被灭 在街上堆成了一座小山 随后 沈浪又命老邓头 在书上交了两桶楼 一把火 将所有书复之一具 面对熊熊火焰 朱文华咬牙切齿 整个面部都是扭曲的 如玉阁老板 更是心在低血 这烧的都是钱啊 好后悔当初 没有出点沈浪的风月无边 朱文华跪在火焰前发誓 从此和沈浪势不两立 不死不休 誓报此仇 沈浪黑黑一声浪 好志气 我等着 说着就带领侍卫转身要等 蓝山子绝在身后提醒道 沈姑爷 天黑露华 小心走路 哪知沈浪听到这话 转身指着蓝山子绝 都听了 我要是在路上出了事 一定是蓝山子绝的 蓝山子绝 心里一万个草泥满温果 我只是提醒你 接下来玄武伯爵府前途不妙 你那么明显干嘛 几个时辰后 沈浪安然回到伯爵府 一路上极其安全 不仅金木兰早早出来接沈浪 蓝山子绝还派了十几个护卫 紧紧跟随 四日 昨晚的事已经传遍了蓝山城 沈浪的书销售更加火爆 不仅支持沈浪的买来品味 原来支持朱文华的书迷 更是买来批判沈浪 两日后 老邓头拉了三千本 风月无边来到玄武城 因为这本书的名声 早已成为玄武城 所以开售仅仅两个时辰后 三千本书就销售一空 这把火 终于要烧到沈浪前妻 徐千千身上了 此时的徐千千 正在和父亲憧憬着 和看守之子的定婚宴 突然 下人慌慌张张来会报 沈浪写了一本书 在玄武城卖爆 两个时辰就卖了三千本 徐千千妇女 起初病不在意 因为三千本书 根本就正在过着情 在下人的一再提醒下 徐老爷才不勤愿地 接过书主的探想 但当看到封面的那一刻 他就惊住了 这画工如此逼真 仿佛真人一样 等等 这画上的女人怎么了 如此熟悉 注意到父亲的异常举动 徐千千也忍不住探头过来 这一看 他也呆住了 再看下里面内容 他脸一下红了 好歹得神了 这是要回我名声 鬼徐千名少 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喧哗 好像有人喊着 仙仙 仙仙 徐千千探出头去查询 外面却是一群猥琐的男人 突然一人指着徐千千喊道 那就是西门仙仙 就算穿着衣服 也能认出来 徐千千顿时感觉 被无数男人的目光飞脸 气得一口气喘不上来 直接晕过去 醒来后的徐千千 忽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插足上和他苟且的男人之神 收拾好心情 他和徐老爷 将书迅速阅读了一遍 看完后 他们更发愁了 这书中影视的朱文华 以前确实因为举办诗会 来不解释徐家 这些说不清了 而且颇有文学素养的徐千千 也不得不承认 这本书想确实好 会成为每年不遇的经典流传相续 影响确实非常 但现在更重要的是 贵婚夫张静人 想到这里 突然张静就躺了进来 他一脸恼怒 二话不说 就给了徐千千一个脱皮疙 你知道 一个男人在什么时候最无能力 就是在他生气的时候 只能拿自己的女人谢的事 眼前这个男人一进门 就给了妻子一个喜爱的蜂 只因他怀疑妻子 他送了底绿帽子 吓得岳父在一旁 都不敢多说一句话 徐千千没做任何解释 他本以为丈夫信任他 不必相信书里的女人 原来就在刚刚 一本验书在玄武城中卖爆了 书中女主角 明显是以徐千千为原型 急进走化 甚至书中的插话 和徐千千都一模一样 这就是审浪的杰作 目的就是要搞垮徐千千 和徐在的名声 没想到 第一个上当的 就是徐千千的未婚夫 此时的张静无比愤怒 一步就摔碎了桌子上的茶杯 他别过头去转身离开 我去找父亲 张静的父亲是太守张冲 他找父亲 无非是想要动用权力 封敬这本书 而张冲看过沈浪的风月无边后 赞扬之情异于远比 他认为 这样的经典月封敬 只会遇到 至于徐家的名声 这点名声根本无需在意 他们的最终目标是 玄武伯爵府 只要搞垮了玄武伯爵府 沈浪根本无足怪事 张静听后 毛色顿开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准备他和徐千千的订婚宴 因为这次的订婚宴 也是攻击伯爵府的进行 与此同时 在玄武伯爵府内 沈浪正在他的仇人墙上 增加两个新的名字 朱文华和朱兰婷 金木兰只感觉 沈浪现在的仇人 怎么愿不得 而沈浪已经享受在这 无休无止的复仇中 这时 丫鬟传话玄武伯爵 请沈浪过去 此时的玄武伯爵 压力山大 愁眉不眨 因为他没想到 有三个重要人物 也要出席今晚张静 和徐千千的订婚宴 这预示着 他们背后的势力 已经倒戈到新政势力里 第一个是与玄武伯爵府 有金山岛之争的 近海伯爵府的势力行业 第二个是镇北侯的 二公子南宫廷 镇北侯南宫廷 掌握着北方国军 一向中立 如今却也参与到了 老牌贵族和新政派的争斗手 第三个是玄武伯爵 最不想见到的演员会使者 这演员会紧握着 大延王朝最大的地下钱庄 数百年来 与老牌贵族一直合纵利潜 更关键的是 他还是玄武伯爵府 最大的债主 再加上蓝山子爵府 如果他们都倒戈到新政派那边 玄武伯爵府 就真的是四面楚歌 孤立无援了 玄武伯爵有种风雨欲来 纳上了江青的底角 还建议沈浪和金木兰 今晚就不要参加张静 和徐千青的并分宴了 到时候 一定会成为众矢之地 面对这样不利的局面 沈浪却信心明明 岳父放心 我已经看清了他们的阴谋 听到沈浪的话 岳父和林老夫子都精神不止 沈浪继续说道 我经常会把自己 带入张冲的角色 绞尽脑之思考 怎样弄死玄武伯爵府 最后我想到 首先就是要孤立玄武伯爵府 如今蓝山子爵已经投靠新政派 近海伯爵府 和我们有金山岛之争 如果弄死我们 他们就能独吞金山岛 所以也必定会核心政派合作 郑北侯虽然也是老牌贵族 但他手握十万大军 国军和张冲只要律师手段 让他立场偏移新政 不会帮助我们就行了 第二步就是确定 金山岛的永久归属 如果我们失去了金山岛 影员会就会以伯爵府 没有还债能力为由 收走抵押的望牙堂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 伯爵府资金断裂 就只能裁持军队 变慢有力 从此走向末 所以我们的成败关键 就是金山岛 岳父和林夫子 听完沈浪的分析后 豁然开朗 没想到沈浪已经考虑到那么久 但面对暴团的敌人 还是忧心忡忡 而且他们的背后 还有国军撑腰 接下来 沈浪和金木兰 就要去参加张静和徐千千的订婚宴了 这注定是一场鸿门宴 下集看沈浪如何人顶杀人 佛党杀佛 剑招拆弓 男人曾是人人欺辱的废物坠续 前妻不仅当面给他戴绿帽子 还将他当垃圾一样扫地出门 今天是前妻和男小三的订婚宴 他们恬不知耻 邀请了沈浪参加 还要求金木兰一同前往 这一看就没安什么好心 但沈浪根本没带怕的 他穿着华丽的衣服 和金木兰一同前往 今晚就要人挡杀人 佛打杀佛 到了徐家 刚走下马车 沈浪和金木兰一对俊能量 立刻就吸引了所有人中 正在沈浪和金木兰 携手走进宴会厅时 忽然从人群中 窜出一个打扮妖艳的女王 拦住了她们的去路 嘴里还喊着 郎骏 刘家可找到你了 前几日你跟刘家在南山城 双宿双夫 恩爱缠绵的一幕幕场景 刘家一辈子都忘了 听到这个话 金木兰一脸的怒气 哪里来的波妇 满嘴乌言会语 但沈浪却一点都不生气 表情淡定地听着妖艳女的表演 女人接着又从怀中 出一个带有浪子的长命组 还说是沈浪送给她的定情信 沈浪认出那长命组 是她在徐家当坠绪时 遗落在徐家 她这背后肯定是徐家 沈浪立刻就有了主意 她在侍卫金会尔边吩咐了几句 金会听后就转身了 而女人见沈浪毫无病 继续她的表演 她觉得金店一定能敲沈浪一遍 郎骏 你怎么这么可 不来接我就算了 至少把过夜费付给我 听到这话的沈浪不仅没生气 还和颜月色温柔地问道 这位姐姐 我那碗欠你多少钱 此话一出 围观的吃瓜群众都一脸幸灾乐祸 没想到堂堂伯爵服务也好 女人一只手伸出道 总共五个银币 沈浪直接掏出十个金币给了女人 我给你十个金币 扣除欠你的五个银币 足够你再接一本次客了吧 女人这么喜过望 但还没把她的笑容落下 沈浪一声令醒 只见侍卫金会带着几十个起步 过来 沈浪指着女人问 各位哥 今天我请客 这个女人我们随便玩 顿时 几十个乞丐流着口水 获子立刻就想要逃走 但被伯爵府侍卫拦住了去 此时的女人就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只能看向徐府的管家 徐管家 救我她 我是在为你做事啊 原来是沈浪以前在学家时 经常欺负她的徐管家 但她肯定不会承认 哪来的信件仓妇 无言乱语 污蔑无言 我怎么认识你这种获子 哪只女人为了证明自己 直接叫上了徐管家的小名 二狗子 我们一个村 谁不认识你 你干的那些丑事 村里人都知道 你前几日找到我 让我往沈浪身上泼脏水 还说事成后 给我十五个金币 你都忘了吗 徐管家见事情的那里 他喊着 让手下将女人拥走 可伯爵府侍卫 在女人两侧 他们哪里动的 沈浪接着问女人 这么说 我们完全不认识了 女人满脸对笑 当然不认识了 都是徐管家花钱 让我污蔑 听到女人的话 徐管家转身就想要溜走 沈浪一声怒吼 呵斥住了她 但徐管家并不害怕 沈浪也 且不说这个贱人 说的是否是事实 就算是真的 这种案子 需要成主府审理 你伯爵府又没有织法权 说白了 就算我污蔑 你沈浪也奈何不了我 说完就无视沈浪 转身离开 连一个小小的管家 都保不定 在场的所有人 都在听沈浪笑 而沈浪立刻引地附身 一脸委屈的 并且惊人 娘子 这里坏人真多 好怕怕 我们回家吧 随后 金木兰就牵起沈浪的手 招呼所有侍卫 逃马车子去 但这却急坏了张静 此时一张大王已经织好 怎么能让到手的猎物跑了 于是 张静马上跑过去 拦住了沈浪夫妇 最后沈浪答应可以不走 但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要张静将徐管家 阻打了 男小三与绿茶妹举行订婚宴 为了让前夫哥参加 竟让前夫哥当众打断管家的狗腿 只因管家当众往前夫哥身上泼脏水 虽然最后 以沈浪的完胜结束 但这其实只是 今晚宴会对沈浪烧的第一把 在解决完徐管家后 宴会好似都回到了正常 沈浪和金木兰代表博军府 一进入宴会厅 前妻徐千千就热情地赢了沈浪 她和金木兰不停地寒暄 仿佛身旁的沈浪不存在一样 这又给了沈浪整活的机会 沈浪从怀中掏出一袋金币 递给徐千千 男人什么都能欠 过夜费不能欠 这是你赔我三个月的费用 你点点够不够 这艘操作 伤害性不弱 侮辱性极强 一旁的张静气的脸都绿了 但当着这么多兵客的面 她不敢翻过 只能忍着将沈浪赢过去 心里想着 再让你这个小丑蹦在几分钟 一会儿有你好看 而沈浪和金木兰的席位 竟然被安排了最末席 这完全是对伯爵府工人的打压 要不是抵得好戏是你 沈浪早就拉着金木兰跑了 接下来就该大人物出场了 第一位出场的是总督府的使者 前途无量 一群官员立刻迎上去巴结 人群中其中一人尤为瞩目 他叫李文正 和唐允氏 红科进士 也是玄武城的学法 沈浪上学时 没少听他的名字 如今他担任迎一按查室 巡视全国贵族和官员 虽然官职不大 但权力不行 记住这个人 他后面会被沈浪讲得非常惨 接下来出场的是 镇北侯公子 南公平和影员会使者舒婷玉 至此 针对玄武伯爵府的 导师小同体成员基本到齐 宴会正式开始 好戏正式开场 金木兰还没看清形势 询问沈浪 接下来 他们会怎样攻击伯爵府 沈浪没有回答 只是手上沾了点水 在桌子上写下一个名字 王莲 果然 沈浪刚写完 就看到王莲匆忙闯进来 张静立刻站起来 热情欢迎王莲 王莲却炙弱网轮 直接冲到了金木兰面前 目光中充满黄热和迷恋 朝着金木兰大声嘶吼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嫁给这个畜生 我们的花钱月下山盲海事 你都忘了吗 前年中秋之夜 我们私定终身 你都忘了吗 我为了你 会时都没参加 来到玄武城做了一个小主播 为你放弃戴好前程 如今你却抛弃我自己的废物 我好心痛 听到王莲的胡言乱语 金木兰无比顺劳 王莲就要教训王莲 沈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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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浪 半个时辰还你亲密 而且他会很惨 张静见状 也可能紧张 王莲拉入他的席位角度 一时间 宴会厅内议论纷纷 有说金木兰表面冰青玉洁 背地放荡的 有可怜沈浪 头顶绿油油的 沈浪认真听着 什么都不解释 但小心一点他 却拿出了纸笔 记下了再吵 所有说金木兰换换的原因 这些人以后 都要找他们算账 宴会继续进行 几个书生讨论起了 最近卖爆的一本奇书 他们对这本书极尽夸奖 最后一个书生站起来 你们不知道吧 这本书的作者 浪灵笑笑声 就坐在我中间 随后他一直沈浪 这浪灵笑笑声 就是伯爵匪孤一神了 沈浪看着他们 一唱一和的浮夸演技 不禁笑出了什么 随后又有一个书生站起来 说他最喜欢你们的诗句 特别是其中的 《诗女善暴》 《恶有恶》 《天网恢恢》 《疏而不如》 《短促有力》 《绝顶好诗》 《美美赌起》 《敏凯万千》 在众人的夸奖讨论声中 还偷揉的好诗 简直是文学不明 沈浪给他 等好久了 第二波攻击终于要开始了 十年小学都没毕业的废物 报刊三天 写出《绝世佳作》 引来全程人争相购买 却被情敌当众指出抄袭 就连曾经教自己十年的老师 也跳出来 质疑沈浪 为了将沈浪的抄袭罪名坐实 王连还拿出了他 精心准备的证据 一顿八年前参加会试的试卷 这可是官方组织的讨试 以便做绑架 于是大家开始传阅试卷 看着上面的字迹 以及纸张的颜色 明显是八年前的字迹 而且上面还有 和沈浪书中一模一样的诗 这下真是铁证如山 一时间 群情积分 对沈浪的骂声不绝于而 沈浪知道自己并没有抄袭 倒要看看他们耍什么把戏 伸手想要亲自检查 但被玄武城主拒绝 但这难不倒眼睛开关的沈浪 沈浪远远向试卷看去 发现他们这造假技术 简直可以了 诗的十六个字 的确全都是八年前写的 只不过是找到十六个字拼接后 站在了八年前的诗卷上 然后找最牛的庄本家 在诗卷摇面糊了一层 极透明的纸 最牛的是 这层纸也是八年前 但所有人的生跑生中 此时的亡连已经膨胀到了极点 他指着沈浪的一部 我妈妈 铁证如山 你这败类 还有什么情况 沈浪的老师也在一旁附和 幸亏我当年将你赶出学堂 你简直是读书人的耻辱 以后不要说是我的学生 沈浪看着他们并不辩解 只是觉得 老师这么大还出来当演 真是可怜 忽然一女子 跳出来 为沈浪把抱抱不平 沈公子 我不相信你抄袭 你随便做棘手诗 证明给他在看 在场书生都随声附和 想和沈浪比试一下 他们想的 也许这样就可以踩着沈浪上位 而李文正给推波助澜 沈公子 我出一题 如果你做的事能超过他们 便证明 你胸怀的态 没有抄袭 刚当那些都只是巧合而已 沈浪却呵呵一笑 做诗 凭什么 你们让我做就做 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再说 我有必要和你们比吗 你们这些书生中 可有一人是近视 就算你们高中近视 又如何 高中后做几年文官 幸运的话 做到一成之主 如果能做到太守 就是祖文诈点 但就算你们五十多岁 做到太守又如何 我沈浪现在就已经是万母庄园 千母豪贼了 身边奴仆侍卫上五人 老婆还是怒将军第一美女 而且还武功高强 你们奋斗一生的终点 都捧不上我的起点 你们有什么资格和我比 今天这宴会本质上 就是为我开的 我没必要做事证明自己 听了沈浪的话 在场的书生又极度又生气 恨不得一棍子 将这个吃软状的血液打死 只有王莲脸红脖子粗的 这一切都只剩沈浪 沈浪 你如果不能证明 就管做给我 当着所有人的面 承认你飘弃我的事 沈浪看着王莲 可悲啊 看你还能争扎自己 不然 王莲顶居一阵眩语 这酒的后劲挺正的 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原来 刚刚沈浪提前给了 金木兰一粒置换剂 就在沈浪长篇大乱的 嘲讽在书生时 金木兰趁别人不注意 将置换剂弹进了 王莲的酒杯中 而且 这置换剂 还有兔真剂的作用 此时置换剂随着酒精 已经被王莲快速吸收 王莲的大脑 已经不受控制 开始胡言乱 沈浪看出 药效已经起了作用 便问王莲 你是在污蔑我吗 王莲哈哈地在污蔑 对啊 我就是在污蔑 此话一出 全场震惊 所有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沈浪又问 那我有没有抄袭你 王莲回答 没有 那么牛的诗 我怎么写得出来 沈浪接着问 那是谁指使你污蔑我 王莲一指玄武成主 是柳无言 张静见王莲已经无法控制 立刻给手机闭了个眼神 赶紧把王莲拉出去行刑走 金木兰掏出一剑 拍在桌子上 让他把话说 此时的王莲 已经完全放飞自我 对着玄武成主 发泄着所有的部门 柳无言 你每天被我摇五克六打 你可知道 你小妾被我睡过八次 八次 而且你小妾还说你 根本坚持不了一分钟 你却要让他叫一克钟 搞得你很厉害的样子 听到王莲的嘲讽 柳无言立刻召来玄武成武士 将王莲插着 而玄武国绝福武士 也近来站在了王莲面前 一时间 两方人们剑拔弩张 前妻和男小三订婚 男人带老婆去吃席 老婆非但不生气 还帮老公说了三个月的过夜 前妻和男小三气红了一遍 他们是一块硬码的 果然 宴会刚开始 金木兰的表哥王莲 就跑进来 诬陷金木兰被告婚约 而后又污蔑沈浪 抄袭他的诗 甚至还精心准备了 八年前的试卷来证明 为了让王莲吐出真相 沈浪悄悄在王莲酒中 加入了秘制的图真剂 就在大家还在里面 看沈浪好戏时 王莲突然改口承认 他污蔑沈浪 而且还指认 是玄武城主柳如言指使 突然的统筝让 在场的人震惊不已 沈浪继续问王莲 是怎么样有多证据的 王莲哈哈大笑 一脸自豪地说 我从以前的文章 找出这十六个字 再找来优秀的装品大师 将这些字贴在八年前的试卷上 最后上面覆盖一层 八年前的保纸 用火焰烘烤几个试证 则不足公开诚 仿佛言语不足以证明他的技术 说着还将试卷上面的字 抠了下来 沈浪又问王莲 为什么要这么做 原来他本来自传入赘玄武国爵府 等玄武国爵死后 和舅舅许文昭一起架风势力 继承国爵府 没想到被沈浪截足先登 还弄死了他的舅舅 他对沈浪是恨之辱 而且柳无言还答应他 事成之后 会帮他通过会试 接纳他进入新城 此时的王莲已经永远不化 像一个疯子一样 虽然不是所有话都可信 但随着他将十六个字 从试卷上抠下 污蔑沈浪的事 已经很深刻丁了 张静见这局 已经进入局里 他就赶紧收尾 进入信力局 他走下台安抚沈浪 沈姑爷 王莲如此栽赃陷害你 真是丧心病 柳城主 一定会为你讨回功劳 随后他抛给柳无言一个眼神 柳无言之后信令 上报学政提督 剥夺王莲一切功名 并处防金二十金币 交与受害者沈浪 随后让首相 将王莲拉出了行星球 沈浪虽然表面拍手 对处理结果表是满意 但王莲刚才那样 侮辱金木兰的亲吻 肯定不会这么亲一方 就在王莲刚 被插着离开徐家固有处 忽然就出现了 几个黑衣人 将王莲解离 而在徐府内 宴会还在继续 沈浪主动提起了 刚刚李文正让他和在场书生 以视作师证明自己的事 刚刚觉着这些书生 根本不配合他 现在想想 也还是不敢 在场的书生 听着沈浪的话 还怒过来 他们都已经建设沈浪的地 哪里还敢招惹他 沈浪接着又说 这么好的日子 既然李大人提出来了 我拒绝的话 也有点破口气 而且对不起我这才子之人 大家听好了 我要装逼了 接下来 我这篇欺布诗 送给我的前妻徐千千 此时 众人都保持安静 瞧手以盼 沈浪迈开脚步 开始淹湿 三八千千巧书装 三天两头混新郎 一双玉璧千人枕 半点珠唇嫩人肠 装成一身胶体 贯作一副紧情长 迎来送往之多少 贯作相思类两行 这么下作的诗 还没听沈浪做完 张静和徐千千已经被欺诈 张静手中的酒杯 甚至已经被人捏作 沈浪做完诗 记得没人比较好鼓掌 又唱几歌来 千千 你是我的情人 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 用你那黄黄的嘴唇 让我在午夜里 无尽消灰 一首歌还没唱完 徐千千已经气得牙都咬出血 沈浪一脸见眼 还要紧张空心 最近盛世音乐 就这样 沈浪一个人拧了全场 没有一个人可给点反应 沈浪哀怨的 看向妻子金木兰 娘子 好像没有人喜欢我的诗 也没人喜欢听我唱歌 我们回家吧 下一秒 角落里一个冷冷的声音传来 我一姐 沈浪 今天你走不了 原来是李文正 他大声高 沈浪 你谋谱之事事发了 来人 将沈浪拿下 一瞬间 众多黑衣武士 将沈浪和金木兰团团为主 他本是被前妻赶出门的废物坠续 如今却带着国爵赴千金 参加前妻的婚宴 殊不知 这却是一场零人宴 一个个大坑正在前方 先是妖艳娼妇 诬陷沈浪睡觉不给钱 后是曾经的老师 诬陷沈浪 抄袭自己的诗 就在沈浪 带着金木兰想要离开时 更快的帽子 又扣在了沈浪的头 引一暗插时 李文正站起来 污蔑沈浪一图模仿 接着一声令笑 将沈浪扑回了钱 沈浪表面淡定 心中却无比兴奋 怕埋的雷 终于有人踩上去了 沈浪两手一摊 装作一本无辜的样子 李大人 我到底做错什么事 李文正命人拿来笔墨体验 在纸上写了一首诗 并且在上面圈出了几个字 他问沈浪 沈公子 这首诗是你书里 沈浪不至可否 这首诗确实是他书里 风月无边在玄武城发售时 他还故意改过诗里 李文正呵呵一笑 将诗拧起来给众人展示 这诗中圈出的几个字 连起来念就是 天诛金军 众人一听到这几个字 是灵情不由一振 如果是真的 这就是谋法了 李文正还继续强调 这个诛杀的诛字 还是沈浪在玄武城发售的版本中 故意修改 而以前的版本 都是诛狂的诛字 众人议论纷纷 沈浪的谋俎罪名 这次几乎是诗水 为什么说 沈浪是谋俎 原来这金军 是当今国军的义子 也是国军的女婿 他曾是南欧国的太子 而南欧国位于 越国和沙满族之间 二十几年前 越国和沙满族的长 南欧国主率领举国金瑞 作为越国的军先锋 立起了赫和长功 却不幸证识 随后越国国军 将九岁的南欧国太子 收为义子 后来还将女儿 命罗公主许佩奖 金军也是第一个 提议越国新政的人 如今这几个字 明显是对抗新婚 有某种之意 随后 李文正命令 将沈浪男性送入监狱 一定要查自他废话之中 金木兰立刻躲在了沈浪面前 拿我夫君 先过我这段 李文正笑着对金木兰说 金小姐 你们国军府 现在和沈浪换亲作戏 说不定还来得及 先做好姿势 也许国军从轻发落 金木兰意志坚定 我与沈浪夫妻一平 就不劳费心 于是 李文正催促武士上前 很紧抓住什么 金木兰移植 上前的桌子 气势十足 谁 顿时 几名武士不敢再上前一步 这时 沈浪终于说话了 李文正 你和金军关系 李文正一脸骄傲的回答 去年在国都 金军前来为国军贺受 我有性感访谈 相谈设 承蒙金军赏识 谈谈了几日 之后互相赠送诗文 被金军引为好友 所以 李拜承金军 还和他密谈了几日 真是打打包天 下一秒 沈浪画风一转 没错 这个字 是我故意改的 李文正没想到 沈浪招供这么快 激动坏了 又命令武士代步沈浪 几名武士拔剑向沈浪砍去 但在金木兰的一方 长剑舞动下 他们根本进入武士 李文正剑手下吴肯奈何 立刻拿出腰间令牌 命令张靖和玄武成主 柳成主 张将军 我命令你们 立即出动所有兵主 抓捕沈浪和一切谋谈之人 张靖和柳无言一声 另想 一瞬间 从大厅外 又进来几百名士兵 将金木兰和沈浪团团入 柳无言 甚至将自己的户符 交给了李文正 几百名人马 全部让李文正掉钱 就在李文正 想一鼓作气 拿向沈浪时 沈浪一声叹 南欧国已经死亡了 此话一出 全场人都已经 没有人再敢动手 李文正问出了 大家心中的疑虑 沈浪 你是在拖延时间吗 金军是国军义的 还是宁罗公主的货马 怎么可能谋反 沈浪淡淡说道 就是毒生宁罗公主失败 提前谋 李文正 你不是和金军情投意合 密谈几天吗 你应该清楚啊 是不是你也参与了 李文正不敢相信 朝沈浪嘶吼 沈浪你撒谎 若是金军谋反 我营业案查实 肯定比你先知道 沈浪提醒他 南欧国四天前谋反 消息明天应该就回到了 你还是洗干净脖子 回家等死吧 男人在一手势上 圈出四个字 就敢诬告别人谋反 而沈浪只用一句话 直接就让局势逆 原来几天前 宁罗公主从南欧国 秘密来动寻武国爵 他因生患怪病 为主神医安自食医治 因此 沈浪知道了 金军不杀公主 意图谋反事 而且为了这件事 金军已谋划多年 只因当初南欧国主战死沙场 越国国军却作弊胜官 见死不救 而金军表面上深受信任 其实只是个傀儡 南欧国阵完全由宁罗公主把持 金军明争暗斗多年撞在自己 如今才敢如山宁罗公主 抗越 当时的浪得知此消息后 当机立断 修补中越无边书中的诗句 将三千本书重新印刷 还有今日的语言 沈浪提醒李文正 南欧国四天前谋 国军的抵报 明天应该就回到 你还是洗干净脖子 回家等死吧 此时的李文正身体发抖 冷汗直流 他不敢相信这个消息 因为如果是真的 和金军关系紧密 他逃脱不开心 嘴硬的他 还是坚持要命如神浪 但一声令醒 根本没有人听他的命 柳无言和张静 也让所有士兵都退出去 此时的宴会等的听门 地城安静 没有人离开 人家都在赴约而同的 等待一个消息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直到凌晨零点 玄武伯爵口的金钟 已经来汇报 国都急报 南欧国主沙京 地图谋杀宁罗公主 正在更似 屠戮派去的越国官员 李文正听到消息 还在做着最后的争扎 沈浪 你们不要再演戏 谎报国军底报 只会让你们最加意 直到太守府 和玄武成主的手下 传来南欧国谋法的提报 李文正 还想贪作在地上 沈浪指着李文正火上浇油 你刚说的 和南欧国主秘密勾结一事 我已经记下来了 在场的人也都听到了 我回去就让岳父带人接翻 你就回去等死吧 李文正已经被信的面子仓了 一句话也不敢说 此一审浪三振全身 他喊出了那嚣张的心的字 一时间全场寂静 无人感应 此时 沈浪脑中战哥又起 整个场子都被沈浪震住了 本来是全场围攻沈浪 最后却成了沈浪表演 最后 沈浪来到了定分宴的主角面前 从怀中掏出一本书 兄兄 还没祝你们新婚快乐 这是我特意给你们准备的礼物 彩色金装 风月无边 祝你们夫妻生活和谐快乐 千万不要因为千千是二手而歧视她 虽然私生活有点乱 但还是个好女孩 你一定要珍惜 沈浪的话气的徐千千 眼泪汹涌而出 张静更是有苦说不出 只能强颜欢笑 还要谢谢沈浪的名字 最后 沈浪两手一摊 还有人要害我吗 没有的话 我要走了 全场还是一片忌计 没人敢说话 沈浪牵着金木兰的手 就向外走去 走到大门口又回头问 真没人留我了 那我走了 沈浪走后 所有人长须一口气 哪知沈浪又回首掏 一脸煎药 我真走了呀 沈浪回到伯爵府时 已经凌晨四点 玄武伯爵夫妇 一直没有睡觉 他们已经得到了 沈浪在宴会上 大声四方的情报 岳母大人对沈浪 这么不绝望 旁边的金木充 欲言又止 不知道沈浪 有没有在宴会上 提醒风月无边的 另一个作者 得到沈浪的否定案后 金木充伤心欲绝 整本书可都是我抄的 什么时候 才能有妹子为咒 而岳父大人 最关心的是 这次没有把太守 张冲拉下 有点可惜 但已经不错了 他立刻就行动报 举报额证 而在太守张冲路边 听着儿子 三上全都的地方 并没有责乎 你知道 不是儿子太惨 而是对手太强了 沈浪不仅有智慧 关键是 才心很手霸 如果能得到沈浪 让他登上几项之位 指日可待 于是他尊负儿子 去把你妹妹叫 儿子被人欺负 老子不仅不生气 看上了欺负儿子的人 为了自己能跟上权力的巅峰 甚至计算让女儿去勾引对方 即使对方是 已经结婚两次的坠续 张冲听到父亲的嘴巴 一时惊朗 他万万不想曾经的死对后 成为自己的妹妹 但父亲就是家里的权威 张冲根本不敢公开质疑 只能小心提醒父亲 这样不得罪阑珊的爵斧 而张冲根本不在乎 既没有权力 又没有兵力的南山的爵斧 才能看来 一个闪浪这样的人才 十个子爵斧都比了上 随后 张冲询问父亲 围攻玄武伯爵斧的事情 是否继续进行 张冲表示 需要暂时进行 如今第一个提出 新政的京军已经谋谋 玄武伯爵必定会上书抨击新政 并请国军斥责提出新政的京军 这虽是打国军的脸 但国军却无法拒 之后 玄武伯爵会再上书举报李文正 勾结京军 而这时 国军对李文正的态度就至关重要 如果国军处死李文正 用新政就只能做 反之 新政会继续实施 而且会更加激进 最后 张冲吩咐张静 去把妹妹张冲华叫过来 这张冲华号称 陆将军第一财女和第一女人 一张面孔金剧绝纹 一对狐狸眼 更是勾人心魄 为了打造这个人设 张冲没少 在他身上成功 张冲华也不负众望 整个陆将军的财子都 为他神魂颠倒 片刻后 张冲华一脸调皮地吵到父亲 张冲问他 沈浪的这本风 月如边是否抗抗 张冲华毫不掩饰地表示 他甚至都已经会费了 而且对书的作者 已神交许久 特别是在梦里 女儿如此放荡形骸 令张冲击生气用 随后他告诉张冲华 沈浪还没有和金木狼远房 就勾引沈浪 设法将沈浪拉到自己的阵营 张冲华听到后 无比兴奋 起身就要立刻行动 张冲见女儿如此猴急 生怕女儿不得逼了 提醒女儿 一定要吃死沈浪 不要白白献身 张冲华舔了舔嘴 父亲大人放心 搞政治 你是专业的 勾引男人 没有人比我专业 随后 张冲华狱卒轻轻一点 直接从窗户跳出 迫不及待地赶往玄武伯爵府 而在玄武伯爵府内 自从上次的订婚宴后 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 沈浪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 金木兰就安静地守在他旁边 这时 部位通报 太守的女儿张冲华 前来拜见沈浪 听到通报 木兰微笑着看向沈浪 沈浪顿时感觉全身发毛 赶紧解释 自己从来不认识这张春华 可能是天性第一美男子 名声过问 别人慕名而来吧 木兰调侃沈浪 找你的 可是怒将军第一美女 和第一才女 这你能抵抗 这些第一 肯定都是刷的 沈浪一脸深情地看着金木兰 在我心中 你的美貌和身材 还是天性第一 这小男腰 这翘腾 我这小身板 根本承受不住 你一个人 就能把我这的阴影不良 根本没有条件印字起 沈浪的话 听得木兰满脸轰红 心跳加速 沈浪还想说下去 木兰直接捂住了沈浪的嘴巴 接着拉起沈浪的手 我们一起 去会会这陆将军第一美女 去客厅路上 沈浪心想 张春竟然开始用美人戒了 我沈浪愿你无数 岂是你一个刷出来的 第一美人能拿进来 当看到张春华的那一刻 我靠 这不是刷的 这是靠实力上网 真是标准的美人 这要是嫁给国君 肯定是红颜祸水 张春华看到沈浪也两眼放光 心想这笔梦中 人交得还顺紧 两人足足对视了十几秒 如果这时候眼神能杀人 两个人已经被金木兰杀死了99次 张春华意识到了金木兰杀气平常的眼神 赶紧走上去 握住木兰的手一番寒暄 而金木兰一脸醋语 你今日不是专程来找我夫君沈浪了吗 张春华眼神中表现出一丝差语 没有啊 可能向人听错了 我说的是找沈浪夫 随后张春华准一副题 领出一瓶丁山雪莲提取的香水 送给金木兰 木兰这才放松 跟张春华攀谈起 沈浪对着两个美女闲聊 心中不自觉对他们坐着一脚 论专相 两个美女不相上下 论身材 金木兰更胜一筹 但比亲女人的妩媚 金木兰还是稍训一筹 说话间 张春华就准备要离开 他虽然没和沈浪说一句话 却最后留了一首诗给沈浪夫 殊不知这首诗暗藏玄机 结婚三年 老婆第一次主动亲老公 并不是因为他多爱了朋友 而是他受到了危机 就在刚刚 全省第一美女 兼第一台女的张春华 亲自干承沈浪 当两人眼神对盛的那一刻 妻子金木兰眼中已经杀起成功 最后 张春华虽然没有和沈浪说上一句话 却给他留下了一首诗 仔细看 既然是首藏头诗 连成一句话就是 丑狮瞧 妖军来见 沈浪心想 他的猜测是对的 果然是没理解 但是半夜三更 和第一美女也想偷情 想想还真有点刺激 要不要去呢 但下一命 沈浪就打消了这种情 家里的老婆还没拿下来 怎么可以分心 我天心的第一美男 岂是这么容易得到的 于是 沈浪拿着诗 飞快地冲到金木兰房间 娘子 不得了 张春华这个狐狸精 竟然勾一面 他在诗中 又有半夜去狼桥约 随后 沈浪也发现了金木兰面前指上诗 而且 那八个字 已经被金木兰捐起来 沈浪顿时后背 生出一身冷汗 惊吓 好险 幸亏我反应及时 沈浪拍着胸脯 一顿填膺 太过分了 我把他当对手 他竟然想睡我 娘子 你看我是不是很正直 很专一 金木兰一脸严肃地看着沈浪 你要没有想法 怎么会把尸写在纸上 又怎么会发现人的内容 没想到木兰心思这么细腻 沈浪顿时雅苦 金木兰却又玩耳一笑 轻轻一口轻在沈浪脸夹上 好了 算你乖了 沈浪一时陷入甜蜜漩涡 这真是打一棒子 再给他填倒 而在太守府内 此时已接近手势 张春华还在悠行地看书 并没有起身 顾约的 丫鬟不解 原来张春华已经猜到 沈浪肯定不会去 今天去伯爵埠 也只是聊不议性神了 顺便告诉金木兰 看好你汉子 老娘要准备性神了 虽然没和张春华顺利约会 沈浪却遇到了另一件好事 曾经遍体鳞伤的大傻型 大傻的体质超强 重伤半个月就 这让沈一安在世 也异常惊喜 大傻二傻相见异常心 但大傻更想回家 见自己的爹年和弟子 直到金木兰说 沈浪受人欺负 需要他的保护 大傻猛得来了精神 谁要欺负二傻 打我可以 不能打二傻 沈浪都不知道 大傻为什么对他的猛 其实原因很简单 只是因为小时候低嫩的沈浪 给了他一根糖 从小到大 没人给过他糖 也没人和他玩 除了沈浪 对于孤独和寒冷中的人 别人对他的每一点好 他都会宁静一声 随后 金木兰提议 明天给大傻测一下 金木和古德 也许他有很高的练武天赋 沈浪也很期待测试结果 大傻又高又壮 而且恢复速度奇快 这不应该是主角天赋吗 难道我不是主角 不行 明天我也得测试 说不定也身体素质爆表 是个练武奇态 第二天 金木兰的老师 同时也是越国六大舞蹈 宗师之一的中处课 专门来给大傻做测试 果然 大傻的体质 是百年不遇的练武奇才 甚至比金木兰还强很多 待大傻测试完后 沈浪绕着中处课不肯走 沈宗师 帮我看一下 我是不是练武奇才 大宗师只是看了一眼沈浪 就给出四字评诺 神不可测 随后捂着头 等紧逃离了现场 沈浪倒戏 我的天赋果然的牛逼 连大宗师都看不出来 建议沈浪去看下见到节目 学习向专家的语音的艺术 从此 沈浪有了新的目标 好好练习 赶上金木兰 以后每天折磨金木 小伙半夜爬上五米高墙 不是为了偷盗 竟是为了偷看自己老一期 只因结婚两年 妻子还不愿坦诚相见 更别提两人一起研究昆字 为了尽快履行帐篷的义务 沈浪爬上了浴室的围墙 顺便手里还带了本书 如果被发现了 也可以见 正在月光下看书 就在金木兰刚脱完衣服 沈浪看了笔血黄奔时 一声国君油脂 沈浪接着的呼喊声 打破了这美好的画面 沈浪下的书都定在了地上 而金木兰也注意到了外面的动静 全身赤裸跑出来查 一抬头和墙上的沈浪四目相对 木兰顿时羞红了脸 等一过来后立刻跑进了房里 沈浪心想 完了 这次六情戏又要练八部电影 赶紧溜了 片刻后 沈浪来到伯爵府大厅 刚进来 就被公公指责 慢慢吞吞 耽误了他的时间 沈浪拾去的上前 出一段金币地给公公 嘴上说着 请公公吃茶 心里想着 都被淹了还这么想到 公公掂量下的重量还不错 语气稍微温和 开始宣读圣诸 沈浪检举南欧国杀金谋 宣语武功 赐予太学剑生 听完圣诸 屋外偷听的伯爵这个人 面色一冷 金木兰也面色一紧 什么意思 我夫君这么残暴的同意 赐予剑生是在侮辱他吗 要知道 此时的太学 完全是给有钱人家的 学差刷学路的地方 以前就能上 完全没有含金量 沈浪不仅结合杀金谋法 还救了宁罗公主 这么大的功劳 国君赐予沈浪这个剑生身份 完全是在赤裸裸地 宣武伯爵的脸 但也能看出了 国君对新政态 随后 沈浪提醒玄武伯爵 不要在这国君心存幻想了 我们估计就剩下五六天的安慕 沈浪又自言自理 我本是一个善良纯谱之人 从不喜欢敌人的杀生 只怪这世道 伯生生把人逼良为娼 沈浪说完一睁眼 妻子岳父早早就溜了 他们早已受不了他的毒药 接下来 安静的日子里 沈浪最大的乐趣 就是偷看老夫妻 上次偷看木兰没收拾他 可能是炼老人心赵普轩 他现在抵得越来越大 已经赶扒着窗户 可这次刚爬上梯子 窗户就被关紧了 沈浪立刻怒了 第二天一早 沈浪阴沉着脸 昨晚的怒气还未消去 说 那没事了 问木兰是不是因为出身非剑 而歧视他 又问是不是因为他贪慕虚荣吃软 而歧视他 再问是不是因为他手无腹鸡之力 不会武功 没有功名 而歧视他 木兰统统否定 金鸣夫君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很喜欢你啊 是不是可怎么误会 木兰一时担心沈浪 表露出了自己的心命 沈浪终于一脸悲愤地 说出了他的委屈 既然没有歧视 那你洗澡的时候 为什么要关窗户 难道你觉得我人品卑劣 不去偷窥吗 难道我们夫妻间 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 沈浪说完 所有人都无语了 金木兰活动的两个拳套 夫君 好久没练六情戏了 我们一起练一会儿 不一会儿 房间内就传出 沈浪一声声的惨叫声 而每次练完六情戏后 金木兰都会给沈浪贴心的准备药物 一抛之后 沈浪又会变得虎口生风 自从上次听到武学宗师的典语后 沈浪也开始要求金木兰教他武功 嘴上说着 练会武功后 可以不拖金木兰的后腿 心里想的却是 练会武功后 让妻子趴在面前 藏上自己的边内 但木兰早已看穿了他的目的 他想到 每天只练很运势 就不要太兴趣 一年内在某强大的敌人 这针对戏票 玄武伯爵府和国君 终于要开战 曾因谋法 为玄武伯爵举报的李文正 已经被官队派手 十几天了 这十几天来 他度日如年 早已受脱了下 今天 终于等到了国君的旨意 没想到 竟只是罚奉一年 连官职都没丢 听完旨意 李文正都惊了 怎么那么惊 这相当于法子三贵啊 国君竟如此看重我 我一定要不辜负 他的期望 玄武伯爵府 你们挺上 而玄武伯爵 没想到国君如此双标 罚奉一年也太可笑了 这是明明着在打我脸 太让人心疼 沈浪在一旁安慰伯爵 岳父带人稍安慕自 国君 是我太学健身的时候 我们大概已经预料到结果 没必要动 岳父一本正经地问沈浪 辣 你说 我们能否守祝祖宗留下的这份基业 沈浪坚定回答 当然能 可伯爵还是一脸担忧 毕竟我们的敌人是国君 沈浪提醒岳父 先好好准备应付今天晚上吧 李文正那个疯狗 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杀到伯爵府 而沈浪早已经想好了 对付李文正的后手 片刻后 果然如沈浪所料 侍卫通报 李文正带兵来抓人 伯爵很疑惑 他来抓谁 有什么理由抓人 随后 玄武伯爵走出伯爵府 看到李文正后 一点都不可能 李文正 你气势汹汹的来抓谁 李文正回答 抓金木兰 伯爵一下怒了 抓我女儿 你要拿不出正当理由 我饶不了你 李文正朝着木兰的打声高哄 金木兰 你挥向骑兵方接纵 撞死五名 撞伤十四名平民 我作为营医巡查室 代替国军巡视天下 有权务力死害 来人 将受害者的尸体抬上来 将人正在上 片刻后 五具尸体就被抬了上来 沈浪没想到 李文正如此心狠手段 为了嫁祸伯爵府 竟真的弄死了五个平民 木兰问李文正那对骑兵 却被告知 已经被太守府打下 沈浪和金木兰 根本不相信 挥向的骑兵会故意撞人 曾经沈浪故意碰刺金木兰 也只是受了点启伤 但如今当时的骑兵 已经被抓起来 根本无法问清楚情况 此时的李文正无比嚣张 伯爵大人 现在证据却高 金木兰作为伯爵府骑兵的主管 必须跟我回去协助调查 要不然 我只好对那些骑兵用行了 毕竟骑兵队长是一名女主 不知道能否受得了 听到这话 金木兰就知道了 骑兵队长是金剑 这金剑娘武功高强 人美兴盛 非常羞俗 每次见到沈浪都会脸红 他和金木兰同时一起 金木兰一定会尽全力丢他 而这李文正的算盘 是先抓了金剑娘 抓金木兰 最后必选五伯爵去请人 到时候 总督和太守 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评论 将伯爵一网一尽 金木兰正欲上前跟李文正 沈浪一本监住了他 走到李文正面前 接着就一阵寒暄 李兄 好久不见 最近挺瘦了 这么不爱惜自己 别让你父母白发人送黑笔了 这话听得再常人一脸疑 都什么时候 沈浪你还在和他家常礼物 李文正知道 沈浪鬼迹多端 但不知道 沈浪才玩什么把戏 他还是很镇定 沈浪 不要再演戏了 你知道什么叫以卵击石吗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切手段都没有用 沈浪却演得更起劲了 李文正 你赶紧跑吧 晚了就来不及了 国军已经派人来杀你了 李文正哈哈大笑 根本不相信沈浪的福化 国军如此看重他 怎么可能会杀他 今天国军只是罚了他一年俸禄而已 甚至罚完俸禄后 还专门秘密派人去他家 给他补偿了三年俸禄的钱 沈浪一摊手 你信不信 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其实你的死期 半月前已经注定了 沈浪话音刚落 远处就传来了剧烈的问题声 仔细一看 竟是指听命于国军的飞水台高手 白天还在监狱中服刑的男人 晚上摇身一变 骑着高头的女人来抓人 对于如此嚣张的人 沈浪直接叫他下辈子 就在李文正还在招呼手下 将金木兰抓起来时 远处传来急促的男人声 几十个全身黑衣的武士 急迟而至 他们都是黑水台高手 国力署任何部门 只听命于国军 一般只执行一些重点秘密任务 回首的高手大 谁是李文正 李文正一脸惊愕 难道伯爵府的事情 竟然惊动了黑水台高手 随后他一脸谄媚地 来到黑水台首领面前 本官正是营医巡查时李文正 请诸位高手协助办案 拿下金木兰 他手劲骑兵草间人命 金木兰择无盘 可黑水台首领 并不保证说 只是让他马上不现场 所有人警察 包括他手下官兵 李文正大写 既然你们这些高手帮忙抓人 确实不需要我这些习兵信将 片刻后 伯爵府门前 就只剩下了伯爵大人 沈浪 金木兰 李文正 和一众黑水台高手 黑水台首领 向玄武伯爵报权 伯爵大人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您就当什么都没分 来人 将李文正名下 凌迟处死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惊呆了 李文正更是喜悟闻非破坏 眼见李文正被拖进 后面的车厢里 他还在呼喊 做着最后的挣扎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国军上午还只是罚奉一年呢 怎么可能招令熙给杀我 转眼瞥见 沈浪一脸笑语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沈浪你用了什么古技 竟然让国军不得起 你告诉我 让我死就明白 沈浪却紧张什么都听不懂 子兄 我每天都在家里 忙着给娘子交作业 累得腰都酸了 哪有时间哭你 随着车门关上 车厢内也传来故绝热 哭叫声 李文正到死都没想 他应该在此等死 原来 半个月前 徐千千的订婚宴刚结束 沈浪就根据行事 他该预料到 国军不会出死李文正 于是他为留后手 立刻让侍卫金会去国 都收集李文正的黑料 从而得知 李文正当中进士时 曾倾心国都花魁何元元 为此 李文正排力压群雄 做了一首好诗 获得了与何元元春宵一夜的机会 但何元元根本看不上他 一夜之后 何元元再也不愿见李文正 而恰好沈浪的风月无边出版后 何元元仰慕沈浪的才华 托人来找沈浪求诗 想凭借此诗 以花魁地会上一举夺夺魁 从而获得在太后娘娘受盾上表演的机会 于是 一条毒计在沈浪脑中产生 沈浪专门给何元元写了手名乐几十用 还帮她设计了一套绝品一曲 最后憨本通话师将何元元表演的绝品 瞬间记录进来 制成画画 果然 那晚何元元的表演经验群查 而何元元的画册也传到了国君眼里 国君立刻招何元元入宫 一代明月的魅力 果然让国君情不自禁 当晚国君就拜托何元元的群下 而后 李文正曾跟何元元那里过夜的消息 传到了国君儿里 国君感觉受到了侮辱 立刻派黑水台高手 搜查了李文正的住处 结果找到了一张何元元的园图 更关键的是 在李文正的床下 找到了一个全身扎名真的行人 小人身上还有太子的声称八字 而当时很多人都知道 李文正曾被太子指的行为不端 导致他数月没有关职 虽然国君为了避免派系斗争想 弱化此事 但只包不住 还是被太子阁知了 太子上奏祥要破的灵性 查出幕后指使 所以 国君当机立断 立刻下令飞水台 将李文正就地凌迟处死 可怜李文正到死都不知道 自己因为什么死 男人一觉醒来 竟发现好机油躺在身下 没想到堂堂伯爵虎 古眼 加号这一口 原来就在昨天 沈浪一条妙计 弄死李文正后 却迟迟不见 被扣押的伯爵虎骑兵放出来 这时 顾卫禀报 亲自扣押骑兵的 是阎山千户灵卓 他明确说 放人可以 要沈浪亲自去求他 原来这灵卓 为何灵卓区区一个千户 广和玄武伯爵虎作对 原来他和沈浪一样 吃上了五 马上就要迎娶 静安伯爵虎 270斤的三小子 这静安伯爵五招中 掌管数万特军 全是完全不输 玄武伯爵虎 他轻松就给灵卓 安排了这一个官职 于是 沈浪亲自去拜见了灵卓 一番寒暄过后 沈浪告诉灵卓 李文正已经死了 伯爵虎骑兵的事 必有隐情 请赶紧放人 果然 灵卓并不清楚 李文正的结果 但他还是一口 回绝了沈浪 并扬言 今晚就要动刑 查出幕后主使 名人不说暗话 大家都知道 真相并不重要 沈浪也不和他啰嗦 直接只让他开出条件 灵卓指了两条路 第一条 伯爵虎把人劫走 静安伯爵和太守 以谋谱之名 出兵灭了寻武伯爵虎 而这正是当初 李文正定下的进步 第二条 就是让沈浪 当纵向他的父亲 导致沈浪杀田恒的时候 林末长时间 参惊受怕 连遗书都想 第二条 其实是有当众侮辱沈浪 灵卓对此信心灵异 他觉得沈浪肯定会答应 因为自己的靠山 是静安伯克国君 沈浪只是低下头 让他羞辱一下 就可以安然无恙 但他还是低过了 沈浪的牙子地方 沈浪只是答应 回去考虑一下 明天再等他 看着沈浪垂头丧气地离开 灵卓的心态 从中都激 每当这时 他都会想象好极有王莲 只因刚年王莲忠举时 在他面前无比险 他也想让王莲看 他现在嚣张的人 他不知道的是 王莲早已被沈浪控制 半月前 王莲刚离开张静 和徐千千的定婚宴后 就被玄武伯爵府武士 秘密压到了伯爵府 可在去伯爵府路上 王莲却被两条疯狗咬伤 而看到王莲伤口的沈浪更变态 为了折磨王莲 竟又将两条疯狗 和王莲关在了一起 最后 王莲虽然没被咬死 却感染了狂状病 每天只能靠沈浪的纸腾药 解心抗控 为了得到纸腾药 他已经完全把沈浪 扬成了救世主 对沈浪人听见 于是 沈浪找到了王莲 让他去找林卓 给林卓一个惊喜 顺便晚上一起喝点小酒 请到深处 让林卓脖子上鸟力 最后相约连到第二点 夜幕降临后 林卓郑共和父亲 炫耀着今天的证捷 这时属下汇报 外面有一乞丐 自称是大人的至交豪雨 被乱棍打 而林卓隐约听到 门外王莲的叫声 才让首席将人放进来 见到王莲的彩样 林卓的笑意 不自觉挂到了脸上 王莲进来 就直接跪倒在林卓脚下 求林卓救他一命 他和玄武城主 柳无言的喜气枸起 小妾已经被沉合了 现在柳无言正在追杀他 看着曾经在自己面前 高高在上的人 跪在自己面前 林卓心里别提多爽 林卓姿态做足后 扶起王莲 答应他可以先在自己这里 作业门书 接着就要摆焰 为王莲接风洗尘 林卓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一不小心就喝多了 再加上王莲偷偷见的烟 林卓不久就倒下了 看着不省人事的林卓 王莲一口咬在了他的脖子上 第二天一早 两个全身赤裸的男人 在一旧同时醒 更惨的是 静安伯爵府来一亲的管家 正好看到了 这不堪入目的 这是无比辣眼的一幕 两个男人全身片脚不留 纠缠在一起 而这不堪入目的场面 幸好还被未分析的家人看见 男人刚要解释 神浪从门缝里看出了 我还是个宝宝 怎么让我看到 这辣眼睛的场面 我眼睛要瞎了 神浪的装腔作势 立刻让林卓反应过来 神浪 原来是你赢我 没想到王莲凤更快 他连滚带爬的 跪在静安伯爵府招应面前 这位大人 请为小明坐着 这几日 林卓一直派人找我 我本以为有什么要事 没想到这个禽兽 竟然把我灌醉 然后飞离我 林卓顿时呆了 没想到还没开口 就被王莲死了一会 神浪在一旁 真是人间惨的巨人 王莲 虽然你我曾是仇人 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你要是想告他 我伯爵府保护你 说着就要在那王莲离开 林卓气得牙痒痒 却也无可耐 这时 五招应叫住了神浪 他当然能看出 林卓是被陷害的 这一切都是神浪的阴谷 但林卓是 靳安伯爵府的未来孤零 这样的丑闻一定的闹大 会严重影响靳安伯爵府的生命 所以他只问沈浪 什么要事 于是 沈浪说了 玄武伯爵府骑兵 被林卓无缘无故扣押的事情 林卓还想嘴硬拒绝 沈浪的要求 但对五招应一声 林卓只好乖乖 片刻后 沈浪带着十几名骑兵 和王莲离开 看着沈浪等人离开的背影 五招应注意到一个细节 王莲竟然怕光 伯爵府的金龟絮 五招应看着林卓脖子上的牙印 只说 回去告诉你们父亲 原来这五招应 是当今靳安伯爵的兄弟 从小和伯爵一起 要不是因为没有此次 可能就是 继承爵位 他对靳安伯爵两如指掌 有的是犯罪 将这件事的影响 降到对象 这边沈浪回到伯爵府 自然是又受到了 玄武伯爵的一封表扬 可一波钢瓶 一波又起 侍卫通报 伯爵府大门口 聚集了无数百姓 点名要见沈浪 沈浪和伯爵 立刻出门接紧 原来 今年伯爵府封地内的 弹简都丰收 眼见弹简即将破解出 但玄武城内的弹简 主要收购商徐家和林家 却拒绝接收伯爵府封地内的弹简 并且 徐家和林家 还公开串联附建几个城市的 收购商一起拒绝接收 徐千千放出话来 要求沈浪 亲自去找他们 谈收购事业 送走一众老龙后 沈浪露出一脸奸战的表情 没想到才消停几天 徐千千又出来作妖了 事不宜迟 他立刻就赶到了徐家 一进入徐家客厅 就看到了高高挂起的 徐秀天南的牌匾 原来是太子亲自提醒的 怪不得徐家最近又嚣张起来 徐千千知道沈浪的来意 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让沈浪交出上次掩饰的紫色 和草莲色配方 他们就可以半假收购残奸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抢劫 沈浪气的转身就要离开 徐千千好心提醒沈浪 伯爵府封闭内 十万农民等着卖残检吃饭 如果卖不了钱饿死了人 他要记起零便哦 到时候 太守府和总督府 一定会出兵镇压的 沈浪气得泼口大骂 你们真有能耐 为了逼迫伯爵府 竟然拿十万人的生命开玩笑 徐千千只是笑着说 只给沈浪三天使兵 气得沈浪摔满而出 可沈浪回到伯爵府后 怒火就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还悠哉悠哉地和娘子的性情情 因为他早已想到了问题 晚上他偷偷做了两件事 一是帮丫鬟小兵全身按摩 二是在谭姐妹 灌入了一种刻骨的东西 重生后人党杀人的沈浪 如今却乖乖低头的前妻认错 不仅送上自己精心缩缩的燃料配方 还一把火烧掉了自己的放尸审座 原来徐千千为了拦捏沈浪 禁连和玄武城的丝绸商 拒绝收购玄武伯爵府封地下 农民的残茧 可怜十万农民 眼见着残勇即将破解得出 所有人将要血本无归 于是沈浪找到的徐千千 发应了他的所有条件 将金黄色 紫色和彩红色的燃料配方 双手送上 期待徐家会并且收购十万农民的残茧 可徐千千却当场出而反而 要求沈浪将没有卖出的风月无边 当着他的面全部消化 条件还只是将原来残茧的价格 全部答应 看着自己的心血被当场消除 沈浪哭得死去活来 几乎要晕入不去 而徐千千看着熊熊的火焰 和沈浪的哭响 心情真是无比舒畅 但这一切都是沈浪的表演而已 就在答应徐千千之前 沈浪已经和金木兰 连夜往上万只残茧中注入了白铃 并将它们混入了其他的残茧之中 只得了好戏开场 第二天 徐家终于开始收购伯爵府封地的残茧 即使只有六折的竞得 农民们也不得不含泪目 但徐千千又一次作妖了 他宣布只收三十万斤残茧 剩下的以后听说 可玄武国爵府封地的残茧产量 足足有三百五斤 三十万斤只是杯水车薪 而徐千千还想继续能这件事 拿捏沈浪 他们的目标是以三折的价格 收购剩下的残茧 晚上的徐家工房内 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烧水抽丝 此时的工房内温度很高 要知道 雷灵的燃点只有四十 突然一个残茧燃烧起来 一瞬间就点燃了储藏室内的所有的 燃烧速度之快 根骨用水浇灭 而整个工房内 残茧 五框 柱子 房梁 全都是一人物 不到半个时辰 整个工房就陷入了火海之中 在玄武国爵府的城墙上 沈浪喝着茶看着报 早已等待着观看现场直播 只见工房的大火 照亮了整个西边的天空 沈浪感叹 今晚月色的真理 而在徐府内 在工房着火时 徐老爷正在大摆宴席 和好友庆祝今天的圣灵 突然几个工人 飞奔着跑来碰到 工房着火了 全都烧光了 听到这话 徐老爷一时不敢相信 甚至还一拳打向工人 以为工人喝多了胡说 徐千千此时还算冷静 立刻让下人被马车 亲自前去打 等徐千千和徐老爷赶到的时候 整个工房 已经被几百名士兵包围了 他们不是为了救我们 而是为了防止火生 因为工房已经不用救了 都会烧完了 面对熊熊的火 徐老爷却遍体冰冷 他所有的酒意 早已消失的无影中 这可是徐家几十年的鸡眼 几代人的兴许 现在群怒 冷静下来的徐老爷想到 平时嚣张无比的神浪 又是鞠躬又是道歉 而且还亲自烧了自己的书 这一切一定是他的命 他立刻拦住柳无言成主 请求他前去伯爵府抓人 可柳无言早已经被神浪惩怕了 只是敷衍徐老爷 目前没有证据 无法抓人 徐老爷还想抬出太守府 总督府压柳无言 关键时刻 还是徐千千比较冷静 他提醒徐老爷 现在关键是要先摆脱目前的困局 我们已经收了西域商人 几万金币的定金 如果不能按时交货 不仅要赔上双倍的赔偿金 还会毁得徐家的招牌 徐老爷此时还清醒过来 并为女儿接下来 徐千千提出 先去解林家的工坊 此时我们同仇敌开之下 他一定会解决 这时 林沫的声音从背后响起 不用轻松 我把工坊无条件借给徐家 等渡过了这个难关之后 我们联手 弄死沈浪这个畜生 将他扒皮抽筋 纯王齿寒的道理 林沫是懂的 沈浪报复完徐家 早晚要轮到自己 虽然工坊接到了 但还缺少最最关键的东西 那就是残浅 而现在能拿出这么多残浅的 只剩玄武伯爵 报应来的如此之宝 接下来额定徐千千去求沈浪了 前妻昨天还是高高探上 等着沈浪去求他 今天却忽然转变态度 低三向四地去求沈浪 只因一大火烧掉了 徐家布庄的全部货物 眼见交货最急 他不得不去求沈浪 将伯爵普通地心的 所有弹景 带给徐家 否则徐家不仅要 背负大量违约金 会给徐家的招牌 徐千千求见沈浪时 沈浪正在忙着 给押分小电话 人体艺术化小 在经过一个时辰的等待后 徐千千终于见到了沈浪 他不敢走现出一丝生气 反而一零零零的性命 沈浪看得出 徐千千今天是进行了 一番精致的打扰 简直是风月无边的cosplay 而沈浪却表现得一脸严肃 待沈浪坐下后 徐千千能出一笔风月无边 就开始了对沈浪的激进夸赞 甚至还能背出书中的诗句 简直像沈浪的真书不一样 但沈浪却是一言不发 继续一面相待 最后 徐千千无奈走到沈浪面前 一弯腰露出了凶前的门头 直接撒起了娇 沈公府 一叶夫妻百日摁 奴家知道错了 奴家认输了 求公子收了神通啊 沈浪果然吃软不吃硬 要请徐千千坐下 直言道 我知道你并没有回忆 只是逢场作戏 为了保住徐家的生命 甚至 你还觉着玄武伯爵府 马上就要覆灭 等着看我的笑话 今天我们就得上一诗 徐千千也直接了当 提出要以高出市场价 五分之五十的金格 收购伯爵府封地下的所有参见 沈浪直接喊出森林 听到这话 徐千千娇躯一阵 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 心想这件的歌 是等于徐千千的 徐千千还想提醒沈浪 如果不慢 封地上的十万百姓 肯定会挨饿 甚至发生灵便 哪知沈浪一句话 徐千千噎死了 我们可以自己抽丝粉之 你家的工人 应该都还没有去除 徐千千气得牙都咬出血了 也不再装枪作势 沈浪你不留一点后路吗 太守和总督 围攻伯爵府待机 如果你答应我的价格 到时候伯爵府导吧 我可以保你父母和弟弟无忧 沈浪并不在意他的话 起身送客 假装要赶快去建作坊 招工人 眼见交易无法完成 本来打算三折的收购金的格 现在成了三倍 徐千千气的江首公的 风月无边思路 就在沈浪即将走出门时 徐千千无奈答应 三倍就三倍 沈浪你拿着这笔钱金关态 四日 徐家抵押了所有店铺 从影员辉又带出了六万金帝 还凑不收购的情况 此次交易封地的农民 正在盆满锅们 都陷入了欢乐的海洋 伯爵也能抽税一万八 真的实现了双银 但也正如徐千千所说 伯爵府的危机才真正开始 在伯爵府和徐家进行谈检交易时 一直没露面的徐家孤爷张静 正在抓紧联络 参与围攻玄武伯爵府的各家事 并且 金安伯爵也参与了这场危景 甚至金安伯爵的孤爷林卓 还成了这场危机的急先锋 在街上的日子 他像疯狗一样 不断地在玄武伯爵府封地的边界 制造各种摩擦 致使玄武伯爵府士兵 和太守千户所士兵 爆发了几十次冲突 幸亏每次事态升级时 都被金木兰镇压下来了 就连玄武伯爵夫人的清歌 镇远侯苏能 也只因国君一个封他为 镇国大将军和太子太保 这些虚执的旨意 就迫不及格的南往国都 将来入了新城牌 另一边太守张冲 还找到了玄武伯爵府的 大帅主引员会 引员会承诺 一旦玄武伯爵府失去金山坊 引员会就会要求 玄武伯爵府偿还债务 并借机索取玄武伯爵府的 最低收入来源望牙榜 此时的玄武伯爵府 完全是孤立无援 成为了戴财高养 可在这种危急时刻 沈浪还在加盲着钻研他的法污 不过这次的模特是娘子金木兰 而且还是金木兰主动 要给沈浪那摩托 好像一家人完全不在这场危机 玄武伯爵府陷入了一场危机中 总督 太守和周边的侯爵贵族 正向密谋联合围紧伯爵府 可在这种紧过时刻 玄武伯爵府的人依旧每天悠哉悠哉 沈浪身上更是看不出半点紧张 他每天除了给丫方画像 就是给娘子画像 这天侍卫禀报 镇远侯之紫苏剑庭求警 紧金木兰过去 听到这个名字 沈浪立刻变了脸色 他起身就在自己的仇人墙上加上去 原来 这苏剑庭是金木兰的表哥 还曾是木兰指负为婚的对象 只因八年前 苏家私伙的婚约 从此两家关系破裂 断绝了来往 片刻后 沈浪陪同金木兰来到会客厅 他倒要看看苏家人这个时候 来甩什么花招 这苏剑庭也算是容貌气质俱假 想到金木兰曾是他的未婚妻 沈浪心中不由 产生了更多人意 原来 苏剑庭这次来是按照苏老太太的吩咐 邀请伯爵夫人带着儿子女儿女婿 去侯爵府小住起 说是小住 其实是听说围剿伯爵府的事情 让伯爵夫人过去避难 但伯爵夫人一口围绝 发誓 就算死 也要死在伯爵府 八年前两家决裂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苏州的女 现在生是金真武 死是金真武 玄武国听到夫人的话一阵感动 心想 晚上他好好抱他夫人 苏剑庭见说不动伯爵夫人 便提出 临走前要和金木兰比试几招 金木兰看着沈浪 沈浪意识到 这可能只是苏剑庭此次到来的真正努力 沈浪朝金木兰点点头 他也想了解一下娘子的真正实力 于是 二人来到房外开阔了 经过九九八十一招后 沈浪发现金木兰越来越吃力 而苏剑庭却更加从容 最后 两人手中的剑碰到一起 将有人瞬间打开 金木兰的女婆被恨 苏剑庭从容定定 明显是苏剑庭更胜一筹 苏剑庭一拱手 表妹 承让 我曾与五持唐颜比剑 他的一招天外留心 我接十次 十次都接不住 说完 苏剑庭就转身到辞 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金木兰打不过他 更打不过唐颜 而这唐颜正是和玄武伯爵谱 争夺金山的近乎伯爵 听完苏剑庭的话 金木兰哭着扑到了沈浪怀里 夫君 我连苏剑庭都打不过 怎么打不过那个五持唐颜 若我输给了唐颜 三战就输了一阵 或许就会导致 我们永远失去金山 那我就是家族的本名罪人了 沈浪只能安慰金木兰 沈浪子 我想你保证 你和唐颜一致 一定能用 金山岛之争 我们也必须 我会把你培养成天性第一高手 金木兰的点点头 表示相信沈浪 因为沈浪从来没有让你失望 沈浪又在金木兰耳边 渐渐地说 既然相信夫君 那你晚上洗澡 可以不关窗户吗 木兰装着没有听见 推开沈浪 扭头就抖 这么甜蜜的时刻 这个流氓 变成了攻击 为了帮金木兰提升功力 沈浪想开启 X光眼睛 先帮金木兰能减成他身体 没想到 竟然能看到金木兰体内 血润的流动 刚躺下时 金木兰还怀疑 沈浪是不是又想办法这便宜 当沈浪说出 金木兰曾受伤的三个位置时 金木兰惊呆了 夫君确实是有所感受的身体 沈浪向金木兰保证 帮他将这几处 受损预计的金木清理后 功力致首地提升一场 最后经过木兰的科普 沈浪还知道了 这个世界的全身血脉 还有颜色之分 而木兰的紫色血脉 是品级极高的天赋 但最顶级的天赋 是黄金血脉 次日 钟楚克在大傻 离开伯爵府 去山上修行 离开时 沈浪顺便死了 下山的血脉 没想到 大傻竟是最顶级的黄金血脉 难怪钟楚克 一眼就看出了 大傻天赋 要收他为关门地 除了提升木兰的功力 沈浪清楚 如果要打败唐妍 最重要的是要 克制他的那招天外流星 于是他翻遍伯爵府的武功秘籍 但还是没有找到破解者 最后了解到 这天外流星 是天涯海德的正格之宝 天涯海德是当今世界 最重要的武功秘籍 于是 沈浪打算带金木兰 直接去美训 可没想到 经过长途跋涉 他们连天涯海德的门都进不去 美男子为了帮妻子 寻找武功秘籍 差点失去了自己的第一次 就在沈浪在金木兰 浓身射水 来到天涯海德时 却因没有过满贵人 被拒之门外 幸亏天涯海德 还有一个规矩 只要能解读出 天涯海德十顿挑战中的 一道终极问题 就可以进入阁内 尽情查阅资料 作为这个世界 最顶级的学术组织 这些难题涵盖各类学科 也基本都是 这个世界的终极问题 之前放出的十道题 目前已经被挤出了七 如今就剩下三道题 而这剩下三道题 已经足足三年 没有人能够解答出一题了 但没想到 这要牛逼的学术殿堂 让人回答问题 竟然还要钱 足足无补金币 沈浪只好递上一代钱 才得以和金木兰进入阁 接待的老头 将沈浪和金木兰 带入一个行程间内 让沈浪从天文 武学 哲学中选了一题 武学和哲学 脑中的智能电脑 都派不上用场 沈浪只有选择了天文 老头递过来一张纸 上面只有五个大字 太阳有多的 随后老头一脸轻蔑地 看着沈浪 解不出来 就不要浪费时间 金币不退 你们随时可以离开 沈浪只是淡淡地说 我已经知道几个方法 随后沈浪 先是用小孔成像的方法 测出这个星球 到太阳的距离 是太阳直径的109倍 接着在绝对的正午时分 测出尺子 在太阳下的影子长度 然后经过一系列的计算 得出太阳的直径 是298万 但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搜索况 了解下太阳动静的几个方法 老头听到沈浪的答案 一脸震惊 颤抖双手 拍着沈浪的肩膀 小伙子多分 真是少年天台啊 刚进门时 他还觉得沈浪配不上金木 现在就觉得 金木人配不上什么 随后 老头就将沈浪 引入了一个聪明 各种图书典型的订阅 老头一进门就发 玉娘 接客 玉娘人未来 生鲜套 遭老头子 要见什么 给你一个时辰自己 一个风鱼的美人儿 鸟鸟走了进来 来约三十几岁 当他走过来 看到沈浪这个美男子时 立刻变了态度 亚生说道 这位公子 请问您要借阅哪一本书 说着 还向沈浪压了上去 就在沈浪享受玉娘的温存时 另一边发生了一件好事 曾和王莲睡一觉 并被王莲咬了一口 林卓发病 而且 林卓还接连咬伤了 金安伯爵 好几个人 此时的疯狗病 还无药可治 为了阻止疯狗病继续目眠 金安伯爵狠心向令 忍痛烧死了 自己的几个儿子和小妾 但却被林卓逃跑了 为了报复沈浪 林卓偷偷来到了 寻武伯爵府附近 想要咬伤几个侍卫 将疯狗病传到寻武伯爵府 就在他将要动手时 却被手下一个士兵 从背后一剑捅穿了心 荒场一命呜呼 原来 士兵是金安伯爵的 一子五人豹 当知道林卓 就是那个导致 静安伯爵府 死伤十几口的罪魁祸首 早就想一件砍死他了 而在沈浪前妻徐千千那边 徐千千拿到了 沈浪的紫色和产红色 忍料配方后 为了利益最低 他不顾所有人的劝诊 将所有布匹 都忍成了这两种 为此 他又收了西域商人 五万金币的定金 加多布匹的产量 如果这次布匹 全部顺利卖出 徐家不仅不会赔 他会弄正眼睛 可狡诈的沈浪 不这么好心 让他们顺顺利利 他早已给徐家挖好客 马上就要到徐家交货的日 沈浪给徐家来的地雷 终于要正乎 这天也终将成为 徐家货产的日 几个男人只是换了件衣服 就全身红肿 口吐开门 窒息了 自从徐千千 达到了沈浪的紫色 和彩红色人料配方后 徐家就将所有布匹 都忍成了这两种 今天正式给西域商人 交货的日 几十个西域商人 眼睛盯着这些丝绸 他们可以想象 这些丝绸 一旦运到他们的国家 会引起怎样的婚众 眼前的不是丝绸 简直是金纱 而徐千千也很不难上 特意给西域商人 制作了衣服 作为贱命 几十个西域商人 迫不及待地进入房间内 想要换上新衣服 正在徐千千畅想着 徐家将一线子 有十几万的金币入账 而大赚一笔的时候 忽然房间内 发出一声惊吐 听到声音 徐千千第一时间 闯入房间内 只见有的西域商人 全身红肿 臊痒难耐 甚至有的人 已经开始口吐白沫 无法呼吸 眼见有的商人 将要窒息而死 徐千千却不知所措 无可待会 而没事的商人 也想着魂飞过走 立刻要求徐家退钱 并赔偿损失 眼见如此混乱的场面 徐千千知道 徐家已经完了 她眼前一背 全身失去了知觉 在即将倒下时 幸亏未婚夫张静 及时到来 捂住了徐千千 徐千千 一向就控制不住 任由满意 而张静则立刻调兵过来 先镇住了场面 徐老爷见到这种场面 立刻就想到 一定又是神浪搞得过 虽然他不知道 神浪是怎么做到的 他猜得不错 这正是神浪挖的坑 在他给徐千千的配方中 神浪加入了 可以使西域人 过敏的十几种食量 而徐家检测配方式 只会检查颜料是否褪色 他们根本没有过敏的代言 张静也意识到 徐家这次肯定完了 他立刻将情况报告 给太守父亲 此时的太守府内 影员会使者 正在外会太守张冲 他提出自己 有一个表妹 可以借给张静 不仅不要台里 还会奉上十万金币的驾照 而张冲对张静的主妇 只有一句话 张家不会毁约 也不会退婚 让张静处理好婚约 影员会使者 只是在一旁提醒 一般一个人崩溃自杀的时间 24个时时之内 听到父亲和使者的话 张静心中无比诚 一无可 晚上张静回到徐家 徐千千已经病床上 脸色销售仓妇 徐千千主动提出退婚 可张静却目光充满了恋爱 显得尤为温柔 表示会对徐千千不离不弃 并抚摸着徐千千的头发 等他安心入睡 待徐千千入睡后 张静找到徐老爷 此时的徐老爷 还在巅狂之中 目光充满了无尽的怨度和仇恨 还指望着 搞跑玄武伯爵府后 将沈浪剥皮抽筋 张静只是探定 端住一碗汤蔑 让岳父先特地休息 徐老爷没有任何疑心 端起要一眼 当他还要接着继续问候 沈浪祖宗十八战时 只感觉全身颤抖 肚子中一阵脚痛 接着一口鲜血奔出 他刚喊出一句 药理有毒就栽倒在地上 徐老爷临死前才意识到 这张静比沈浪毒多了 也许他此刻已经后悔了 而张静解禁 随后 张静从怀中掏出一封遗书 上面完全是徐老爷的自己 张静将遗书 放为温泉的地方后 又回到了徐千千的房间 看了未婚妻最后楼 在他离开房间锁上门后 立刻出现了几个黑衣人 在徐千千和徐老爷的房间上 拨上了油 乌一块 整个徐家就陷入了一片火海 徐千千的房间那个大海龙 张静坐着门口 去假装听不见 这就是张冲所谓的 不能退婚 次日 徐家大火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玄武城 徐家家主 徐家三体 徐千千全都被烧死 徐家只剩下徐老爷眼盲的母亲 和年幼的小孩子 张静为了救徐千千 几次冲进大火中 导致全身烧伤 真是情深一种 现场虽然徐老爷的尸体 烧得面目全非 却找到了徐老爷的遗书 遗书显示被审浪所害 让女婿张静为他报仇 就在张静替徐家安葬完后事后 坟墓边却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徐千千竟然没有死 这个男人真会演 昨天亲手烧死了自己的未婚妻 今天就哭得死去过来 此时的徐家上下 几乎全部死了 只剩下一个下瘾的老母亲 有一定没用心 张静挺身而出 扛起了孝子大旗 为徐家操奔丧事 张冲更是亲自前来表演 一时激动 更是将徐家老母亲 化为孕 这炸裂的演技 一时间 全程都为之动容 大胆张家有情有恋 三日后 徐家妇女出病 张静依旧披迷不醒 不得昏天了 徐家老母于心不忍 想要当众撕毁婚书 还张静未婚之身 张静却一宝夺过婚书 如同珍宝一般 揣入怀中 然后 她冲到徐千千的墓碑面前 一拜天地 二本高堂 夫妻对不买 最后 张静当着所有人的面 大声呼喊道 从今以后 千千不再是我未婚妻 而是我正式过门的妻 一辈子如此 生生世世如此 再常人无不为张静的痴情所振 如此情深意重 真是天堂 葬礼结束 两个人影悄悄来到了墓 他们拿着铁锹 撬开了徐老爷的棺材 结果发现 棺材里面 什么陪葬的宝物都没有 两人一脸晦气 根本不搬 他的棺材就扬长而去 随后 一个身穿校服的女子飘然而至 她一点点将徐老爷的尸体 放回棺木之中 然后双手捧 让徐老爷再走 买好徐老爷之后 她跪在地上泪流抹面 发誓一定会为父亲报仇 没错 她正是侥幸没死的徐千千 原来 在徐千千的房间下有一间密室 在西域商人出事后 徐千千亲自去检查 审浪给的染料配方元件 是否有问题 结果在配方的背面 当前有个大负 徐千千虽然不堪相信 这当作使得那么离间 但还是多了个心意 在密室内备了几天的食物和水 就这样 在火灯发生后 徐千千在密室中 躲避了几天才可以动 而此时 玄武伯爵府即将垮掉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大江龙 在玄武伯爵府的封地内 却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他们全身纹身 手持弯刀 一进入伯爵府封地 就烧杀抢掠 竟是东海上的海盗 幸亏伯爵府巡逻骑兵 及时赶到 巡逻队长京城提着剑 向海盗头子冲去 却被海盗头子一招打落马下 明显两人间实力差距过来 那海盗头子 全身纹满女人头像 脖肩挂着金色骷髅项链 正是海盗王 愁天威之子仇销 阴气逼人的金剑娘 立刻骑马立于京城之前 试图阻止仇销继续前进 却被仇销调戏 自己不会杀他 还要将他争取作小器 随后 仇销冲向金剑娘 在两人即将交手之时 伯爵府第一高手金士英 及时拍马赶到 接下了仇销的弯刀 紧接着 玄武伯爵出现在了仇销面前 仇销见到玄武伯爵 在马飞上行路 见过岳父母的人 接着又在人群中扫了一圈 怎么不见木兰娘子来接我 玄武伯爵根本不见 只问他现在来干什么 缓恐的时间还稳 原来 上一代的伯爵 为了效仿先祖金咒 雇佣了三千军队 和一组支舰队 想要扫除东部海面上 所有的海盗 夺取群岛 扩张家族领地 结果全军覆灭 海盗为了报复伯爵府 疯狂扫一年海地 尤其是望牙宝 无奈之心 上一代玄武伯金语 和仇销威 签下了 怒朝城停止条约 赔偿对方十万金币 这笔赔款尊三十年红青 每年连本代息九千金币 一般都是每年春节前一个月 求天威派人来要钱 但是今年 他们却早晚两个多月来 求肖回答伯爵大人 到处都传遍了 伯爵府覆灭在即 我两月后再来 恐怕伯爵府只剩一片尸体 我想将金木兰先代表 我可不想他 跟着你们一起死 玄武伯听到这话 面色一寒道 士英 冻水 金士英拔出动剑 正马加速 朝着仇霄风驰电撤 仇霄却依旧骑在战马上 一动不动 目光不现 两人瞬间交错 金士英大剑猛的展现 仇霄弯刀变化出 当一声巨鲜 火星刺剑 金士英的大剑猛的断裂飞了出去 胸前凯脚出现了一个裂股 和一抹血迹 而仇霄胯下的战马一声惨鸣 后避一出鲜血 直接倒下去 仇霄知道应通不过 给自己找了个台阶 玄武伯 我婆娘既然不在 那你赶紧给钱了 玄武伯爵望着眼睛 这个嚣张伐扑的海盗 心中想起了神浪法 岳父大人 这个仇霄是一个宝贝 是我们玄武伯爵府 一举击本张冲的宝贝 是我们伯爵府 彻底脱困心中 一劳永逸的宝贝 一定要留下他的信用 合适的时间才能设置 仇霄 你今年来得太早 我们先给你三千金币 剩下六千 期限一到 立刻就跑 然后玄武伯一挥手 金会抱着一只箱子过来 里面装着三千金币 随后 一个海盗上前 将金币抱着过来 求消一注名 才扬长下去 玄武伯爵府 已经面临各方势力的减刷 甚至海盗都已经打上门来 沈浪这个专门 却还在天涯海德内 乐不思数 此时的天涯海德内 沈浪手里 正在这一口 砖仔细观察 那天外流星的秘籍 正是记录了自己的砖 风韵游存的玉娘 坐在旁边固定的头位沈浪 沈浪还是第一次被美女 聊得着急不住 玉娘让沈浪 猜猜姐多大 沈浪也不问 让她哪里多大 为了表示真诚 就说了一个精确的书 23.5 玉娘听到后 笑得花枝招着 还娇声说道 讨厌 人才才18岁 这话听得一旁的同事 都感觉羞愧 真是人心不服 你18年前就说自己18岁 现在还18岁 两个老同事咳嗽下 提醒玉娘注意分寸 也提醒沈浪不要上当 没想到引来玉娘的怒骂 两个费劳可什么咳 别污染了空气 气得走了客人 转头又娇滴滴的笑着 为了沈浪一个高点 并告诉沈浪 其实没必要戒约这天外流星剑法 自从凌海剑王崛起之后 这些年来 戒约她的武道宗师非常多 但是没有一个能解读出的 有一个那个宗师 甚至蹲在这里一年异 也没能够解读出 沈浪问那大宗师是谁 玉娘说是钟楚客 沈浪黑黑一笑 原来是木兰的师父 怪不得她说 沈浪破解了天外流星 别人无法解析 沈浪却可以用她那太合金的 透视狗眼 将玉砖上的每一个纹路 每一个图形完整的扫描 记录下来的分析 半个小时后 她已经将全部内容 记录到当委内 这密集果真和她猜得不错 密集分为正本两面 一阴一阳 心生相渴 随后 沈浪就跟玉娘 依依不舍的目光中 起身告词 回去的路上 沈浪和金木兰共骑一马 木兰将沈浪破解怀中 忽然金木兰闻到 沈浪身上有女人的香味 沈浪还想搅便是 玉砖上的香味 木兰猝一顿发 郊区轻轻一跃 落在另外一匹骏马上 让沈浪一个人骑马 沈浪还在继续搅便 娘子 当时玉娘要坐在我腿上 我一分钟就抽策了 我说 这是另外的家庭 最后 她才在我旁边坐下 人在乌云下 还有囚鱼 也不好看过 没想到 沈浪说了一顿亏 木兰只回了句 你竟然连她名字都知道了 女人关心的重点 确实让人搞不懂 见木兰犹言不尽 沈浪直接一招苦肉计 夺取同情 她一通缰绳 哎呦 我要掉下去了 木兰咬牙切齿 真心能摔下 但下一瞬间 她娇躯又猛的跃起 如同燕子一步 落进沈浪的马上 一顿拢住沈浪的高 沈浪搂紧木兰 在她耳边揉声 娘子 你真好 你永远是我心中的唯一 其他女人在我连你 就如同路边的眼花 我们都不小心碰你 把偷心说的 这么清新说的 沈浪忍不住 将木兰摟得更紧 还把头埋在木兰胸前 手也慢慢地不老实 忽然沈浪抬起头 娘子今天洗脑了 随后还把手收了回去 木兰心里不禁怒骂 渣男 你又那么紧 哪有时间洗脑 让你站得平 你倒还嫌弃起来 但她还是不自觉地 纹了纹身上 不会真疼 随后 木兰加快速度 不一会儿 他们来到了一个湖边 一停下来 木兰就低着头 一声不吭 自己途边走去 至于是两人一起 喜冤殃狱 还是男女昏狱 各位老铁自行联系 男人只是说了句 妻子身上有味 妻子就不穿那衣 跳进了湖里 沈浪和金木兰 为了破解唐烟的 天外流星剑法 去天涯海阁寻找秘籍 长途爬射几天 木兰都没空洗脑 沈浪抱着木兰 一脸嫌弃 于是金木兰的一甩脸 在这路上写着也走 洗完后 月光下 沈浪躺在木兰的大嘴上 一脸惬意 木兰也感觉到 非常的甜蜜 有一种恋爱 沈浪给木兰 讲了一个 嫦娥奔月的故事 讲完后 沈浪问木兰 月亮上 只有吴刚和嫦娥两个人 为什么嫦娥 一直能管得真操呢 木兰回答得很安穷 因为吴刚深爱着嫦娥 不忍心玷污她 错 因为她叫吴刚 刚不及 木兰猜到了 肯定是不正经的 沈浪又问木兰 为什么嫦娥 一只养和一只兔子 木兰不想回答 因为她知道 肯定又是不正经的 老铁们谁知道 讲了一朵喜红花 提示下 肚子爱吃胡萝卜 这浪漫气氛被破坏后 沈浪说起了正事 娘子 天外流星的这招剑法 至今无几 你知道这招剑法的缘由 这几天 我出了条性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今天终于喜红了 木兰立即得起了精神 正经微坐 请沈浪刺激 沈浪威威道来 练习这套剑法的人 如此一来 她的血液和体内 就存有大量的特殊金属 整个身体 就会形成一种磁场 当她释放内力 和珍奇的时候 也带着天然的磁 天外流星使用时 会形成磁力龙卷风 别人一旦接触 就会被蝉飞出去 木兰听得入迷 一脸佩服 夫君可想出了破解之法 金山岛之争 马上就要到来 现在练习不知道能来得及 当然有 两个时辰保你胸 龙卷风虽然强有无法 但是她的风影 就瞬间破解 还有关键一点 一唐颜决斗时 一定要用力解 木兰独叹 难怪这一代剑王李千秋 要杀地欺负 因为这破解之法一旦暴露 南海剑走的霸叶 瞬间瓦解 沈浪却有点不开心 这么简单的破解之法 我如果多动动能乱 应该也能够想到的 也不需要千里迢迢浪费时间 来天涯和尝密集 沈浪这就有点矫情了 木兰柔声哄 夫君最厉害 是天下最了不起的人 我们就当时出门游玩一趟 随后还在沈浪网上 献出了一枚香蜂 就在沈浪要有进一步动作时 金木兰一步进去推开 第二天 沈浪和金木兰 一起回到了伯爵府 正好太守张冲和总督使者 袁无忌也来到了伯爵府 他们最后一次询问 玄武国是否接受 金山岛和近海伯爵府 一分为二的提议 而玄武伯爵已经收到消息 国军的钦差 此时已经来到了玄武城 他们两个此时紧轻轻地过来 只不过是族的过场 在玄武伯爵拒绝他们之后 预示着各方势力 绞杀玄武伯爵府的号角 就正式吹架 金山岛之争也正式拉开文幕 刚入夜 玄武城就已开始宵禁 玄武城的士兵 几乎倾巢而出 赶往伯爵府 玄武伯爵一家 也早早地就跪在了门口人街 足见伯军钦差的尊贵 原来钦差是伯军的第四子名针 后面还跟着总督祝荣和近海伯爵 这一夜是关伯爵府的命运 也是沈浪重生以来第一次图论 他甚至愿意把金山岛的七成收益认出来 可换来的 只是别人的一脸冷漠 国军第四子宁针 作为钦差 带领总督祝荣 亲自来到玄武伯爵府 而且一进入伯爵府 就宣布要接管伯爵府的防御 随后宁针宣读国军旨意 两位爱卿 因为金山岛之争 多有摩擦 无业不能寐 特派四子宁针前来调解 亲此 当然 这不仅是一道旨意 相当于宣布了 国军作为剿灭玄武伯爵府的总导意 众人坐定后 宁针目光四处转动 想要寻找国爵府 坠续沈浪的身意 听说他是玄武伯爵府的智囊 一旁的宦官 简直是四王子肚子的随虫 替四王子向玄武伯问道 为什么不见人家坠续沈浪 玄武伯只能借口沈浪 身体不舒服 怕把病传染给四王子 其实沈浪只是在后台 准备上场表演 宁针站在一心 别紧张 我和祝董都这次只带着耳朵 不带嘴巴 你们什么都可以讲 话音刚落 近海伯爵就先向守围墙 直接扔上来一堆材料 这些都是我们唐家绘制的金山岛图测 不及的 足以证明 金山岛自古以来都属于我唐氏金 宁针非常满意 询问玄武伯有什么证据提供 有什么话要说吗 玄武伯却很耿直 只回答四个字 我们 对 气氛一下有些凝重 宁针的脸面实在有些挂不住 什么意思 别人准备这么多 你就四个字打发我 宁针只能朝着总部更孝道 一嘟嘟 看来我们的面子还不够 玄武伯却答非所问 按照越国律法 作为封臣 我们家族是有独立防御群 怕封军来了 也无权接管伯爵府防御 这话一出 宁针脸色铁青 玄武伯一家 这是自寻死路吗 竟然公然撕破脸 按照祖宗律法 还不该有亲政 接着 玄武伯起身 朝着靳海伯攻身跪下道 堂兄能够进入书房一看 没等靳海伯回答 宁针就做出指示 既然玄武伯邀请 靳海伯就去看 于是 靳海伯带着柿子唐女 跟随玄武伯进入书房 书房之内 沈浪早已经走破的来 短暂沉默后 沈浪首先开口 靳海伯 一百多年前 海扣横扫你家封地 要不是我今世祖先 你唐家早就负面了 靳海伯眉头一皱 他最不愿意听到的 就是这个耻辱的意识 沈浪接着说 我们家族对你们的救命 知安岂不堪 答应好的事情 你们作为子孙 怎么好意思反悔 原来在一百八十年前 金氏家族的一位 叫金咒的仙人 忽然死而复生 之后的人生 简直如开挂一样 从废物到底尖高手 仅用了不到五年时间 他更是率领大军南征北战 暴走吴国 碾压楚国 将自己的封地 获得到五千公里 而当时的靳海伯 却屡战一半 封地越来越小 还从靳海伯 将为了靳海伯 金山岛一开始 确实属于 靳海伯爵府的领地 但却被海盗夺取 后来玄武国金咒率领大军 将那一代海盗奏出使 将沿海几十个岛屿 都抢回来 结束了越国 长达十几年的海了 为了表彰金咒的功劳 那一代的国军 将金山岛赐予了金氏家族 就此 金氏家族和唐氏家族 彻底决裂 反目成仇了 但后来 金氏越来越弱 唐氏越来越强 两家为了争夺金山岛 勃过血牛 最后由上一代国军限制 以二十年为一的周期 双方进行文武比试 谁赢了 就拥有金山岛二十年的使用权 可惜二十年前 玄武国绝辅输了比试 所以失去了金山岛的一代海盗 如今这一代的唐氏家族 人才也远远超过了金氏家族 唯有电视探花式的唐女 无有武士唐年 是当之无愧的天南第一年轻高手 这次的金山岛之争 唐家几乎是胜不去的 可对于那些屈辱的历史 唐家并不想承认 唐允跳出来道 你说一百多年前 我家将金山岛主交的金氏家族 可有契约 可有凭证 这就是最恶心之处 这份契约本来也三 金家这份在先祖金州暴毕之后 逐步进了宗路 另外两份在近海伯爵和国军那里 他们却避破不提 神浪明白他们不会承认 便开始和他们讲道理 为了自保 此时我们两家应该团结一心 怎可互相厮杀 唇亡齿寒的道理 你不懂吗 沈浪虽然说的句句有理 但唐允只无耻为了句 死道也不死 这话再恶毒不过了 就像是汉奸一样 理直气壮残害同胞 沈浪几乎是向近海伯哀求道 近海伯 我们之间不能不自相残杀吗 近海伯更是假人解义 我唐家一向来是中军爱国的 不耻分你们为伍 见此 沈浪也不求他们了 开始正式谈判 每年金山岛生产的帖 你们六成 我们四成滚样 唐氏父子显示出一领不信 好像是要说 你们不要挣扎 沈浪继续妥协 你们七成 我们三成也行 可唐氏父子却扭头就走 唐云只留下锯 快过年了 都要杀出过一个好人 这一次再明显不过了 你们玄武国绝腐 就怎么该死吧 各方势力都已经挺好 沈浪依依不舍地 看着他们离开后 玄武国看着女婿的样子 忍不住道 沈浪还是你更会引他 其实沈浪的整盘棋 方不开尔 伯爵府已经成为了 代表高阳 即使在沈浪的一度妥协下 玄武伯爵府 和近海伯爵府的谈判 还是错了 不过这一切 完全在沈浪的掌控之中 近海伯爵谈判结束后很失望 不是说 这沈浪至极无双吗 怎么如此不堪 世子唐云更过分 一个小小坠绪 漂亮小丑 有什么资格 和我电视探花谈判 随后 沈浪和玄武伯爵 也一起从书房中出来 看到他们 还真心知肚明 双方不可能互相共识 总督问了玄武伯爵最后一次 我们的意见非常明确 将金山岛一尊为二 北边归近海伯爵府 南边归玄武伯爵府 你们确定不同意吗 玄武伯爵斩钉截铁道 不同意 傻子才会同意 金山岛所有的铁矿都在北边 南边只有树林和沙子 有屁股 最后 四王子明珍发话 那就按历年的惯领 接着又拟出了一份黄筹卷轴 开脑 伯爵有口御 玄武伯 近海伯跪听 两个伯爵立刻跪向听旨 伯爵御指的口气很严厉 你们两家为了一个金山岛年年争 你们不烦 孤岛烦了 孤日里万鸡 没有功夫天天关注你们这点破事 此次一举定乾坤 就按照往年贵族惯例 比武三战定胜负 赢者永远获得金山岛所有权 输者永远放弃 两位伯爵都没有意 四王子又拿出了一份契约 请两位伯爵盖章签字 契约上写得明明白白 金山岛之争 通过文战 武战和军战三场比试定胜 文战采取科举考试方式 由国军亲自出题 武战就是两人间的比武决动 更重要的是 文战和武战都要由双方家族子女亲自完成 其他任何人不得代替 女婿也不例外 军战就是双方军队作者 双方家族各自出一百人将士 互相厮杀 直到一方彻底败亡 任何人用脚趾都想想 玄武国军府此次都必输无疑 但玄武国军毫不犹豫 就在契约上签上的名字 所有的过场终于走完 所有人都常常松了一口气 四王子最后宣布 五日之后就要进行比试 请两家好好准备 与此同时 在玄武国军府封闭的一个小村庄内 被张静残害侥幸迷死的徐千千又漏运了 死而故生的他此事无比清醒 如果想要报仇 也只有谁能能帮他了 于是他趁夜色前往国军府 在四王子的宵禁令下 路过的村庄街道上都空无意 忽然他听到一个声音 快点扔进去 还有好多任务 借着月色 徐千千竟看到有一伙凶残的海盗 正在往水井中扔一具发绿的尸体 旁边还躺着闽身是血的伯爵和士兵 这些海盗简直灭绝人性 他们这是要制造瘟疫 一顿爆发瘟疫 很可能导致着这个村子 整个镇子的人全部死 徐千千心想 正好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沈浪 作为投名状 但刚要准身离开 脚下却踩断一根树枝 响声惊动喊 一群海盗听到动静 立刻就围了上来 看到大半夜有这么漂亮的姑娘 十几个凶残的海盗 眼睛一向就亮了 为首的海盗 更是二话不说 就要扒下自己的裤子 将徐千千推跑 徐千千此时机制说道 如果让你们少主知道 遇到我这样的角色女女 没有陷阱她 你说她会跟你们吐 海盗首领一等掐住徐千千的脖子 那我们就不告诉她 完事了 将你杀掉就行 徐千千此时脑力爆炸 她环顾四周 你们十五个人 还有三个女人 三个女人遭到不了我 你能保证十五个人都能保命吗 海盗首领抢到 上次有一个船主 抢到了一个美人 自己忍不住先上 没有献给少主 结果活生生就扒皮了 现在皮还挂在围杆上飘着 想想就不寒而令 海盗首领 只好不甘心地提上护脸 带四个人将徐千千给少主送去 命令其余人继续投资 于是 徐千千被绑着送往玄武城 徐千千知道 如果路上跑不了 那玄武城 硬是插势的 她必须要自救 这时 一个海盗提议 送完徐千千去城里抢钱 不能白来一趟 徐千千心里顿时有主意 她突然脚下了一阵亮相 身上带着金币 哗啦一下的玄套 几个海盗 眼睛一向又亮 没想到这美女这么有钱 她们顿时改变主意 女人千万不要一个人讨厌路 否则你就会遇到 这样一群肥头大耳的变态 就在徐千千去找 沈浪合作的路上 却不幸遇到一伙 正在战坏式的海盗 于是 这伙海盗就准备 将徐千千绑去献身 机智的徐千千 在路上故意假装摔倒 将身上的钱袋 裹了地 海盗们意识到 自己绑的原来是 有钱人家的地 临时决定先敲住一架 海盗头子 将捞紧在徐千千的脖子上 问她是哪家的弹性 当得知女子 是家财万贯的 徐千千千金 徐千千神 海盗头子 更是兴奋不已 感觉自己这次要发财了 这大小姐大半夜跑出来 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命 于是又问 徐千千半夜出来 是要去哪 徐千千虽然表面 黑暗的痛苦流涕 那么经理明明 此时海盗已经是一勾了 分尊土土地说 张静套战了我家 我无尽可回 要去秘密金库取点钱 海盗们认识 立刻就要知道 金库里有多少钱 当听到三万金币时 他们已经开始醒了 剩下的日子 该怎么花了 有了这三万金币 他们干嘛还要去事后 酬消这样喜怒无常的 同人少主 拿着这笔钱远走高飞 逃到别的国家 吃喝玩乐 一辈子都花不完 几个海盗很快就捧一了意 威胁徐千千 立刻跟他们群迷你金库 半个时辰后 他们来到了 徐家工坊的废弃仓库 然后进入仓库下的地下室 果然地下室内有好几个箱子 但在后 只有几十个金币 海盗头子一时怒了 抓着徐千千的 其他金币 徐千千指着墙脚一个破旧的罐子 金币动 一个海盗抬起刀 就向罐子去 让罐子纹丝不动 最后一个海盗 找来一根粗壮的木头 海盗头子使尽全身力气 向罐子里去 刹那间罐子炸裂 一股热流从罐子中喷射出 原来里面是徐家储存的硫酸 几个海盗躲闪不及 全身都被硫酸覆 一时间叫声不绝于 随后 徐千千转身逃离了地下室 并盖上了地下室的门 随着大量的硫酸与空气结合 产生大量的易燃气 地下室轰的一声发生爆炸 爆炸的气浪 直接将地下室的门掀开 将徐千千弹堆树门语 此时的她 虽然满脸是血 但心中却无兵不义 这是她第一次杀人 而且是一向杀五个人 徐千千走出仓库时 天已大量 她顾不得身上的伤 骑上马 朝国爵府奔去 半个时辰后 沈浪和金木兰 在伯爵府书房内 见到了破烂不堪 满身是伤的徐千千 此时的徐千千 和以前汗弱两人 目光去不得见 她告诉沈浪 两个时辰前 我看到小海盗王 酬消派人 为你们家封闭的井里 投鼓尸 想要知道瘟 沈浪听到这操作 简直毛骨悚然 随后给金会下令 让他立刻带领刀手 去将这群海鸟截杀 不要放过任何人 并问清楚 究竟有些水井 会进入尸 然后投入大量的石灰 将井水烧补 随后彻底封闭这些钱 告诉老百姓 伯爵府会拨出装款 挖掘心情 如此大事 金木兰不放心 随后和金会一同前往 带木兰走后 房间只剩下 前夫前妻 两个姑娘管理 一时气氛有些干净 沈浪首先 我跟徐千千 你刚才杀人了吧 听到这话 徐千千一惊 沈浪怎么知道 沈浪解答了他的疑惑 你身上都是心伤 现在这么辛苦 一定是受了不小的刺激 徐千千咬羊切齿了 我要报仇 我要让张晋父子 死无葬身之地 你能包我吗 沈浪回答答了你呢 那你能为此付出一些代价 徐千千斩钉截撇 任何代价都可以 沈浪一脸猥琐 摸着徐千千的脸 真的什么都可以 徐千千聊起 所剩无几的渠目 张开双头 我说了 什么都可以 沈浪却还是摇摇头 不 你不是成心的 徐千千都无语了 难道要我现在脱光才算成心吗 下一秒 沈浪的话 你几天没戏走 下面都搜了 你要是成心的 应该早就找个地方洗牌呆等我了 此时的徐千千 虽然被沈浪极尽无辱 却也无可恶 只能在心里一遍遍问候沈浪的 曾将沈浪扫地出门的前妻 如今却主动找上门 投怀通话 如果是你 你愿意吃回头草吧 徐千千为了给父亲报仇 甚至当场就要现身 可沈浪早已对他失去了兴趣 只把他当作工具人 要求他去勾引 怒朝城海盗王的邓姐姐仇妖尔 没错 是娶去勾引女人 传说这仇妖尔 极其憎恶男人 看男人不睡也就杀 应对女人却极其温柔 特别是美丽柔弱的女子 可徐千千直接拒绝了沈浪 我可是只卖身不卖 沈浪一脸无语 刚刚谁说了 为了报仇 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这么快就忘了 徐千千却很清楚目前的形势 如今太守张冲 为了覆灭玄武伯爵 和郑北侯 靖海伯 靖安伯 阑山子爵 怒朝城勾结在了一起 他们的背后是国君 玄武伯爵府 以卵击石 必泪如银 而如果让张冲知道了 徐千千没死跑到了怒朝城 徐千千必死无疑 徐千千甚至开始反客为主 给沈浪出谋划策 如今总组祝容和太守张冲 都是太子一口 我们如果想要灭了张冲 可以偷看三王子 他是国君最宠爱的儿子 唯一能和太子抗讨的 只有他 徐千千慢慢走进沈浪 你要是舍的 我可以出卖色相 成为他的机械 到时候 我明内一万 绝对可以只手遮天 报仇直可 沈浪却对徐千千一脸嫌弃 你能不能离远点 身上味太大 徐千千都气着 这是他第一次 被男人这么嫌弃 沈浪也一口拒绝了徐千千 这里有我的家人 我不能躲 徐千千却对沈浪一脸嘲笑 你以为 凭你一己之力 可以就得了伯爵火 别痴心妄想 到时候 你会死无从身之底 沈浪问徐千千 你就这么觉得 我们金山岛之争 必够无垠吗 这不是明明我的骂 金木兰打不过唐岩 金木聪比不上 汉花狼唐尹的文章 玄武国绝补的兵器凯击 也不如近海国绝补 你们三政必往 要不要我们打个赌 你再等几天 如果我们赢了金山岛之争 你就去勾引仇妖二 如果我们输了 我就和你一起 去投考三王子 徐千千脑中 掠过沈浪以往 做的脏事 难道沈浪真有办法 参团不成 带着心中的疑问 徐千千先答应了 沈浪的领约 可徐千千不知道的是 为了金山岛之争 沈浪早已开始了准备 首先是文章 由国君出题 要求金木聪和唐允 各写一篇策论 和一篇诗词 沈浪从他的智能化脑中 搜索了二十篇 镇朔武精策论 和二百手精的诗词 让金木聪早早就开始练下来 其次是武章 金木兰已经熟练掌握了 过几唐颜天文流星剑的版本 这也是沈浪准备最晚的 最后是军阵 伯爵斧已经连输四十年了 主要原因就是 双方装备差距太大 近海伯爵斧占据的 金山岛铁矿 品质远高于 玄武伯爵斧的 望洋岛铁矿 导致打造的刀剑和盔甲 也都比玄武伯爵斧更艰苦 于是 沈浪查阅大量野铁资料 改造了伯爵斧的炼装方法 现在玄武伯爵斧的兵器和铠甲 比以前坚固许多 钢刀可轻松砍断 近海伯爵斧的兵器 盔甲的口中后 一般只会留下划痕 坚固的装备力 大大提升了军战的事物 所以现在的玄武伯爵斧 三战全胜也不是没有卡 傍晚 木兰洗完澡后 香奋奋地来见沈浪 近来就问沈浪娇滴滴的前妻呢 得知沈浪没让人家吸引就肯走 金木兰赏了沈浪一个亲亲 沈浪并不满足 我都手伸如玉憋一天了 你就这样打我 沈浪一把搂过木兰的小男妖 娘子今天辛苦了 要不要我给你来得太是暗魔了 这时 侍卫金钟进来 打破了这暧昧的气氛 原来是太守张冲送来请 四王子在玄武城设宴 邀请沈浪参加 而且只邀请了沈浪一个人 没有金木兰 也玄武 沈浪看了看手中的情景 有意思 这是想要从我口中 看听伯爵斧虚实 必须去 男人为了能见人谈 竟不惜让女儿去勾引 女儿二话不说 摇起裙子 露出修长的 一脸自信 没人能从我的十六群想逃走 而沈浪收到张冲的赋宴邀请 正乘着马车赶往我寻补上 忽然一阵相风邪雷 一个恶魔的身影 钻进马车 直接骑在了沈浪的脚上 一把搂住沈浪的脖子 原来是张冲华这个糟糊 他眼泪汪汪的 请求沈浪救救他 今晚有人要毁了他的姓 他要和沈浪私奔 生米煮成熟 沈浪先是一愣 随后一脸微笑 还有这好事 当即就要掀开张冲华的裙子 要生米煮成熟饭 忽然撇到 满车的金婚台看着 立刻让他出去跑车 又对张冲华说 快点了 快到玄武城了 我们不要脱衣服 速战速决 看到沈浪的动作 张冲华立即慌了 他其实只是想要 课施一下沈浪的反应 看沈浪是否为金山岛之争 留有后手 没想到 沈浪就是个登纯的老色批 什么都看不出来 眼见沈浪的嘴 即将清晒 张冲华立即怀怀 沈浪一声恨心 上次还约我去狼桥约会 刚刚还说主城书赋 原来都是骗我的 可怜我上次为了赴约 被娘子发现 还被打了一把 说着 竟还挤出了几滴眼泪 这演技不能说很好 是非常好 张冲华见状也有点相信 没想到金木兰平时这么凶 他一把握紧沈浪的时候 沈浪想给我双速双飞 沈浪点点头 那你离开伯爵府 成为我家女婿吧 注意 不是这婿 而是女婿 我父亲会帮你搏一个好前途的 定不浪费你的才华 这时候的张冲华 已经有点胜头 春心一样 可坏来的 却是沈浪整冰截铁的拒绝 我不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离开伯爵府 对不起娘子 要不然 就成一个狼心狗肺的渣男 张冲华一整个大无女 不想对不起娘子 那你现在搂坐了 沈浪厚颜无耻道 我离不开娘子 但我也喜欢娘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来不及了 我们赶快及时行乐吧 先爽一把那种 张春华听到这话 还有一丝理智 好啊沈浪 原来你 只是缠我的身子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金木兰和我只能选一个 沈浪护摸着张春华的俏脸 娘子虐我千万遍 我待娘子不初恋 谁让他比你先来呢 要是伯爵府有什么变故 我再去找你 听到这话 张春华忍无可忍 一个耳光抽在沈浪的脸上 老娘天男第一名人 一把老娘当备胎 瞎了你的狗里 随后 张春华一跃跳出马车 张春华离开后 沈浪把手放在鼻子上 真心 赶马车的金会也很失去 姑爷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回家不会乱说的 沈浪笑着说 怎么能说没看见 刚才明明是张春华来勾引我 被我义正言辞拒绝 为此 我还挨了他的一个耳光 金会赶紧点头 是是是 姑爷说得多 其实张文华说得没错 此时的玄武城宴会听名 蓝山子爵父子 已经来到了这 他们此行的目的 就是要趁着这次宴会 祝容祖都他 求总督为他们做谋 让张春将张春华 许配给祝文华 相信方着几位大人物的面 张春不会拒绝 张春华回到家后 张春询问是否 探到沈浪的虚实 却只听到张春华 对沈浪的谩骂 张春听他骂完后说 既然不喜欢 那今天就答应 蓝山子爵的求婚了 张春华马上一改 刚才的态度 我就喜欢沈浪这样 有才有迷人的流氓 片刻后 沈浪来到宴会厅 又见到了张春华 此时 他一改刚刚的骚咽 一凭一笑间 俨然以打击威袖 在沈浪经过他时 张春华突然递过来一张纸条 沈浪走到无人的地方 他一看 沈公子救我 祝文华委托住 总不许去求婚 这次是认真的 沈浪看了张春华以 并不在意 撕掉纸条 走进了宴会厅内 此时的宴会厅里面 就只有两个人 张静和静安伯爵俘 视作五元化 看五元化敌对的表情 显然是已经知道了 静安伯爵俘 物业凌卓的事 是沈浪的 随后总督祝容 太守张冲等官员 一一进入宴会厅 最后宴会的举共者 四王子才进来 而今天来到的 还有两位女眷 张冲的女儿张文华 和香料大王 池山刃的女儿池鱼 她也是张冲给儿子 张静静的下一个未婚妻 宴会开始后 就是一圈人 轮番拍四王子的马屁 沈浪坐在最后一个位置 完全无人理 忽然 朱文华挑衅沈浪了 沈浪 听说你们玄武博绝虎 欠了赢人会很多钱 这辈子都还不完 当男人 娶不起媳妇的时候 每一个舔狗 都不是无辜的 你参加过这样的情局吗 明明知道会被邀你 还不得不去 就在刚刚 沈浪在角落里 安静吃口饭的沈浪 刚坐下 就迎来了 兰山子爵虎 朱文华的底线 浪兄 听说玄武博绝虎欠了很多钱 他要倒下 浪兄有何打算 沈浪表现的一冷杯子 鹿子水手 还未可知 没想到朱兄这么关心 朱文华更没有底线 反正浪兄是坠续 到哪里吃冷饭都行 听到这话 旁边的兰山子爵 心里对朱文华一阵臭骂 今天最重要的是 给你提亲 你别光顾着嘲笑沈浪 难怪自己的人 于是 兰山子爵站起身 端起酒杯 向总督的人敬酒 并带出一副哀求的表情 意思很明显 总督大人 带您说话吧 总督朱龙和兰山子爵 祝兰亭都姓朱 但是远青 也愿意 做一个顺水人情 于是他提点朱文华 听说你富有财情 借此机会 不如为大家迎师助兴 朱文华欣喜起身 走向张春华 我写了一首诗 因为张小姐 张春华心中焦急万东 朱文华这就开始了 不知道沈浪会不会帮我 随后 朱文华开始念起了诗 表情成之艳色 其有何于传闻 佩明玉以笔节 其幽兰而争分 这首诗显得挺好 有求爱之意 却也不轻 现场第一个拍手叫好的 是香料大王的女儿池鱼 还对着张春华夸奖这首诗 张春华表面保持微笑 心里却快着急上火了 沈浪 你还不跳出来救我吗 总督亲自提点的人 现场估计没有人屁股里面 除了沈浪 沈浪终于开口了 朱文华 你这么当面舔张春华 也太丢男人的脸了 朱文华脸上立刻挂不住了 关你什么事 你这软饭男在家里 不知道怎么跪舔 虽然他说的不错 但沈浪跪在此不承认 沈浪继续说道 你这种跪舔女人的行为 和女人肯得忘乎所以 把哄抬肉下没什么趣 当男人娶不起媳妇的时候 每一个舔狗都不是无辜的 在场的人听到这种粗俗的比喻 最生气的是张春华 没想到沈浪就她的方式是 先将她推入粽坑 然后再出手拉她 四王子也忍不住发话 单凭哄抬肉下这四个字 就该整一笔 你知道这话传出去 天性女人将是你的仇敌 朱文华得意洋洋 看你沈浪还嚣张 四王子都在场教训 但他却没听出 四王子的心里就好 这话要是传出去 朱文华也会成为 舔狗的名字 朱文华继续针对沈浪 朱兄 你要是觉得我的诗不好 你心里傻了 你也为张小姐起手诗 朱文华这招反主为客 是明解不过 你沈浪的诗 要是也夸张小姐 那你也是甜点 沈浪不仅不慢站起来 我这里还真有首诗 不过不是写给张小姐 是写给石小姐 石小姐一脸诗惊 我和你很熟吗 石小姐虽然不认识 但我对你已经神交已久 张春华心中泛奇不醋意 沈公子的诗 我倒是想要听听 石姐姐秀外会中 怎么夸都是不为过的 朱文华一脸不羡 你沈浪跪舔石小姐 又有何用 人家是要嫁给 太守公子张静的 随后 沈浪开口念起了他的诗 徐景求贵访全能 张军有才却无成 可怜夜半经验起 无见千千千过后 诗还没念完 张静脸色已经变得挺轻 这首诗明这是送给石宇 实际上是在提醒他 看看你前人的心上 诗中映射了 张静放火杀气的故事 甚至诗中 才出现了徐千千的男子 只要不傻 在场人谁都能听得出来 可即使面对 沈浪的公开diss 张静却不敢跳出来发 要不然 不就是此地无音三门 总督祝荣 也是今天第一次正眼瞧沈 没想到 沈浪不经过 还这么 而且听到这两次 这么多破事 也不想再掺和其中 蓝山子爵 见沈浪坏了他的好事 便要放出他的招 于是他起身说 四殿下 陈有一件要事不保 俗话说 坏人婚姻等于刨人主 沈浪一首诗 不仅破坏了 蓝山子爵府的求婚好事 还顺便 内涵了太守家的脏事 那就怪不得两家 联手给沈浪挖坑了 蓝山子爵忍无可忍 就要向四王子告状 沈浪写过一本 叫风月无边的书 大家都看过吧 里边的主角 有一个小妾叫李平儿 我听说 殿下有一个小妾的小名叫平儿 沈浪此书 就是在隐世林的事情 是大不尽的 请变形降罪 沈浪心里脖口大骂 我怎么会知道 四王子将小妾的小名 你为了乌姓 真是费尽心思 硬往我树上碰 四王子宁针 也不由得重复不快 你奶奶的朱兰婷 难道我没看过书吗 竟拿我荡枪去 我堂堂在于王子 岂会为一个 恰巧相同的人名 就治罪别人 接着 朱兰婷还把给沈浪 印刷书的书店老板 邓先抓了上来 没想到朱兰婷 这老小子 只会这么重 为了维护皇家颜面 也不能显得自己心胸心态 四王子只好下令 将邓先拖下去 而沈浪关系到 接下来今生执政的公平性 暂时却明读 这时 那首张冲却站得出来 他提议 沈浪才华很逆 不如让他做首诗 在邓先不拖出去之前 如果做得好 就免除邓先的处罚 做不好就加倍处罚 但这首诗 既要替邓先辩解 又要反映出 玄武国绝福此时的劲度 四王子虽然不解 但也立刻就答应 沈浪立刻警觉起来 张冲是在借此试探 玄武国绝可虚实 接着不等沈浪答应 邓先就被向外拖去 邓先声泪俱向他 沈公救命 沈浪于心不忍 若是四十张的拳 邓先会被打死 于是他脑中开始构思 终于在邓先将要被拖出去时 沈浪猛地起身 一脸悲愤地念出了这首诗 暗门不亮 孤身幸福念 夕阳无限好 只是最黄昏 沈浪念完后 全场竞技 真的做到了 这意思更重要的是后两句 能感觉到沈浪对玄武国绝腐 未来的悲观和绝望 太阳膝下 谁也无法挽回 就如同玄武国绝腐的覆面 是大势所需 沈浪之才也无能为力 最后 沈浪更是挤出两滴热泪 感叹天道不公 悲凡告辞 随后 沈浪给人留下一种 落寞离去的背影 但他心里 其实只有一种想法 四天之后 看小爷怎么弄谈 沈浪走后 宴会继续 但祝兰庭还不等分放过沈浪 想要封死沈浪的后路 他向四王子说道 这沈浪有些才华 玄武国绝腐覆灭在即 到时候 沈浪就如同失去巢穴的乌鸦 四殿下 可以对他收入正强调调 四王子回答道 你都说是乌鸦了 还怎么收入正强 不吉利 再说 富军不喜欢此人投机取巧 轻浮无状 谁又能用 这话一出 祝兰庭狂喜 这些沈浪死定了 原本他还担心 有人看中了沈浪的才华 就算玄武国绝股覆灭了 这个小畜生还是死不了 反而投入了某个大人物的账下 那样的麻烦 现在四王子说 国君不喜欢沈浪 谁还敢收他 宴会结束后 张春华大骂住蓝萍 他轻飘飘一句话 就让张冲不再敢用沈浪 张冲也很无奈 让女儿在这个自己喜欢的吧 张春华对张冲的话有些生气 你以为女儿的心是茅测吗 任由男人进进出出 我是不羁 并不是方法 张冲也很无语 他是国君最忠诚的英雄 国君不喜欢的人 他是不肯定用的 张春华更是语出惊人 都怪父亲让我招惹他 我怕未来就算这样人了 还是忍不住会找他出馆 没想到女儿这么开放 要是儿子说出来 早等发吧 忽然 张冲意识到 沈浪今天的表现有问题 决定玄武伯爵府命运的 金山岛之争明日即行开始 此时伯爵府中灯火通鸣 世子金木聪正向奋笔集书 背诵沈浪的培安 这两个月来 他已经将十九篇策论 一百五十首诗 为了滚瓜烂熟 但他依然害怕 伯爵府断送给他 沈浪路过金木聪的房间时 递给他几幅彩色图片 每一张都无比激发 金木聪看到后立刻血泥分离 沈浪提醒他 今晚放松下 不要终于过来 早点休息 随后 沈浪来到金木兰卧室里 此时的木兰也非常死障 他一下跳上沈浪的网址 紧紧抱紧了沈浪求安慰 夫君 我们伯爵府是不是就完了 沈浪将媳妇紧紧抱在怀里 嗅着他身上迷人的香味 轻声安慰 娘子放心 一切都在这边 木兰却可能性身的意义 夫君 什么东西各得慌 要不你放开我吧 第二天 金山岛之争比赛开始 比赛地点被设在了 与玄武伯爵府 和近海伯爵府 都无关的木江猎场 名义上是猎场 实际上却是一个距离的云影 而今日整个猎场惊奇招逐 全跪云集 人生人海 虽然气势十足 但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们 他们今天来 就是看玄武伯爵府 怎样被宰割的 在两家都到场之后 大名鼎鼎的裁判队伍 才山深进场 他们是真正的一人物 三人裁判 分别是国军的叔叔 越国义等公爵宁起 前太子太父 前尚书台左丞相 越国义等侯爵所玄 越国军方第一巨头 太子太王 威武公爵 顶尖武道高手变销 绝对的超豪华阵容 宁起向台下的 两个伯爵喊话 玄武 静海 这次就有老夫三人 来裁决金山岛之争的功证 你们可愿意 见如此豪华的阵容 两位伯爵立刻封身 也是愿意 随后 宁起表示 绝对会公平裁决 刀剑无眼 让两位伯爵牵下生死状 而两位伯爵 也毫不犹豫地改成千子 曾经每一次的 金山岛之争都伤亡 玄武伯爵府 有两代继承人 都死于比武 静海伯爵府 更是死了三殿少主 从那之后 杭氏家族也学乖了 在家族中 专门挑选一言练买 但这个人 又不能是家族继承人 于是 杭延这个武痴就出现了 可以说 他完全是为了 金山岛之争而存在 签好了生死状后 王叔宁起 又捧出了一个盒子 这盒子是红木所制 上面绣着金龙 风火与蜡蜜 而且还贴着金黄色的封面 一旦破坏 再难还原 里面便是文士的题目 由国军亲自出题 除了国军之外 没有任何人知道 是什么题目 然后 宁起将这个盒子 放在桌子上 让两位伯爵的人 检查是否封印 没人动 确认无误后 宁起宣布 盒子名日文士才能 但不管用什么材质的盒子密封 都难不倒沈浪的后世人 沈浪仔细演 果然是一篇策论 和一首诗俩的题目 而沈浪给金木聪鸭的题目 竟然一道都没中 看来今晚得让金木聪 他心不信 接下来 就是要先开始第一场 唐颜对金木运动 距离上场的时间 还有一分钟 唐颜博物缭乱 盯着不远处的 一只文字发呆 近海国爵 对他只有一个要求 全力以赴 打得金木兰 没有还手的力 但不要伤他皮肤 否则以后 大人物要占有他时 会扫兴兴 无耻的近海国 竟然已经被金木兰 当作资产瓜分了 殊不知 十分钟后 金木兰将狠狠地打他的脸 金山岛之争的比试 终于拉开帷幕 第一场比试 果然是一秒就结束 不过却不是所有人 预料的玄武国爵斧被秒杀 就在刚刚 金山岛之争的武士 在怒江烈长野舞场正式开始 金木兰和唐颜 在比武场上站定 随着开始比试的鼓声敲响 唐颜准备出招 金木兰也亮出了他的目减 果然唐颜一开始 就使出天外流星 想要一招制胜 眼见一阵剑风 刮信金木兰 木兰眼神镇定自若 仔细观察 下一瞬间 木兰目镜刺出 没有任何花桥 朝着天外流星剑的封眼 直接刺中了唐颜的胸口 唐颜的身躯 直直飞了出去 躺在地上一栋火 绝对的秒杀 现场一时间鸦雀无声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 所有人都没想到 被秒杀的竟然是唐颜 而金木兰仅用了一只木剑 这时的木兰本可以冲上去 将唐颜直接展示 更看到唐颜绝望的眼神 放弃了 唐颜的眼神和金木充女大神 太像了 或许以后可以成为唐颜 随后他看向沈浪 这不多亏富君了 可看了一眼后 木兰气炸了 这么关键的时刻 沈浪竟然和张春华这个骚货 再没来演出 看我回去怎么说什么 其实这有点 冤枉沈浪了 就在比试刚开始时 沈浪感觉一双犀利的眼神盯着他 沈浪看过去 张春华这个小浪蹄子 竟然撅起花瓶一样的嘴唇 隔空派个飞吻 大庭广众之下 被张春华勾引 沈浪不由一阵分神 就错过了秒杀的时刻 还被木兰抓得正眼 沈浪心想完了 赶快站起来抵救 拍手大喊 娘子厉害 沈浪这一声大喊 叫醒了所有人 而最不敢置信的人 当然是近海伯爵和世子唐运 近海伯爵的脑袋 仿佛被雷尽一样 这本来是最稳的一场比试 竟然输了 第二个头皮发麻的人是张冲 自从上次宴会后 他心中一直有不详的欲 如今真的应验了 他感觉这次金山岛之争 要出大事 沈浪肯定还留有后保 而玄武伯爵辅的人 除了金木聪 所有人却都没有表现出特别高兴 仿佛这场胜利 理所应当的 唐岩躺在地上很久一动不动 整整十四年 从来都没有输过 永远都在秒杀对手 这一刻感觉好不真实 但这才是现实 没有人可以永远胜 突然唐岩站起来哈哈地笑 师父 我终于不认 我终于可以学习其他建策 在场众人纷纷议论 这唐岩不会输一场 走疯了 可沈浪从他的背影看出了 一代宗师将要崛起 接下来三位裁判宣布 金山岛之争 第一阵结束 玄武伯爵辅胜 明天进行第二阵和第三阵 回到家后 沈浪立即为今天的行为 向金木兰求饶 可木兰并没有让他练得情绪 反而一屁股坐在了沈浪腿上 接着张开香芬芬的小嘴 那沈浪的脸颊上 气得很凶 你们这些骚狐狸 不要再用来心思 随后木兰警告沈浪 夫君这几天要乖哦 沈浪立刻听话地点点头 从木兰房间出来后 沈浪又根据他看到的文师题目 在众多文豪中 挑选了一篇策论 和一篇诗文抄论 都是千古明天 绝对的传世之作 明天绝对能经验中文 写完之后 沈浪赶紧能去给金木充 让他连夜抄袭 连夜被想 到金木充房间时 他正在抄写沈浪拍压 看到沈浪女生的牙印 他不禁一阵嘲笑 沈浪却一阵骄傲 女人爱得越深 才会演得越深 这脸上的牙印 是爱情的印象 听着沈浪的胡说八道 金木充又嫉妒又气 我明天要一鸣惊人 从此让所有妹子围着我转 金山岛之争 玄武国爵斧出人意料的 赢得了第一指 看到沈浪一脸自信的表情 张冲知道 狡猾的沈浪后面的女士 肯定还留有厚重 他不忍 第一场比赛结束后 张冲立刻找到了近海伯爵 可即使输了一场 近海伯爵依然无比自信 汉花狼唐允对上金木充那个废物 文战肯定是必胜的 而军战两家的武力都差不多 但近海伯爵斧的武器和开截 更将坚固 此前的军战近海伯爵斧 有从未输过 随后 近海伯还向张冲引到一个库房 拿出了一把崭新的军刀 又拿出了一把玄武伯爵斧使用的军刀 张冲拿过那把新军刀 砍向玄武伯爵斧的军刀 咔嚓一声 玄武伯爵斧的军刀断为两截 而近海伯爵斧的军刀 只是多了一个缺口 近海伯又拿出一套玄武伯爵斧的铠甲 让张冲一刀砍 铠甲立刻也列为两刀 两家的兵器和铠甲差距明显 近海伯让张冲放心吧 明天的比试必试 但张冲想起今天的四位场上神浪 和自己的女人眉来眼去 好像承着自己凶的样子 还是不放心 立刻让近海伯去向其他贵族借高手 即使要付出一些代价也要借 明天的比试一场都不能输 不要掉以轻心 张冲知道借人这种事属于作弊 肯定会被人发现 于是他找到了三位裁判 王叔宁起听了张冲的汇报后 不由地就起了那种 这种事情你不应该告诉我的 我今天都78了 你是想让我挽劫不保啊 宁起明白张冲这个点是国军的意志 他们不好拒绝 但三位裁判也不想挽劫不保 公平还是要坚持的 经过商议 那就两方都可以借人 但是裁决的时候 他们会坚持公平 不会偏袒任何一种 况且文士的文章到时候 还要招搞天下 最后在张冲的主持下 近海伯爵虎用三条海盘的代价 向郑北侯借用了20个军中兼兼高手 又用3000武币的代价 向近安伯爵虎借了10个军中兼高手 这虽然是狮子大开口 但近海伯爵定如意 在肢解玄武伯爵虎后 这些交易会用玄武伯爵虎的财产交割 这等于张冲和近虎伯 用玄武伯的财产 去双猛高手灭玄武伯自己 真是打了一手好弹 而更魔幻的还在后面 在近海伯爵的借人交易提成后 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竟是镇远侯世子苏建廷 要知道他可是金木兰的表哥 正常来说 应该是站在玄武伯爵虎那边的 但苏建廷竟说 愿意借给近海伯10个高手 让他们去赛场上历练一下 你却没有任何条件 这么主动的 靖好国和张冲都不会了 你人还怪好了 你们家不是和玄武伯爵俯视亲近 关键时刻 你们不出手帮忙 还要落井下石 这么无耻 我们还真是自愧不如 最后苏建廷指得到一句谢谢 便心里一步离去 第二天一早 王叔宁起夜观天下 这天气不太好 等会下午要下 不如补军阵提前到上午 文正到下午 于是他叫来了两位伯爵告知决定 两位伯爵都没有意义 在玄武伯爵将要离去时 宁起忽然叫出玄武伯 问他在这怒江猎场内 是否有相熟的朋友 但问完不等玄武伯回复 就快过离去 玄武伯爵一能疑问 回到住处后 玄武伯爵将宁起的原话 复述给了沈浪 沈浪秒躲 看来是有人破坏规则 却向其他贵族见人了 王叔提醒您 也可不去见人 玄武伯爵立刻行动起来 沈浪则急忙闯入了金木人的房间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木兰正在换衣服 只穿一件杜兜的木兰 立刻被沈浪看呆了 这场景谁能忍得了 沈浪一步上前 从背后搂住了木兰的小弯腰 在他光滑的后背上 亲吻得够 木兰让沈浪别闹 别打扰他换衣服 他今天要在整个猎场 咽压寻放 沈浪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娘子你上午恐怕要参加军战 对方不讲武德 从其他贵族外里见了高手 我们得拿出 玄武国爵斧的最强阵 木兰一脸失望 他本来今天 坐在沈浪旁边关阵 向其他骚虎里宣示 随后 木兰警告沈浪 今天不要和别人 比较眼前 便去换他的阵衣 沈浪看着木兰的贴身皮衣 一脸平息 娘子 我来帮你换马 木兰看穿了 沈浪要阵皮衣的心思 今天不行 要是我换完双土发染 今天还得着 这个借口让沈浪很乱 一方面显射他的妹妹 一方面又可以顾全大局 沈浪听后 就心意义足地离开了 片刻后 玄武国一脸怒火地回来了 沈浪早已猜到了结果 玄武国爵没有接到一个高手 那些老牌贵族 纷纷表示爱慕能助 有的说自己没有带任何高手前来 有的说自己的心部武士 水土不服并保 虽然沈浪已经太阳了武器和开枪 但今天的军阵 注定会是一场苦战 鹿死水手 真不好遇 金山岛之争第二战终于开始 此时的玄武国爵斧营帐内 士气低沉 一百名士兵整整齐齐 一脸素眉 他们知道 玄武国爵斧军战从未胜过 这一阵是有去无回 为了保密 沈浪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把新式铠甲 搞成包包 这时 金木兰带着几个大箱子 来到了门浪 刚看到新式军包后 所有士兵都眼前一亮 这刀刃的颜色 增亮的铠甲 一看就知道 比之前的坚固太多 只是这全新的盾牌 比以前清太多了 不知道效果的 金木兰一声令下 换装 这些武士迫不及待地 穿上了全新的牌甲 仅仅不到五分钟 所有士兵全部换装完毕 离开营帐前 沈浪嘱咐木兰 千万不要受伤 一点伤痕都不能 没想到 沈浪和近海伯爵 这次想到一块去了 如果是以前 木兰肯定会宁死不退 但这次 他无比信任沈浪 只是乖巧的眼底婆说之道 去吧 沈浪拍了拍木兰的屁股 众目睽睽之下 沈浪是越大 而在近海伯爵府那边的营帐里 这次率军出战的是 近海伯的大人子唐宗 掌握着近海伯爵府私军的大半兵权 唐氏家族这一队 确实人才积极 一百名士兵本来就士气高涨 因为他们还从没输过军阵 这次更是又从其他贵族那里 借了四十名高手 在经过近海伯爵 新朝澎湃的一番战前讲话后 更是士气冲天 随后 双方的百人精锐入场 当见到了玄武伯爵府 这边的新牌子 新尘刀 新盾牌 近海伯爵弹精 他看向太守张冲 幸好听了张太守的话 借了四十名高手 不然这一阵危险 现在优势还是旅行 这一阵也还是能武 随着鼓声敲响 三位团队宣布 军阵开始 玄武伯爵府成一自行防御 近海伯爵府成三角形攻击 两方开始冲击 五十米 三十米 十米 两支钢铁队伍 狠狠撞击他的一起 双方士兵疯狂地砍上 但让人惊骇的一路发生了 玄武伯爵府士兵的盾牌 被砍中之后 则只留下一道硬盘而已 而近海伯爵府士兵的铠甲 直接被劈开一个巨大的裂口 双方的装备武器 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战场形势 确实如想象中的摧枯拉小 不过朽的一方 却是近海伯爵府 看到这一幕 近海伯爵身上 一阵阵颤颤颤颤 这怎么可能 玄武伯爵府的体系 提升这么多 到底使用了什么油管 张冲也硬堂发飞 这肯定又是神浪的杰作 神浪你到底 还有什么不会 战场中的指挥官唐宗 还很清醒 这种形势继续下去 近海伯爵府必输 无愧为久经沙场的大将 他立刻命令变阵 他们的阵型 立刻就变成了三三阵 现在近海伯爵府这边 最大的优势 就是借来的四十名高手 这种三人多点攻击的阵型 更能发挥出他们的个人能力 又经过一番激战后 战场形势几乎要密装 金木兰眼见形势不好 带着两名高手冲出 擒贼先擒王 一人阵中也有一人高喊 先拿下金木兰 木兰听到熟悉的声音 一把剑挑飞了那人的面颊 竟然是镇远侯爵府苏天恩 也是木兰的宝贝 木兰大怒 你们侯爵府真够无耻 此时场外也一劲哗然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苏建廷 他还稳稳地坐在玄武国爵府这边 一副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玄武伯爵可忍不了了 苏建廷 你还坐在这边干什么 苏建廷只是敷衍 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回去一定严惩不难 再回到战场内 此时双方已经陷入胶着的状态 玄武伯爵府还剩六十几名武士 近海伯爵府还剩二十几名武士 而木兰正遭受几名高手的围攻 他肩上的盔甲已经被抢落 近海伯爵府的二十人高手 也正在被六十名武士包围 如此血腥的场面 场外的玄武伯看得心痛万分 突然他跑到裁判面前 申请平均平局 但近海伯也目光猙獰地跑上来 凭什么要平局 你们马上就要输了 尽管他自己没有上场 但已经杀红了你 玄武伯爵反驳他 我们还有六十多人 你们只有二十多人 我们怎么会输 真到最后 大概率是我们赢 我只是不忍心再有伤亡 近海伯爵根本不管场上人的死活 毕竟还剩下的高手 基本都是剑 他要求继续战斗 战斗最后 玄武伯爵更生气了 你敢让剩下的人掀开面具吗 里面有几个人 是你近海伯爵斗 那苏天安是你家的人吗 你说 你问问他们 愿意为你躺在进去 近海伯爵一时无语 玄武伯爵随后举起宝剑 不想继续 军刀举起 我玄武伯爵斗的士兵 绝对不会生命 听到这话 近海伯爵斗借来的这些高手 纷纷举起了手机军刀 金山导致登了第二场武刑终于结束 结果却是出乎他意料 并没有出现一边的场面 眼见两边的战况惨烈焦灼 玄武伯爵不忍心 所有武士都送了信用 请求四位台并停证 将比试结果判为平局 近海伯爵虽然不服 但眼见借来的这些高手 纷纷举起了手动的剑 他也不得不接受这件 最后 三位裁判经过商议 宣布第二次比试为平局 下午进行第三场文事 听到结果的近海伯爵 脸色像吃了屎一样难看 他付出了那么多代价 最后竟只换来了一个平局 好在有儿子安慰 下午的文证 他们是必胜无疑 就算是加斯里 他和玄武伯爵比武 他的武力也远在玄武伯爵之上 胜利的天平还在他们这边 随后 近海伯爵又走到张冲面前 养歇他的先见之明 如果没听张冲的话 统统就不用我下一个第三阵 看着近海伯爵脸上的庆幸 张冲脸上却没有丝毫笑容 反而心中不详的欲语 越来越强烈 回到房间后 张冲脑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想 这两天的一切细节 到底是能力的对境 张冲见父亲愁眉不窄 忍不住说 沈浪虽然算计了前两场 但第三场 唐允和金木聪的实力悬出 他们根本没有赢得可能 况且文士的题目 一直锁在箱子里 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投机取强 听到这里 张冲一个机灵 你是不是说过 沈浪曾在赌场里 压杀四方 连赢十三局 张冲点点头 张冲脑中突然出来一个荒唐的想法 难道沈浪真有能力 提前看见箱子那个题目 问他上午军战时 有没有注意到 沈浪有什么不对劲点 张冲华回忆到 当裁判宣布军战平局时 沈浪好像立刻松了一口气 张冲又问女儿 据你了解 金木兰是贪生怕死之人吗 当然不是 那女人连平时军事演练都要拼命 张冲一拍桌子 那就对了 本来今天这场是关 玄武国绝腹生死的鄙视 按道理说 金木兰应该拼死战斗 但他却小心翼翼 当玄武国提出平局时 他立刻就佩合地放下了武器 一定是沈浪提前给了他命令 军战不需要全力比赤 他们肯定是对文战性精灵 而唯一的可能就是 他们提前知道的题目 想到这里 他立刻走出门 我要去见王书一 片刻后 在三位裁判的住所内 张冲跪在三位裁判的面前 听到张冲的话 他们无故生气 眼见保存文是题目的箱子密通完好 张冲却说题目已经泄露 这是明指着 不信任三位裁判的人 王书宁气 异正言辞拒绝张冲 他们是不可能根据张冲的怀疑 就随便换题目 张冲不甘心 从三位裁判的房间离开后 就匆忙找到了总督祝容 祝容虽然对张冲的猜测太相信 但想到 万一张冲的猜测是真 一切都前功尽弃了 也表示愿意配偿张冲 于是 张冲出了一个主意 文战肯定有备用的题目 如果保存题目的箱子被损坏了 裁则们肯定就会换备用题目 总督可以用检查题目的名义 查看箱子 然后借机破坏 你作为王后的凶长 一声嘴 王叔定不会为难你的 顶多责罚两句 于是 祝容就以检查题目的名义 去了裁判房间 可在王叔拧起将箱子遞给他时 他却故意松手 将箱子掉在了地上 箱子上的封印音声破坏 王叔虽然生气 知道是祝容故意 也只能责骂几句 不得不将试题换成了备用的心意 当看到门外跪在地上的张冲 王叔明 这肯定又是张冲一意 这么深的心机 他不觉又对张冲高看了 金山岛之争的最后一场 只剩两个小时 就要开始鄙视 张冲去不停地作妖 先是请求三位裁判 换掉闻事题目 被裁判严正拒绝后 他又找到了总督祝容 祝容见口检查尸体 故意将装有尸体的箱子 摔在了地上 箱子破损后 裁判不得不起用了备用尸体 心知闯了大祸的张冲 提成目的后 拾去的贵定 请求原谅 王叔宁起来到张冲面前 张冲将头磕到地上 磕的东东西 见到他态度这么成本 王叔心中的怒气 消息起来吧 起来吧 我都要以退了 怪不了你的前途 张冲却不愿请 他知道 三位裁判都未高群重 就算他们不怪罪 自己也要做够姿态 这样才能将对他 试图的影响进到对象 眼见天空乌云密布 雷声幅作 大雨倾盘下 张冲依旧跪在院子里面 一动不动 张冲点了一笔死 出现在张冲的头顶 却被张冲一腿归开 张冲为父亲不值得 您这么做都是为了新政 为了国君啊 况且近海伯爵得胜啊 他们那些贵族 还是瓜分玄武伯爵府的最底部 凭什么您一个人在这里受罪 我不受点罪 怎么能让国君看到我的功劳呢 而怒江猎场的书房之内 金山岛之争的第三阵 马上就要开始 裁判首先将封存尸体的箱子 放在桌子上 请两位伯爵府 检查箱子的蜡印和封条 是否有损物 在两位伯爵检查无误后 王叔宁起撕开了封条 打开了箱子 拿出了试题 展示给唐云和金木聪 第一道策论题是 刑场忠厚之志论 意思就是 论忠厚和赏罚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二题是以玄武为题做一首诗 唐云见到题目后 一脸合一体 这两道题 他都非常擅长 就算参加电视 也足够再拿一次探花了 秒杀金木聪 那种自由 不是轻轻松松 金木聪却一下猜住了 怎么和姐夫 昨晚给的题目不一样 沈浪怎么会出错呢 我昨晚可是熬了一整夜 才将姐夫的文章签背下来 完了完了 金山导致争要输了 我金家本的年纪页 要回到我手里 金木聪浑身颤抖 急步要哭了出来 突然 他灵光一闪 两道题目有些熟悉 好像是姐夫之前压过的 金木聪很紧回忆 沈浪让他背的二十篇课论 一百五十首诗 镇定下来后 那篇策论和那首诗 已经清晰浮现了一篇浪海 此时金木聪瞬间鸣谢复活 唐云你比的 今天胖爷 你鸣成渣渣 姐夫可说过 这篇策论是最牛逼的不识名片 那守无归诗 更是千年绝唱 随后宁王叔宣布 比试时间三个诗诗 无关人员立刻立场 文事才正式开始 金木聪刚坐下来 就迫不及待地奋斗计输 宁王叔看到他这个样子 一声叹息 孩子 你应该先构思他们的诗诗 然后再写他 看来玄武伯爵虎 注定要输 一个钟后 金木聪就已经写好册论 而此时的唐云 还没有动 终于在构思了一个诗诗后 他就动了 金木聪已经废了 看本天才 如何拈案 又过了一个诗诗 唐云写好了册论和一首诗 听着自己妙不可怜的文章 他一时飘了 觉得这篇文章 即使在电视上 也能拿下状态 随后他检查一遍后 毫不犹豫地起身交句 而早已写好文章 诗诗诗的金木聪 却还没交句 原来是沈浪告诉他 不要提琴交句 好好做多样的 于是他又将写完的文章诗 一字字地抄袭一起 终于又过了半个时辰 金木聪转身一看 唐云早已没了踪影 他立刻也站起来交句 随后 宁王叔宣布比试结束 让两位伯爵 和几个负责腾险太监进来 玄武伯爵一脸忧郁 近海伯爵却一脸合意 殊不知一个时辰后 他终于啪啪啪 金山岛之争终于结束 结果却出乎锁了 最后一场文章 金木聪和唐云交句后 为了公平起见 裁判让两位伯爵 各选一名太监 恒喜诗诀 待太监抄写后 将袁武松 再将副本交由三位裁判阅卷 片刻后 三位裁判开始阅卷 太子太傅所权 先拿到的是唐云的文章 他刚看了一眼 所拍案就去 写得太好了 这篇策论 别说放在今日文章 就算放在科举电视中 也绰绰有余了 后生可畏了 虽然没有名字 但看索玄的反应 他看的那份 应该就是唐云的文章了 王叔心想 自己手里的这份 应该就是金木聪了 他对金木聪 没有抱任何希望 但听到内容的那一刻 他呆住了 但并没有像索玄那样 反应太大 而是一口气 将整篇文章看完 接着又迫不及待地 将另一首诗看完了 这篇策论 没有任何华丽的词头 但利益深刻 没有任何讨好谄媚之相 读起来如清风明月 一人叹叹不足 而那篇诗 更是大气磅礴 发人深思 他不知道的是 那篇策论 可是大文豪苏氏所作 这篇策论 曾吊打多名状元的信 而那首诗 更是一代枭雄曹梦德的 千古名篇 随后 王叔和索玄交换士君 王叔看到唐云的文章时 立刻皱紧了眉头 这篇文章 虽然词广华丽 但和前一篇文章对比之下 高兴立派 简直庸俗不堪 而索玄看到 金木聪的文章后 反应更大 不自觉叫了出人 这简直是可以 刘芳北施的千古名篇 微武功变消 本来是不可兴趣的 但看到索玄夸张的反应 也不由得过去一看 特别是那首诗 他来回读了好几日 连武将变消 都能看出好 此时他们的心中 都已经有了 唐云的解释 索玄却说 这首诗不是唐云的风格 但好像也不是金木聪能写的 联想到曾写过 风月无边的沈浪 和文士前张冲的所作 王叔点点头 难道是沈浪写的 还真被他压进屏幕 看来我们冤枉张冲了 他考前的担心 不是没有道德 变消提出了他的疑问 这样子能行 这算作弊吗 三位裁判都很纠结 如果不算作弊 让金木聪赢了 和金山岛之争 玄武国绝府胜利 必然是违背了国君的意志 裁判一定会被骂裁决不公 三位裁判婉劫不满 国君也对会直指兵 其他两位表示 都听王叔拧起了 最后拧起一眼 相定的决心 随后几人 拆了试卷勇宝进行对比 果然 那份更优秀的策论和诗篇 是金木聪写 而且 他们顺便改叹 这金木聪的字也不错 假以时日 必定会成为书法弹大 接着 三人经过商议 达成了最终结果 此时的文士鄙视场地门口 已经聚集满了人 等待最终结果 人群中 各种嘲笑 玄武伯爵的声音 不绝于耳 近海伯爵 更是直言 这场刺激必胜 让玄武伯 赶紧回去换推荐 结果出来后 进行相信 两位伯爵 亲自向上敌武 玄武伯爵 根本不想搭理他 他从来不喜欢 乘口舌之力 可以旁的金木聪去忍不住 你们都走了吧 看一会儿准备搭理 我虽然不厉害 但我解不厉害 这时 三位裁判走了出来 开始宣布比赛结果 所有人立刻凑上前去 他漏听了一个字 只听宁王叔大声宣布 金山岛之争 第三场文士获胜的是 玄武伯爵府金木聪 话音刚落 除了玄武伯爵府的人外 所有人都一脸的不可思议 远近闻名的废物金木聪 竟然赢了炭花了 整个会场前 一时只有金木聪的欣喜落狂 我赢了 藏于你在哪 我早告诉你 我会拧命 近海伯爵不敢相信这个结果 他走到宁王叔面前 王叔是不是念错名字了 宁王叔只好又将结果说了一遍 可结果还是一样 近海伯爵顿时崩溃步 他甚至已经开始怀疑 裁判的公正性 金山岛之争的风阵终于结束 不出意外的意外 开队的神浪 赢得了三阵的胜利 最后一战曾经的废物士的金木聪 更是拥有炭花了 可当裁判宣布结果后 在场的人都以为听错了 世人都知道 金木聪和唐宇的实力 差距太大 近海伯爵当即是不服 人群中甚至已经有人高喊黑幕 眼见呼喊的人越来越多 宁王叔当即命人将两人的文章贴了出来 接着所有人一拥而上 去看金木聪和唐宇的文章 读书人一眼就能听出来 在利益上 规格上 品行上 金木聪的文章都远远超过唐宇 即使这样 想到如果失去了金山岛后 近海伯爵和命运 近海伯爵依然选择和宁王叔硬刚 我还是不服 这里面肯定有舞弊 宁王叔也不惯他 不服可以 可以静惊醒国军告状 但是现在 如果有人敢闹事 就不要怪我们客气 近海伯爵 这才失去的必胜人 而在另一边唐宇的房间里 刚比赛完的唐宇 一直听装模作样的看出 虽然表面的硬定 心里却一直在混血 三位唐宇在看到他的文章时 如何的惊艳 如何的赞叹 雷宅金木聪 如何被他踩在脚下 如何跪地求饶 这时 一个仆人慌慌张张飞奔而入 唐宇还沉浸在幻想中 开口教训仆人 慌什么 不就战胜一个废物吗 有什么好激动的 仆人却颤抖着说 是的 是您输了 唐宇还以为 仆人在和他开玩笑 在仆人又说了一遍后 这才慌了 和尚书站起来 这怎么可能 我说给金木聪 这也太慌念了 随后他冒着大雨向外抵去 一定要亲自确认 才担心 可当他看到金木聪的文章 也不得不服 虽然没有华丽的词早 但利益深远 内容充实 比他的文章 他居然被一个公认的废物 秒杀了 那岂不是比废物还垃圾 他这烫花狼以后 肯定会沦为全国的效果 一声惊雷响起 窦袋的雨珠 拍摊在他的脸上 他突然反应过来 这一定不是金木聪写的 肯定是神浪提前写好 反应过来的唐宇 疯狂想天空嘶吼 神浪 我和你事不两立 一定将你碎尸万段 但他的吼声 并没有让神浪听到 此时的神浪 也在安静地看书 和唐宇一样 我碾压了唐宇 沈浪也和唐宇一样赞定 赢就赢了 有什么激动 金木聪去说 今天的题目 根本不是几个砖的题目 沈浪一口茶没喝完 潘了出来 这你都能赢 难道你是一只 深藏不露的天才 随后才知道 原来题目 是自己之前压中的题目 可又是哪里出问题了 我明明昨天用透视眼 看的一清二楚 经过一张回忆 他猜测 肯定是军阵时 被张冲看着破坏 所以才会被临时换提 这次幸亏是运气 站在了伯爵斗这边 以后肯定不能再小看 张冲这个对手 金山岛名义上 已经归到了寻觅伯爵斗 但真正的争夺 才正式开始 而在另一边 三位抬看的房间门口 张冲一家三口 已经在大雨中跪了一下子 身上的衣服 已经全都石头 张春华本来穿的就少 此时裙子更是贴在身上 身材曲线 完全是清晰可见 张冲看了一眼 不然女儿受苦 假装生气 一个女儿嫁 这样可以一人 乘合铁 赶紧回屋去吧 张春华一听 立刻跑着回屋了 可片刻后 他却又回来跪下 不过身上 只是多了件缩音 张冲心中 颇感轻了一眼 他的这对儿女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但其他 是孝顺的 心意气 不一会儿 凌王叔带着两位抬看回来 看着张冲带着儿女 跪在雨中一笑 真是于心不如 又劝张冲 赶紧回去吧 对于张冲的行为 三位抬看 真的没有生气 可张冲却很固承 我跪在这里 不是为了让你的消气 而是我犯了错应得的惩罚 可霓王叔接下来的话 迷信就让他崩溃 张冲 你的猜字是对的 神浪可能提前知道了考题 你即使是换了 他还是提前压重 最后一阵 惊目聪明 张冲听到这个消息后 全身如同雷鸡一鸣 一动一动 下一名右眼前一飞 一走在地上 金山岛之争 玄武博绝腐 两胜一瓶完胜 当张冲听到这一消息时 他气了一口气喘上来 直接晕过去 晚上 近海伯爵腿逆行 等不瓜分玄武博绝腐人 焦急了 他们知道 一旦明天宣布 玄武博绝腐胜利 金山岛就再也无法往回了 玄武博绝腐会更加难以恨 可当他们找到张冲住所时 却吃了必能羹 张冲只让儿子传来一句话 不要恋战 不要轻举妄动 等我思虑成熟 再部署下一步行动 以免掉入神浪的坑 听到这话 近海伯爵怒气冲冲 张冲竟然关键时刻掉链子 不要轻举妄动 难道要等使浪将刀子 记得在我们的脖子上吗 他只是一个太守 有什么权利使放我们这群贵者 于是他立刻召集了 所有参与瓜分 玄武博绝腐的贵者开会 在大家商议 如何逆转比赛结果时 蓝山自觉跳出来 我有一条毒计 可以毁掉整个玄武博绝腐 听到这话 众人一惊 立刻安静下来 蓝山自觉接着说 这瓢泼的雨下了一整天 低谱崩塌 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若是玄武博绝腐 北边的低谱当线 那滔天的洪水 就会涌入玄武博绝的封地 对玄武博绝腐 将是毁灭性的鼓劲 听到这毒辣的计策 众人心中无故意寒 这他喵得 也太伤天狠 也就蓝山自觉 这么不要脸的孙子 才能想出来 人群中有人弱弱问了句 这不会有伤天河吧 一顿决堤 到时候 可能会死很多人 近海伯爵给他一顿力 你关心死多少人 里面有你的家人吗 蓝山自觉接着说 洪水会先淹没 玄武博绝的封地 等流到玄武城这边时 应该已经没有太大威胁 听到这里 近海伯爵一拍桌子 这事就重要 为了保密 今天在场的贵族 每家都要出人数 祝兰亭 既然是你提出来的 那就你带头吧 祝兰亭一听 这是 我总不能回来带头吧 祝兰亭 上次在迎接四王子的宴会上 你诬陷什么 金山导致争结束后 你觉得他会放过 祝兰亭还要讨厌团队 我带头可以 有哪个一件好处 近海伯爵一叹气 你去买两艘船 可以加入我们的航线 给其他国家进行海上门 祝兰亭顿时顿时 两座船的成果 好两座船就能撞 一只眼 海上航线一直紧过在 岩队贵族和海盗王求天威绍 这次终于可以扎捞影 随后 祝兰亭 才装作勉为其难的嘎语 相比来说 金安伯爵却非常主动 沈浪曾设计让林卓染上风抖病 导致金安伯死了好几个儿子 他早已想将沈浪给人杀之后 金安伯还拦住要偷偷溜走贵族 扬言不派人参加 今天就不能出门 最后 所有人都没有异议后 祝兰亭又看向海盗王导一直求消 仇少主 这次行事 恐怕得借用 仇少爷子一信 没问 沈浪抢了我的女儿 而且还杀了我的人 我早想杀了过来 随后 祝兰亭和仇霄 亲自和武器的名 从各个贵族挑选精锐 冒着大案 心夜赶往伯爵府封队 殊不知 他们的举动 这次又被沈浪提前预判 等待他们的 今生毁灭性的伤击 金山岛之争 不足以定 就进口伯爵却贼心不死 祝兰亭的穿多之心 尽信心病狂 想要趁着大远 掘开玄武伯爵府封匹 在敌人密谋时 玄武伯爵的驻地内 却还在庆祝 金山岛增伯的事 沈浪不肯愿意 立刻在玄武伯爵书房内 找开金庭医民的会议 在此危机时刻 随宅金武聪 竟然在开会时 昏昏入宿 但沈浪惦醒他后 他还想去抄书 沈浪一领无语 真是恋名赌不上枪啊 害得随宅欢天喜地的离去 玄武伯也一生可惜 沈浪开始分析当前的形式 我们获得了第一步的试验 现在已经化被动为主作 但你死我活的战斗 只刚开始 敌人肯定以为 我们能向金山岛后 会投入源源不断的战略资源 但我们一步开发 二步驻军 要把金山岛变成一个脚肉厂 而将资源投入到旺廊 看着外面的倾盘大雨 沈浪想到 此时敌人肯定也不会坐着带地 人面前的地图 沈浪心中有一个不强的预计 如果敌人掘开我们 风地上流的地盘 让蓄水湖的洪水灌入 我们的风地将会成汪流 无数的房屋 子民会被淹没 对于我们来说 将是毁灭性的残疾 这话一出 玄武伯立刻脸色一变 如果沈浪的担心成为事实的话 后不将不堪事情 这次出来比赛 带来了八步的经络 流手家中的 最有两千四军 并且寻龙无手 玄武伯却建议 让金木兰带几名精润 沈浪却摇了摇头 现在过去 肯定就老不及 他又仔细看了下地图 蓄水湖的地盘性流是 玄武伯爵斧封地 下流就是蓝山组队的庄园 现在只有主动出击 掘开心流地盘 才能尽量减少损失 玄武伯爵听到这个主意有些不如 这样一来 我们岂不是和敌人一样才能 经过一分钟的思考 他终于将侍卫金会叫了进来 跟索他 以用最快的时间回家中 毁掉蓝山子绝斧庄园上方的地盘 让洪水灌入他家的城堡庄园 记住 猴子不要开太大 让村民有好短时间 沈浪又补充号 在让田石森去东边的谷水地 把那里的堤坝开一个大的猴子 将大部分洪水都引扰到谷水地去 那里已经是一匹没有人的人 这样一来 我们玄武伯爵斧工地 才会更加安全 金会却提出了一个难题 这些堤坝都是条石铸城 想要开一个口温银 需要动用大量的能力 使他挖掘起来 需要很长时间 而且 祝兰亭庄园的堤坝肯定也有人防守 这小问题能不倒沈浪 他让金会去找小兵 用三号密室的钥匙 拿挤到里面的箱子 在猪洞内开一个小口子 将箱子塞进去 点燃着眼线 一滴就会再振开这 记住 不要再开箱子 里面的东西 更不要让别人看到 金会这才里面离去 沈浪一脸坚信 祝兰亭 上次宴会上乌线网里面 这次一定要有家伙人了 很快 金会就回到了伯爵府 他遇到了巡逻的金剑梁 嘱咐他 一定要对封地面的 一层加强巡逻 有人试图要证实的堤坝 水淹勃绝火 然后他又找到了田十三 此时的田十三 被沈浪晓得已经很久了 他还以为沈浪一直不信任他 当听到沈浪派点的 重大任务时 他立刻来了精神 于是 二人又找到了小兵 小兵听到三号密室起的字 心知事情重大 立刻就找来了钥匙 片刻后 两人从密室中 取出了两个油不包裹的箱子 金会提醒田十三 箱子千万不要被淋湿 或点燃一线 立刻离开 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如果遇到人拦截 格杀勿论 要是逃不过就逃 逃不了 就点燃一线同归于尽 总之 你手中的箱子 绝不能落得其他的座 随后 两个人齐上叛马 奔造营雕 到底最终 谁家的洪水淹没 我们拭目 金山岛之灯的 终于落下为命 今天就是宣布结果签订契约队 一步跑 金木兰就迫不及格 穿上美美裙的 他终于可以站在沈浪身边 向所有狐狸精 宣告沈浪的规属 不出所谅 沈浪和金木兰一进场 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他们肯定是今天 最耀眼的一对巨男量 可沈浪环顾四周 却没有发现 祝兰廷和仇敲队的影子 沈浪心想 这群人果然没有底细 那我先手为强 就不愧就 也不知道 祝兰廷看到自家庄园 被淹是什么表情 这时 凝王输大 速进 最后宣布 金山岛之争 三场比武正式结束 比武过程 公平公正 比武结果 公正有效 最终获胜者是玄武伯爵 从今日起 金山岛的拥有权 永久归为金氏家族所有 接下来 双方签订起约 听到这话的靖海伯爵 脸上有许多不光 但金山岛却也无发了 在三位裁判大佬的目光压力下 他不得不颤护 签字改正 既约签订完毕 靖海伯就带着柿子 直接扬长而去 接着 财疑也不见 张冲已经销售了很多 他也的确不是一个多名义士的人 一致不适 就准备直接进入行李 可玄武伯爵要离开时 宁王叔却叫住了他 我即将回京赴免 有句话还是要提醒你 大势所趋 顺者昌密者 你家虽赢了一场 但彭也只会 现在弯腰还来得及 至少能自己进行 真等到你死我国内衣服 只怕真是大魂头了 玄武伯爵知道 宁王叔这不是威胁 而是好人相聚 他希望自己能效仿住蓝亭 家族封地和兵权交出去 仅仅留下万五庄园 那样虽然失去了权势 却还能保护富贵 可刚正不遏的 玄武伯只留下八个 定为玉岁 不为瓦权 听到玄武伯的决心 宁王叔便不再行全 随后 玄武伯爵一家人 也乘坐马车离开 一路上 沈浪讲解他以后的战略部署 玄武伯爵问沈浪 你说静海博会顺利将金山岛移交给我们吗 沈浪回答的 不会 我也希望他们会 如果金山岛顺利移交给我们 我们就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开发金山岛的资源 如果静海博会的评点 私下的将金山岛取给海盗王 到时候海盗王派兵攻 我们又要投入大量兵力 最后金山岛就会拖死我 我的策略是 先放弃开发金山岛 这样海盗王一定会遵征金山岛 然后在旺牙 发展成一个聚宝盘的时候 我们再想办法 杀掉海盗王的活动 在此海盗王一定会赠出大量兵力 入境望远的这个金窝 最后在海盗王攻打望远岛时 我们召集所有兵力 夺取海盗王的老巢木巢城 占领雷州群岛上万平方公里的 然后隔海称王 越国国军就彻底拿我们一弹 玄武伯爵听到沈浪的战略 全身热血沸腾 没想到 沈浪已经想中了 金山岛之争结局已定 可近海伯爵并不甘心 竟然丧心病狂 派出助兰亭 前往玄武伯爵府封地 一烟亭 但这一切 逃不过神浪的神经量度 他立刻派出了侍卫金会 去炸开阑山 绝福光明的地坝 于是 两方人马为着同样的坏事 冒着大雨星夜 赴玄武城 几个时辰后 祝兰亭和仇骁率领200多名武士 终于走到了玄武城 而后 他们又集结了五百名金日 全部换上了海盗的衣服 浩浩荡荡前往玄武伯爵府 封地内最大的地坝 天刚蒙蒙亮时 他们终于来到了金序大坝 这座大坝 使当时的玄武伯爵金序 耗时三年多 动用几万人力 才修建完成 已有200多年历史 正常情况下 能阻挡五年一遇的洪水 随后 祝兰亭先派出一百人武士 潜入地坡上的两个室座 将玄武伯爵府的巡逻士兵解决 其他人准备好决堤的家伙 随时 而在祝兰亭 畅想着玄武伯爵府 从地被淹的场景时 另一边的金废 在泪死了五匹马后 提前一个时辰 来到了蓝山子绝火的地址 趁着夜色 他摸进了地址 是唯一的少所 只见少所那四个人 喝得烂酒呼呼顿睡 尤其辣眼的是 竟然还有两个光溜溜的男人 睡在一个被窝里 金废扶出匕首 轻松解决了四个人 正要离开时 身后一阵想动 金废闪电一边冲出 一键横在对方脖子上 猛地就要切下对方的脑袋 看清对方后 竟是一个遍体鳞伤 衣衫不整的女孩 她的双手双腿被紧紧困住 用脚趾头都可以想起 她刚刚经历了什么 这群情绍 金废不忍心在心中 她用匕首挑开了 每个手里面的绳子 并紧告她 我干的事情 你就刚没看见 你不要起来吧 一会儿我看你 女孩点点头 但下一个 女孩的手刚松开 就捡起地上的石头 发松了 朝那几个哨索士兵冲去 将那几个士兵的脑袋 咱们戏发了 金废心中一颤 还没见过如此当劣的女人 糟糕 有种心动的感觉 金山岛结束后 两方势力都固约而同的选择 做同一件伤天害人的事情 趁着女虎的烟天 幸运的是 审浪更可一步 侍卫金废起死了五拼 提前捅过人生子绝苦的意 在解决守护的士兵后 顺道还救了自己的未来媳妇 可那女子甚是当劣 在砸烂了几个守护的脑袋后 还想亲手砸死自己 幸亏金废眼疾手快 及时将女子捕晕 否则 白简的媳妇就突然没有了 片刻后 金废在堤坝上挖掘出一个大锅 将带来的箱子塞了进去 点燃影线后 他扛起那名女子 就使尽全力 向远处飞奔而去 三分钟后 他刚翻身上马 身后就传来几个公园 整个地面都跟着沉 眼见堤坝被震开一个巨头的缺口 幸运一样 击得了一天一夜的洪水 如同巨龙一般 汹涌而出 这对于蓝山子爵斧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金废站在高处 看着滔天的洪水 一时呆住了 没想到孤叶做出来的秘密武器 威力这么大 难怪不能让别人知道 此时在蓝山子爵斧的城堡内 世子柱文台刚睡醒 只听到外面仆人在 发动水了 逃命了 他猛地从床上爬起 从窗户一停 只见洪水已经冲通了城堡的围墙 朝自己房间冲了 随后他衣服都来不及穿 朝着山上狂奔去 幸存下来的柱家人站在山上高处 望着被淹没的城堡庄园 悲愤不有 柱文台更是跪在地上毫毫子呼 完了 柱氏家族每年鸡夜全完了 与此同时 田十三换了六匹 也终于来到了谷水 他顺利点燃了隐姓 正在谷水 另一边正在掘开 金序大阪的柱兰亭 此时还完全不知道 家里发生了一切 他派去清理大坝港少的武士汇报 本来在下雨天 应该加强保护的少所内 却没有发现一个使命 膨胀的柱兰亭 没有任何怀疑 立刻命令所有武士 赶快去挖开地板 一个时辰后 他们才将地板上的条石 先拆了下 照这个速度下去 挖开地板 至少还得两个时辰 不然 整个蓄水壶的水面 猛的一抖 有人发现 水位好像在下降 微一块 水面又抖了一下 水位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很快 蓄水壶中的水位警告标识 就落了出来 柱兰亭心里猛的一抽 水位下降这么快 肯定是其他地方泄洪了 他心里有种恐怖的欲 不愧是 想到这里 一双腿翼 一个亮枪 随后 祝兰亭不顾一切招呼人 赶紧跟他走 可愁消去拦住了他 愁消觉得 即使其他地方泄洪 此时挖开地板 依然可以淹没伯爵府的封地 可祝兰亭心知 如果挖开的是 自己家的地板 那玄武伯爵府的封地 就肯定淹没了 因为自己家在下降 随后他跨上战马 带着队伍朝自己家飞奔而去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他跑得再快 也无济于事 金山岛之争尘埃落定 玄武伯爵府一行人 乘坐马车返回玄武城 在路上 沈浪猜测 近海伯爵一定不会轻松 将金山岛的交出来 并且有可能会 偷偷将金山岛交给海盗王管理 从而让玄武伯爵府 和海盗王斗的头破血流 金木兰问那应该怎么办 沈浪早已想好应对策略 第一步就是放弃金山岛的开发 第二步全力开发旺崖岛 第三步杀了海盗王的儿子仇销 那时海盗王一定会打伤旺崖岛 而我们则 转而全力攻打海盗王的老巢 沐朝城 并夺取雷州群岛的大片土地 最后我们就可以隔海称王 到时候国军就再也奈何不了我们了 这样 我们就彻底保住了金家百年基业 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家族危机 玄武伯爵妇女听得目瞪狂呆 沈浪的隔海称王战略 真是让人浑身战略 热血了 沈浪和徐千千之前的约定 如今金山岛之争胜利 徐千千应该遵守约定 去投靠怒朝城大小姐 仇妖尔 希望他能够说话算话 如果他不算话 浪也打算说服他到天后 而在另一边 失败的怒将军太守 并没有立即访回怒将军 他知道 国军的意志不变 更激烈的战斗就要到来 他本来想用温和的手段 终结玄武国爵府的命令 那样才能显得出他的手段高明 如今金山岛已丢 后续只能通过流血战斗 来消耗玄武国爵府的实力 而他的想法 也和沈浪想成一步去 于是 张冲拖着病区 来到了静海伯爵府 此时的静海伯爵 还没从金山岛的失败中恢复 正在放弃着心中的怒务 那当看到张冲后 立刻就换了一副恭敬的态度 张冲问他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还能有什么打算 当然是拖着不给了 契约我是签了 但是想要我交出金山岛 完全是痴人说梦 那如果国军向着呢 你可能不交吗 唐伦冷笑道 怎么可能 国军恨不得玄武国爵府早点倒下 张冲直接给出了他的意见 立刻交出金山岛 并且不要破坏你们的炼铁作坊 任何设施 完完整整交给玄武国爵府 此话一出 静海伯爵的张冲疯了 张冲立刻了这么做的原因 顺利交出去后 玄武国会派出大量严厉物力财力 开择金山岛 而你在暗地里和海盗王邱天威 签下秘密契约 将金山岛的七成收益送给他 但需要他派兵来夺金山岛 那时候 刘天威和玄武国爵府 必定会发生一场血震 而我们则可以坐收鱼翁之力 静海伯爵听后去很清晰 这好像对我没什么好处 我只要站着金山岛不一交出去 金山岛可以一直数 张冲一听 这是要拆打 这静海伯果然贪婪自私 于是他直接威胁静海伯 你要是不听话 我心这么全套 就直接转过来 反正灭了你我也是大功一剑 看你的骨头 有没有玄武国爵硬 静海伯听了 你怒不敢言 他当然没有玄武国爵硬起 要不然 也不会背叛老牌贵族阵营 帮着他玄武国爵会 静海伯爵只能无那么喊 张冲 你好 我交行了 金山岛森战结束后 两方人满都不约而同的行道 做一件送进天然的事 那就是 趁着大女挖开衣服 淹没对方的衣服 最后 审浪这边更快一些 在侍卫金会连换武品马后 终于抢先一步 请客间 洪水如猛兽般淹没了整个山谷中 南山子爵府家的土地的庄园 南山子爵的儿子和夫人 侥幸逃到山上 才起了一条命 而在另一边 忙着挖开玄武国爵家 堤坝的南山子爵 突然发觉水库中的水味 在迅速下降 他意识到了事情不妙 立刻骑上快马 发风似的朝家里飞奔而去 越是接近家里 他的心脏跳得越来 太难心了 自从响应心症将封地交出去 他注视家族 只剩下这一片庄园 如果出事了 家族走了几百年的家业 将毁于一场 不绝间 在换了五匹马后 他来到了一座山前 绕过这座山 就是注视庄园 但助兰亭已经躲不及了 他果断抛弃了控制 直接徒手踏上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 终于爬上了山顶 刚上去 心里下了 向山下了看去 山谷那一片汪洋 注视家族的庄园 全部被淹没 只剩下城堡中最高的塔楼 露出水面 完了 一切都完了 注视家族的产业 全都毁在了我手上 助兰亭双头 一软跪在地上 想到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助兰亭两天成绩 神浪 我问候你全家 我一定将你碎尸万段 剥皮抽筋 在巨大的悲痛和气氛 双重底下 助兰亭心中一阵剧痛 接着一口老血噴出 直接晕了过去 身体也从山顶直直塞了下去 就这样 神浪的死对头 又想象 男人跪下不停磕头 直至将额头磕出洗 而他这样做 却只是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 就在刚刚 玄武伯爵府一家 在金山岛胜利后凯旋回家 收到消息的岳母大人 早就翘首已带了 玄武伯爵一月未见夫人 激动地就要扑上去 来个激情拥抱 世子金木聪也第一时间冲上去 想告诉母亲 自己赢了关键一战 不定是废物 二二 两人都扑了个记录 伯爵夫人掠过伯爵和金木聪 直接冲到了神浪面前 我的好浪 这次大货全胜多亏了你 要没有你 你的岳父和金木聪 可能裤子都输掉了 可见伯爵夫人的眼睛是血亮了 这场景 让一堂的伯爵和金木聪 看得羡慕极度恨 想到自己一个月的埋头作弊 金木聪更是想哭 我容易吗 明明我是最需要夸张的那个 见状 伯爵大人拍拍傻儿子 肩膀安慰我 你也辛苦了 跌回头奖励你的媳妇 金木聪一听这话更委屈了 十年前你就说姐妹我和媳妇 到现在也没见原因 是还没出生吗 伯爵也有些委屈 他确实早给金木聪定了媳妇 只不过过房了 片刻后 沈浪回到书房内 金会和田十三早就等待复命 如今玄武伯爵夫兄弟 没有被红水淹没 可见他们的任务完成得很粗色 但沈浪心中却有个疑问 金会伤后怎么绑了个漂亮女人 沈浪调侃金会 你不会娶不到媳妇 抢了一个回来吧 听到这话 金会冷汗直流 要知道 强语人在伯爵府不是当罪 于是他将事情经过 完整告诉沈浪 沈浪听后眉头一皱 这蓝山子绝谱 真是上梁不正下梁外 随后话锋一转又问金会 你做的事 这女人都看到了吗 金会点点头 沈浪脸一黑 既然这样 那就只能灭头了 伯爵府强力火药的事情 不能传出去 毁地烟田 这种丧尽天良的坏事 更不能让外人知道 一旦暴露 玄武伯爵府将有灭子之灾 金会一听这么严重 不停磕头向沈浪求情 并且朝着那个女人 让她也发誓 绝对不说出去 可女人虽然全身被绑 依然桀骜不逊 扭过头去 没有半分求饶的样子 沈浪打量着女人 这女人面容娇好 皮肤头发也都保养得很好 不会武功 却个性高 沈浪想到了一个人 在其他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沈浪趴在了女人胸前 侧耳倾听 此时女人 像浑身颤 她心里只想到了一个词 人渣 沈浪听到 这女人心律不齐 心得有些毛病 沈浪已经大概知道是谁了 但她还要调戏下金会 顺便帮帮这个老实人 沈浪命令金会 这女人雷厉不明 把她将杀给 金会一愣 又拼命地磕头求情 直到将额头磕破出现 原本桀骜不逊的女子 见到金会这个样子 眼神一时也温柔下 一旁的田石森 于心不忍 也跪下来帮着求情 沈浪问金会 你喜欢这个女人吗 这突然的感情问题 让金会说话 一时有些结果 沈浪不等她回答完 就让她选 给你两条路 要么杀了她 要么娶了她 老实的金会第一反应 就是要拒绝 她宁愿死 也不愿趁人之威 委屈女子 沈浪真是恨铁不成钢 只好再助攻一次 这个麻烦是你带来的 你将她带回家 寸步不离死死盯住她 如果她跑了 你自己就撞墙吧 金会立刻喜不自禁 随即解掉了 女人脚上的绳子 还轻声安慕 我带你回我家 你放心 我家里还有一个妹妹 你单独住一个房间 我绝对不会踏入半目 沈浪见金会这么多 临走前不忘交代 金会你要搞不定这个女人 就踢头来见吧 随后 沈浪目光转向田十三 你也辛苦了 你去休息吧 有时间我指点你几招武功 田十三心里嘀咕 咱能不吹牛吗 这伯爵府里 你连丫鬟都打不过 但表面还只能恭敬表示 又感谢又气敛 待田十三和金会走后 玄武伯爵走了出来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女子天生心脏狂 不能恋 性格又泼辣倔强 应该是江门豪族家的小姐 她这样的身份 即使被玷污了 金会能高攀得上吗 沈浪黑黑一戏 怎么不能 这小妞性格偏激 我这样的美男子 郑永都不瞧一下 说不定就喜欢金会这种老实人 这时 小兵匆匆跑来比划 徐千千来 玄武伯爵一听 时去的先离开了 知道 沈浪对这个前妻可没有底线 有些辣眼睛的场面 还是不见了 男人刚取得了一点小成就 前妻就迫不及跑来献身 只因在金山岛比赛前两人约定 如果沈浪成功获得金山岛 前妻徐千千就要帮他卧底海盗王怒调成 如果失败 就要和徐千千一起偷合三王 如今 沈浪刚得胜归来 徐千千就如约而至 今天的他盛装而来 全身喜团的美人 真的香香的 一副非能像沈浪不敢的样子 沈浪也很受用 假装很关心 好久不见 千千自受 徐千千没演绎 不是因为夜夜思君 还热情消失 徐千千把沈浪聊得快要保持不住 沈浪赶紧进入正题 我们之前的约定还算数吗 当然算 我这幅身躯 与其被男人糟蹋 还不如给女人睡 我明天就可以出发去怒朝城 前夫在仇耀尔的身边 不过沈浪 你怎么就觉得我不会被判你了 我成为仇耀尔的新妇后 凭什么还要听你的命令呢 沈浪一听 你说的好像有些道理 徐千千又开始聊沈浪 那你要不要在我灵斗之前把我睡 趁机搞到肚子 沈浪一听这虎狼之词 身体立刻坐直了 不过他不是害怕 而是掰着手指头开始记得 嘴里念念有词 别说 这两天还真是你的排冷气 徐千千都惊了 沈浪怎么知道这个 他们虽曾有夫妻之名 但没有夫妻之事 随后沈浪躺在沙发上 来吧 我身体可以见你一个小时 你上来自己动 你以孕妇的身份 确实更能够获得仇耀尔的平情 更容易接近他 这个渣男 徐千千横腿掐了下沈浪的腰 力道之大 沈浪躺得不叫急 徐千千站起来准身就了 今晚我就出海了 走到门口的他好像又期待着什么 期待沈浪真的留他一晚 或者关心住他这一晚 可沈浪最后一句话都没有说 就任由徐千千走了 而在沈浪的死对头那边 张冲从近海伯爵府回来后 任怒江边找了个院子住下 他望着越国的地图思绪万千 最后目光落在了怒朝城 如今金山岛的争夺 将海盗王拉了之后 他必须要将怒朝城也紧过在手里 否则最后 玄武国爵府的封地 都供海盗王蚕食的 国军必定咬不了他 但现状是 包括怒朝城在内的雷州群岛 都是一片法外之地 上面的几万海盗 只认海盗王邱天威 不认任何国军 完全是一条不受控制的鲨鱼啊 最后他又想起来 自己那角色的名 虽有不舍 但为了心中定的夜 他只能开口 春花 贵父想要你去一趟怒朝城 张春花一滴有些害怕 爹 你不会是要把我送给 裘天威那个禽兽吧 张春听到自己 在女儿心中 是这么个不择手段的情形 也有些无奈 爹是有隐心 但也不是毫无底线 将自己的宝贝女王 往火中 你知道仇妖儿吗 张春花一听又一惊 啊 爹您是让我勾引女儿 这我可没经验 仇妖儿是海盗王的女儿 传说比海盗王还厉害 而且他还喜欢你 张春都快被气糊涂了 不是勾引 只是让你全权代表我 成为他身边不可或缺的人 最好可以做了他的决定 这我倒可以试试 明天我就去怒朝城 男人真是色胆包天 竟然大白天躺下来 让美女坐上来 最后回应他的 只有美女的活命十三种 送到美女后 娘子贴心地给他声援 他竟还大言不谈 是徐青青那个 不要脸的人勾引我 然后我一下都推他了 我说这是另外的价钱 结果他勾引我不成 竟恼羞成怒 在我腰子上 狠狠掐了一下 金木兰听了这话后 皮笑若不笑 哦 他就慌了 殊不知他白天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早已被狠狠扭的金木兰偷听 金木兰立即将沈浪挥了 要不是我喜欢你这个渣男 你就算有十根 也被我淹了 沈浪立刻向娘子求饶 顺便传话题 娘子你不是一直担心 金木找不到媳妇吗 我今天给他找到媳妇 金木兰的八卦之心立刻燃起 于是沈浪经白天 如何助攻金会的事情 给妻子的嫌疑 而在另一边 金会就跟女子 被金会听走了自己的想法 女子一进入金门 就目睹了 和想象中男人的家完全不一样 虽谈不胜奢华 却能定的让人发挥 房间内还养了几只小猫 女子看到后心都化了 不觉露冲了一鼓一响 没想到 这个心狠手辣的男人 还有如此温柔 这时 金剑娘匆匆闯了进来 金剑娘是金会的妹妹 金会分负妹妹好好照顾女子 自己便灰溜溜的跑了出去 等会再次返回房间时 却听见房间内一阵阵的啼哭声 不仅仅是这个傲娇女在哭 金剑娘哭得更晚 嘴里还不停骂 祝家人都是处 我明天就哭一夜 把祝家人都杀过 殊不知 祝家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第二天 金会一早找到沈浪汇报 王莲死了 沈浪一惊 这么快 按时间推算 应该还能活几个月 原来王莲是自己放火烧了自己 沈浪不由得有些退屈 平时贪生怕死的王莲 这次竟如此拒绝 随后沈浪分诉金会厚葬王莲 毕竟他帮自己除掉了 林卓那个大破 也算是有天不尽 最后 金会又拿出了王莲的一件遗物 这是一个陶骗 上面刻着一个字 但这个字 即使沈浪用至脑宗所也不认识 不知道隐藏着什么含义 沈浪只好让金会 将陶骗和王莲的补回 一同名 为了接下来 大力开发望牙斗资金 沈浪去了一趟自己的秘密山洞 顺便去了一趟王莲的子墓 在王莲的坟墓上 随着击败下 正在祭拜时 忽然身后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 前面可是玄武国绝府的孤叶神话 两个侍卫瞬间如临大敌 那人缓缓从树林中走出来 强大的气场 让几人色色发的 他们心里已经知道 今天挺定敌的过这个强谣 那人接着问 是你破责天物的流星变化 沈浪瞬间明白 眼前这人是谁 他就是唐人的师父 南海晋王李千秋 李千秋是大宗师级别的人物 武功深不可测 传闻 他为了武功的至高境界 连老婆都等着 如果等着起来 三人是绝无身份 拿着在沈浪点头回答后 李千秋本身就走了 顺便招呼沈浪 跟我走吧 我已经和玄武伯爵说过 沈浪几人一时面面兴趣 没想到有一天 沈浪也会每天抄书 这个时候 他多么希望小舅在身边啊 就在几天前 沈浪去取钱的路上 直接被人拦住 原来是南海剑王李千秋 这可是大宗师级别的人物 沈浪几人根本无法抗 只能先让手下回伯爵府报信 自己跟李千秋一趟 沈浪上车后 李千秋披上粗布外衣 简单一容后 立刻变身为一个 宝金风霜的车夫 他们一路南下 一路上至李千秋 宛如一个机器人 三天不吃不喝 就算赶车的时候 也得闭眼灵晓 简直要成香了 沈浪想起 上次和金木兰 一路去南海剑王李千秋的路 这一路上也太有趣了 经过三天两天后 他们从陆地走到海上 终于到达了南海剑王 一上岛 沈浪就远远看到 不远处的悬崖上 有一个傻子 握着一只剑在发呆 仔细一看 竟是曾和金木兰比武的唐妍 可一眨眼 唐妍尽直直跳入海里 这把沈浪看呆了 但李千秋却无动于衷 沈浪惊吓 这难道就是南海剑王 一面形成修炼方式 很快 他们来到了一个山洞 沈浪不知道李千秋要做什么 只好跟着往里走 他们越往里走 越能闻到一股恶臭味 还有粗重的呼吸声 最后他们走到山洞 进口一时年前 李千秋气里面大声 娘子 我一夫懒 第一次听到李千秋 这么温柔的声音 沈浪顿时觉得 全身鸡皮疙瘩掉了 传说李千秋 将自己的妻子杀死 原来是在这山洞里面 只听李千秋继续 娘子 我带来你的人 你不用再闭关了 跟我出来过日子 只听见里面的人都骂 要不是你带来的那个贱人 我们家的贱人 怎么会被拖 亏我还把他放给人面对 他定给我醒了 让我忘了贱人 还毁了容 娘子 我对不起你 多怪我瞎了你 我现在带来的人 他已经完全解误出了 天海游行剑 而且还破解了他 我们家的剑法不会是传 里面的人一听 立刻打开了门 从里面走出一个奇丑屋 皮肤像长熟一样的女子 沈浪看到 顿时感觉位置有点不适 那女子威胁 你要撒谎 我一定杀了你 李千秋转身 向沈浪弯腰鞠躬 沈公子 拜托你了 沈浪爽快答应 离开山洞后 他就开始赞笔疾书 这剑法字太多了 整整两点多页 沈浪足足用了两天两页 才将整套剑谷全部 这个时候 他真是无比难念 他那怪超出的想救我 很快 沈浪写完了 李千秋拿着全新超出出来的秘籍 飞快朝着山洞出去 他的妻子快速穿越了一遍火 仰头痛苦 我的剑谷终于回来了 祖宗的剑法 没有在我手中示唤 李千秋又劝妻子 既然剑谷回来了 你就不要住山洞里了 跟我出去吧 哪只妻子无比自卑 立刻将李千秋出去 李千秋按案发誓 一定要将害妻子的人 碎尸万人 完成任务后 李千秋第二天 就送沈浪自身回家 在路上 沈浪问害她妻子的是谁 有没有报偶 原来 害她们的是 燕南飞的女的薛小雪 而如今 薛小雪马上要成为 三王子侧妃了 她娘子每隔一年 都要服用一次薛小雪 送来的紧案 会死 沈浪立刻明白了 一山不容二污 燕南飞是南海尽态的 她曾找李千秋不愚 结果却采动 于是她处心积虑 让自己的女人 弄成一个波 潜伏到镜王出户身边 成为了他们的名字 得到秘籍之后 还给镜王欺负起 然后远古高峰 突然 李千秋意识到了危险 糟糕 我们被人盯吵了 老人回到家 发现家里所有房屋的烟 一气之下 一口老血通出 整个人直接滚到山下 可惜 好人不偿命 坏人活千年 才晕倒后 被儿子锁掉 醒来第一件事 她就要求儿子 不惜一切代价 灭了神浪 于是他们找到了秋风楼 这是越国最强的暗杀组织 一旦他们接下单子 就没有杀不掉的目标 上到魏国将军 下到负伤害 没有人能逃得掉 传说秋风楼的背后 有能力的剑台 薛氏家族和三王子撑腰 背景可为深套 朱兰廷开门见山 直接问秋风楼的掌柜 杀神浪多少钱 掌柜的想都没想 就直接回复两个字 不接 朱兰廷非常惊讶 她仅仅是伯爵府的一个坠序 玄武伯爵府都覆灭在即了 她一个小坠序 有什么不能杀 掌柜解释道 不是因为她杀不得 而是因为 她时时刻刻都在伯爵府中 身边同时有一队武士 三个高手在保护 出手带定太高 失败概率太大 不值得 而朱兰廷早已调查了 沈浪的行踪 告诉掌柜 沈浪此时不替玄武伯爵府内 而是远在几百里之外 乌生一人 没有任何高手保护 身边就只有一个老头车夫 朱兰廷指着地图 我一直派人沿路盯着她 她回来必定还得到调略 你们可以在中途服杀 多捧些高手 一定可以杀了 这么轻松的单子 掌柜的高兴和布隆者 立刻答应 随后她指着账单 一万金币 付钱了 这么贵 但是为了除掉沈浪这个货 朱兰廷还是有没有答应 唯一的一个要求 就是要沈浪的尸体 她要将沈浪八皮抽筋 捡八块 扔出去喂 这样才能解心投掣 另一边 从南海见岛返回的沈浪 正认真听着李千秋 讲述妻子的故事 突然 李千秋意识到了威胁 糟糕 我们被人盯着 而在前方的山坡上 朱兰廷和一队秋风楼杀手 早已走在多时 当探子来报 沈浪旁边只有一个 不知幸运的车夫时 朱兰廷欣喜若狂 沈浪 今天就是你的祭予 这就是你得罪我的现场 随后他不顾杀手头领的祖人 竟直接跳上去 想要亲眼看到 沈浪惨死的场面 一般来说 秋风楼杀人 雇主是不能在场的 奈何助兰廷有 加钱的超能力 最后 杀手头领一声令下 几十名杀手 朝着沈浪的方向 旁边去 在权势面前 再高的武功都一文不值 这是一代宗师李千秋 交给沈浪一辈子的感悟 也是他明知道 仇人在哪 却无法报仇的原因 李千秋将沈浪 从南海见岛送回去 一路上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宗师的沈浪 忽然想学武 让李千秋看看 他的天赋如何 然而却被李千秋一口回绝 理由是 金木兰天赋很高 沈浪的大哥大傻 也天赋一笔 假以时日 必定都是一笔宗师 沈浪没必要学武 况且在全身用钱 最高的武功都一路 原来 自从金木兰的师父 宗楚克将对沈浪 特意带着大傻来 南海见岛起 我的傻徒弟 就是比你的蠢徒弟强得多 李千秋的声音 充满了无论和凄凉 沈浪安慕 见王前面 您妻子身上的剧毒 我正是无几 但我会想办法 有朝一日 不怕恢复原来的吗 李千秋也很紧张 告诉沈浪 如果有朝一日 看你拟头 你可以来见他头 我这人虽没什么本事 但保你一条命 或许还能够 沈浪更是无比的 殊不知需要 见王保命的机会 立刻掉头 故人 从树林中 窜出一对人马盘住的 沈浪二人的马车 为首之人 竟是从山上 掉下的柱人亭 嚣张不及 没有想到沈浪 我们又见面 沈浪有点惊讶 他出现在这里 子觉别来无恙 怎么最近如此憔悔 是不是在你发生什么大事 朱兰廷一听这话就气着 这也坐实了 水烟住家庄园的事 就是沈浪干的 他指着沈浪破口大骂 就知道是你这混蛋做的好事 演了我住家品年机 今天我就要 把你分身碎 把阿皮抽筋 沈浪装多一脸委屈 还想走遍 子觉大人 可千万不要冤枉好人啊 我连你家 在哪都不知道 再说那天我人在 紧拍入外的木匠猎场吧 朱兰廷说着 就要命人杀过来 这时的沈浪的车夫 突然发话了 秋风楼 你们竟然连这种单独都接 刺杀伯爵府的女婿 快归着他 杀手首领 显然还没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随狗回到 小巧坠去 区区一个楼 什么不能杀 这荒郊野外的 也没人知道 神浪目光一寒 秋风楼的背后 只能禁害 隔五弯伯爵府 薛家 而薛家的背后是三王子 难道是他们想杀我 杀手首领也很坎诚 主子们 杀你倒不至于 毕竟你 只是一个蝼蚁 入不了他们的法眼 但讨厌 你却是真的 神浪一想掩饰 薛家是玄武伯爵府 与金木聪并婚约 他们现在发布的紧约 而三王子的走狗里闻证 就是被神浪弄死的 这时 剑王轻轻叹息一声 从马车上向来 把他车身后的墓垫 杀手首领见到这只墓垫 目光顿时一惊 立刻让所有人停止 颤声问道 请问格西是谁 虽然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还心全讲解 只见李千秋撕掉脸上的人 平面具 轻声说 就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 李千秋只是站在那里 气势上已经压倒了所有人 杀手手领一拱手 哆嗦着求饶 李先生 今日就当做没有剑步 行吗 李千秋只回他两个字 不行 杀手还想拉出背后的人撑腰 我们可是大宗是燕南飞的人 我们的背后 还有五安不绝 还有三王子殿下 你难道敢杀我 李千秋借用了深刻自己的话 告诉他 这荒郊野里 也没人知道 话音刚落 李千秋掠过杀手头领 他还没来得及反应 杀手手领的脖子 又阴声而断 其他杀手见状 如飞蛾扑火一般 疯狂地朝着李千秋冲去 然而李千秋就如同卡瓜切菜般 一刀一个 短短一分钟 修风楼的几十个杀手 就被杀干干净净 这犀利的剑子 没有任何花招 仿佛杀手们 一个都往肩上撞去 沈浪不由地看呆了 前辈 这是你心恋的 星辰陨落剑 好厉害 我要学我要学 然而李千秋 根本不懂他 沈浪一时有些尴尬 又死急发烈地问 那我娘子 未来会有这么厉害 先往这前点面 本来他不可能 但现在因为有你 所以如 你在武功秘籍上的天才解脱能力 他可能会比我还厉害 沈浪听了心风 进了王前面 你也太会聊天了 一心夸俩俩的人 最后 李千秋静止走向朱兰亭 一剑一个 让他身边的护卫 先杀了个赶紧 此时的朱兰亭 还想起个贵地求饶 然而 剑王将剑放在他的脖子上 却说 神浪 这个人我能杀 一代宗师 在一尊中美 消灭了一名杀手 然而 面对一个贵地求饶的贵族 就不敢出手 沈浪一脸疑惑 没想到大宗师也有怂的时候 经过了解 原来李千秋出身卑剑 一想到要杀贵族 心中就颇为惶恐 感觉要跟整个国家的王权作对 所以不敢碰下杀手 朱兰亭听了李千秋的话 一下站起来又消声起 我可是国军树立的新政旗帜 你们杀武 就等于和国军作为 沈浪呵呵一笑 飞开李千秋 你不敢我 区区一个紫爵而已 在这荒郊野里 解决掉了神不知鬼不觉 说着 沈浪就拿出一只瓷瓶 在朱兰亭面前放了 紫爵大人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喝下会死舒服 朱兰亭向他浑身颤抖 刚才的嚣张气焰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 无边的求生欲 他不停地磕头求饶 直到额头都渴出了血 但沈浪无动于衷 直接掰开朱兰亭的嘴 将整瓶子的硫酸都倒进去 片刻后 朱兰亭嘴里冒出一阵阵浓烟 整个林子里回荡的 都是他的惨叫声 朱兰亭足足哀嚎了半个小时 才彻底死去 这惨状 让人看着都觉得毛骨索燃 临死前的朱兰亭 应该很厚 还不如当时 从山上坠下去时 就死了 接着 沈浪开始挪动地上的尸体 他要制造 蓝山子爵斧和秋风楼 互相斗殴而死的假象 李千秋提醒他 这样是瞒不住的 何必夺此一举 但沈浪比较更懂人心 这是无头的案 总要给人一个交代 有个假的案 也给没有的案 要不然 地方官员岂不是很能做 最后 两人又一起坐上马车北上 经过刚才一起杀人的场面 此时两人的关系 已经更进一步 沈浪犹豫着问了一个私密的问题 之前的剑王都生了女儿 李千秋回答有过 但没保住 没想到触及了前辈的伤心往事 沈浪能经常患 前辈您刚说 海盗王的女儿 仇妖儿的身体天赋 仅次于大婶 那您是见过她吗 她长得漂亮吗 李千秋想了片刻 却不知道怎么说 也许天天见自己的丑媳妇 她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沈浪又问 听说仇妖儿喜欢的女人 有这回事吗 李千秋还是什么都没回答 偏偏沈浪的八足之心 还是一直问了不停 粉死了 剑王只好一边停车 一边又闭眼 进入了冥想 这一路上 可把沈浪郁闷死了 难怪这剑王收唐颜为狐 两个人都是闷狐 另一边 在沈浪还未到家时 玄武伯爵府 却迎来了一位独速之客 就是武安伯爵府的敌与薛 武安伯爵府 是比玄武伯爵府 实力更强的贵族 薛氏家族 虽然只有两千四军 却还控制着南海剑派 两千多名帝 南海剑派的整门 一代宗师燕南飞 也是薛家的帝 而且薛家背后 还有三王子撑腰 一百多年前 玄武伯爵府的先祖金咒 曾拯救武安伯爵府 于危难之中 而南海剑派的开放祖师 也是金咒的帝 从一之后 两家就一直交好 于是在金木聪出生时 就给他定了了薛丽的婚事 只是这两年 玄武伯爵府示威 武安伯爵府 却人才济济 这位百年盟友 对玄武伯爵府 开始冷静起来 金木聪和薛丽的婚事 再有问题 既不毁婚 也不退婚 一直拖到现在 而薛丽这次 就是亲自退婚 而玄武伯爵一家 还不知道薛丽 此次前来的幕录 一家四口一起出来 隆重欢迎薛丽 只薛丽刚见面 开口就比您来意 我来退婚 听到这么直接的话 玄武伯爵一家 立刻面色一变 这也太过分了吧 一般有头有脸的人家退婚 都要找诸多理由 再拖个一年份子 给两家都留够面子 你到 自己亲自来 连借口都不找 也太欺负你了 打着薛丽又说 我父母每日为我的婚事焦虑 想要退婚 却又苦苦找不到理由 于是一年拖一年 我看不过去 所以直接来了 为了两家的颜面 不至于太难看 请玄武伯主动去我家解除婚约 那样两家接待欢喜 听了这话 玄武伯爵气得浑身颤抖 面色挺轻 金木聪更是满脸通红 双目充许 这是他受到的前所谓的迟日 薛丽瞥了一眼金木聪 毫不顿乎 就你这头肥猪 还想娶我 做你的春秋大梦吗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不过薛丽确实是有底气的 他除了是武安伯爵府的敌女 还是当今种妃的义女 从小在种妃身边长 而种妃出自镇西侯爵府 还是三王子的生命 这镇西侯爵府 是越国排名第二的军方巨头 正是有了镇西侯爵府的支持 三王子如今才能在朝堂上 和太子分平抗 画面回到玄武伯爵府 金木聪谱到侮辱后 好一会才震定下 他走到薛丽面前 薛丽 我要你记住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又补了句 我几乎不会放过你 说完他就哭着跑了出去 薛丽望着肥宅这么怂的背影 内心更是不见了 随后他和玄武伯爵告别 话我已经带到 告辞 看着薛丽离去 是家族的敌女种诗诗 果然养在种妃身边的 都一个妙性 偏偏这个时候夫君不在 等他回来 一定会提醒旧的 出这口热情 传说中 天赋一禀的海盗王之女 仇妖二终于要出场了 金山头的争夺结束后 沈浪听说 仇妖二喜欢女人 于是就和前妻 徐千千一程合作 让徐千千过敌到仇妖二身边 为他吞并怒朝城的计划 打好前阵 而怒江太守 张冲也派出了 自己的女儿张春华 前去勾引仇妖二 三个美女的好戏 马上就要开场了 在去怒朝城的团上 徐千千已经了解到 这仇妖二外号叫血罗诚 目前武功已经回到了宗师级 远在怒朝城少主仇宵之上 照现在的势头进去 肯定是心里人海盗王 可到了怒朝城 徐千千一连几天 都没有见到仇妖二 终于在一个岛城 他在码头等到了 出征归来的仇妖二 只见仇妖二 绑绑从家本上走下来 虽然隔着树民远 徐千千也能感受到 他全身所自发出来的杀气 但他不是传闻中 腰为八尺的胖子 而是一个前步后翘 身高腿长 身材劲高 英姿四处美女 一时间 徐千千眼神流露出无限重 思考着 如何才能尽快接近仇妖二 正当徐千千思考之时 只见手机 递给仇妖二一个指头 上面赫然写的 陆江太守张冲之女 原来张春华 也已经到了怒朝城 片刻后 在仇妖二宅邸的会客厅内 张春华见到了仇妖二 张春华一下 被仇妖二的气势震慑 他从未见过 如此激发气又美丽的女子 稍微镇定后 开门见山 想要一下就吸引仇妖二的注意力 求当小姐 我能帮你 祭拜你的弟弟 成为新的怒朝城主 两年之内 登上怒朝城主宝座 三年之内 帮你一统东部海域 五年之内 让你引女子之身封侯 张春华是懂话语的 根本不管是否能实现 先镇住对方的态度 可仇妖二对这些根本不兴趣 什么都没想 直接命运死马 张春华被两个女武士 直接叫做拖了出去 他还一脸欲闷 这世界真有人 对权力不兴趣 半个时辰后 徐千千拜见仇妖二 一见面 徐千千就装出一副可怜样 眼泪汪汪的倒在了仇妖二面前 呼唬着自己的委屈 我乃徐光女之女 沈浪害得我家业全毁 我未婚夫张静 杀我的全家 我一个弱女子 已经走投无路 面临绝境 请将军救命 顺便还表了个白 奴家一见将军 精神性能 身心巨蟹 从今以后 愿为将军扑床迭套 洗衣服 哪只仇妖二一句话 就把她掖住 我不喜欢女人 来人送座 徐千千一向愣住了 真的假的 这和传闻中不一样 随后 徐千千也被戒指扔了出去 是什么样的人 让美女情不后继 最后美女多到只能去扫院的 她就是下一任海盗王仇妖二 传说是个喜欢女人的人 可当张春华找到她时 直接就被扔出去了 就在徐千千也要被扔出时 她直接扑到了仇妖二的脚下 摸着仇妖二的大脖 声泪巨星地 呼唾着自己悲哒的身世 没想到仇妖二也听出过徐千千的事迹 当时有些心乱 可她已经救了太多可灵女子 现在府中已经云露了 她问徐千千会洗衣做饭吗 我可以学 又问会自救逢衣吗 我也可以学 这虚心的态度 像不像刚毕业者工作的女 空有一身态华 一问心不过 最后徐千千说 自己会管账 可仇妖二每次抢来的台务 都是直接交给海盗王 根本不正合口 于是什么都不管 徐千千被分配去做了 最幸福的短扫卫生工作 就这样 她成为了仇妖二城堡之内 一名光荣的扫地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取得仇妖二的性命 可就连最幸福的扫地工作竞争 也很激烈 不大的院子里 有几十个美女人 这景色 简直比皇帝的后宫还美丽 而在海盗王 邱天威的府内 也来了一位武俗之客 他就是将金山岛输掉 近海伯爵 近海伯奉了张冲之命 来与邱天威联姻 还要将金山岛的部分收益 作为礼物送给邱天威 邱天威听后哈哈大笑 没想到堂堂贵族 竟然主动来和海盗联姻 你们现在都这么没底线了吗 那你是看上了我女儿 还是我儿子 要是女儿 我可做不了主 可近海伯并没有在意 邱天威的话 女儿婚姻 还不是由父母做主 我愿意用金山岛输成的收益 作为聘务 邱天威一听 你想这也太没有诚意了吧 谁都知道 你们已经将金山岛 出给玄武国局主 近海伯直接入出了无赖福利 但只是纸面上的合同 我只要不配合交接 你再开谢兵助手 金山岛的收益 就会一直是我们的 而玄武国爵 根本没有实力夺宝 国军更不会帮他 邱天威默不作声 但显然一极的说动 近海伯继续忽有 待时机成熟 你还可以趁机夺取旺牙斗 接着将势力发展到大陆上 而且 来之前 我已经请示过太子 你只要愿意归附 待太子登基后 就可以封你为侯爵 邱天威直接开口问 需要多少兵呢 助手金山岛 只需五千 就可以抵御玄武国的攻击 这样呀 那我要七成收益 近海伯一听 立刻怒了 太过分了 所有的矿工和工匠 都是我将输的 你坐起你骑程 还要求这么多 邱天威一点都不让步 我这里有的是奴隶 大不了等你将金山岛 交给玄武国 我再派兵过去 他就是 到时候 我就能获得金山岛所有收益 近海伯的心 好像在低血 但也无可耐忍 只能答应条件 七成就七成吧 我们签七约吧 签约 签什么约 那玩意儿要是有用你 他会来找我吗 随后 邱天威发号命令 来人 集结五千军队 准备登陆金山岛 近海伯一惊 这效率也太高了吧 真是无力不起 而在沈浪那边 他已经被剑王护送的 进入了陆将军境内 明天就可以回到国爵府 他不愿再和剑王 风餐露宿 而是直接住进了官邑 一进门 沈浪就高喊 我是玄武国爵府的姑娘 给我开最好的房间 今天这里我全包了 老板见来了大冤主 无比热情地 将沈浪赢了进去 可李千秋却不愿意住进去 执意要睡在马车上 然而沈浪刚睡醒 不动了一个时辰 官邑的门 就被一睫闯开 什么阿猫阿狗 也被遭了整个怪异 沈浪竟然还有这种品号 曼叶森更偷牛的内部 就在几个时辰前 连续满路几天的沈浪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酒店的横下 就被一个嚣张罚扶的女人 运行吹起 女人张头惊了 实骂骂 一个小酒坠续 也被包下整个酒店 来人 把他丢扔出去 真是冤家路窄 原来是武安伯爵府的薛李 他也是金木聪的未婚妻 听说从小嚣张罚扶 今天出现在这里 沈浪猜到他 肯定是去玄武伯爵府退婚 但此时的玄武伯爵府 和武安伯爵府 还没撕破脸 沈浪只能恭敬的下去 没想到薛李比想象中嚣张多了 他直接用鼻子看着沈浪 以这下剑的身份 没资格看我 更没资格和我说话 赶紧带着你的狗鬼 听到这话 沈浪一脸怒气 这女人的嘴 真是比我还赌 看来他在玄武伯爵府 肯定已经有玄武伯的尊严 抬在脚下 而李千秋一抬头 你说的狗是指我 面对眼前这个和薛薛有些像的女人 他脸上露出一丝杀意 幸好这是沈浪拍了拍景千秋的肩膀 马说 我们先走了 李千秋听话地和沈浪离开 殊不知 此时沈浪心中 已经有了一个恶毒的报复机会 临走前 他用透视眼飞快扫射了一圈薛李的屁股 不是要耍流氓 他只是想激情薛李内裤的捆势 沈浪两人刚走出门 身后又听到薛李的叫喊声 把这个废物坠续碰过的东西 统统给我换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客厂后 沈浪从包袱里 打出十几个瓷瓶 挑挑拣拣后 终于选了一款适合薛李的屁股 此药接触后 皮肤会长出无数的小水泡 起氧无比 只有等水泡一个个破裂后 皮肤结成佳 最后等长出新皮肤 再将一整层结成皮肤结成 走过全域 此过程会持续整整十天 虽然不会有幸运之危 但过程真是痛苦 沈浪嘴角露出一丝凝笑 这次的教训 相信会得薛李 有下一辈子的阴影 随后 沈浪根据刚才的记忆 画出了一张薛李的内裤草图 拿到当地最大的丝绸店铺 让他们做了条一模一样的 回到客栈后 他戴上手炮 小心翼翼地将毒液涂到了内裤上 最后还拿出玫瑰香精 均匀在内裤上 付毒液涂 做完这一切 他找到了建王李千秋 秦辈 您不是说 欠我一个人情吗 帮我做件事吧 李千秋听后 一口水没喝完喷了出来 你通喵的 我建王的人情 就那么不值钱吗 你竟然让我 帮你去偷女人的内裤 我堂堂建王 让我去当变态 沈浪下面表里表气的话 简直是绿茶话说的饭门 薛李身边高手如云 也只有您这种大宗师 出手能够做到 当然您不答应也没事 我还是会尽全力救治您的妻 您不必觉得推进 我刚才听到 他们是从玄武城退风火 羞辱我并不要紧 但让人愤怒的是 他将我岳父全家的尊严 都踩在地上 只怪我自己没本事 没法替他们出气 让您这种大宗师出手 确实有点降低 您无论 沈浪做出一副 无奈又屈辱的表情 剑王最后白白说 罢了罢了 像我这样出身背景的人 哪有什么格调 随后他用剑挑起内裤 一眨眼 从沈浪面前消失的 无影如踪 半个小时后 原版内裤就到了 沈浪的面前 看样子 应该是刚洗完量身 正好可以拿给小舅子 做引物 但这却苦了单纯的李千秋 本来想睡个安稳教的他 一闭眼就是噩梦 梦里娘子 怪他做出这么变态的事情 马上要和他离婚 他一下就被信心了 醒来第一分就是 沈浪这种人 以后还是少点交道 女人半夜 现在生气蛮难耐 不是因为太记忆 而是他遇到了病态 又在三天前 他在鹿江峻的客栈里 遇到了沈浪 一眼不合 就将沈浪拒出去 俗话说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小人报仇当天两天 沈浪当晚就搞了一个 一模一样的内裤 送去薛梨 不过内裤上 却是图满足用 三天后 毫不知情的薛梨 换上了毒内裤 当晚都有了捧 刚开始的搔痒还很舒服 薛梨会了一晚上勤完 直逢七眼 他被养醒了 掀开背子一看 他不由 发出一声惊呼 在他最灵秘的地方 竟然找出了无数手炮 外面的侍卫 听听薛梨的叫喊声 紧紧闯家查看 可这种事情 他很郁闷 自己纯洁无暇 怎么会的这种方便 如果传出去 他的未来就完了 在无底的痛苦的煎熬中 薛梨语艳的事 第二天一跑 他就改变不意 不回国兜了 立刻返回武安城 他只能找最幸运的家中 女人会看 接下来的几天 真的痛苦一生 武安城路途遥远 不可轻 但即使坐马车 也是一种人 沈浪那边 剑王李千秋 送他回到了玄武国军府 可李千秋连国军府的门斗没进 就直接溜之大劫 对沈浪浓浓的嫌弃 是挺明显不过 沈浪回到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玄武国军 他了解到 海盗王已经出兵金山 提醒玄武国 赶快准备人马 装出一副要躲斗的样子 金山岛躲斗表演后 望牙岛战略就需要启动了 现在关键是要等徐千千的消息 不知道此时 徐千千有没有勾引到仇妖儿 他不知道的是 徐千千已经陷入到草地工作中 不可 随后 沈浪来到金木聪的书房 肥宅此时正在用功抄书 沈浪一反将一条内裤 游给金木聪 金木聪一脸惊喜 谢谢姐夫 不过我已经见了 气了多久了 十个时辰 你才喵的 我就知道 你这连一天都不知道 这内裤 可是你未分期削离 金木聪赶紧捡起来 真的吗姐夫 你不会是 把我掠了吧 沈浪顿时想把死这个肥宅 竟然比你无辱的体 随后 肥宅又转身过去抄书 没想到金木聪最近这么用功 沈浪一问 原来他想参加科举 可能是受了薛黎退婚的刺激 他觉得 只要考上了近试 妹子觉得他有才 就会喜欢他 他才能取上心 沈浪无语 肥宅这是放着 好好的荣华富贵不享受 专门成为一条独木桥走 勇气可嘉 可再仔细一看一看写的内容 竟还是上次今深早 让他抄得特冷和诗篇 原来这肥宅 还指望着靠抄和运气 考上近试 你相信天上掉线饼吗 有人竟突然上门 给沈浪送口 自从上次金山岛之中的 鄙视书录后 近海伯爵一直顾服气 想要赖着金山岛赴鱼交 可今天却突然上门 请玄武伯爵亲自上门 接收金山岛 两日后 玄武伯爵准备充足 带着沈浪 树林两千四军 二百公甲 八百万公 达成几十艘导船 浩浩荡荡前去接收金山岛 近海伯爵更是派世子唐允 亲自陪同勤往一郊 一路上神浪 对唐允非常热情 表现得对唐允毫无防备之心 甚至想要给小舅子 撮合一门婚事 将唐允妹妹嫁 唐允表面上 表示自己无法做主 要回去和父亲商量 心里却乐开了花 果然武安伯爵府 已经和你玄武伯爵府 被昏了 真是强倒重能推 我怎么可能将妹妹送入火坑 这时 远远望去 船队即将到达金山岛 玄武伯爵 下令所有工匠和矿工 准备登岛接收 片刻后 船只靠岸 工匠和矿工陆续登阻 唐允也借机偷偷死 可就在玄武伯爵 准备下船时 突然岛上杀生刺起 从岛上的矿场中 涌出几千海盗 为首之人 正是海盗王的义子 怒朝城的四号人物筹豪 他一上来就砍倒了 几名玄武伯爵府的武士 这次带来的很多武士 都是新故来的 他们根本无法阻挡这么多的海盗 船上的沈浪和玄武伯 仿佛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立刻质问船下的唐允 这怎么回事 你们唐家 不是要将金山岛 完整移交给玄武伯爵府吗 为何这里会有怒朝城的海盗 唐允装作一领无辜 我也不知道 为了顺利交接 我们的人马三天前 就全部撤出了金山岛 我也没想到 仇天威静如此 趁机站起了金山岛 随后他还假模假样 向海盗们喊话 怒朝城的海盗 你们给我听着 我唐家已经将金山岛 移交给玄武伯爵府 如今已是金氏家族的产业 你们速速离去 仇豪哈哈大笑 真可笑 落入我们仇家的东西 还从来没有吐出来过的 玄武伯怒火中烧 指着仇豪 让邱天威出来说话 仇豪根本不鸟玄武伯 手下拜见 你没资格和我一副说话 能和我说话 已经是台剧你了 接着他一直沈浪 你叫沈浪师 看你长得排嫩 来给我当想象工吧 保证每天 让你吃香肠 沈浪装作很生气的样子 你们这群无耻的海盗 光天化日之想夺倒 国军一定会派兵镇压你们 仇豪听了哈哈大笑 国军巴不得你们去死了 怎么可能出兵 你们想打呀 打赢我就还给你们 说着 仇豪抓起一名工匠 就想到一刀砍 看着面前的场面 虽然这一千多人 都是刚招募来的 玄武伯爵还是无比同心 正在他忍不住 想要冲下去之时 不然 海面上 行起了一阵阵急促的火声 一支海上舰队正气势汹汹 朝这里开来 沈浪惊呼 是海盗舰队 这是一个陷阱 快跑 玄武伯爵立刻命令 扬帆起航 全速反回 为了提高船速 沈浪命令 把粮食 铁器等无数重物 都扔到了海里 这才逃出了海盗的包围圈 刚逃出包围圈 气氛到极点的玄武伯 再也忍不住了 他猛的一口鲜血喷出 直接后仰倒下 彻底昆绝过去 岸上的酬嚎 看着仓皇逃走的 玄武伯爵鼓团队 哈哈大笑 玄武伯真是大好人啊 又是宋人 又是宋物资 这时 他的身旁 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张冲的女儿张春华 不用猜也知道 这又是张冲的奸计 而刚刚晕厥 被抬进船舱的玄武伯 立刻醒了过来 沈浪在一旁 直夸岳父好眼睛 玄武伯叹了口气 只是苦了那些 新招募的武士 有工人了 沈浪安慰道 他们不会有性命之忧 只是做一个月的苦力 到时候 我们会把他们救出来 接下来更重要的是 您要继续装兵 并且要一直给国军上书 让他出兵讨发海道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海盗王占领金山岛 玄武伯爵府兵 玄武伯爵气得当众吐显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月 刚营下的金山岛 立刻就丢了 所有人都觉得 玄武伯爵府 到了破产的边缘 而沈浪和玄武伯 刚回到伯爵府 引员会的使者 就拿着账单来了 他要求伯爵府 立刻还清剩下的七十万债 这相当于 玄武伯爵府十五年的收入 看来这次伯爵府 真的要破产了 沈浪终于要拿下金木兰的一写了 就在刚刚 玄武伯爵府 昨天刚丢了金山岛 今天债主就找上了门 上任玄武伯爵 为了征讨海盗 曾向大财团引员会 借了一百万金币 再加上二十年的利息 总共借了一百七十万金币 在这二十年间 玄武伯爵府 陆续还掉了一百万金币 如今 还剩下七十万 引员会使者听到 玄武伯爵府 即将破产的风声 要求伯爵府 立刻就要还清剩余的欠款 否则就要收走 底拉的望远口 可如今 伯爵府上下 连两万金币都拿不出来 怎么可能还得上 最后经过沈浪的讨价环境 引员会使者终于答应 还险一个月 使者走后 金木兰长出了一口气 沈浪不顾玄武伯爵在场 忍不住亲了金木兰一口 娘子刚刚引得真好 可以能了引后了 可金木兰还没有真正放下心 这七十万 可是伯爵府不吃不喝十年的收入 一个月内 怎么能凑得起 沈浪拉过金木兰的手 娘子 我们打得读怎么样 如果我一个月内 可以拿出七十万 金木兰看着沈浪一脸期待 只见沈浪在金木兰手上 写下六个字 你就睡了我 金木兰顿时羞红了脸 在沈浪还费尽心机 让媳妇睡自己时 侍卫金会那边 却抢先一步被睡了 还记得被金会捡来的那个女子吗 她叫红线 也是贵族家的大家闺秀 玄武伯爵府金山岛被抢 再来主递阵 伯爵府下个月发不出工资的事情 传到了她的耳朵里 这天 金会焦急地找到她 红线小姐 你家在哪里 我马上送你回家吧 姑爷说伯爵府大祸临头了 我不能拖累你 红线听后既感动又悲得 却突然开口问 金会 你喜欢我吗 这么生猛的话 让金会顿时面红耳赤 一时说不出话来 红线见状又一步逼近 你不说话 是嫌弃我被糟蹋过吗 金会连忙解释 不不不 小姐性格刚烈 那样只会让我更近踪你 红线一把拉住金会的双手 从今天起 你有媳妇了 我们今天就入洞房 金会瞬间被巨大的幸福击猛了 连忙摇头道 我配不上你 姑爷说你出身豪门 可她话还没说完 嘴巴就被这个傲娇女封上了 整个人也被扑倒在虫上 竟然直接就洞房花烛了 这要是让沈浪知道 沈浪肯定得陷入着幸福 在金会逍遥快活时 沈浪那边却还在为怎么赚钱 还债想的交头烂门 这时 手下汇报 又有两拨人来要债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什么阿猫阿狗这时候都跑出来了 玄武伯爵府 陷入了史上最大的危机 他们刚丢掉了金山岛 如果再还不上领元会的 七十万金币欠款 又要失去抵押的望牙榜 那样玄武伯爵府 就真的离破产不远了 可沈浪却无比自信 甚至和金木兰打赌 如果一个月能拿出 七十万就要金木兰和他动房 沈浪刚计划好七十万的问题 却又有两拨人上门要债 沈浪出去一看 竟然是锦绣阁的老本林末 和蓝山子爵的儿子祝文华 沈浪没想到 这种小人物 现在也能打上他了 林末诬陷沈浪 拿头来的染料配方 收了他一千金币 现在要沈浪连本代曆还一千三 沈浪都被气效 这家伙真是睁眼说瞎话 当初因为徐家的脚格 他根本没有收到钱 可沈浪并不行 因为这点钱 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令侍卫赶快拿金币 打发走他 本以为事情已经解决时 林末却又说 那一千三金币 只是你沈浪欠我的钱 还有玄武国爵府 欠我的钱没还呢 按照养谈的约定 由林家和徐家 给玄武国爵府提供残主 玄武国爵府养的残奸 要卖给林家和徐家 可今年 林家没有收到残奸 玄武国爵府 理所应该要退还残主费 一共是三千三金币 沈浪都无语了 当初是你们和徐家 为了封锁国爵府的经济 联合拒收残奸 现在很好意思要求退钱 但这钱却也没法赖给 只能先请求林末宽限几天 最后在沈浪承诺 多还两米金币 并亲自写下三千五千条后 林末最后才答应通计三人 终于送走了林末 朱文华早已走不耐烦了 原来他是为指控 沈浪杀了朱兰廷而来 只是因为 上次沈浪南下 和朱兰廷的路线有可重叠 他们就想要带走沈浪 这次和紫的冲突 不仅带了玄武城的官员 还带了大米斯的官员 和黑水台的武士 一下出动这么多部门 这背后一定有大人物指使 不知道是国君还是总督 你是某个王子 这里暂停一下 有没有一个人 让你一看到 他就瞬间心情变好 分享一个最近很火的恋爱神器 牵手艾比 在牵手脱单的 每个人都会感受的 爱于被爱的快乐 他们热爱生活 懂得相互欣赏 互相陪伦和付出 在牵手脱单 实在是太容易了 我本身在链接放到了评论区 单身的行火病 可以现在体验 沈浪知道这群人不好打发 估计要跟他们走一趟 只好先借口 要换衣服 退到了后堂 回到后堂后 沈浪立刻叫来了沈十三 表情严肃地吩咐 去杀了林末 注意让他死得残疲 可沈十三有点不开窍 沈浪一脸奸笑 给他出主意 林家老宅慌得已久 他们刚住进去 估计毛测很脏 可能还有肘气 你提前将毛测的 踏板锯断几根 再往里面撒一点油酸 生成更多气体 然后在他们的饭里 吸引泄药 在林末一家机口上厕所 掉下去后 你再将毛测里面 这样林末就会先被屎尿憋死 再被炸死 这种死法够别致 这么很多的办法 沈十三只是听着 就脱皮发麻 这沈浪真是比以前更惨 玄武伯爵斧 陷入了史上最大的危机 他们刚丢掉了金山岛 如果再还不上 影员会的70万金币欠款 又要失去抵押的望亚岛 那样 玄武伯爵斧 就真的离破产不远了 可沈浪却无比自信 甚至和金木兰打赌 如果一个月能拿出 70万就要金木兰和他动房 沈浪刚计划好70万的问题 却又有两国人上门要窄 沈浪出去一看 竟然是锦绣阁的老本陈墨 和蓝山子爵的儿子祝文华 沈浪没想到 这种小人物 现在也能打上了 陈墨诬陷沈浪 拿偷来的饮料配方 收了他一千金币 现在要沈浪连本代理还一千三 沈浪都被气效了 这家伙真是睁眼说家话 当初因为徐家的角格 他根本没有收到钱 可沈浪并不行 因为这点钱 才能深深浪费时间 命侍卫赶快拿金币 打发走他 本以为事情已经解决时 林墨却又说 那一千三金币 只是你沈浪欠我的钱 还有玄武国爵府 欠我的钱没还呢 按照养谈的约定 由林家和徐家 给玄武国爵府提供残主 玄武国爵府养的残奸 要卖给林家和徐家 可今年林家没有收到残奸 玄武国爵府 理所应当要退还残主费 一共是三千三五金币 沈浪都无语了 当初是你们和徐家 为了封锁国爵府的经济 联合拒收残奸 现在他好意思要求退钱 但这钱却没法赖给 只能先请求林墨宽限几天 最后在沈浪承诺 多还两笔金币 并亲自写下三千五千条后 林墨最后才答应宽限三人 终于送走了林墨后 朱文华早已走不耐坊了 原来他是为指控沈浪 杀了祝兰廷而来 只是因为上次沈浪 严想和祝兰廷的路线 有可重叠 他们就想要带走沈浪 这次他几个冲突 不仅带了玄武城的官员 还带了大理寺的官员 和黑水台都五十 一下出动这么多部门 这背后一定有大人物指使 不知道是国君还是总督 也是某个王子 沈浪知道这群人不好打发 估计要跟他们走一趟 只好先借口 要换衣服 飞到了后堂 回到后堂后 沈浪立刻叫来了沈十三 表情严肃的分 也去杀了林墨 注意让他死去残 可沈十三有点不开窍 沈浪一脸奸笑 给他出足意 林家老宅荒子的遗址 他们刚住进去 估计毛测很脏 可能还有沼气 你提前将毛测的 踏板锯断起根 再往里面撒点油酸 生成更多气味 然后在他们的饭里 下点泄药 再林墨一家几口上厕所 掉下去后 你再将毛测点着 这样林墨就会先被屎尿憋死 再被炸死 这种死法够别致吧 这么狠毒的办法 沈十三只是听着就头皮发麻 这沈浪真是比以前更惨 这个男人真变态 每天美女 环绕的他 竟然主动染上脏病 就在刚刚 仇人祝文华 带领多个部门 想要将沈浪弹体调查 沈浪心知 如果被带走 必定凶多吉手 恐怕要面临一番严刑逃亡 于是他借故暂毙后堂 让丫鬟小兵 拿来他的白宝箱 他一看 足足有上毒种毒药和特殊药物 沈浪挑选了其中一瓶 用棉签沾了一些药物 小心翼翼涂抹在自己的手臂和脖子上 归话 沈浪的手臂和脖子上 就一片通红 小兵看了一声惊呼 姑爷怎么这么作践自己呢 让文卿心疼死了 沈浪做出一副 要吓唬小兵的样子 乃至小兵忽不够 还一心 托到了沈浪的房屋 姑爷晚上都给小兵 打过预防针了 小兵什么都不怕 说着 还一口亲上了 沈浪通红的脖子 沈浪顿时脸也红了 这小蹄子越来越主动了 要不是外面有人抵达 非得在这里给你 一针不可 这时 侍卫催促 朱文华抖得更红了 再不出去 他们就要进来抓人 于是 沈浪换了一身衣服 又来到会客厅 朱文华没注意到 沈浪的意义 上来就置问沈浪 我父亲被杀的那天 你在哪里 沈浪实话实说 朱文华像立刻抓到了牌 你去南华郡做什么 我父亲素来与你有仇 肯定是你对南华郡 将他杀了 沈浪呵呵一息 也不能那天 从南华郡路过的人 都有嫌疑 你没有什么证据 朱文华哪里能拥出证据 总身请求 大理寺的官员 经沈浪押走 严刑逃跑一关 肯定就有证据 沈浪刚要束手就擒 没想到金木兰 拿着宝剑冲了出来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谁敢碰我夫君一行 我砍了他的手 那大理寺官员开口警告 大理寺是代表国军办案 希望金小姐不要阻止 大理寺的开口 让朱文华也想多了几分评气 我们这次没带兵过来 就是给你们伯爵抚面子 你们不要不识太多 沈浪很紧拦不住金木兰 娘子没事 我跟他们走一趟好 我相信大理寺会还我一个亲人 听到这话 朱文华一愣 沈浪这次这么乖 难道有什么阴命 下一命就这么样的猜测 这见沈浪伸出双臂 等待官府的家座 可那双胳膊上 却掌养的手动 一般人都知道 这是无药可治的天花 传染性极强 在场的人除了金木兰外 顿时都被信得屁股那样 沈浪妻子的说 你们不是问我去南华郡做什么吗 我是去求医 听说风华谷的张神医 曾经治愈过天花 这话一出 那大理寺官员 立刻向了明镜头 他们一刻一步行 他只得了 沈浪反而追了上去 抓我走啊 我还要去证明我的亲密 几个人跑得更快了 一溜烟就跑出了伯爵 这谁敢抓你 抓回去不就是全军覆没吗 沈浪你就在这里死吧 几人离去后 木兰从背后搂住沈浪 将脸的脸脸踢在他后背 很快 沈浪觉得后背失了一片 夫君平时一零不顺 这才肯定疼患 其实木兰心里更疼 沈浪转身轻声安慰木人 岳父大人每天躺在床上 足足受了十几斤 比起他老人家 我这不算什么 为了我们家族的本年基业 这点苦不信什么 而在另一边 沈十三偷偷来到林墨京中 此时的林墨 正在和制造府的官员 吃着火锅唱着歌 庆祝今天在玄武国爵府的大货全盛 自从徐家被灭门后 他已经靠着制造府 接手了徐家的生意 成为整个行程最低的丝绸商 眼看家族复兴的指日可 他们还没意识到 今天不是家族的复兴之日 是家族默认 这是全漫画最正类的词法 林墨一家人 正在吃着火锅唱着歌 忽然全家人腹痛不止 林墨还以为今天的猪大肠没洗干净 根本没想到 是沈十三提前的饭菜里性的蟹药 这蟹药贼猛 两分钟内 所有人都奔心了茅仿 林墨刚脱下裤子蹲下 只听咔嚓一声 脚下的踏板断裂 林墨整个人都掉了下去 刚想喊救命 嘴巴就被一口灌满了 此时的茅测内 经过沈十三的提前加料 甲烷和氢气的浓度 已经非常高了 就在林墨拼命征承时 只见一只火把被扔了进来 只听咔嚓一声 整个茅测被炸得四分五裂 接着熊熊大火燃烧起来 林墨夫妻和两个儿子 还有制造府的官员 就这样葬送在粪山佛海中 与此同时 玄武伯爵府来了一位贵客 她也是自玄武伯爵府危机以来 给予伯爵府最大支持的人 她是国君的第五子明正 是玄武伯爵夫人的姐姐苏菲所生 只因她出生时 流星坠落 打伤数百人 被视为不祥之症 而且她全身皮肤发黑 被国君视为怪胎 若不是她出生时 伯爵夫人冒死说的一句 母独不食子 这宁正早已经被抛弃了 所以宁正从小就和伯爵夫人亲近 虽然平安长大了 但还是被父母嫌弃 说话也有点口诗 但毕竟还是王子 身子尊贵 如今听说玄武伯爵府危难 亲自送上了两万金币 足见她对移民的境状 两万金币虽然不足以解决伯爵府的危机 却几乎是这个不受宠的王子的全部财产 伯爵夫人还是无比感动 毕竟这是危机以来 唯一一个亲情相助的人 随后 沈浪也见到了这位同没听说过的王子 三人坐下后 宁正又告诉伯爵夫人 她向国君请了旨意 可以让金木聪进入国子界读书 谁都听得出 伯爵府大怜临头 她是想让金木聪进国子界避火 别人不知道的是 这是她在国君的宫殿之外 跪了一天一夜才求来的旨 宁正又提醒沈浪 太子盯上了金木兰 如果祸到临头 立刻要带着金木兰离开玉武 沈浪也屏动不已 在已经屏收到了其他贵族的事态言良后 如今有一个人挺身而出 替伯爵府考虑这么周全 真的是难能可贵 最后 宁正见了酒病在床的玄武伯爵后 就匆匆离去 随着时间的流逝 玄武伯爵府欠狂风波愈演愈烈 各个地方谣言四起 都说玄武伯爵府欠了七十万还不上 分赖账了 但伯爵府内却还是恢复无度 什么沈浪一天要换四套衣服 每套衣服都要二百金币 什么沈浪为了补肾 每天要杀掉石头驴 沈浪还逼此千户田恒 诈死锦绣格老品林墨 杀害了徐光女全家 命令玄武伯爵府必须按时还钱 否则就要将抵押的旺牙岛 移交给尹元慧 离尹元慧别的一月期限 眼见只剩十天了 这几天金木兰跑断了土 却也只能借来几千金币 沈浪却还是不慌不忙 什么都没 只是信誓旦旦 向金木兰保证他已经有办法 赚来这七十万 这时金慧通报又有人上门求见 难道是沈浪说的办法来了吗 沈浪这是准运了吗 刚送走了来送黄金的王子 又有一个贵客是他能求见 原来是金慧新娶的媳妇 也是平西部将军正佛的女人正红线 听说了 如今国爵府遇到的困难 本来得算一辈子不回家了 不像沈浪的似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亲自回家一趟 请求父母帮助 只沈浪一口回绝了他 沈浪心里清楚 红线天生多病 在他父亲里 根本就不受议 要不然也不会把他远嫁到住家 只能是心一龙 只希望他和金慧 能平安在国爵府过日 红线有些吃惊 但也只能先告辞 可能他已经猜到了 沈浪必定已经有所准 回去的路上 金慧一路追着问红线 和沈浪谈了什么 但红线却假装生气 不理不睬 回到家 红线小拳拳 垂向金慧的胸口 你和姑爷 必定有事瞒着 金慧口风却很紧 面对老婆也不松口 只是低头道歉 对不起红线 有些事情我实在不能说 对任何人都不能说 谁知红线非但不生气 还一心 不等金慧怀 我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女人 老是忠诚可靠 就在沈浪感叹 今天真是好日 遇到了两个 对博决府一片真心认识 丫鬟小兵 拿着一封信跑了进来 是徐千千的本信 沈浪大喜 难道又是一件好事 可当读了信中内容后 沈浪有点失望 徐千千说 他已经在仇妖二的府邸中 扫了一个月地 每天只是跟一起 扫院子的十几个美女 勾心斗角 在他上面 有管扫院子的小头领 管整个府邸生的主管 管所有侍女的部品 还有仇妖二的贴身侍女 他和仇妖二 足足隔了四层人 根本没机会 接触到仇妖二 好消息是 徐千千也感到一个捷径 这仇妖二 除了出海作战外 每天在城堡里都很无聊 就喜欢听别人讲故事 只要故事讲得好 就可以留在他身边 贴身故事 但情情爱爱的故事就算了 上一个给他讲风月无边的人 已经不停去扫厕所了 仇妖二就喜欢那种豪迈刺激 浪漫自由的故事 最后 徐千千要求沈浪 给他写一部自由豪迈的故事 给他记不去 而且 篇幅还要长 这样 他就可以在仇妖二身边 整个一年饭菜 滚固自己的地位 看完徐千千的长信后 沈浪陷入了沉思 到底是该抄斗破苍穹啊 还是抄武动乾坤啊 这次又得辛苦小舅的出满吧 合上性质后 沈浪又在性质背面 看到了什么对好的标记 这是明显的暗示 于是 沈浪拿起秘信 在火焰上轻轻一考 果然后面有字迹出现了 这才是真正的秘信内容 仇妖二身体有很多特殊症状 口鼻忽然流血 头脑经常性昏眩 眼睛重影 严重时会昏迷 我翻遍了所有医书 都找不到原有 他也找遍了各种代表 都找不到病因 根据徐千千的描述 前世维医学博士的沈浪猜测 仇妖二的症状 很像是慢性重疑 但会是谁给他幸福呢 难道是 他的父亲或兄弟 你敢相信 一面镜子 居然可以不安 玄武伯爵府 欠了七十万金币 必须一个月内弄完 可沈浪却一点都不光 这天 他终于等到了财神医 天道会 仅次于影员会的 天系第二大商会组织 一个月前 沈浪早已经去信请他们 来伯爵府谈生意 而他们也早已听说了 玄武伯爵府 欠了巨额债务 财政面临崩溃的传言 这次前来 就是为了趁机压架 收购伯爵府的胜民资产 但他们 却连玄武伯爵的人影都没见到 迎接他们的 只有伯爵府的坠绪沈浪 而沈浪一身华丽的警符 完全看不出伯爵府有财政问题 还没等沈浪开口 天道会使者就明出了算盘开始计算 伯爵府城堡二十万 三万亩粮田九万 一共二十九万金币 沈姑也能做主吗 沈浪一脸无语 谁说我们要卖城堡和粮田了 卖了我们住哪 到时候 就只能坐吃山空等死了 那你叫我们来做什么 我们的时间也很宝贵的 再过一段时间复读任务 也许还可以在其他国家东山再起来 沈浪招手让惊贵的东西拿了 使者接过去一脸无线 什么玩意儿 故弄玄虚 哪能值几十万 随着他打开箱子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压麻呆住了 这难道是镜子 比那些同镜迎镜 可清晰太多了 这一旦推出市场 绝对会引起抢购皇朝 沈浪对使者的反应很满 他问使者 您觉着这样一面清晰的镜子 能卖多少钱 使者思考一番谎回答 一百金币 就算大规模量产后 也能不低于二十金币 但不知制造这样一面镜子 成本是多少 沈浪伸出一根手指 一个一币 什么 使者顿时惊住 此时的一枚金币 相当于一百枚银币 这样的话 一面镜子的利润 就是将近一万倍 沈浪又说 如果可以规模化生产的话 成本还可以至少再减一万 使者当机立断 沈姑眼 这样的金币 你有多少 我愿意以十枚金币的价格 全部收购 他还挺机智 这样他拿回去 至少还有十倍 可沈浪工匠有限 只制造了一千面镜子 一万金币 对国爵府的债务 就是杯水车薪 沈浪又伸出一根手指 我要一百万金币 使者一脸震惊 你从前想疯了吧 这一面镜子 根本卖过一千金币 沈浪呵呵一笑 以夫妻话 我卖的不是镜子 而是镜子的制造工 而且只卖给你们一家 这样 你们就可以从我整个产业 一百万金币不贵吧 而我唯一的要求是 制造镜子的玻璃 要从我这里进货 玻璃镜价 是镜子售价的百分之五 相当于我只拿镜子 百分之五的利润 但使者新知 就算一百万金币 卖一万面镜子就能回笔 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但他根本没有动用 一百万资金的权限 况且 现在博爵府急需用钱 他只愿出四十万收购 沈浪顿时不想让他谈了 格局这么小 你在天地会 也只是个小角色 这种可以让你们天地会 一举超过影员会的产业 还是让你们的大老板来谈 要不然 你们还得被影员会 压制几十年 来人 送客 使者立刻拍桌而起 提醒沈浪 你们博爵府现在急用钱 除了我们可没人 能拿得出这么多钱 难道你要去找你的敌人影员会 这东西能赚多少钱 明眼人都清楚 本来我可以要更高的 但我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只需要一百万 但这对你们天地会来说 可以千载难选的机会 这时 使者后面的跟班成出来了 沈公子 这交易我答应 原来 后面的才是真正管事 你敢相信 只是一面普通的镜子 沈浪就敢要将一百万 天道会竟然还同意了 并不是他们人生的钱多 他们也明 这项产业 不仅可以让他们赚取 巨额赛付 还可以通过这次战略良机 一跃成为天下第一的财毒 唯一的要求是 他们想看一下 已经生产的一千面镜子 这样才能确定 镜子可以大规模量产 沈浪欣然同意 随后带领他们 来到一间仓库 刚打开仓库的门 耀眼的光芒就亮下了他们的狗眼 只见仓库中密密麻麻地摆放了 无数面各式各样的镜子 每一面都清晰明亮 沈浪笑着说 要不要让我证明下 生产镜子的成本很低 倒也不用专门去生产多分钟 两位使者一脸疑惑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只见沈浪拿过一把铁 直接朝一面面镜子打去 一瞬间 就已经有七八面镜子 被沈浪敲穿碎片 两位使者赶快拦住了沈浪 看着一地的碎片 他们的心已碎了 沈浪这几棍兴取 一千多个金币就不 沈浪顺势提出自己的要求 十天之内 我要见到钱送到玄武伯爵府 其中七十万金币 就用金币支付 另外三十万 就用原始金币支付 越粗糙越好 最好就像是刚从金矿里面 也练出来的一样 记住 一定要秘密运来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天道会使者虽然心中奇怪 但也没有多嘴 就一口答应 随后 他们戴着一百面镜子 星夜赶往天道会总部 请长老会报 这一等一万 其实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权限 但几乎稍痛极势 他们不可错 在等待百万金币到来的时间里 沈浪也在抓紧时间 和金木聪一起给徐千千抄写故事 他最后没有选择现任网络想说 而是选择了四地凝珠中的西游记 他相信 这种新鲜的题材 更能获得愁药的亲爱 书房内 终于得到重用的金木聪 连续几天粪笔集书 三天三夜一笔都不绝累 沈浪为了提升金木聪的满字速度 甚至还专门为他定制了钢骨 这一项速度提升了好几倍 金木聪是越超越胜 最后 故事抄到孙悟空 被押到五行山下时 已经有了五万多字 足够徐千千几分时间了 于是 沈浪叫来了伯爵府密探 主妇一定要亲手将书稿交给徐千千 密探保证搞在人子 搞亡人亡 金木聪听了一脸兴奋 什么时候我抄的书这么重要 结果 这本西游记也太好看了 一定会比《风月无边》更加火爆 可惜了 这本书只能给一个人看 只要能在仇妖二身上火就足够了 它可是我伯爵府能否存活的关键 路朝城内 徐千千终于收到了书稿 他迫不及待的一口气 将所有内容读完了 真是太好看了 太热血了 这故事绝对能征服仇妖二 雨魔头 等着吧 我徐千千来攻略你吧 这里暂停一下 有没有一个人 让你一看到 他就瞬间心情变好 分享一个最近很火的恋爱神器 牵手APP 在牵手脱单的每个人都会感受到 爱与被爱的快乐 他们热爱生活 懂得相互欣赏 互相陪伦和付出 在牵手脱单 实在是太容易了 我把下载链接放到了评论区 单身的小伙伴可以先再体验 而城堡内的仇妖二 似乎感觉到了徐千千的热情 不自觉留下了一滴鼻血 今天不出海了 去把暴鸣警故事的人叫来 很快 徐千千和另外三个美女 一起被弄了进来 再一次见到这个日思夜小的女人 徐千千不觉有些心潮澎湃 这玲珑的曲线 和傲视一切的气质 真是让人无虎自拔 再看下七个美女的表情 竟和她一样痴迷 看来不是传闻中的仇妖儿喜欢女人 而是女人们喜欢她 仇妖二的贴身侍女绿衣 狠狠瞪了四人一眼后发话 你们每个人要讲什么故事 先说下故事的名字 然后再说下故事简介 不得超过一百个字 哪个人的故事题材最吸引人 就可以留下来 四个人只能留下一个 第一个美女率先讲述 被一个武林高手所救 长大后成为绝顶高手 为父母报仇的故事 徐千千一脸不屑 这一听就是典型拍马屁的题材 第二个美女说道 我要讲的故事是 儿女英雄传 讲的是一个女子 从小身陷贼寇之中 但出于泥而不染 救人无数 荡尽天下邪碎 最终成为顶天立地女英雄的故事 第三个美女说道 我要讲的故事是 女状元 讲的是一个家族的儿子没有出息 而女儿却有很高的武功天赋 她女扮男装去参加科举 活了武装 最后建功立业 封侯外教的故事 三个人都是千篇一律的拍马屁题材 看仇妖尔波兰不惊的表情 就知道 这次稳了 但徐千千觉得 沈浪的故事题材虽然好 但书名太一般了 她必须要取个劲爆的名字 吸引仇妖尔的注意 于是徐千千说道 我要讲的故事名叫 佛祖必须灭 讲的是天地间 育育出了一个石胎 数年后 蹦裂出一只石猴 她长大之后 学了七十二般绝技 秒天秒地秒空气 杀神灭佛 打玉地的故事 仇妖尔听到名字 就眼睛直了起来 好霸气的名字 还是从未听过的题材 绿一看仇妖尔的表情 感觉不灭 这是没看中 我安排的人啊 没等仇妖尔开口 她就要替主人选择 第三个留下 其他人出去吧 仇妖尔瞪了绿一一眼 还轮不到你选择 最后一个留下 我要听佛祖必须灭 沈浪一夜之间 挣到了一百万 就在沈浪和天道会 达成交易后 天道会皇主事 就带着一百面镜子 马不停蹄地 等到了天道会祖父 当天道会众长老 等到镜子后 都是连连变态 当听到镜子的成本 只有一个银币后 更是金币连连 他们都立刻意识到 这是一次千子 难逢超越影运会的机会 对于沈浪提出的镜子 他们想都没想到答应了 一百万金币 先对于这次机会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只是沈浪提出的 制造镜子所需的玻璃 必须从玄武伯爵府 采购的条件 还需要动 他们不能被抢脖子 不管花多少钱 也要把玻璃工艺再买下来 得到许可后 皇主事立刻前去筹集金币 一周后 无数辆运粮的马车 浩浩灯灯开进了玄武伯爵府 百姓都猜测 难道是伯爵府 已经败了谱地还债 所以要囤粮食吃 甚至有人故意 撞翻了运粮的马车 想要一看车上 什么猫腻 但他们都失望了 翻到的车上 除了粮食 什么都没有 可真的是这样吗 当马车进入伯爵府 所有粮食都被卸下了 再掀开马车的车 就看到基层内 装着的一箱箱金币 沈浪的一探 不愧是天下第二个神贵 如此紧急的情况下 但是还这么沉默 皇主事拿过一块金块 递给沈浪 马车上一共70万金币 另外30万金币 换成了23万金金块 清点完毕后 沈浪命令金会 立刻带着23万金金哥 前往了望阳岛 可皇主事欲言又止 不顾想走 沈浪看出了他的心思 随后带着皇主事 来到了一个秘密作坊 正是伯爵府制造镜子的工坊 当沈浪强解完 制造镜子的工艺步骤后 皇主事都惊呆了 没什么这么简单 竟只是在玻璃上 镀一层高纯度的银 沈浪这100万金币到手 太轻松了 沈浪又递给皇主事 一本厚厚的策子 上面详细的记述了 制造镜子的每一部工艺 看不测的后 皇主事对沈浪是佩服的 五体隔地 当即表示 要以天道会长老的名义 和沈浪结成战略同盟 沈浪起身恭喜 皇主事晋升长老 对于这样的同盟 他也是求之不得 以后再也不用为缺田的事发愁了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沈浪又提起了玻璃采购的问题 五年 天道会采购我家玻璃五年 我会将玻璃制造工艺和工房 全部免费赠送给天道会 但五年后生产的每件玻璃制品 我要收盆之三的抽成 好熟悉的配方 这不就是大名鼎鼎的高通税吗 皇长老喜出望外 这种方式相当于天道会 又多了两个利润 还从此再也不会被抢活 如今一切就绪 只等待神浪和房秦日 怕不怕不怕不 而在海的另一边 徐千千已经取得了仇妖尔的信任 他每天都要给仇妖尔奖领 实证西游记 即便是出海 仇妖尔也会带上徐千千 对于西游的刺激世界 仇妖尔听得是如痴如醉 无比向往 但徐千千手里只有五万字 他不得不放慢故事的节奏 同时催促海那边的沈浪 打快交口 这可就普了柿子金木聪 他不得不在沈浪的监督下 疯狂满字 终于在五天五夜后 抄完了西游记的所有内容 这一件徐千千那边就问 沈浪的望洋岛战略 已经一气准不就绪 接近人就被人生勾了 沈浪一出手 就算了一百万 但他的早期还没开始 就有人迫不及待的 想要先来瓜分伯爵府 此时距离伯爵府 偿还引员会 七十万金币债务的最后期限 仅剩两天 天下攻击伯爵府的舆论 打而停下来了 俨然是海啸前的最后一刻宁静 而伯爵府 却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正是玄武伯爵府的百年盟友 武安伯爵府的世子薛盘 有了此前妹妹打过的预防针 她上来就开门见山 舍妹忽然身然秘籍 不知道何时痊愈 为了不耽误世子终身 所以之前婚约就此作罢 沈浪一声吃笑 什么秘籍 不就是那地方烂了吗 而且最多十天就会痊愈的 倒是脱了一层皮后 长出全新的嫩皮 用起来还是美滋滋的 既然别人落井下石 伯爵夫人也会墨进 直接拿出婚书 命人端来火盆 当时薛盘的面 一把火将婚书扔了进去 希望有朝一日 你们苏家不要后悔 薛盘随即也将手中婚书 撕成了碎片 沈浪在一旁指桑骂桑 悦悟 当时先祖真是多管闲事 就应该让薛氏全将死绝的 免得养出了一群白眼狼 今日反而过来摇往一趟 薛盘听了 依旧质若罔闻 反正已经完成任务了 随后他准身离开 薛盘前脚刚走 很快又有人来访 是国军的六王子命迹 也是伯爵夫人的另一个外甥 但他的性情和哥哥宁正千差万别 由于从小受到 伯爵和苏妃的处断 一直嚣张发护 他一进来 就命人抬进来几十个箱子 听说玄武伯爵夫 最近抬正几张 欠下影员会天文数字的债术 后天就要归还了 我实在心急如焚 所以专门来给姨母送钱 伯爵夫人才不相信他这么好心 他从来都是个只进不出的主 果然 箱子打开后 里面全是铜币和银币 这几十口箱子已经起来了 也不过几本金币 简直是对玄武伯爵夫赤裸裸的羞辱 宁谨接下来的话 更是大言不惭 几乎要把伯爵夫人气炸了 这伯爵府城堡 我很喜欢 离海边很近 风景也好 我打算成年后 让父王把这里封给我 姨母放心 我一定会为您好好 照顾这座百年城堡 此话一出 伯爵夫人当场气倒了 我伯爵府还没倒下 你就惦记上我家城堡了 这城堡影员会 还要出几十万才能买的 你几百金币就想夺倒 沈浪看着嚣张的六王子 心中想的确实 这么头疼的熊孩子 以后好好利用的话 一定能坑很多人 最后 六王子顾不得 气晕的姨母一百水 我后天再来看好戏 第二天 沈浪又接待了一位美女 她是富可敌国的 香料大王之女 也是死对头张静的 新卫婚妻池鱼 如今 玄武城最大两家丝绸商 徐吉和林家都已被灭了 石家顺势接受了他们的生意 现在又碰上了 伯爵府的几万物桑田 所以迫不及待地要来瓜分 石家这次和张家的联姻 真是牛啊 石家已经成了 沈浪张冲斗争的最大会 一个百年家族的 覆灭大戏即将开场 这几天 玄武城内来了很多豪门贵族 像是一群狗的 吃肉喝血突舅 一时间 玄武城的物价纷纷高涨 各位小伙伴 准备好花生瓜子 沈浪啪啪打脸的高光 时刻即将到 今天大戏即将开场 沈浪的又一桩插名场面 即将上了 今天是玄武伯爵府 还钱的最后期限 一阵早 众多势力如秃鹫般 黑压压的赶赴伯爵府 参加这场瓜分训练 主持这场大戏的 依旧是王叔宁起 后面还跟着天能行省 孤独注容 互不上书 御史大夫 一众官员 竟然还有海盗王之子仇销 自从上次丢了金山岛后 玄武伯爵首次露面 两个月来 简直像变了一个人 整个人瘦了几十斤 连白头发都长出人 这副惨状 让人看了 都心生可怜 王叔见了心生感慨 何至于此 我当初和你说过 金山岛之争你家 赢了不是好事 你应见好就收到 结果你偏不 否则又怎么会 沦落到如此境地啊 听了王叔的话 玄武伯爵 仿佛又受了刺激 一咬牙 高举拳头 宁为玉碎 不为瓦拳 诸位 今日不管有什么刀子 要捅向我金氏家族 尽管来吧 众人面色一寒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了 沈浪却在岳父身后偷笑 岳父的演技是越发精湛 随后 各方势力落座 王叔 六王子等一众官员 坐在中间主持 玄武伯爵一家 和影员会的几个使者 对立而坐 影员会舒婷玉拿出一份借据 玄武伯 令尊金宇 当年为了消灭海盗王仇天威 向为影员会借贷了100万金币 雇佣了三千武士 和一整支舰队 可有此事 看着上面的签名和一张 玄武伯爵点头承认 舒婷玉接着说 这份契约时间为二十年 连本代息一共170万金币 目前一共归还了100万金币 还欠70万金币 如今期限已到 一个月前 沈姑爷说今天还钱 伯爵府现在是否 已经无法还钱 玄武伯爵一脸不情愿的回答似的 随后伤心的一股鲜血可出 伯爵夫人赶紧上前 轻轻拍打丈夫的后背 一脸的担忧关切 众人见了都心中叹息 这玄武伯恐怕命不久矣 要是他倒了 金家肯定就竖倒 无孙死 契约上是用旺崖岛作为抵押的 如今贵府还不上这笔钱 我们只好收回旺崖岛 以补补我们的损失 再商言商 欠占还钱 这也符合国军的旨意 三天内 我们就去交接旺崖岛吧 请玄武伯爵务必配合 到时候 总督大人也会派兵维持秩序 总督祝容配合这点 沈浪嗤笑一声看着总督 交接金山岛的时候 怎么不进派兵维持秩序 而且任由海盗夺走 也不派兵跑 这旺崖岛如今是伯爵府的经经命 一旦让出 伯爵府就离破产不远了 只见玄武伯爵浑身颤抖 又一口老血噴出 竟直接晕了过去 舒婷玉还不得算是一把甘休 就算今天玄武伯无力签字 王叔和祖都都在这里 还是可以强制执行 伯爵夫人听到后 一脸背负 你们不要欺人太深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当初你们见我们前后 就把我们兵力部署泄露给了海盗 这种事情 引元会怎么可能会承认 沈浪见岳母情绪激动 赶紧让她扶着玄武伯爵回去休息 接下来的事情 你全权的 玄武伯爵夫妇离开后 舒婷玉催促沈浪 既然你能做主 赶紧签字吧 也没什么好谈啊 沈浪却一脸毛 什么签字 为什么签字 打脸爽戏即将开场 沈浪上演 惊天地逆转 就在刚刚 面对无法还上的七十万账单 玄武伯爵气得口吐鲜血晕了过去 伯爵夫人只好扶宣武伯爵回去休息 让沈浪全权负责接下来的事宜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沈浪拿起笛 就要在转让望洋的契约上签字 这次签下去 相当于就敲响了金氏家族的丧钟 眼见沈浪的 你迟迟落不下去 引元会舒婷欲催促 赶紧签了吧 给自己保留一点体面 就算你不签字 朱镕总部的军队 也会登顶强制之行 可沈浪没有如他所愿 反而向众人大 今日来要债的 肯定不止以元会议价 还有其他要钱的 都一起出来买 众人都以为沈浪疯了 这家伙 不会有什么受灭倾向的 片刻后 第一个人站出来的 是靖安伯爵府 世子五元化 他手中拿了一张借据 竟然是林墨那张 如今林墨一家死绝了 他以林墨亲戚的名义 索要一个月前 林墨讹证的3300金币 第二个站出来的是 海盗王之子仇销 二十年前金钱兵 签订了丧权条约 答应每年赔给海盗王9000金币 原本半个月后 才是还款期限 因更新伯爵府过产 他要求现赠就要还款 虽然要求不合理 可没想到 沈浪却一口答应 接着 人群中又站出来 一个最无耻的人 竟是曾经的 靖家武安伯爵府市的薛盘 他要求归还 二十年前金家 攻打海盗王时 借给玄武伯爵府的 三万金币 再加上二十年的利息 一共五万金币 这笔钱沈浪是知道的 当时薛家说得很清楚 没想到薛盘也厚颜无耻 这一会儿功夫 玄武伯爵府就又多了三百 加起来足足六万五金币 这还没完 主席台上又有一人站了出来 是户部侍郎 没想到官方也是一场催账 已经年底了 玄武伯爵府要上缴国库的赋税 还没有交税 原本是九千金币 再加上过去十年的基金 总共是两万七千金币 伯爵府今年的赋税 确实没有交 但要说过去十年的基金 完全就是扯淡 玄武伯爵一向等值老实 是不会签署 最后 沈浪又问了几遍 终于没有人去跳出 几个债主正在享受 最后一刻的嚣张气焰 其他人也在等着 瓜分玄武伯爵府的盛宴开始 突然沈浪站起身 开始了他的表演 他先是拿起桌子上的契约 猛地撕成了碎片 接着又猛地撕掉了 自己外面黑色的布袍 露出了里面华丽的锦袍 这一身的华服 几乎要亮瞎所有人狗眼 至少需要五百金币才制成 接下来 沈浪就开始了他的火力输出 他指着几个债主破口罢骂 舒婷玉傻叉 削盘傻叉 五元化傻叉 仇销傻叉 区区八十万金币 就想将我金世家族逼上绝路 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吧 不就是八十万吗 都给我站好接着 沈浪大吼一声 来人 放钱 只听喷一声巨响 天花板裂开一个态度 漫天的金币如暴雨般落下来 其中还伴随着无数金疙瘩 瞬间将在场的债主煙幕 这无比震撼的一幕 一时间 惊得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 说不出话来 半天吓起了黄金雨 这是所有人前所未见的惊喜 其中还伴随着无数的金疙瘩 砸得各位债主 头上一个个包补起 木兰见状贴心 给沈浪挡住头上的金雨 伴随着黄金雨结束 落下的黄金压坏了桌子 淹没了在场的债主 看着这场面 沈浪的心中只有一个字 爽爽爽 沈浪指着几个债主发话 这里的金子肯定超过八十万 你们自己点点运走吧 真是可笑啊 区区七十万 你们也有必要动用无数玉石 操动天下舆论 搞什么十面埋伏 围攻伯爵虎 还攻击我的生活水平 什么一套衣服要三本斤 一顿饭吃上百条鱼 你们也太冤枉我了 我这一件衣服 可是花了五百斤 而且我一次做了八件 我吃一顿饭 明明能吃掉上万条鱼 那可是最名贵的鱼子价 这点小钱 诸位债主叫来这么多人 搞那么多认证 严谨拿着你们的钱滚蛋吧 随后 沈浪来到几位主持公道的大人物面前 王叔大人 尚书大人 总督大人 御史大夫 你们在场见证 我们玄武国绝府欠元会的七十万金币 是不是还清了 是不是再也没有债务纠纷了 沈浪故意漏掉了六王子的英姊 这可把六王子吸得够强 一个小小坠续 竟然不把我六王子放不远 王叔眯起眼睛 望着沈浪点点头 第一次认真的打量沈浪 王叔彻底被惊住了 上一次金山岛之争 沈浪就逆转乾坤 让毕书的局面大获全胜 仿佛沈浪身上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沈浪又继续问 那影员会是不是再也没权利收回望牙岛了 对 望牙岛以后还是你们家的 随后沈浪开始逐客 大家都听懂 我们的债务两千了 我很忙 就不招待他 沈浪留下还在目瞪口呆着众林 为着惊喜姐弟扬长而去 感觉受到侮辱的一众大人物 也随后相继离开 靖安伯爵斧世子五元化 和武安伯爵斧 世子削盘几万金币 也没拿就直接走人 他们本就是来逼迫玄武伯爵斧了 哪有心思数钱 小海盗王求消 捡起一枚金币 仔细观察了些 这金币腐星 纯度非常高 但是制造得很粗糙 没有任何图案文字 像是刚刚铸造出来的 他黑黑一笑 眼中流露出贪婪的目光 审浪着小白脸 不知道怀必其正道 只有三千四军的玄武伯爵斧 怎么敢掌握如此的财务 不会全家死绝吗 看着仇宵离开的嚣张背影 舒婷玉意识到 接下来肯定要出大事 更能的战争即将开始 而在玄武城内 还有一群人等待着玄武伯爵斧 获产的消息 他们正在商量着 怎样瓜分伯爵斧剩余的资产 伯爵斧的田产归持家 城堡归六王爵 作坊归靖安伯爵斧 旺崖岛矿矿产归 靖海伯爵斧 这时 五元化搭拉着脸走了进来 所有人立马围了上去 见五元化一脸不高兴 有人还以为他 因为分道的肉少不满意 可接下来五元化的话 让他们一脸不可思议 我们都输了 沈浪还钱了 而且整整八十万金币 砸到了头上 一些人还以为五元化在开玩戏 这怎么可能 五元化根本没有心情再解释一句 留下一脸怀疑的他们 直接离去 沈浪撒币八十万打脸 全场的英勇事迹 很快传遍了巡武城 等待玄武伯爵斧的好消息 按照各方势力的约定 如果玄武伯爵斧扩产 靖海伯爵斧将会得到望洋土经营权 加上此前和海盗王偷偷约定的 金山岛的四成收益 靖海伯爵斧 无疑会成为最底的受益者 在靖海伯畅想胜利果实时 小海盗王求肖 直接闯了进来 一句话就将他的好心情浇灭 别得意了 玄武伯爵斧没有扩产 沈浪还一起还了八十万 听到这话 靖海伯手中的杯子 一致死掉了互相 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 这怎么可能 上个月 玄武伯爵夫人还在到处借钱 仅仅借到了一千金币 现在他们一致拿出了这么多钱 原来之前 一切都是沈浪装的 又想到靖海伯爵斧 为了扳倒玄武伯爵斧 已经付出这么多的代价 现在非得毫无所获 而且还沦为了笑柄 靖海伯气得一口老血喷出 直接晕了 而在另一边 沈浪最大的死对头 张冲已经卧病故床多日 当他听到沈浪逆肿形势 一心能出八十万的消息后 垂死病中惊作起 知道沈浪厉害 没想到这么厉害 现在他的实力 已经完全不可能与沈浪抗衡 这次梅纳巴尔媳妇 达到玄武伯爵斧的几万五桑田 他一时感到羞愧不已 宋斗儿媳妇后 张冲从床上起来 已经没有了半根病态 回想沈浪此前的种种布局 他已经猜到了沈浪的望牙岗战略 沈浪置了一张大网 等着无数人钻进去 将会有无数人葬身于他的大网之中 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第一个要死的 就是小海盗王仇肖 而且他会死很惨 张冲询问父亲怎么办 仇肖也算是他们的盟友 哪知张冲不仅不让就仇肖 还要张冲配合沈浪完成目标 因为他的目标是 消灭所有贵族 替新政扫出障碍 这次他要借沈浪的手来一个渔翁得令 随后张冲又话题一转 告诉张冲 你的前妻徐千千并没有死 而且还潜伏到了仇幺尔身边 他应该是和沈浪勾结到了一起 张冲这个真人一听 那怎么能留他 他肯定会找我们报仇的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张冲立刻拦住了他 且不说现在徐千千留在仇幺尔身边 无法杀他 而且徐千千留在仇幺尔面前 肯定是沈浪的阴谋 我们不仅不杀 还要帮沈浪拿下怒朝城 沈浪狂洒八十万金币的光辉事迹 很快传遍了天下 所有人都以为沈浪家里有话 但这还不够 接下来沈浪不仅要把望牙岛 变成一个陶金币 还要把它变成一个锦肉场 在沈浪成功装逼达领后 玄武伯爵的病相就好了 看着瘦下来的伯爵 伯爵夫人比所有人都兴奋 甚至还和沈浪要减肥配方 可在沈浪的一番甜言蜜语攻势下 岳母大人被夸得花枝招展 不仅忘了减肥 还有点嫌弃自己的丈夫 幸好玄武伯爵将话题拉了回来 要不然真成了闺蜜局了 他询问沈浪接下来要怎么做 沈浪告诉岳父 接下来要招兵两千 而且要在三天内完成 这样伯爵府的总兵力就有五千 然后由伯爵亲自率领四千兵力 进驻望牙岛 接下来肯定会有无数人 前往望牙岛刺探 而我们要用所有黄金 将望牙岛造成一座巨体金矿 让所有人对他垂涎三尺 而且这次天道会 也另外赞助了我们二十万两金 真不会是顶级的商业局之 天道会的长老已经看出了沈浪的意图 如果沈浪南下怒潮城 作为沈浪的盟友 他们也将成为海上贸易的主导者 另一个唯一能和沈浪对弈的顶级谋略者 张冲已经许久未露面 沈浪猜他已经看出了自己的战略 但张冲什么都没做 想必是想借自己的手 铲除其他几个势力 毕竟作为国君最忠诚的鹰犬 先灭掉谁 他都是乐见其常的 商定完后续事宜后 眼见只有三天时间 木兰站起身 立刻就要去招募士兵 但他心里还惦记着和沈浪的纪约 可这时候沈浪却装傻充了 木兰只好一脸怒气地离开 小白脸 看我回来怎么吃掉 没想到 沈浪上次撒币后 金木兰已经彻底闻线 便这么走动 玄武国爵斧 发现金矿的消息重处后 最焦虑的就是近海夺爵了 上次将金山岛输给了玄武国爵斧 这次望牙岛上又发现了金矿 他是真的极度不已 派了一波又一波探子 去望牙岛打探 当看到探子们带来的矿时 他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 一时没有主意的他 立刻带着消息 来到了张家老宅面前张冲 这时候的张冲 还在床上装病 当得知望牙岛金矿的消息后 装出一领震惊的表情 但他并没有给近海伯爵出主意 只是提醒他要注意 是不是沈浪的因果 可除了家里有矿外 近海伯爵实在想不出 有什么生意 可以让沈浪一下 拿出80万金 近海伯爵当即表示 要趁现在望牙岛上防御攻势 不完被打上去 张冲提示他 你不是有个合作者吗 他一定也对望牙岛鼓势登攻 你可以穿多他仙台伯爵 近海伯爵眼睛先亮 对啊 海盗王手下有三万海盗 非让他们仙台上去 套路趋势 近海伯爵走后 张冲露出一点得意的表情 沈浪 我已经将人送到你刀下了 你可不要辜负我啊 女装大佬沈浪隆重登场 就在沈浪谋划着望牙岛陷阱之时 一边还和小舅子抄完了西游记 并寄给了海内边的徐千千 现在拿下的仇妖儿 已经成了沈浪望牙岛阵的关键 事情也很顺利 仇妖儿每天听徐千千 请西游记 听得是如痴如醉 现在 他已经被徐千千当成了最亲密 尤其是听到孙悟空 被佛祖押在五指山上的时候 仇妖儿更是非常深圣 感叹自己也是 被困资着怒朝城无法出去 但是无比像往海那个面 这天 徐千千照常在给仇妖儿几个故事 突然仇妖儿鼻孔标出两道鲜血 扑通一声 直接晕倒在了地上 接下来 仇妖儿找来了无数高龙姑 为仇妖儿看病 但所有的医生都找不到病因果 仇妖儿一怒之下 连杀了好几个 紧急情况下 徐千千只好写信向沈浪求救 而沈浪收到徐千千的求救信后 第一个不能反映就是 这个娘们是不是想害我 陆朝城可不是玄武城 一旦去了 有可能小命不保 可如果不去的话 一旦仇妖儿死了 自己的妄雅党战略就功亏一篑了 必须要找个高手保护自己才行 可他知道的唯一高手李千秋 离自己太远了 这时候 他想到了神通广大的天道会 于是他找到了天道会的主师黄童 黄童也不负众望 直接将自己的保镖送给了沈浪 而且 这保镖还是黄童的亲命 名字皇上 只不过这妹妹找的 确实是一言难尽 沈浪心想 也是 如果这么好 黄童怎么敢把自己的亲妹妹 放着 我这个大帅哥身边 随后 沈浪让黄凤等等 他换个衣服 马上就出发 可这一等 吓了黄凤一天 半个时辰后 刚才那个美男子不见了 出来的却是一个角色美女 黄凤都惊呆了 沈浪是怎么做到 连猴杰都不惊 一路上 沈浪了解到 这黄凤的武功 竟能在越国年轻一代中 排名第二 而在这个榜单上 金木兰竟都没资格上榜 看来这次怒朝城之行 应该是保险了 次日一早 终于到了去怒朝城的码头 即使戴着面纱 沈浪一出现 他的美貌 还是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甚至有灯徒子 当场就要献殷勤 可还没等男人的话说完 黄凤一脚 就把他踢出了八米远 越国第二 果然名不虚传 不知道有没有 把男人的地踢死 灯徒子的同伙见状 立刻就要上来报仇 毫无疑问 纷纷被黄凤秒杀 终于清静了 再也没人 这么想来打扰沈浪 第二天 终于到了怒朝城 望着怒朝城的沈浪赶踏 这怒朝城的城墙 真是坚固 就算来一万人攻 估计也很难 看来只能智取 不能强攻 在老婆被众多势力 虎视眈眈之际 收到老情人来信的沈浪 却偷偷来到了怒朝城 此时的海盗王之女 仇妖儿已经病入高荒 找了再多大夫 也无法查出她的病因 海盗王为此还杀了几个大夫 即便这样 每天到了听故事时间 她还坚持叫来徐千千 继续讲解西游记 仿佛每天的西游记 已经成了唯一给她未见的娘娘 这天 仇妖儿听完徐千千的故事后睡下 临睡前 让徐千千凌晨叫醒她 她要和祝洪雪决斗 这祝洪雪 是总督祝荣的儿子 也是越国年轻一代 排名第一的高手 如今的仇妖儿 怎么可能打得过她 到时候 只有癌的范儿 最后 徐千千冒死提出 让沈浪美看病 没想到仇妖儿 立刻就答应 徐千千高兴地飞奔而出 可她没注意 她的一举一动 都在另一个侍女 绿衣的监视中 很快 徐千千来到了 玄武国爵府的秘密街头 可当她进门的那一刻 她就待着 她并没有看到沈浪 只看到一个绝世美人 正面积 沈浪一开口 干嘛直勾勾看着人家 要让人家从下面掏出小鸟 证明给你们 能说出这么无耻的话 是沈浪无疑了 白瞎了这么一副好看的皮革 徐千千又仔细观察了一遍沈浪 果然没有任何扩展 这已经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了 仇妖儿的城堡 不让男人接近 这么漂亮的女人 一定没问题 片刻后 沈浪很顺利 就进入了仇妖儿的城堡 传说仇妖儿 是一个凶神恶杀的女魔头 即便沈浪已经做好了心理主 但见到后 她还是太主 和传闻中一样 她的确是魔鬼身材 身体没有一顶多如 她顿时全身发热 身体的某处还有了变化 为了不被看出来干脆 她只好脑中不断想起 黄奉妹子的脸庞 削削火 这时 一个满脸嫌弃的绿衣美女 走了过来 你就是徐千千找的大夫 可不等沈浪回答 她就发火了 你算什么东西 连天下最有名的大夫 都看不出主人的病因 看完赶紧滚 别在这里招摇撞片 沈浪根本不想理她 这婊子 一定是在极度我的美貌 赶紧看病要紧 沈浪上前 用眼里的X光机 扫描了绸腰的全身 一扫下一条 这绸腰脑中血管已经破裂 正常人早死过八百 她是怎么坚持到现在的 徐千千在纸上悄悄 问沈浪绸腰能治吗 沈浪回答能 需要先脱去绸腰的全身衣服 徐千千一看 果然还是流氓 这种时候 还想着占便宜 一代魔女 竟被沈浪脱光了衣服 沈浪男扮女装 白道怒潮城为绸腰看病 用双X光眼睛 一眼就喷出绸腰脑中的淤血 前女友徐千千一听就炸了 沈浪你这是检查身体吗 我还不了解 你这个流氓 你得开油 小心个一巴掌开死 可当徐千千将沈浪的话 小心传给仇腰尔后 仇腰尔很爽快就答应了 我理解 医生检查身体而已 何况还是个女代表 接下来 徐千千慢慢帮仇腰尔 脱去了全身的衣物 当她三十六亿和对长腿露出的那一刻 沈浪简直要崩溃 全身发热 下身一下就石化了 鼻血狂喷而出 机智如她 立刻闭上了双眼 不停幻想 被黄凤妹子包围的销魂场面 好在黄凤妹子还比较降火 五分钟后 沈浪终于冷静下来 她稳定心神 仔细检查了两遍仇腰尔的全身 时间之久 让旁边的丫鬟都不耐烦了 检查完了吗 完了就赶紧滚 这丫鬟再没有主人的事一下 就赶紧 也是够嚣张了 可沈浪并不扭她 只是在纸上写道 将军是不是一睁眼就天寻地转 还想要呕吐 头脑中一直胀痛 有种血管将要爆裂的感觉 在徐千千转出后 仇腰尔点点头 这已经是其他大夫 都诊断不出的症状了 仇腰尔对沈浪又多了几分性命 要不是自己用真气压制住了血压 恐怕早已经血管爆裂而亡了 拥有这么高深的武功 和优秀的体质 沈浪对仇腰尔也多了几分境界 沈浪又写下来 请将军屏蔽左右 这明显是针对贴身丫鬟绿衣 绿衣直接发飙了 来人将这个装神弄鬼的东西拉出去 可这个时候 哪轮到他发话 仇腰尔只是轻飘飘四个字 绿衣退下 绿衣瞬间不敢造次 只能不甘心地退出了房间 绿衣退出后 沈浪坦言 将军是被人下足了 徐千千摇摇头不敢相信 平时主人的一日三餐 都是我和绿衣先尝过的 我们两个怎么都没事 沈浪解释 这是一种重金属之毒 少量根本没事 但日积月累之下 重金属倒到全身血脉 当年宁罗公主 就是因为长期使用带牵的器皿 最后导致牵中毒而死 而将军体内的重金属浓度非常高 很可能是因为长期服用某种食物导致 要不是将军武功高强 体质逆天 那早就归天了 长期要吃的东西是什么呢 沈浪思考了一番 我知道了 一定是盐 有人用锦盐替换了食用盐 而锦盐中 还有大量重金属 无法食用 快去厨房 把盐毒找出来 沈浪也太有厌服了 借着瞧病之际 竟然脱光了仇药尔的衣服 一保眼服后 他用那双二次光狗眼 很快发现了仇药尔的病因 仇药尔体内含有高浓度的重金属 一定是经常服用含重金属的食物导致 他立刻命人去厨房把食盐取来 灰断肯定是有人用锦盐替换了食用盐 一般锦盐中都含有各种重金属 很快 下人取来的食盐 可沈浪尝了些 却是正常的盐 根本不含重金属 这就奇怪了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时 仇药尔让下人把盐拿过去 给他尝一下 他只是尝了一小点就发现 这根本不是他平时吃的那种 以前吃的比这好吃多 味道也比较复杂 沈浪一听 你以前吃的肯定是重金属盐了 那种盐很容易生 真相显而易见 是有人专门加带重金属盐 下来的仇药尔 徐千千首先反应过来 大声喊道 快去抓出娘 手下女武士 满脸怒气飞奔而出 竟敢加害主人 非巴了你的屁 仇药尔城堡内 有人竟敢忘恩负义害主人 这些女武士自然是无比愤怒 片刻后 一个美女厨娘就被压了进来 原来的厨娘离开了 这是三天前新患的厨娘 厨娘了解情况后 立刻颤抖地跪在了地上高喊冤枉 主人对她有恩 她宁愿自己死 也不会给主人下来 说着 为了证明清白 突然朝着柱子撞去 下一秒 她没有撞到柱子 却撞到了仇药尔的手掌里 厨娘抱着仇药尔的腿 嚎啕大哭 仇药尔安慰道 我知道不是你 我还奇怪呢 最近饭菜的味道 怎么不好吃了 呃 这话听着 怎么好像更让人家伤心了呢 接着 仇药尔将绿衣含进来 徐千千急切地问绿衣 原来的厨娘在哪 这时候的绿衣 还是一股嚣张的男人 你算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问我 可仇药尔一点都 命令了 然后回答问题 绿衣只好乖乖回答 原来的厨娘三天前请假 说是家里的孩子病了 要去照顾 仇药尔立刻命令女武士 去厨娘家里的孩子 几名武士飞奔而出后 徐千千陷入了思考 厨娘三天前离开 她的背后肯定有幕后主使 这时候很大可能已经被灭口 那主使她的是谁呢 仇药还是仇药呢 仇药是少城主 仇药是海盗王义子 也是怒朝城的四号人物 他们都是怒朝城的可能继承人 此时势力最大的仇药尔 对他们来说都是最大的威胁 仇药尔叹了口气 他应该也想到了这一名 不管幕后主使是谁 他都无法追究下去 果然 一个时辰后 几个女武士空手而归 那厨娘根本没回过家 沈浪化身美女道夫千里就妻 最后发现仇药尔中毒已久 而下毒之人 正是他最信任的厨娘 当手下去抓人时 厨娘早已经没了踪迹 恐怕已被杀人灭口 这件事情肯定有幕后主使之人 正当手下女武士 要集体去拜见怒朝城主 为主人讨回公道之时 仇药尔去摆摆手 这件事到此为止 不要再追究了 因为他知道 被他下手的 无非就是他那些亲人 他还不忍心下手 尽管他们都是一些人渣恶鬼 但眼下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于是他秉退了所有人 只留下沈浪和徐千千 几个时辰后 他有一场合助空学的礼物 他要沈浪想办法 让他可以站起来 最好还能动用真气 沈浪一听都惊了 你这不是找死吗 你这血压都快炸了 大脑上还有血肿 一旦动用真气 肯定脑一血死亡 可沈浪稍微思考了下 却在纸上写下了能治两个字 并让徐千千点燃一个泥香 随后开始他的治疗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 在怒潮城的一个小屋内 一个绿衣姑娘正在恩啊唱着歌 五分钟后 海盗王之子求消 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 让你办的事情不要了 绿衣一脸谄媚的鬼 早办好了 仇妖尔房内的泥香都已经换了 仇妖哈哈大笑 还是你懂事 等我搞定仇妖尔后 一定中赏了 绿衣本是巨伤之女 在一次海上运输中 全家不幸被海盗截掠 在她差点被糟蹋之时 幸亏仇妖尔救了她 本来她已经把仇妖尔 当成了永远的神 随着野心的膨胀 她不甘心只做一个闭蜜 可仇妖尔是那样的遥不可及 也不像传说中那样喜欢女人 这时恰好仇妖出现 如今她唯一的目标就是 帮仇妖拿下怒潮城 成为仇妖的小妾 虽然仇妖每次都用最粗暴的方式 柔领她 但她却乐在其中 办完事后 绿衣慵懒地躺在仇妖怀中 少主放心 仇妖尔身上的毒已经发作了 而且下毒的雏娘已经死了 现在是死无对证 没人能查到你的 仇妖听后 一下就坐了起来 什么 仇妖尔中毒了 谁指使呢 绿衣笑着说 少主 在我面前就不用装了 哪知回应她的是一个结实的 逼逼冬 绿衣顾不得脸上流的血 赶紧爬起来 会在仇妖角色求饶 可回应她的 又是一脚飞踢 贱人 记住我的话 不要试探我 不要质疑我 我杀的人做的事都敢认 但没人能在我头上栽赃 这个男人丧心病狂 连自己的亲姐姐都不放过 就在刚刚 仇妖尔的侍女绿衣 告诉了仇肖仇妖尔中毒的消息 谁知仇妖非但没有高兴 她一掌扇在了绿衣的脸上 理由更是离谱 她认为仇妖尔的身体 是属于她的 只有她才能破坏 幸亏绿衣即时解释 下毒人不是自己 而是仇妖尔的厨娘 否则今天 自己真是非死即惨 而在听到姐姐中毒后 身体更加娇艳 而且全身已经无法动弹后 仇妖更是哈哈大笑 真是天助我有 绿衣又窜多说 仇妖尔身边 现在只有一个美女大夫 和贴身侍女徐千千 仇妖当即就忍不了了 随即就要出门行用 竟还有这样的好事 真是一件疯療 可仇妖刚一出门 就遇到了父亲的心腹 海盗王要她立刻前去贵客厅 有药室商议 眼见到嘴的艳符飞了 仇妖心有不甘 只好骂骂咧咧地 去找父亲放松 而在仇妖尔这边 徐千千已经点燃了 被绿衣替换的泥香 此时所有人都还没有察觉到异常 沈浪开始构思 给仇妖尔的治疗方案 目前重金属之毒 无法短时间排出 最重要的是 先要把血压降下来 可这里没有降压药 只能用剑销最快的放血疗法 然后还要去掉它 硬膜下的血肿 才能保证仇妖尔 站起来不断头晕 可这里的医学条件 根本没办法进行开乳手术 幸亏沈浪 还有自带的X光机透视眼 可以将仇妖尔头上的情况 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沈浪打算用一根钢针 在仇妖尔头上刺一个孔 再用导管将血肿引流出来 唯一的能点就是 钢针刺穿脑膜时 力道的把握 这一点 沈浪和徐千千都没有力气能够达到 只能交给仇妖尔自己 当沈浪将治疗方案 以不怕仇妖尔听了一巴掌 将你拍死 随后 徐千千将沈浪的治疗方案 仔细讲给仇妖尔听 谁知仇妖尔飞腾没有生气 还爽快答应 你随便放血 你想见哪里见哪里 徐千千还是觉得 沈浪不太靠谱 只见沈浪拿过一个盆 又拿来一根很粗的针头 对准仇妖尔手臂上的血管猛的刺入 只见针头刺入的那一刻 仇妖尔的血立刻喷射出 看来仇妖尔的血压真不敌 徐千千却在一旁看得瑟瑟发抖 忽然眼前一黑 脚下一软 差点晕倒在地 幸好被沈浪及时扶住 随着血液越放越多 仇妖尔长长 呼出了一口气 好久没这么舒服 沈浪看着盆中不一般的血泽管 看 这女人身体素质真是不一般 换成别人早死了 女人被放了半盆洗 可却一点势都没 反而觉得全身无比舒畅 原来她中毒已久 这是沈浪专门为她制定的放血疗法 只有将她全身血液放出五分之一 还能避免她血管暴力而死 眼间放得差不多了 沈浪拔出仇妖手臂上的针头 仇妖尔慢慢站起身 长出了一口气 身体好久没这么舒服 刚刚由于晕血 差点晕倒的徐千千也慢慢站起来 可呼吸还是有些急促 头也有点晕 看来是绿衣替换的泥香 已经开始起坐 而沈浪的治疗还没有结束 她在纸上写下了详细的操作步骤 仇妖尔看 用一根很粗的钢针 在后脑落雀穴插入半寸 力道和位置一定要绝对清楚 仇妖尔点点头 以她的武功造诣 没有一点问题 于是沈浪让仇妖尔坐下 先给她剃掉了落雀穴附近的头发 然后拿起一根钢针 帮仇妖尔找到了正确的刺入位置 整理好后 用徐千千倒计时数数 没想到徐千千刚开始数 仇妖尔就果断一针刺进去 沈浪的透视也一扫描 这仇妖尔的手法真是稳准粉 没有一点偏差 果然是高手 随后她看向徐千千 现在仇妖尔头上的血肿有些凝固 血液无法自动流出 按照先前洗治疗方案 此时应该由徐千千用嘴 将淤血吸出来 眼见徐千千一脸犹豫 这是仇妖尔一板手 不用了 我自己来 只见她盘腿运弓 全身动发出金光 突然冷哼一声 瞬间硬磨下的淤血 从管子标射而出 喷出了树米远 沈浪透视眼定睛一看 真厉害 排得是干干净净 这次治疗是太成功了 淤血排出后 仇妖尔明显感觉头不晕了 她轻松拔出头上的导管 看着沈浪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沈浪心里 肯定是最喜欢怒吵吵了 可她哪敢说出来 只能摇摇头表示 什么都不 要知道 什么都不要 就是罪人的人情 仇妖尔露出欣赏的表情 好吧 我欠你一个人情 以后有什么事情 只要在我能力氛围内 我都给你问吧 这话听着有些耳熟 上次沈浪帮剑王李千秋 只好她老老神 她也这么说过 可惜沈浪很快浪费了那次人情 这时 仇妖尔一转身 竟在沈浪面前脱起了衣服 沈浪大惊 难道又要让我大宝眼服一次 这次可是你主动的 不一会儿 仇妖尔就换了一身震装出来 原来她还要去找柱红雪决斗 沈浪看着她双腿虚浮的样子 这是刚从鬼门关出来 又要去送死